第101章老头子的炫耀 根生 你现在做的对 总不能让弟妹一直都受委屈 宝生两口子不行 那些孩子更是都长歪了 村长对宋根生的变化 也是看在眼中 往后宝生两口子 估计是讨不到任何便宜了 做人千万不要将事情做绝 否则最后倒霉的人就是自己 宋宝生现在就是典型的例子 哎 他们可得好好地告诫孩子们 做人得留一线 村长 实不相瞒 我这颗心啊 被伤透了 坐 吃点花生瓜子典型 这些都是老婆子 怕我在家无聊 我哪里有什么意见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点心 我那女婿带来的点心 都不如这个 三住媳妇更有出息 放在你们铺子卖 一定会大火 根生老弟 往后要是有挣钱的活 记得跟我们说说 老哥哥可是提前预定下 你别忘记了 这个还真有 就是看你敢不敢 喜宝师傅给了一批药草苗子 你可以试着种一亩地试试 反正我家老婆子的娘家 还有几个儿媳妇的娘家 都拿了一些去种 我们家包收 只要打理得干净 十文钱一斤 宋根生许诺出一亩田的药草苗 还是可以的 这一点家庭地位 他在这个家还是有的 喜宝会给 老婆子自然就会给 成 我听你的 村长听闻 只需要一亩地试试 也就没放在心上 不久后就开始后悔 此刻的他 反而觉得 是帮了宋根生的忙 卖给他一个面子 对于十文钱一斤 也并未放在心上 因为在他心中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能在自家门口 就能卖出这样的高价吗 两个人闲聊了一会 宋根生给村长 打包了一些糕点 让他带回去 给孙子孙女吃 特意地提到孙女 村长 我们千万不要 将丫头当无所谓 只要有本事 别管男女 宋根生 这是发自内心的 村长连连点头 见茶杯端起来 一饮而尽 连茶也都嚼碎吃了 有点苦 真是不懂 有些人为何有钱了 就开始装 这东西有啥好吃 宋根生看着村长的背影 还是有几分怀念 毕竟他很久不出门了 在家躺着的日子过久了 真是让人烦心 宋老婆子 因为洗宝被李庆元接走 就没有跟着去镇上 新房子被人使坏 他得继续盯着 防止有些人 白天都心怀不轨 宋走村长后 他对老头子的表现 还是很满意 虽然现在家里好过了很多 可是十两银子也是一大笔 可以给洗宝买好几本书 宋宝生主动还钱 你觉得为什么 宋老婆子故意问 就怕这个蠢男人 又相信他的好弟弟去了 因为洗宝与县令千金是朋友 他怕蹲大牢 怕我们直接去县里告他们 并不是真的忏悔 宋根生知道老婆子的小心思 但还是非常老实地说出来 对 他们怕了 但是我不会欺负他们 也不会原谅他们 如果他们继续招惹我们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宋老婆子看着老头子 说出这样的话 宋根生嗡嗡地点着头 也不想再给三弟求情 因为没有必要 可如果不搞事情 那就不是宋宝生 下午宋安生就来了 大哥 大嫂 三弟三弟妹 现在要挪爹娘的坟 大娘的坟不动 三弟说娘给他托梦 在地下被大娘欺负了 所以 我是不同意的 入土为安 这一番折腾 肯定会让爹娘全下不安 宋老婆子无语了 这就是说 老头子的亲娘 公爹的原配 欺负宋宝生的娘 原配跟济世在地下打起来了 怎么那么让人觉得爽快 这事 我也不能同意 宋根生当初葬后母的事情 如果宋宝生提出来 那倒是能够理解 可现在都过去多少年 居然要挪坟 这不是笑话吗 大哥 我觉得 三弟一定会继续找村长 组长要求 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 再说下我的态度 我回去了 家里忙 宋安生都没有坐下 说完话就走 在这种事情上 他是不可能跟宋宝生一路 他不是多好的人 但也不是丧良心的人 老三家里做的那些事情 简直就没眼看 大哥家里富裕起来 还能拉着他们一把 不好吗 他就听话 种了十亩地的药草 哪怕收成不好 也耽误不了什么 最多就是耽误三个月的功夫 他不怕 你瞧瞧 我就知道宋宝生憋不住什么好屁 挪坟的事情都能提得出来 他娘在地下不得安生 都是活该 谁让他以前偏心 还骗你 真叫咱娘给打了 也是活该 宋老婆子倒是希望 这事是真的 我根本就不记得亲娘 宋根生一生都在听娘的话 最后发现那不是亲娘 老头子 别难过了 等我们两个过世后 再好好的到地下孝顺咱娘 宋老婆子倒是希望这是事实 狄青婆婆在地下 将那个死婆子狠狠揍一顿 嗯 宋根生嘴上答应下来 但是心中还是非常难受 也更加坚定 挪坟这件事绝对不可以 一直到夕阳下山 而孙闷都回来 宋根生还是有些闷闷不乐 宋喜宝还以为也奶 又吵架了 小声地问奶 到底怎么回事 你也想自己亲娘了 他打小就没有见过亲娘 那么多年孝顺的人 去 宋老婆子 其实这时候也很心疼老头子 原来是这样 你记得太爷的脸吗 宋喜宝想着 要不要给做点什么 虽然他做了很多错事 但是现在真的很可怜 记得 你太爷爷 是在你三叔出生后才过世的 宋老婆子没有遭受过公爹的蹉跎 都是那个老东西 专门欺负他 第102章 这是你亲娘 宋喜宝仔细地问奶 太爷爷长什么样子 然后开始画 用了半个时辰左右 宋老婆子看着画 忍不住感慨 喜宝 你真是了不起 那就随便说 你居然都能画出来 奶 不是随便画出来 而是根据爷爷的样貌画的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爷跟太爷的对比 再画出太奶的画像 到时候 你拿出去给村里老人看看 如果他们说像 你再给爷看 免得他难受 宋喜宝说完 就开始趴在简易书桌上画 宋老婆子觉得有些不可能 虽然喜宝很聪明很聪明 但是从未见过面 他都不知道的人 怎么能画出来呢 但是 他又不好打击喜宝 对老头子的孝心 这死老头子 往后要是对喜宝有意见 对喜宝不好 都得天打雷劈 瞧瞧孩子对他的事情多上心 这么好的孙女 上哪里去找 就这样过了一个时辰 宋喜宝饭都没有来得及吃 不准任何人打扰他 才完成了画像 宋老婆子 虽然没有见过狄青的婆婆 但是从画像上 就有一股熟悉感 如果狄青的婆婆活着 他跟孩子们日子 肯定都不一样 奶 你哪去给族长家太奶奶看一眼 如果差不多 见到宝贝闺女出来 立刻将早就热了两边的饭菜端出来 喜宝 往后得先吃饭 再做功课 要不然 你这小身体 奶能受得了 娘 我知道了 宋喜宝没有解释 毕竟等奶送去后才知道 宋老婆子也没有耽误 直接到族长家 他没说是 喜宝根据老头子 与公爹对比画像画出来的 直接说 亲婆婆托梦给他 他请人画出来 看看像不像 族长家太奶奶 以及族长仔细端向着画像 连连称赞 像 真是太像了 这是哪个画师画出来的 真厉害 根生亲娘 就是长这个模样 一等一的好看 比我们村里大姑娘 小媳妇都好看 只可惜生完根生后 身子就不太好 族长家太奶奶 想起那些事情 还是有些惋惜 后来因为根生爹 又娶了一个女人 大家也不好说 那些事情 对外根生爹特意找了他们 特意隐瞒的 如果不是宋安生说出来 其他人也不好多嘴 毕竟搞得别人家宅不宁 这等丧良心的事情 大家也不能做 谢谢您 我这就拿回去 给我们家根生看看 他自从知道真相后 吃不好 睡不香 满脑子都是对不住我婆婆 宋老婆子心底 对喜宝万分感激 若是没有喜宝 估计老头子这辈子 心中都有遗憾 往后对着画像上炷香 也能够让根生娘安息 去吧 族长家太奶奶叹息着 这女人太好看 就不好命 宋老婆子双手握着画像 忍不住颤抖 他闭上眼 没有立刻回家 喜宝还是喜宝吗 如果不是喜宝 那这个人又是谁 可是想到喜宝这些日子 对他们的好 他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就是喜宝 这就是他的宝贝孙女 神仙怜悯 让喜宝越来越厉害 喜宝就是先童转世 现在恢复了那些记忆根本身 对 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神仙 谁能做到这些 宋老婆子成功地 再次将自己确定了心 毕竟这般对他们好的孩子 难能去怀疑 他收拾好心情 就打开了门 看着还在吃饭的喜宝 他立刻慈祥地笑出来 饭都没有来得及吃 就只顾画像 他还是个孩子呀 奶 像吗 他也曾业余地帮助过其他人寻亲 但是在这里可不一样 毕竟没有电脑辅助 全部都是靠手工 像组长家的太奶奶 说我们请的画师太厉害了 你也这次可以心安了 往后这两幅画 我们都给表起来 挂在家里 让后人记败 等你有时间 也给跟奶画一幅 新房子专门留意间 挂画像 宋老婆子想好了 就这样干 百年后 还能有人记得住她 那才是最好的日子 好 我明天就给奶先画 宋喜宝听闻很像 立刻就心安了 宋根生那边 还不知道有这么大的惊喜 而是一个人坐在那 看着外面 很惆怅 亲娘若是在地下 跟后娘打架 怎么就没有 给他托个梦吗 哪怕一次也好 这人无论到了多大年纪 都对父母有着渴望 老头子 你看这是谁 宋老婆子 先打开的是公爹的画像 宋根生仔细看了看 再揉揉眼睛 这是我爹啊 他双手接过来 想摸摸那眉眼 又不敢直接触碰 怕弄脏了话 就是那么隔空的抚摸着 这里还有一副 是娘 我已经问过组长家太奶奶 还有组长 他们都说 这就是你娘 我做梦梦到的人 真是娘 宋老婆子又打开了一副 他没敢说 这是喜宝 根据公爹跟老头子的相貌 画出来的婆婆 这真的吗 宋根生有些不敢打开 最后还是宋老婆子打开画像 画册上的婆婆 真的非常好看 而且从五官看 性格就很好 而不是后娘那般刻薄 这是我娘 宋根生有点想哭 他真没想到 今生今世还能见到娘 虽然是这种方式 依旧很感动 对 这是娘 等我到镇上找人表起来 就挂在家里 新房子盖好 专门摆一个箱案 你就可以日日击败爹娘了 宋老婆子 要让老头子彻底知道 哪里是家 宋根生双手捂着脸哭了 哭的声音还有点大 宋大柱在外面着急了 娘 爹有错 儿子替他认 您就原谅爹 在大柱心里 肯定是爹又犯错了 要不然 娘肯定不会训 更何况是训哭了这么严重 你这个兔崽子 我跟你爹没吵架 宋老婆子咆哮着 这脑子缺根弦的玩意 他爹一哭 娘就不是娘了吗 真是个浑儿子 哼 爹 爷估计是感动的 不是被骂 宋喜宝看着爹被骂 好心提醒着 感动 你奶还能做出多大的事情 让你爷哭成这样 宋大柱觉得 娘不将亲爹打死 都算亲爹命运 第103章 第一次强势拒绝 爹 你要是被奶打 绝对是活该 宋喜宝不满了 奶那么好的人 怎么能这样说呢 对 你要是被娘打 绝对是活该 大柱媳妇 绝对站在女儿这边 娘是心最软的人 看似很凶 其实不是 你俩都说我一个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爹哭成这样 这要是身体哭坏了怎么办 宋大柱有些委屈 他就是关心爹 怎么被打就是活该呢 这位人子女 首先第一位就是得孝顺 如果不孝顺 那才是要被打的 他难道孝顺也是错吗 这是你马上就会知道 但是爷现在的心情比较激动 咱们还是别去打扰了 听这么大的哭声 宋喜宝也没有想到 许是不能换位思考吧 他是被抛弃的那一个 所以即便父母回来找 他也不稀罕 但是也不一样 太乃是属于离开人世 否则怎么会不段子好呢 宋大柱看着女儿 哀怨的叹口气 哎爹在你这 一点地位都没有 要什么地位 现在全村谁不高看你一眼 你三个孩子读书 在镇上有摊位 有牛车 你还要啥 做人要知道满足 跟自己女儿 还搞这些没有用的 大柱媳妇直接瞪着她 然后撵着去继续干活 家里生意越来越好 每天需要的量 也就越来越大 宋四柱在镇上 虽然能够做一些简单的 但是大部分 还是得从家里带 是是是 我去干活 喜宝爹最疼你 宋大柱笑着去干活 还不忘记给女儿 做一个鬼脸 指着媳妇的方向 宋喜宝乐乐 奶管的儿子们都非常好 直到疼媳妇 宋根生这边又过了一刻钟 情绪才稳定下来 拉着老婆子的手 不断地忏悔与感激 老婆子 往后你只拿我去了 绝对不会让你受 一丝一毫的委屈 咱们家喜宝 也必须要放在第一位 要是谁敢不同意 我就削他 宋根生想到 喜宝那么小 就能熬着一个半时辰 给他画这两幅画 他就无比感动 你记住最后一句话 就成 喜宝是咱们家的福星 是老天爷派来的 若是你再犯糊涂 下次老天爷 就让你彻底到地下 跟爹娘赔罪 宋老婆子继续吓唬老头 希望他变好 不是一日两日 而是长期坚持 宋根生点头 你说的对 让孩子们都进来 见见他们的太爷爷太奶奶 磕个头 宋老婆子打开门 让儿孙们赶紧进来 当然有了媳妇 他可不愿意跟某些人似的 而媳妇就是外人 连磕头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不如不要媳妇 全部都打光棍 多好 宋大主跟媳妇 一人拿着一张画像站在边上 然后其他人过来叩拜 爹 这就是我们亲奶吗 长得好看又善良 二主媳妇一边磕头 一边还夸赞着 孩子们的太奶奶 太奶奶真漂亮 比三奶好看多了 三奶奶眼角这样 看人都是这样 宋二牛跪在地上 一边说 一边比花 其他人都跟着笑了 小孩子 不可以这样说大人 宋老婆子都笑出眼泪了 这些个孩子 一个都不喜欢那流朝地 宋喜宝也是非常认真的跪拜 跪拜王者理所当然 就当是替这个身体跪 应该的 好了 都去洗洗休息 明日还得继续努力干活 努力读书 宋老婆子见宝贝孙女 面露疲倦 赶紧催着大家去行动 宋根生也满足了 亲娘看到这么多儿孙 一定会觉得非常幸福 至于亲爹瞒了他这么多年 直到死都没有说 也不准其他人说 一开始怨恨 但是很快就释然了 毕竟一个没娘的孩子 如果不认后娘当娘 真不一定能够活着长大 黄土都埋到脖子 这些道理如果还不懂 他真是白活了 第二日 宋宝生就上门说 亲娘在地下被大娘给打了 现在就想要挪坟 大哥 您就体谅体谅我们 那是我亲娘 我不能这样不管呀 可以挪 但是爹的坟不能动 他跟我娘是结发夫妻 理应合葬 原配最大 宋根生对于后娘的养育之恩 这些年绝对早就报答完了 所以宋宝生要是挪后娘的坟 他没有意见 但是亲爹的坟 想都不要想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哥 话不能这样说 是我娘陪着爹走过几十年 大娘跟爹在一起就两年 爹应该跟我娘合葬 而且他们托梦给我 就想要在一起 你这不是让他们分开吗 宋宝生坚决不要让爹跟原配在一起 因为那样 还是会还保佑宋根生发财 而不是保佑他发财 正巧 爹也给我托梦了 让我将他跟我娘供奉起来 并且跟我娘要死同学 所以我打算开关 让他们合葬 宋根生直接拒绝 并且有了跟宋宝生不一样的处理方法 大哥 你这是故意歪去爹的想法 爹跟我娘在一起那么多年 而且我跟二哥 我们是二对一 你应该听我们的 宋宝生拉上宋安生 虽然现在他不同意 但是往后会同意的 就不信 二哥看着大哥发财不心痒痒 人为财死鸟为失望 即使永远是即使 不能跟原配比 你说破天 都没有用 宋根生态度非常强硬 他要保护娘 以前几十年都没有祭拜过真正的娘 现在不一样了 他要每年祭拜 每日上香 大哥 你变了 宋宝生装作伤心 然后离去 他发现了 这宋根生再也不受控了 但是这件事他不甘心 非常不甘心 每日还得跪在他们家心房那 想到这些 就憋屈生闷气 宋老婆子见老头子将人打发走 而且是强势打发走 立刻就高兴起来 早上亲自给老头子做完饭 然后再去镇上表话 中午特意等到喜宝来吃饭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喜宝 你爷真的变了 往后肯定不会再帮宋宝生全家 想到这 他就高兴 乃高兴 喜宝就高兴 乃 爷又不傻 以前不过是被人有意欺骗 他能看出来 乃每次喊着和离 修夫 都是嘴上说说 只要爷的心能往这个家放一点点 乃就会高兴 更何况是现在这种 第104章 刘和花有孕 栽赃四主 对 其实想想 你爷爷挺可怜的一个人 自幼丧母 又碰到不靠谱的后娘 你别只顾说话 多吃点 这次宝寄完的银子 乃给你存起来 要买东西跟乃说 宋老婆子手握巨款 财大气粗 乃 这次休目 我想跟圆圆去看看医书 他们家的书 我感兴趣的 都看完了 宋喜宝对其他东西不感兴趣 就喜欢看医书 邮寄 还有地理方面的书 当然还有律法 要在一个地方混得开 必须要懂律法 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这个李清源家里有一堆 他下次可以再接一些 务必要研究透彻 乘 乃给你一百两 看见喜欢的书 都买下来 宋老婆子一咬牙 就给出一个心理承受力最大的数字 要是搁以前 让他拿一百两出来买书 只觉得你在说笑话 但是现在他拿出来 根本就不伤筋动骨 宋喜宝也顺势答应下来 这是乃的心意 他当然得接着 而且书本费虽然很贵 但是可以抄路 给自己家人看 没问题 如果对外出售 就会是违法行为 会被官府抓起来的 祖孙两人都对心房 充满着期待 宋老婆子 问孙女床单 被照要什么花样 他都开始准备起来 至于棉被 他就不打算自己做 让檀棉花的直接做好 做一个特别大的 就算孙女怎么打滚 都没有关系 宋喜宝还没有回答 就看见一群人冲过来 刘和花带着刘家村的人赶来 宋四柱 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我这娃都揣在肚子里 你居然不认账 还跟别人定亲 我不活了 给我们和花一个交代 要不然砸了你们这个店铺 真是个陈师妹 不要脸 宋四柱出来 看老子不打死你 刘家人一起喊着 但是眼神却在打量着店铺 入出贪婪 还有一群人 冲着杂货铺 去骂糖雪不要脸 抢男人去了 宋老婆子 这能忍吗 欺负他儿子 还有未来人媳妇 大妞 去叫你爹娘过来 二柱 他真想抽自己一巴掌 让他以前瞎了眼 居然还喜欢过这样的女子 简直让家里丢死人 现在这一次 还连累唐雪 也不知道唐家怎么想 要是退婚 他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想到这里 他就恨不得将刘家人 全部都打出去 宋四柱你好狠的心 明明是你拉着我 说丢我好一辈子 会娶我 我才会昏了头 你现在居然不承认 你放心 我会跟孩子一起死 然后一辈子做鬼缠着你 你别想另娶他人 绝对不可能 我死都不会 让你得逞 刘和花拼了 必须要嫁给宋四柱 这孩子当然不是他的 但是此刻 就是宋四柱的 他就不信 杂货铺那个小贱人 还能继续跟他 跟他 他也闹 宋四柱一开始就说喜欢他 现在居然敢不喜欢 换个人 门都没有 说喜欢他 就得一辈子喜欢 宋喜宝趁机拉着刘和花的手腕 刘姐姐 你有孕不能太激动 坐下来慢慢说 我乃是个讲道理的人 若是你有理 这个真是我四叔的孩子 那就是 我未来弟弟 我乃肯定会管 对 和花你跟你婆婆仔细的说清楚原委 你肚子里可是他们宋家未来大孙子 刘老婆子觉得这个小姑娘 给的台阶非常重要 宋老婆子看着喜宝 拿着刘和花的手腕 立刻就懂 他也配合着说 这婚姻大事 本来就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你们刘家上门就骂 这是何意 刘老婆子自知理亏 和花早起呕吐 作为过来人 他立刻就明白了 逼问之下 才知道 孩子爹是宋四柱 然而宋四柱却定轻了 这才有了这一出 他也不是故意闹的 赶紧陪着笑脸 老姐姐别生气 是我们做的不对 那就说吧 什么时候跟我儿子 有了那啥 在什么地方 现在刘和花说有 我儿子说没有 这是总不能听一面之词 对不对 你们这些人都出去等着 一个个站在着 你们好意思 我还要脸 另外让那边人滚回来 人家唐姑娘有什么错 我们正常谈婚论嫁 宋老婆子一番话 说得刘家人骚得慌 原本他们是想先生夺人 先下手为强 现在看来 确实丢了面子 何花 你倒是说啊 娘今天都拉下老脸来帮你 刘老婆子是一家人 先到外面 她在这里就成了 宋大柱跟大柱媳妇 也赶到了杂货铺 让刘家人滚蛋 大柱媳妇 安慰着眼睛里含泪的唐雪 唐妹妹 别怕 我们家四柱不是那种人 越是这个时候 你越要相信她 唐雪点点头 我相信 在这个时候 越是有人捣乱 就越证明宋四柱好 她的人凭啥被人抢走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句 我相信带给宋四柱力量 她站在那 任凭刘和花 巧舌如簧的编造 宋老婆子听着刘和花 越说越露出微笑 刘老婆子还以为 这是宋家人满意了 她也高兴地陪着笑 现在女儿已经有孕 那就是宋家人 要是这么回去 他们就得被人戳几两股 只能说 这个逆女做出这等事情 丢人现眼 未婚先孕 他们家名声 算是彻底毁掉了 所以我就有了身孕 宋大娘若是四柱不肯娶我 我真的 只有一死而知 刘和花跪在地上 哀求着宋老婆子 等她进门后 再做其他打算 反正这孩子 现在就是宋四柱的 按照你的说法 我们家四柱 一个月前就跟你有了首尾 那你上次带着媒婆张来 怎么不说 宋老婆子也不知道 这女人最后祸害到谁家 最少目前他们家的嫌疑 基本上已经洗清了 娘 一个月前 我天天摆摊 晚上 就在家洗漱下水 什么时候出去过 而且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她 手都没有拉过 哪里来的孩子 刘和花你 真是不要脸 胡说八道 你那肩膚是谁 你去找她 宋四柱觉得天大的委屈啊 真是人在家中做事 或从天上来 她的清白 就被别人一张嘴给毁了 第105章 跪下道歉 宋四柱 你又想不承认 我就撞死在你们家的店里 就在这做鬼天天看着你 看有谁敢嫁给你 刘和花见宋四柱否认 立刻就要来狠的 撞 你敢撞 我就敢埋 宋四柱是我的未婚夫 我一定会嫁给他 唐雪就不信了 四柱没有做过的事情 还能被人逼成 别说这孩子不是宋四柱的 就算是 他都敢养 碰到一个好男人 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闲言碎语 栽赃诬陷不敢嫁 宋家这样的好婆家 他上哪里去找 他可不要当那种蠢蛋 绝对不要 你就是那个小贱人 宋四柱是我们刘家的未来女婿 刘老婆子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宋老婆子一把推倒 你骂谁贱人 这是我们宋家未来的媳妇 过了名处的 宋老婆子瞪着老婆子 再敢骂一句 嘴给他扯了 唐家人跟过来时 听到宋老婆子维护 心中的气消了几分 但是今天 他们被人堵上门骂一通 还是憋了气 宋喜宝拉住奶的手 凑在他耳边说了一句 奶 他有孕最少一个半月 刚一个月 也不可能有呕吐的现象 你们宋家 现在是不承认了吗 那别怪我们刘家不客气 我要你们宋四柱 臭名远扬 刘老婆子收回刚刚的客气 如果这件事他们不认 那就得闹 认什么认 找个大夫来看看 看看你女儿 到底怀了多长时间 你这个当娘的真实失败 发生这种丢脸的事情 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刘和花 你到底怀了谁的孩子 你知道 你想污蔑我们四柱 门都没有 宋老婆子 指着这对不要脸的母女 女儿能够养成这样 只能说当娘的没有教育好 以前就喜欢到处勾搭小伙子 现在好了 野种都踹在肚子里 哭都没有用 你胡说 我们家和花怀的 就是宋四柱的孩子 刘老婆子坚信 女儿在这个问题上 不敢说谎 如果你不信 可以请大夫 可以报官 我们家四柱 别说一个月 最近两个月 都没有去过刘家村 先农忙 再打理摊位 再到铺子 这些都可以让官府调查 一个野种 别想进我们家门 宋老婆子就敢这样喊着 就是相信儿子 宋四柱眼圈都红了 未婚妻跟娘 都这样相信他 他没做过 就是没做过 别想逼他 而且刘和花这个破鞋 扔到谁家谁倒霉 刘老婆子见宋家人这样说 不由得也怀疑起女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和花 你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 那娘就支持报官请大夫 刘老婆子 有些拉不下脸面了 我去请大夫 大助媳妇 不管他们什么反应 直接去请大夫 这就是宋家人的态度 他们都相信四柱 刘和花有些慌张 但是此刻不能认输 请大夫就请大夫 我不怕 我这肚子里 就是宋四柱的孩子 宋四柱你个胆小鬼 做了事情不敢认 其实他心中也苦闷 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说 那一夜 他 后来又听宋四柱家开了铺子 所以就一门心思要嫁给他 两家僵持不下 宋老婆子 让大牛跟二牛先去上学 喜宝留下帮忙 毕竟全家人 就喜宝一个人懂医术 脑子最聪明 娘 百草堂牛大夫来了 是咱们镇上医术最高的 大助媳妇多聪明 直接去找了李掌柜 请这位牛大夫就简单了 如果不是熟人 牛大夫一般都不出诊 病人都到他的百草堂去 听到百草堂的牛大夫 宋老婆子 与刘老婆子都很认可 唯一有几分慌张的人 是刘和花 牛大夫 请给我闺女把脉 刘老婆子见女儿 支持请大夫 就认为是宋四柱 做了坏事不敢认 这个时候 必须要给女儿一个交代 给刘家一个交代 嗯 伸出手腕 刘大夫摸着胡子 拿出脉枕 示意刘和花将手腕放上 忐忑的刘和花 此刻也是骑虎难下 时间差不多 应该不会出问题 刘大夫不愧是 全镇最好的大夫 仔细枕脉后 看着两家人 大概也就明白 是确定什么 尤喜一个半月 从脉相看 强劲有力 男孩可能性大 等到三个月时 再来找老夫确定下 刘老婆子听到 男孩可能性大 立刻就高兴起来 这下宋家肯定要认 完全没有听到时间 宋老婆子 才不管什么男孩女孩 听到时间 立刻就掐住了 牛大夫 这位姑娘说 一个月前 与我儿子猜有了第一次 可能吗 牛大夫瞪大眼 胡说 有孕一个半月 老夫就敢确定 老大夫是个较真的人 他六十多的高龄 如果连个喜脉 都能出问题 真是白活了 不如自己砸自己招牌 对不住 是老婆子不会说话 大助赶紧去送送老大夫 送老婆子 赶紧将枕筋 给老大夫后面的学徒 牛大夫这才满意的离开 扫一眼就知道 这家人出手后的 看到女子 还是未出嫁的投行 就知道这件事不简单 这铺子很熟悉 走出来 他老人家才发现 是宋记乳菜 他最喜欢吃的那一家 又转身走回来 刘老婆子见大夫走进来 又惊喜地问 牛大夫 是不是 是什么 店家给老夫来点猪大肠 再来点猪头肉 牛大夫就好这一口 配上二两白酒 生活美滋滋 宋二珠立刻切好送过来 宋老婆子双手递给牛大夫 送给您 我要你送做什么 枕筋你给过了 这是菜钱 牛大夫瞪着眼 他可是一个有原则的老大夫 谢谢您 您老慢走 宋老婆子见老头脾气不小 但是这种人贼好 等他们走远 他看着刘家母女 现在你们怎么说 今日你们大闹我们家店 欺负我未来亲家 未来而媳妇必须要道歉 否则别想出这个门 刘老婆子恨不得 现在地下有条缝 他好钻下去 打死他也不能想到 女儿在这种问题上 居然骗了全家人 是我的错 我不该带人来闹 我给你们跪下 你们就原谅我 是我这个老婆子 没有教好女儿 是我 刘老婆子跪在地上 一边哭一边道歉 还给自己来了吉尔光 既然事情都到这一步了 唐家能说什么 只能带着女儿先回去 对宋家的做法 他们非常感激与支持 第106章 真是特别的缘分 你们这种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只能说 你再仔细问问 是谁的孩子去找谁 宋老婆子 心情很复杂 虽然有那么一点点 同情对方 但是也是他们家出了问题 却想着推卸责任 刘老婆子愤怒的一把 扯过刘和花的头发 一巴掌抽过去 说 到底是谁的 否则老娘就打死你 刘和花捂着脸 坐在地上哭 她看得出来 娘真是发了狠 若是再不说 真的没人管她了 娘真是宋家的 不是宋四柱 是宋运来 她不想嫁到堂姑姑家 都是宋家的孩子 她想着生出来 估计跟宋四柱 也有几分相似 所以宋运来 刘昭帝那个儿子 你真是脑子进水了 你真是要气死我 你这次有没有撒谎 刘老婆子对宋三婆子 一直都不待见 现在要结为亲家 简直天都要塌了 宋老婆子 忍不住咳嗽两声 你也别生气了 早点去定下来 别在他们店里 再闹腾了 这事情真丢人 幸亏未来亲家 跟未来儿媳妇 都那么好 要不然 这门好轻视就毁掉了 这件事也不用再对外解释 解释的越多 最后越是扯得远 只要孩子们过得好 比什么都强 等他们走后 宋四柱委屈地喊着 娘 你就这么放他们走 儿子平白无故地受委屈 这是你活该 若是你以前 没有招惹那刘和花 怎么会有今日这一堆事情 若不是喜宝会医术 探查出他说的话有漏洞 你以为娘敢请大夫吗 那就是黄泥巴掉的裤裆 不是实也是实 你还有脸含委屈 全家人都因为你受委屈 宋老婆子一肚子气 还没地发了 而且唐家何其无辜 都是这混蛋儿子的错 谁都可以含委屈 就他不可以 宋四柱被骂后 也不敢再吭声 求助地看着侄女喜宝 希望他帮忙 宋喜宝接到求助 拉着奶的手 奶我们一起去选布料 我要两套 宋老婆子听到孙女的要求 立刻高兴起来 好 走 你们几个好好的看着铺子 谁也不准偷懒 宋喜宝冲着四叔 打了个搞定的手势 就跟奶一起出门了 宋大柱赶紧回去收拾摊位 因为来得着急 都没顾得上 也不知道剩下的卤菜 还在不在了 等他赶到时 却发现摊位上有一个人 是康家的下人 宋老板 我家少爷让我帮你看着摊位 这些是收的钱 东西都卖完了 你点点 若是没有错 我就先回去了 康家下人 双手将钱袋子 递给宋大柱 宋大柱感激地说 肯定不会错 不用点 谢谢康少爷 谢谢大哥 不用客气 我们少爷说 出青菜 一定留着就好 康家下人摆摆手 也就耽误了半个时辰 不算啥 他将东西收到铺子的后院 跟家里人说起这件事 大柱媳妇也感慨地说 这位康少爷 真是个好人 他们在家干活 宋喜宝陪着奶在布庄 他想挑选素一些的小花 奶想挑选大花大红色 奶 我就要青色跟姜黄色的宿景 宋喜宝实在不想要 那大红色四件套 那还是店里最贵的 一匹布是他选的三倍贵 要不是李夫人送的布料 不能当床单 他都懒得花钱买 那些肃静的颜色 都经过三神的手 变成了他的新衣服 哪怕他一再表示 衣服够穿了 三神那边还是不断地做 因为奶下了命令 全家最好的东西 都在他身上 真的够了 老人家 这大红色 一般都是出嫁的姑娘用 这小姑娘岁数小 名真是好奶奶 舍得买新的 他挑选的两匹布 柔软舒服 不会磨坏小姑娘的皮肤 布装老板娘好心的建议 虽然他想赚钱 但是赚合适的钱 才是最重要的 来 这个软货 我要是不小心睡到被子里 也没有关系 宋喜宝是真的喜欢 这纯棉的布料 那好 就这两匹 老板娘够做两个三件套吗 我们家孙女的床很大 够睡三个人的 宋老婆子想着 若是不够的话 就专门做被罩 床单再用其他布料 那么大的床 小姑娘一个人睡吗 那这样的话 确实不太够 要不 你们再配上这个淡粉的 被罩的里面用这就够了 布装老板娘 也卖不二十多年了 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奶 对孙女这么好的奶 真的是非常少 他家婆婆对孙女 那恨不得得吃了 哎 说起来都是一把泪 成 那就来这三匹布 喜宝 你再选斜面 就用圆圆那种绸面的 挑艳丽的颜色 宋老婆子 可不想让孙女 在好朋友那丢了面子 她老人家可以不用好的 但是孙女必须要用 来 我不喜欢那种 我要是在田地里跑 勾丝太麻烦 我就喜欢这样的鞋子 三婶还绣了花 多好看 我们不要了 老板娘 您算账 宋喜宝真的不喜欢 愁面的东西 不方便 她不是个安静的大家闺秀 而是个喜欢蹦蹦跳跳 时不时还进山的小姑娘 那成就听我孙女的 宋老婆子就乐意 在喜宝身上花钱 这样才能够对得起 老天爷对他们家的馈赠 才对得起喜宝 买完东西 宋老婆子就先一步 真是特别的缘分 他们刚到村子里 就有人来普及 正在发生的大战 大娘 刘家村的人 跟宋运来他们打起来了 头都打破了 听说是宋运来 搞大姑娘家的肚子 打起来呢 谁头打破 宋老婆子憋着笑 这是啥 这就是报应 让刘昭弟一直使坏 这下子哭了吧 还能是谁 运来他娘 他嘴贱呀 非要骂刘家村的人 那可是他娘家人 脑子坏掉了他 狗蛋娘在一边兴奋的说着 宋喜宝立刻就来了兴趣 来我们也去 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看热闹 看笑话吗 他是认真的 对 我们去看看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宋老婆子牵着孙女的手 就往宋宝生家里去 进门就看见宋三婆子 坐在地上捂着脑袋 哭爹喊娘 刘老婆子头发都被薅吐了一块 也往外渗血 第107章 送给你家大席 前春梅 你又来看笑话 是不是 你赶紧滚 宋三婆子见到宋老婆子 立刻就要蹦起来 谁料失血过多 没力气 只能继续做下去 对啊 我就是来看笑话 百草堂的牛大夫可说了 荷花肚子里是个男娃 你要是在闹 孙子可就没了 宋老婆子 必须要撮合这一门婚事 要不然谁知道哪天 这个刘荷花脑子不好 又去缠着四柱 什么孙子 狗屁孙子 说不定哪里来的野种 他还跟我说 要嫁给四柱 缠着四柱 也许这就是你家四柱的种 宋三婆子 哪里肯要这个野种当孙子 他不缺孙子 完全不在乎 但是宋运来缺儿子呀 听到这话立刻问 大娘 百草堂的牛大夫 真这么说 对 他说怀孕一个半月 迈向强劲有力 很大可能是的男孩 宋老婆子没撒谎 反正还有刘老婆子母女 不 不用了 我们家荷花 现在去庙里当尼姑 这孩子不留了 刘老婆子见宋运来紧张呀 态度就硬起来了 他刘荷花 也别想再回娘家 他要是在宋家村 发生任何事情 都别指望娘家人帮忙 想都不要想 呸 这个老货 刘荷花擦着眼泪 含情默默地看着宋运来 运来哥 我就只有你一个 是你的承诺感动了我 我们才犯下这错误 既然姑姑不肯原谅我 我还是走吧 放狗屁 前阵子你还找我要嫁给宋四柱 宋三婆子觉得这个小贱人 不是个东西 这要是取禁门 还得了 那是因为 运来哥一直都没有来提亲 我想让他吃素紧张 早点来 刘荷花是谁 留走一群小伙的高级绿茶 能怕宋三婆子 要不是现在肚子没办法 打死他 也不愿意嫁给宋运来 就这个家 哪里比得上宋四助甲 荷花 都是我的错 娘 您就答应了吧 这是我儿子 我好不容易 有的儿子 您忍心吗 宋运来将刘荷花带到身边 两个人一起跪在宋三婆子面前 你 宋三婆子刚刚战斗的多狠 现在就有多狼狈 一下子急火攻心 直接晕过去了 宋喜宝见宋三婆子晕倒 立刻给奶出主意 奶 你可以去帮三奶 这晕倒的人 直接用臭袜子泡水 喝下去就好了 宋老婆子一听这话 立刻卷起袖子 运来 别担心 大娘来救你娘 你赶紧端一盆热水来 宋运来慌神了 赶紧照做 宋老婆子 这都做了一天的活 脱下袜子泡水 再洗了的脚 大娘 您这是做啥 宋运来有些不解 这位真上头 宋喜宝也是站得远远的 捂着口鼻 奶的脚臭 他得想个办法 最近奶泪 脚容易出汗 救你娘 我这可是偏方 不花钱 你要是请带出来 最少要花二两银子 宋老婆子看着宋运来 就不救 宋运来听到二两银子 就舍不得了 大娘 谢谢您 对 这就对了 银子跟他娘比 当然是银子重要 这才是宋三婆子 教导出来的好孩子 宋老婆子一只手 捏着宋三婆子的嘴巴 一只手端着盆 直接往他嘴里灌 一番操作下 宋三婆子吐出来 整个人趴着肝偶 其他人看着 也差点吐出来 真的是太恶心了 宋老婆子重新穿鞋 你看 我说 这偏方有效果吧 一般人我还懒得救 这是看在一家人的份上 宋三婆子那边 是胆汁都吐出来了 整个人虚脱的趴在一边 钱春梅 你 我可是特意为了救你 提前洗脚洗袜子 洗脚水秘方 你也别嫌弃 我可是救你的命 要不 你问问你未来亲家 宋老婆子得意的说着 门口还趴着一群人了 原来他娘 洗脚水好喝不 狗蛋娘大声喊着 一群人笑起来 刘老婆子心中痛快 憋着笑说 刘昭爹 我看你嫂子真的是救你 你就别矫情了 运来 娘等着你来 三天后就是黄道吉日 聘宁无良 我没有要多 你能拿得出来吧 宋运来想着宝贝儿子 立刻点头 能 娘带荷花回去时 牛车颠簸 要走慢一些 我明月就去送聘宁 好女婿 娘跟荷花先走了 你将婚房也收拾收拾 我们荷花住进来 备入什么的 得换新的 刘老婆子压根部里 送三婆子 只要宋运来 稀罕她姑娘 就成了 刘荷花妹眼如丝 与宋运来白手 勾得她心痒痒 恨不得今晚就娶回来 在洞房的三百回合 你们慢点走 等着我 宋运来想到未来儿子 心情就美了 宋老婆子牵着喜宝的手 必须要恭喜 三弟妹 恭喜你马上就有新儿媳 又有孙子了 恭喜三奶 恭喜运来叔叔 宋喜宝立刻学着奶的样子 恭喜他们 宋三婆子 差点又一口气伤不来 但是想到那吸胶水 不敢再晕过去 否则前春梅这个老东西 肯定又要为吸胶水给她喝 想到这 她再次吐起来 宋老婆子看她的惨样 心中就舒坦 哼着小调 带喜宝回家 全村人很快都知道 宋三婆子 喝了宋老婆子的吸胶水 臭袜子水 就这一条 宋三婆子一辈子 都比宋老婆子矮一头了 宋宝生为啥不在家 她去磨宋安生 费了两个时辰的口舌 宋安生始终只有一句话 即使比不过原配 气得宋宝生原地转圈 凭啥不行 咱娘生了两个儿子 比他多一个吧 咱娘给爹送中了 赔着三四十年 怎么就不够资格 比不过呢 宋安生 你是不是被宋根生给买通呢 他给你多少银子呢 宋安生放下锄头 我靠着劳动吃饭 不用你说三道四 这事情你说破天 我都是这个回答 即使比不上原配 这些年 娘跟你对大哥的伤害欺骗 还不够吗 宋安生 你到底是哪头的 你跟我才是一母同胞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宋宝生觉得二哥越来越过分 瞧瞧这是什么话 娘跟他怎么就是 对宋根生欺骗伤害呢 那是他心甘情愿 是对娘的孝心 第108章 大郎哥 我长高了 我是良心这头的 我凭良心做事 你走吧 宋安生看到宋宝生 就脑瓜子疼 他袍地累得累了半天 还得听某人废话半天 脑瓜子嗡嗡的 宋宝生见劝不动宋安生 又去族长家哭了 哭他娘在地下多么受罪 被宋根生娘欺负 族长家太奶奶看不过去了 宝生 你这话说的不对 这既是在地下侍奉原配 是她的福气 这怎么能是欺负呢 你这话往后都不要再提 挪坟 就挪你自己娘的 其他人的坟 你都不要想 而且 当初你娘去世道下葬 这哪一件事 不是你大哥根生操持的 做人得有良心 你也这把岁数的人 难道真不怕报应吗 族长家太奶奶快100岁了 小眼睛却非常聚神 村里多少人都畏惧 毕竟这个岁数 都是接近神仙了 宋宝生被训斥一番 虽然心中不服气 但是面上却不敢放肆 族长 那我就先挪我娘的坟 一出一个 总比一个都没有墙 亲娘肯定会保佑 他们家发大财 你挪坟的事情 我们不管 你自己请人算好日子 但是 你们家运来搞大人家姑娘肚子 你赶紧去处理 这事处理不好 丢的 可是我们宋家全族人的面子 族长恨铁不成钢的 看着宋宝生 以前有宋根生帮着掩护 还看不从来他们有什么问题 现在呢 运来 宋宝生也来不及解释 赶紧回家 看着老婆子跟儿子争吵 老婆子头上还有血 宋三婆子见到他回来 那哭得叫一个惨 一把鼻涕一把泪 吓得宋宝生后退三步 爹 我三天后成亲 你给我五两银子当聘礼 再给我三两 我不知不知 荷花肚子里是个男孩 百草堂的牛大夫整的脉 看往后 谁敢笑话我 宋运来没儿子 宋运来是满脸喜气洋洋 他终于有儿子了 荷花是谁 你在外面勾搭的小寡妇吗 这是我不同意 咱们家的儿媳妇 必须要家世清白 宋宝生觉得 正常女子 哪有婚前有孕的 这不是扯吗 宋运来解释了半天 宋宝生才算是听明白了 宋三婆子在一边喊着 不 我绝对不同意这门亲事 除非我死 娘 您就忍心让儿子绝后吗 荷花能生儿子 就这一点 儿子就要娶她 您要是不同意 我就出家当和尚 反正都要绝后 我还待在这里做什么 宋运来跪在爹的面前 求成全 事到如今还能怎么办 组长都说这个事情了 只能娶 宋宝生答应了 宋三婆子 直接气得病倒了 婚事的事情 只能是宋运来一个人搞 没办法去请了 二娘帮忙 宋安生两口子 看在侄子取亲的份上 还是答应了 宋宝生去请宋根生 他没敢答应 宋老婆子一口答应下来 能看刘昭的那老女人的笑话 他绝对不会放过 礼钱简单 当初三助成亲 他们家出了五文钱 这次照旧 也带着一大家子吃喝 宋喜宝听完后 只能说 使坏的人都是活该 不过因为这桩喜事 宋老婆子总算是松口 免得他们的贵 宋喜宝第二日 要跟着李庆元 去县里买书 一大早 李庆元就来接人 蹭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馄饨 小姑娘嘴巴能说 哄得二助媳妇无比开心 宋老婆子也是笑呵呵的 县里书局 真是比镇上书局大气 种类多 版本也多 宋喜宝顿时就兴奋了 待在里面两个时辰 李庆元在外面 拿着画本子看 都快看睡着了 圆圆 你在这里做甚 选书 就你 李家三哥看到妹妹 直接打去着 三哥 你怎么跟楚云霄在一起 我来陪喜宝看书 李庆元看到三哥 与喜宝的大狼哥在一起 还是有些好奇 楚大狼也没有想到 会在书局碰到他们 眼神往书架里面探去 果然喜宝在里面 我与云霄兄一起探讨问题 小孩子家就不要问了 李三哥倒是很好奇 妹妹经常挂在嘴边的喜宝 到底长什么样子 海云霄兄 你装什么年轻 你明明比楚云霄要大半岁 李庆元看着楚大狼往里走去 才打去三哥 你懂什么 读书人的称兄道弟 岂能以年岁来算 李三哥难道要告诉妹妹 自己在窦文中 输给楚云霄这小子吗 不过 楚云霄这小子真不错 爹都看中了 未来要是让妹妹嫁给他 倒是一门好选择 现在看他们也认识 往后培养感情 也不是很难 喜宝 书选好了吗 楚大狼走到小姑娘身边 摸摸她的头发 但是想到她已经七岁 手又收回来了 宋喜宝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指着上面的书 拽着楚大狼的衣服 我要拿三本 大狼哥你帮我拿 楚大狼立刻帮忙拿下来 宋喜宝翻看了几张 当即就决定买 肚子在这个时候叫起来 看书就看了两个时辰 加上路上快一个时辰 他不饿就奇怪了 赶紧选好 我们去吃饭 经常饿肚子 你就长不高了 楚大狼将小姑娘脚边的书 全部都抱起来 我选好了 大狼哥我这阵子长高了 宋喜宝比划着自己的个头 明明长了有四公分 是 你长高了 楚大狼嘴角带着笑 这一幕让李家兄妹惊呆了 原来楚云霄会笑呀 笑起来还挺好看 李三哥有些不服气 居然有人比他笑起来还好看 李庆元嘲讽的三哥 楚云霄可是我们学堂 最受欢迎的少年郎 你呢 爹骂你多少次 是是 他好 那个小姑娘 就是你说的喜宝 长得倒是挺可爱 尤其是那眼睛 就跟会说话一样 李三哥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跟楚云霄的眼神撞在一起 楚云霄深邃的双眸中 都是警告与不满 他不惜 别人用打亮的眼神盯着喜宝 云霄兄 让我来做地主之意 给我一个机会 请你们吃饭 李三哥赶紧收回眼神 没想到他一个县令公子 居然被一个少年郎给警告了 关键是那一瞬间 他骨子里出现了害怕 嗯 楚云霄答应了 因为喜宝饿 宋喜宝这边 正在甜甜的冲着书局里的大叔笑着 掌柜叔说 你算我便宜一些 我下次还带很多朋友来买 好 这十本一共八十两 这两本书就算送给你 如何 掌柜见小姑娘可爱 也就少收了二两银子 第109章 不准别人打亮喜宝 掌柜的 这两本书是送的话 这八本书加在一起 也就是七十五两哦 我都看了标价 宋喜宝觉得掌柜是好人 但是能省一些是一些 小姑娘书算这么好 掌柜在打开他选的书 医书 地理志 游记 每一本都可以说 不是他这个年纪该读的书 我妹妹很会算账 如果掌柜真的送这两本 我们就付七十五两了 楚大郎看着掌柜的 带着几分追压 七十五两 我说话算话 书局掌柜大气的说着 大不了这一笔不赚银子 就当交个朋友 这对兄妹看起来很不一般 未来不可估量 就当是现在结个善缘 买完书后 送喜宝拍拍荷包 大郎哥 书真贵 所以寒门难出贵子 楚大郎盯着远方 这世道总要有人来打破 习宝 你买这么多 看完得需要多久 我家里还有很多书 我可以借给你 你省点银子 李庆元觉得 习宝家要供养那么多读书的 很穷 谢谢圆圆 这是你三个吗 宋喜宝一眼就认出来了 楚云霄有些不满 习宝怎么知道 一定是李庆林长的太桃花 小姑娘可一定不能被骗 防到要从小做起 我见过李夫人 再根据年龄判断 他应该是圆圆的三个 三个好 宋喜宝有礼貌的打着招呼 喜宝 你真聪明 我大哥二哥都像爹 只有三个像我娘 比我都漂亮 你瞧瞧这细瓶的肉的 哪里像的男的 比我还像姑娘 李庆元直接给自家三哥爆料结束 这番嘲讽的话 让李三哥差点暴走 但是忍住 再三都要忍住 读书人 自是比其他人显得白皙一些 那喜宝的大郎哥 怎么不一样 看起来威武 你呢 就像个姑娘 李庆元最喜欢跟三哥斗嘴 楚云霄听着李庆元 那句喜宝的大郎哥 表示心情很好 他们兄妹感情挺好的 宋喜宝想到自家哥哥们 也是非常幸福 一路上打的闹闹 就到了酒楼 大手一挥请客的李庆龄 自然也没有小气 包厢里让店小二赶紧上招牌菜 三哥 你的零花银子够吗 这么一桌子菜 最少要花五两银子 李庆元怀疑 三哥要问他借银子 果然 李庆龄满不在乎的说 这是我的地盘 哪有让你请客的道理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李庆龄哪能丢了这面子 那不得让兄弟们笑一年 我跟我三哥开玩笑的 楚云霄不用你请 你跟喜宝到线上 让你们花银子 我娘都得打我 李庆元赶紧打着圆场 他出门的时候 娘就给了银子 大郎哥 下次我们再请圆圆跟李三哥就可以了 宋喜宝觉得李尚往来 这一次就让他们先 楚云霄点点头 饭菜一上桌 四个人一起冻筷 随后都笑出声来 因为四个人的筷子 全部对准了东坡肉 果然肉肉才是真爱 我就喜欢这么吃饭 抢着来 有些人扭扭捏捏 吃个饭都跟绣花似的 爷们就得这样吃饭 李庆龄拍着自己 他就是爷们 然而 吃饭的是四个人 这爷们说的有点 宋喜宝完全没在意 毕竟这个时候吃饭 才是最关键的 不得不说 这县里酒楼的水平就是好 李庆龄在那边忙着感慨 然后东坡肉直接被光盘了 喜宝除了嘴里有的 碗里还有大狼哥帮他家的 楚大狼一个人顶三个人吃的 李庆龄也不是个吃醋的小姑娘 李庆龄再也没有功夫感慨 他这是跟三头饿狼同桌了呀 赶紧厮杀 店小二上菜时都傻眼了 这才过去多久 全部都光盘 这四个人饿了多久 会不会赖账 准备吃白食 想到这 店小二赶紧报告掌柜的 这一桌饭菜有好事跑了 他得白干两个月 酒楼掌柜听到有人想吃白食 自然不能容忍 直接到包厢里 结果看到了什么 县令家的公子与小姐 这特么哪里是吃白食 这明明是贵客来临 李公子 李小姐 在下是掌柜的 请问饭菜可何口味 掌柜的赶紧陪着笑 味道不错 再给小爷上一盘东坡肉 李庆龄不能输 刚刚是因为大义 好的 在下马上去准备 掌柜的擦着头上汗 别说一桌饭菜 就是再孝敬一些 也是应当的 所以还要什么银子 认了吧 自古以来当官的 不都这么回事 宋喜宝面对 第二盘东坡肉 战斗力不行了 他捧着小肚子 有点撑了 但是楚大郎不一样 李庆龄饭量 其实到位了 就是不服气 直接抢起来 最后还是 楚大郎胜出 李庆龄含泪认输 读输笔不过 没想到吃肉都能输 这姓楚的 绝对是个牲口 掌柜的 结账 李庆龄走到柜台前 大声喊着 掌柜的赶紧陪着笑 李公子说笑了 您到小店来用餐 是我们的福气 李庆龄倒是想狐假虎威 但是回家 就一定会被打断腿 为了吃一顿 不至于划不来 那一两银子 掌柜的也不知道 该怎么算账 李庆龄眼睛一瞪 你给小爷好好算 吴诗文 是我算错了 吴诗文 掌柜的 下得赶紧再报低一些 李庆龄懒得 再跟他们解释 直接给了吴两银子 你这人 真磨磨叽叽 小爷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爹也不是那样的管 掌柜的捧着吴两银子 心中有些震撼 他在这里开店十几年 第一次从县令家儿子 收足了饭钱 也许这位李县令 真的不一样 李庆龄这边 则是跟豆婢一样问大家 小爷刚刚潇不潇洒 你要是再说小爷 我就告诉娘 你这身上妥妥顽囹固子弟的气质 那老板能误会咱们李家人吗 李庆元气呼呼地说着 爹的名声 绝对不能被三哥给败坏了 我不说了 小姑奶奶 你可千万别告诉娘 否则 爹一准会打他 李庆龄告饶着 第110章 大郎哥 你能让我欺负吗 那你得还我十两银子 否则我就告诉娘 李庆元必须要趁火打劫 李庆龄只能忍痛答应 他的荷包再次受损 看着他们兄妹相处 宋喜宝忍不住笑起来 楚大郎猝着眉头问 你很喜欢看他们 他 我在想 大哥 二哥长大后 我能不能欺负 大郎哥 要不你让我欺负欺负 可行 宋喜宝觉得大牛 二牛脑子太单纯 而且大多时候 跟不上他的节奏 但是大郎哥不一样 他说什么 大郎哥都会懂 可以让你欺负 楚大郎猫底一片柔光 对了 干娘的身体 我偷偷用了两次药 应该好得差不多 要是你以后有了亲妹妹 你会不会不要我这个妹妹 宋喜宝问过干娘 他说想要孩子 但是老天爷不给 老天爷不给 但是他可以 干娘早年生产受损 雇本培缘 再补充气血 就可以再次生产 我娘真的还能再烧 楚大郎是期待 有弟弟妹妹的出现 毕竟每一个人家里 都是有弟弟妹妹 当然呢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宋喜宝拽着楚大郎的衣服 就算再有弟弟妹妹 你也是我妹妹 还是我救命恩人 我一辈子都会照顾你 放心 楚大郎伸出手 只点点小姑娘的头 不准胡思乱想 知道不 知道了 大郎哥我们回家吧 宋喜宝得到满意的答复 立刻就开心起来 李清元不乐意了 喜宝 你不要回家 在我家住吧 明天我们一起去学堂 正好让你的大郎哥 回去告诉宋奶奶一声 这好不容易第二次 带喜宝来县礼 都没有怎么玩 全部都在书局待着了 他怎么又要回去 这不太好 我乃见不到我 会非常担心的 宋喜宝没有在外留宿的习惯 只有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才能睡着 那好吧 我们再玩半个时辰 你再回家好不好 我让马叔送你 保证不耽误你回家的时间 李清元舍不得喜宝走 李清凌见妹妹如此 赶紧出言帮忙 云霄兄 我爹看了上次你写的文章 非常感兴趣 要不到我家 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楚大郎能够被县令大人赏识 却没有露出该有的欢喜 反而微微行礼 多谢庆龄兄 县令大人刚上任 事务繁忙 云霄不敢打扰 等秋逝后 自然会见到大人 李庆龄就是服楚云霄 这一副宠辱不惊的模样 自从爹当上县令后 多少人巴结他 这样的好机会 他主动提出来了 可对方却不要 反而要等秋逝后 那就是中了秀才后 这小小年纪 胸有成竹 怪不得爹看到他的文章后 就一句话 此子定会飞黄腾达 并且嘱咐他 好好交往 既然如此 云霄兄与喜宝妹妹请 李庆龄越发 对楚云霄佩服 楚云霄对李庆龄 也有几分好感 对李家也是如此 喜宝 明天见 李庆元依依不舍 他明天早上 多带一些糕点到学堂 弥补喜宝 喜宝心思都飞到书上 坐在牛车上 他就开始看书 楚大郎见他这样 赶紧阻止 喜宝太阳下读书最伤眼 到家后再看 好的 大郎哥 我是不是很听话 宋喜宝凑到前面 跟楚大郎一人坐一边 两只脚放在前面 自由地摆动 嗯 楚大郎觉得还算听话 大郎哥 你长大后 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 能干的 家是好的 漂亮的 宋喜宝觉得 楚大郎中秀才后 估计就要开始说亲事 现在 他得好好的 给对方普及普及 不能太早成婚 楚大郎用手 弹了下小姑娘的脑门 你猜多大 每天操心这事 宋喜宝捂着额头 我四叔要娶媳妇 宋云来 这也要娶媳妇 这男子长大了 都要娶媳妇 我等若冠后 再考虑这件事 暂时没有任何想法 楚大郎非常认真的 回答这个问题 若冠二十岁时 大概可以解决 目前的困境 到那时 尘埃落定在谈婚事 才不会背着负担 你这个想法非常对 男子得先立业再成家 这才是干大事的人 大郎哥 你肯定能当官 当个好官 宋喜宝盘算着 等到楚大郎二十岁 在谈婚事 他不就刚刚好 凑上了吗 他看中的少年郎 可不能被人抢走 宋云来的婚事 怕是办不了 楚大郎犹豫了一下 还是透露给喜宝 为啥 我那个坏三奶 最后会同意的 宋喜宝觉得 宋云来想 儿子都想疯了 刘和花的肚子 是他最大的希望 宋经来在县城放印子钱 虽然他只是一个账房 但是每个月 都能分一大笔钱 已经被县令大人给抓了 如果消息传回来 估计楚大郎没有说抄家 但是八九不离十 一大笔钱 那是多少 这些事情 是李三哥告诉你的吗 我就知道他们是坏人 被抓起来最好 印子钱多害人 不知道多少人 被他们搞得妻离子散 宋喜宝觉得作恶的人 都是活该 嗯 楚大郎没有解释具体的 反正就让喜宝误会一下吧 我那坏三奶家倒霉 都是他们活该 这人做坏事 老天爷都在上面看着 不是不报首位的 时候一到 全部倒下 宋喜宝嘀嘀咕咕的说着 楚大郎看着远方 对 不是不报首位的 他们两人一起回村 宋老婆子还有几分惊讶 你们怎么感到一块呢 我们在书局碰到的 奶 我花了很多银子 宋喜宝指着楚大郎抱着的书 奶 都是我的 宋老婆子大手一挥 没事 就算喜宝全部花完 都没有关系 就孙女这个姓 你让她乱花钱 都不可能 奶 您真大方 还剩二十五两 给您 宋喜宝笑嘻嘻夸着奶 喜宝 你只买书 不买点吃的 喝的 玩的 宋老婆子觉得 孙女真是省钱 太省钱了 圆圆的三哥 请我们大吃一顿 东坡肉 羊蝎子最好吃 来 下次我也带您去尝尝 宋喜宝巴鸡嘴回味着 味道真不错 好 下次我们去县里 也去吃一顿 宋老婆子笑呵呵的说着 宋奶奶 我先回去了 楚大郎将喜宝的书 放在他零食的小书桌上 就提出来告辞 第111章 三房彻底完了 被逐出足 大郎 别着急走 过一时就吃晚饭了 就在这吃 我让大牛请你爹娘一起来 宋老婆子拉着他不让走 上次抓住 送迎来送运来的事情 他们一家人出了大功劳 尤其是楚大郎那一番分析 这才彻底让那两个混蛋 说了实话 他一直都想找机会感谢 那我就听明白 楚大郎也没有扭捏 宋家的饭好吃 人多热闹 这就对了 咱们都是自家人 你跟喜宝娃 我去厨房 宋老婆子的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村里的狗都叫起来 外面闹哄哄的 他赶紧打开门 着急的问 这是咋呢 大住娘 村外来了一堆官兵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咱们村还能犯事 都是老实的人 除了那一家子 大住娘 该不会是你们家报官的吧 你们跟县太爷家那么熟 赶紧都滚 越说越不在点上 我们跟他家 有组里 村里管着 暂时还用不到官府 宋老婆子眼皮直跳 因为一大批官兵 带着枷锁真来了 那枷锁还有两个人 那可不就是宋宁来 宋金来吗 这两人犯了啥事 他们犯事 可会影响大牛二牛 将来参加那什么考试 这次必须要让族长 将这些人逐出族 否则全族人 估计都受到影响 他大着胆子上前 还未等他问 宋金来就开始喊 大娘 您救救我们 宋金来 你想害我们家 我们家个个都收本分 官差大哥 他们犯了什么罪过 宋老婆子觉得 宋金来这个王八蛋 简直就该活寡了 什么玩意 都这个时候 还想陷害他们家 他可是听说过什么诸九族 那他们可全部都完蛋了 诸位乡亲不用紧张 我们只抓宋宝生 宋运来 其他人不抓 他们在镇上放印子前 害死了好几个人 官差紧记着大人的命令 到村子里 绝对不能伤害 恐吓到无辜百姓 最主要的 就是找到账本 还有宋金来分的银子 官差大哥 宋宝生家就在前面 我是村长 我带你们去 没想到 我们村子里 居然出了这种人 实在是羞愧 村长想到 孙子也在那个客栈 还不知道是否受到牵连 都是老婆子胡来 这下子 麻烦事情大了 宋老婆子自然 跟着一起去 宋喜宝跟楚大郎也跟上 没想到官府动作这么快 宋金来不敢再说话了 没想到这些官差 完全不给他们运作的机会 也不接受任何贿赂 直接抓人 宋宝来开始怕了 他就是给大哥 介绍了一些客户 分了一点小银子 怎么就惹上事情了 大哥说的那么安全 上面都打通了 现在呢 宋宝生此刻 正在跟家人一起吃饭 宋运来还在谈着婚礼的事情 宋三婆子装病不想听 躺在房间里 官差们一拥而上 大喊着 谁是宋宝生 宋运来 站起来 宋宝生下的酒壶 都掉在地上了 官差大哥 我是宋宝生 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大儿子 二儿子都被枷锁锁上了 他心中慌张 但是心中大概也猜到一些 毕竟大儿子 就只是一个客栈账房 哪来那么多钱 肯定是做了一些 违法乱计的事情 但是他能做 就说明有本事 那么大的客栈上面 肯定有人 谁知道就这样呢 这不是老天爷 要毁他们家吗 不 不能这样 宋经来 说账本跟银子 都藏在哪里 大人可是说了 主动交代 你就还有机会 如果你不交代 那就按照主谋论处 你这脑袋可就搬家了 官差大哥 一巴掌打在 宋经来的脑袋上 都到了这个时候 脑子清楚点的 就赶紧说 他们这些人 也能早点回去交差 早点休息 账本在我爹的床下 银子在茅房大纲的下面 宋经来也不敢隐瞒 可还有点私藏 他不打算说了 什么 我的床下 宋宝生脑瓜子都嗡嗡响 真是好大啊 他这个爹睡着 一个掉脑袋的玩意 这多久呢 去拿 官差大哥再来一脚 宋经来直接摔倒在地上 没人搀扶 他只能艰难的爬起来 然后去床底下拿账本 宋喜宝凑着楚大郎的耳朵 大郎哥 我觉得宋经来肯定还藏私了 这样的人不到绝境 绝对不会交代清楚 楚大郎点点头 他观察宋经来的眼神 三次都往一个地方瞟了 那个地方是烟囱 但是先等着看处理结果 等会再试探试探 官差大哥 我大哥犯事 我们可啥都没干 你别锁我啊 我后天就要澄清了 宋运来被锁食 直接推着反抗 他等了这么多年的儿子 现在就在刘和花的肚子里 他要是戴上这玩意 这婚事肯定就完蛋了 儿子也就没了 县令大人格外开恩 只拿男丁 女人孩子都放过 你们要是抗拒 那别怪我们不客气 全部都带走 官差毫不客气的 给宋运来一棍子 被打后的宋运来哀嚎着 反正 我现在是光棍 没女人没孩子 你还有老娘 你个不孝的玩意 非要让家里一锅端吗 你侄子不能给你送中吗 宋三婆子没想到 小儿子如此心狠 巴不得全部都被带走 他脑瓜子嗡嗡的 但是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他不要蹲大牢 你们去将毛坑下面的银子 挖出来 一群人来到毛坑 官差们不愿意挖 看热闹的村人更不愿意 有些村里人 不知道印子钱是啥 有懂的人就在一边解说 这玩意害死了好几个人 大家看着宋宝生家的脸色 就发生了变化 老百姓最恨什么人 那就是草菅人命的恶霸 现在宋经来就是那个恶霸 谁愿意 谁都不愿意 宋宝生你去挖 快点 子不教父之过 你这三个儿子 没有一个好东西 都是你这个爹的错 你但凡有点陷 就不能让你老婆子胡来 让儿子们胡来 族长赶过来 差点气得冒烟 他们整个家族 都没有做监犯科的人 偏偏现在出了这事情 他就是死了 都没脸到地下建列祖列宗 族长 您救救我们 今来他们肯定知错了 我们改 我们赔偿 宋宝生跪在族长面前 希望能够得到庇护 就你们 老夫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而且你们所作所为 族中已经容不下你们了 今天 我就代表宋家 将你们逐出族 族长毫不留情面 这样的人留在族中 那就等于祸祸其他人 第112章 恶有恶报 族长 不要呀 我还有孙子 宋宝生真的哭了 这个人如果脱离家族 在外面还怎么活 那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族长摆摆手 他们宋家不要这样的人 最后顶着臭味 宋经来三兄弟 还是将毛坑下面的银子 拿上来了 白花花的银子 哪怕有臭味 也是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 我敌个老天爷 这得多少银子 有人感慨着 这一家子不亏 搞了这么多脏银子 宋喜宝扫了一眼 大概估算出 有1300两银子左右 喜宝 我去那看看 楚大郎从院子里的树 爬到屋顶上 其他人都没有注意 他直接爬上了烟囱 从烟囱管道里 拿出来一个铁盒子 很沉 熏得满脸黑的楚大郎 将铁盒子扔到官差面前 官差大哥 你们让宋经来打开 这里面大概是银子 宋经来见到铁盒子的那一刻 就已经贪软在地 宋喜宝给楚大郎点赞 这观察力太强了 将来一定是个好官 直接用斧头劈开 官差大哥 你们不用管 我们来处理 三毛家的 去坐 咱们宋家的蛀虫 必须要踢出去 组长见宋经来 还不打开盒子 更生气了 好的 组长 宋三毛领命 直接用斧头劈开 金光闪闪 这里面放的是金子 一百两金子 怪不得他们家 总是不愁吃喝 顿顿大鱼大肉 我住在他们家隔壁 孩子们经常都被馋哭 以前还以为 都是宋根生给的 现在才知道 是他们花这种钱生活 这种缺德银子 现在没命花了吧 干什么不好 专门干缺德事 全部都带走 官差们见钱财账本都找到 就带着宋宝生父子四人 准备离开 宋宝生愤怒地大喊着 宋经来 你真是爹的好大 这么大的事情 你居然都不说 你不说 你这是要坑死你爹啊 大喊后 宋宝生两腿一蹬 晕过去了 官差们赶紧让人请大夫 这要是人死了 他们也不好交代 虽然他们谁都没有碰这个人 可现在人死了 大夫听说官差在这 来得倒是挺快 仔细检查一番后 给出一个结论 老卓跟他大哥一样 摊在床上 家里大把银子堆砌着 就能多活一阵子 没银子 就慢慢等死吧 当硬子前的家庭 都不是好东西 大夫也不乐意说好话 前 前 宋宝生被救醒后 歪嘴斜眼流口水 大小便还试镜了 官差们见人没死就成 这人变成这样 自然不能往县衙里带 就带走了三兄弟 这老头就随他去 族长与村长商议一番 宝生媳妇 你们家留三间青砖瓦房 三间草房 剩下三间瓦房充工 你们不再是宋家族人 只能暂住在村中 如果再做任何坏事 一个不留 全部都给老夫滚出去 现在宋宝生家里 是病人 妇孺其中还有个大肚子的 要是全部都赶出去 那就等于逼着这些人去死 在一个村子里 住了这么多年 终究还是没有下死守 多谢大家 宋三婆子再也不敢豪横了 一瞬间仿佛老了十岁 背都直不起来 全城宋迎来媳妇在家里 没出来 两个儿子也窝在屋子里 宋经来媳妇带着宋文成 宋武成也回到这里 镇上的房子 已经被官府查封了 父亲犯了这等大事 这两个小子 自然被光耀学堂开除 而且科举这条路 算是彻底断掉了 所以你们几个都给娘记住了 做什么事情 都要想着子孙后代 不能学他们 做错事 连累三代人 知道吗 宋老婆子感慨着 晚上楚奸业两口子 跟大郎都没有留下来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全村人心情都受到了影响 娘 您放心 我只相信 致父靠双手 不能靠害人 弟弟们 我都好好看着 绝对不让他们走错路 宋大柱想到宋金来三兄弟 也是心中不得尽 小时候就经常被他们欺负 宋大柱一点都不同情他们 有些人的坏 打小就被刻在骨子里 那时候爹不信他 只相信那三个 总认为读过书的孩子 都比他们大字不识的 要讲道理 宋根生一言不发 坐在桌子上 最后长叹一声 这些都是命 若是后娘能放点心思 管教保生 管教那几个孙子 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大柱 二柱 三柱 四柱 爹对不起你们 更对不起你们的娘 这次的道歉 宋根生是从骨子里发出的 很多事情 不单单是宋大柱想起来 他也想起来 放印子前 这是完全不将人命放在眼中 这样的人太可怕了 爹 我们都这般大 不怪您了 您好好的养身体 往后多帮娘干点活 宋大柱眼圈都红了 好 爹听你们的话 老婆子 你吃肉 宋根生给老婆子夹菜 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 宋老婆子也没有与他计较 都是过了一辈子的人 现在能改就是好的 最少不连累孩子们 习宝 族长将他们逐出族 可会影响大牛他们读书 我看文成 五成都回来了 他们怕是读不成了吧 宋老婆子很是担心这一点 人家说的那什么三族 九族 他们肯定躲不掉的 宋大牛 宋二牛听到这 也非常紧张 读书一个多月了 他们已经跟上来 夫子都夸了他们好多次 这是来之不易的机会 他们不想放弃 哎 县令大人是好人 知道我们都没有参与这些事情 肯定不影响 再加上族长将他们逐出族 严格意义上说 我们与他们没有关系了 宋喜宝仔细的 跟乃解释解释 不影响就好 大牛 二牛 你们得给弟弟妹妹们做榜样 好好读书 宋老婆子 想到家里生活越来越好 对读书这块追求就多起来 乃 我们会好好努力 向大郎哥学习 宋大牛立刻就表态 这一夜 宋根生不断的做噩梦 梦见今来等人被砍头 他也绑在那 下一个就砍头 下的半夜坐起来 浑身汗透 宋老婆子一摸 糟糕发热了 他赶紧去敲喜宝的房门 喜宝 你也发热了 第113章 暖房验 来 我马上就来 宋喜宝麻溜披上衣服 带上药就到外面来 宋根生整个人跟一个火球似的 人还有些抽搐 这是高热 来 我给一位药 你去打水 再拿一瓶白酒 跟我爹一起 酒擦腋下 手心 脚心 水浮在额头上 宋喜宝不得不对爷使用抗生素 幸亏实验室友 趁着奶去叫爹 打水的过程 他给注射了一针 爷的身体其实很不好 以前亏空了底子 中风后 家里才有银子慢慢的调理 但是因为他生病 很多东西不能吃 所以这一场高热 看似不重要 可若是处理不当 就可能直接归西 宋大猪听到爹病了 赶紧过来 三个人忙活了小半夜 总算是让宋根生 恢复了神志 他虽然比较虚弱 但是烧已经退了 奶 也没事了 您跟我爹去睡一会 让二叔来照顾爷吧 宋喜宝看奶眼下 都是淤青 非常心疼 奶不累 喜宝你去睡一会 宋老婆子睡不着 年纪大的人没有那么多觉 刚刚就是被吓到了 现在老头子好一些 他不敢走 两个人一起走了大半辈子了 现在交给谁都不放心 娘 我来照顾 宋大猪觉得自己还可以 不是很累 不用你们 娘照顾就好 我跟你爹成亲这么多年 这些日子我们 你们谁都不用管 有我在 宋老婆子没有说出来 但是大家都明白 自从宋根生变好后 他的笑容都多了很多 奶 你睡在爷身边 拉着他的手 他醒来 你就能知道 这要完 您吃着 补充体力的 宋喜宝给的是雇员单 但是没有告诉奶 好 宋老婆子看着老头子又睡过去 就听喜宝的话 吃要睡觉 老头子的命一而再 再而三 是喜宝捡回来的 宋大猪见娘睡下了 就亲手亲脚的 跟着喜宝一起出去了 喜宝 要不你去爹娘的房中睡一会 你年纪小熬了小半宿 肯定受不住 今日让大牛给你请假 你就在家中 大助媳妇看见女儿憔悴的脸 立刻就心疼坏了 公爹昨晚的发高热 他们几个是刚刚才知道 就是想帮忙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女儿辛苦 嗯 我休息 宋喜宝一头栽到被子里去睡觉 他是真的很困 时间很快的过去 喜宝家新房子带好 宋根生也可以走路了 虽然走得很慢 但是很知足 卵房摆了三十桌宴席 楚大郎没有来 因为他去参加秋式了 各路亲戚都到了 唐雪跟他爹娘一起到了 宋喜宝几个孩子 拉着他去看新房 唐雪红着脸拽着娘一起 唐老婆子则是乐呵呵的跟着一起 这房子好 你未来婆婆用了心思 雪儿 等你嫁过来后 要好好地孝顺公婆 和睦几位嫂嫂 对侄子侄女们好 这宽敞明亮的房间 雪儿刚进门就可以落两间 未来孩子都算上了 试问哪个婆家能做到 他们娘家也不能拆拭 当场他就让老头子丈量房屋 娘 我会的 唐雪红着脸 他肯定会好好照顾公婆 其他几位亲家 也都纷纷去看女儿新房子 宋老婆子早就表示 一人两间屋子 老两口两间 喜宝那一份老两口出 各位亲家们 都习惯了宋老婆子宠孙女的模样 个个嘴甜地夸着喜宝 长得跟神仙身边的仙童似的 有福气 这些好听话 都跟不要钱的一样 宋老婆子听着越发的高兴 整个村子里的人 也都夸着他们家厚道 主兵接欢 李掌柜亲自到场 带了嫂子准备的礼物 李庆元自然不能少 李庆林倒是想来 李庆元爹成了县令 有些心虚 特意送来礼物 康家礼物依旧非常豪狠 康明轩小胖子亲自到场 为啥 因为他不考试 笑呵呵地跟宋喜宝说 我等着大牛 二牛兄弟一起考 你是怕考不上 宋二牛跟康明轩相处久了 自然也就很随意 被人戳穿了事实 小胖子也不恼 反而黑黑笑着 反正我考不上 也有万母良田 再说 我爹肯定要给我买个健身 不着急 什么叫拉仇恨 这家伙就是 我不让我爹卖给你爹 康胖子 看你怎么办 李庆元故意打去着 那不成 朝廷有这个规定 我爹可以捐赠的 康明轩着急了 这怎么能行呢 要是不能买 他们家万母良田等 他爹死后 每年税收那么重 他岂不是守不住 他不要当败家子 不行 这可不行 你就不能考吗 让你爹给你请个好夫子 在家也跟上 肯定可以考上 宋喜宝笑着打去 考举人难上加难 但是考秀才对康明轩 这样的家庭 不应该是难事 嘿嘿 其实我爹也是买的 你们不能告诉其他人 我爹要脸 康明轩小声的说着 你爹考不上 不代表你不能考 我觉得 你跟我大郎哥学习 一定能够考上 宋喜宝也是小声的回应着 喜宝 我也想考 可是我脑子总是记不住 两举人都是没办法 见我年纪大了 才让我跟你大郎哥 在一个班级 我爹给钱多 我就是跟着混日子的 康明轩觉得 考试对他来说 那简直就是要了命 你厉害 李庆元竖起大拇指 这真的是厉害 哼哼着 你们两个别斗嘴了 马上上菜 我得跟着奶去 你们千万别打架啊 宋喜宝见他们这样 都有些不放心 好男不跟女斗 喜宝你放心 好女不跟男争 喜宝你不用怕 我不会打他的 这两人一口同声 宋喜宝反而有些不放心了 不过这是他家办事 他们应该不会打架 喜宝 你快来 你师父回来了 宋老婆子见到三殿道长 赶紧喊着喜宝 听说是喜宝的师父 李掌柜那是一个剑步冲出去 心中恨不得大喊着 终于等到这一刻 第114章 道长真高人啊 师父 您老算准日子的吗 胆紧上座 先喝口茶 宋喜宝笑着迎过去 师父受了一圈 但是双眼如菊 精神气充足 说明灾区情况好转 这就好 这个世道 如果有灾 受苦的都是老百姓 这就是咱师徒的缘分 一会师父可是要考你的 三殿道长与族长他们坐在一桌 伸出手摸着胡子 高人的模样十足 师父 您随便考 这是我们宋家的族长 村长 这是太奶奶 几位族老 我爷爷 二爷爷 这是李继药铺的掌柜 宋喜宝能够认识的人 都给师父介绍了一番 李掌柜是站在桌边上 他的年纪是不能坐下的 这位是我师父 三殿道长 三殿道长啊 我知道 传闻您老已经200岁高龄 这事情是真的吗 李掌柜惊了个呆 这这这 这是真的吗 瞎说 老朽明明才100多 何曾到200 喜宝你制作的药丸 就是卖给这小傻子吗 三殿道长是谁 听到李继药铺 就知道 小徒弟赚的是他的钱 不对 明明是他赚的小徒弟的钱 师父 您老猜对了 我炮制的药材跟药丸 都是给李掌柜伯伯 一开始他觉得我年纪小 不敢收 我就说是您炮制 宋喜宝觉得师父太厉害了 一个眼神就交流到位了 李掌柜狂吞口水 喜宝 是伯伯小瞧你了 在这里 跟你道个歉 不用道歉 坐下一起喝一杯 喜宝坐师父身边来 三殿道长心底 对小徒弟无比感激 这一次其实非常凶险 多亏了宝贝徒弟的丹药 李掌柜心怀忐忑地坐在最下方 同样被震撼到的人 还有宋家族人们 这位道长居然有一百多岁 看起来也就六七十 要不是白发与白胡子 甚至只敢五六十 这才是真正的 要得到成仙的道长 这岁数让老人们 心底都在想着 往后与喜宝搞好关系 要是能够知道点延年益寿的好方子 那岂不是能够活到九十九 道长 我代表宋家族人们敬您一杯 族长在这个时候 都不敢自称老夫了 在道长面前 他就是个孩子 呵呵呵 大家一起喝 不用拘束 频道最喜欢凑热闹 你们可不要将我当成老怪物 喜宝是我的关门弟子 族长 你可得好好照顾 三殿道长的态度 让大家气氛和谐起来 宋根生坐在这一桌 那是满脸自豪 宋安生心中庆幸 种的药草绝对能挣钱 现在村长心中都懊悔不已 因为他就种了一亩地 瞧瞧这里接药铺掌柜 对喜宝八戒的态度 这药草还怕卖吗 这三殿道长 虽然他不知道是谁 但是一看就是高人 高人的徒弟是喜宝 那喜宝就是小高人 全村人跟着宋根生 家种药草的 那是饿得屁颠屁颠的 没种的 都想哭 最高兴的就是 宋老婆子的几位亲家 个个都种了 准亲家 唐家虽然没种 但是亲家越好 就代表女儿的日子越好 这一场宴席 宋三婆子在那边 骂骂咧咧 却不敢出门骂 今来媳妇 则是催着婆婆 趁着这个大喜的日子 搞好关系 让大伯家出点银子 出点利 先给今来他们搞回来 迎来媳妇完全不说话 反正他只管带好两个孩子 肚子里一个月也就要出来 他得提前准备好一切 家里这些人都指望不上 他跟娘家说好了 到时候让嫂子来照顾他 他给嫂子一个银镯子 这份礼物 先前就送过去了 宋文成见大人们 都指望不上 自己带着弟弟武成 去找大爷爷 酒席吃到一半 宋根生看到这两个孩子 眼神有些触动 大爷爷 大奶奶 爷爷病了 我跟武成代表家里 恭贺大爷爷新居落成 俘虏绵长 宋文成依旧行的是书生的拱手礼 宋武成跟着一起 两个人穿着的是长衫 书生气息是有了 可惜 现在的宋宝生家里 缺的是书生吗 当然不是 他们缺的是劳动力 老婆子 你给他们找个桌子吃一顿 宋根生明显是不想管闲事 只是让老婆子安排 今日大喜的日子 让孩子吃一顿 倒也无所谓 其他事情 自然一概不管 也管不了 这两个孩子还可以 若不是宋金来惹出来的事情 也该跟楚大郎一样 去参加秋世 可惜了 大人犯错 孩子遭罪 村长忍不住的感慨两句 宋文成跟宋武成 平时偶尔回村 装得特别成功 所以 大人们对他们两个的评价 一直都还不错 反正比宋宁来家里 两个孩子懂事 懂礼貌 可惜什么 若不是及时逐出族 咱们全族的孩子都毁了 这么大的孩子 跟他爹一直都住在线上 能不知道 他爹做的是违法事情吗 族长家太奶奶冷哼着 村长真是拧不清 居然还同情起那两个小东西 宋根生本来跟村长想的一样 结果听太奶奶这般说 皱起眉头 再看宋文成 宋武成 也带着几分不喜 看看他们家的孙子 四个牛多乖 喜宝更是小小年纪 操心整个家 对比下 宋根生更加感激老婆子 将孩子们教导得非常好 我看他们还不死心 想让根生你帮忙去疏通疏通 你可千万别犯糊涂 你们家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不容易 族长忍不住提醒宋根生 我们就是普通装护人家 没权没事 宋根生岂会帮忙 他要是在犯傻 死了都活该 多行不亦必自闭 自作孽不可活 三天道长一边说着 一边大口吃肉喝酒 他没将那一家找他的事情说出来 因为没有必要 宋根生总觉得 道长是在点他 笑得有些勉强 但是他会紧静 宴席结束后 客人们纷纷离开 本村的人帮着打扫 宋老婆子留几位亲家住一住 但是大家都忙 只有三住媳妇的亲娘 准备住三天 因为女儿有孕 想照顾几天 三天道长也留下来住几天 休整休整 再跟细宝讨论讨论 再去京城办事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 宋文成 宋武成找到宋根生 大爷爷 我想去看看爹他们 可是家里没人带我们去 狱族不让见 你娘呢 宋根生在看这孩子 看不到孝顺的点 反而只看到算计 第115章 想要忽悠 门都没有 我娘拖着病体 还得照顾爷爷奶奶 二婶照顾孩子们 还得做饭 宋文成满脸都是愁云 宋喜宝看不下去了 那你们俩在家 难道什么事情都不干嘛 烧水做饭 照顾弟弟妹妹 难道不可以吗 你二婶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 还得点你们做饭 你休不休 就是12岁的小伙子 都快成丁了 难道还要在家里吃鲜饭吗 宋老婆子也觉得你不轻 就宋宝生的四个孙子 最小的都是九岁 难道就不能干活 宋武成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 我们是读书人 怎么能干这些活呢 我跟哥哥 每天都在认真读书写字 等爹出来 我们就可以回到光耀学堂 还回到学堂 你们两个是不是梦还没有醒 宋经来饭的那事 能不能活都不一定 在我们家 你想吃饭就得干活 所以 你们千万别想到我们家蹭饭 我丑话说在前面 宋老婆子直接泼冷水 宋喜宝注意到宋文成眼底的阴狠 这小子还得多防着 估计比他爹还能使坏 宋文成双膝跪地 大爷爷 我知道爹犯了罪 可是我们身为人子 现在只想去看看 他跟二叔三叔 再送点吃的给他们 静静孝心 往后我一定会带着弟弟妹妹们干活 宋武成见大哥这般 心中有些不爽 但是习惯性的听话 跟着一起跪 我们家都忙 没人带你去 宋根生拒绝了 对 一口拒绝了 这倒是让宋老婆子有些意外 宋喜宝更是意外到 直接抬起头 仔细地瞅瞅 这还是他的爷吗 大爷爷 宋文成不敢置信地 祈求地看着宋根生 你爹犯的这罪 是个人都不能原谅 我也不想问你们 两个读书的 到底知不知道 这是我们家不沾 你俩回去吧 宋根生拒绝得很彻底 宋文成起来 拍拍长山上的灰尘 依旧对他们行礼后 然后转身走 宋武成气呼呼地 想要说什么 但是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宋喜宝看着他们的背影 事意乃要放在心上 宋老婆子 给了一个安定的眼神 他老人家知道 宋根生见他们都不说话 忍不住开口 宋文成十二岁的孩子 跟着宋经来 在镇上住了那么久 吃喝住都是最好的 若是说不知道 他爹干的事情 我觉得是谎话 所以不能帮 咱们家谁都不能 沾惹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就好 咱们喜宝今晚住新房子 夜里风大 会冷 乃给你做的新被褥 可不准踢 宋老婆子没有继续说这事情 反正老头子知道轻重 比啥都强 谢谢乃 我去房中看书了 宋喜宝将空间留给爷奶 爷刚刚那么好的表现 乃肯定要夸一夸的 他在的话 乃不好意思夸 新房间非常大 家里最大采光 最好的房间给了他 足足有三十个平方左右 满墙的书柜 两米的大床 一米八的大衣柜 还有书桌 惠客桌 最最最关键的是 有个纯洗澡的地方 里面放置了一个大木桶 算是一事一书房一味的组合 宋喜宝躺在大床上 看着窗帘上的小花 忍不住微笑 只可惜 现在楚大郎不在 否则一定会拉过来 让他看一看 四压巧曼敲门进来后 无比羡慕地说 喜宝 你的房间好大 好大 你坐 吃点零食 宋喜宝拿出零食盒子 示意巧曼吃 四压巧曼摇摇头 我不吃 喜宝 其实我是来道歉的 爹没有被抓起来之前 有一天拉着我去问事情 我被吓到了 就说了你炮制药材的事情 他们还让我偷卤菜的 秘方啥的 但是我没有 我也不会 四压巧曼想了很久 还是要跟喜宝说出来 那这一次 我可以原谅你 再有下一次 我就得告诉奶 奶的性格你知道 肯定会将你赶出去 难道你想回去 跟你奶干活吗 宋喜宝吓唬着巧曼 他不希望身边出现叛徒 四压巧曼的头摇的 跟波浪鼓一样 我不要回去 他们会将我卖掉的 而且我回去肯定就有 做不完的活 还要伺候那几位少爷 都是宋家的孩子 他们是主子 我成了奴婢 还没有人跟发月钱 我娘藏的钱 还会给我买糖 我姐也会给我摘花袋 宋喜宝这才放心下来 只要不傻 都知道如何抉择 喜宝 你们家新房子盖好后 我们也有房子住了 我跟姐姐住一间 娘住一间 虽然都是茅草屋 但是我有了一块镜子 四压巧曼很满足的 姐姐说了 只要好好干活 往后会越来越好 宋喜宝看着他 思绪往外飞 也不知道大郎哥现在怎样 不过以大郎哥聪明才智 一定会考众小三元 再到考状元 他的理想抱负 全部都可以实现 那时候干爹干娘 想要去做的事情 应该就可以做了吧 这一等 就是等了一个月 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 宋敬来被判处死刑 宋英来判十年监禁 宋运来参与甚少 又因为认罪太多好 被放回来了 第二 宋英来媳妇生完老四满月后 直接带着孩子们 离开了宋家村 至于去了哪里 没有人知道 第三 宋喜宝家 已经开始收第一批的药草 第四 宋四处成亲的日子定下来了 腊月初八 第五 宋根生可以 扛着锄头下地干活了 只要不挑众舞 其他没有太多影响 这样的奇迹 让同样中风偏探的宋宝生 哭嗷嗷的 让宋三婆子上门几次求要 但是都被拒绝 宋三婆子 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头发全白 走路也是一瘸一拐 药草食文前一惊 只要处理干净 将杂草挑出来 宋老婆子都收下了 至于有人想耍滑头 村长第一个不饶 他老人家后来又补中了十亩地 可是说了不少好话 才要到了苗 好不容易 村里有了个稳定的营生 若是有人坏了规矩 让根生那几个亲家村里 大面种植 他们还有活路吗 有村长帮着管 虽然看似轻松多了 但是大家都哭了 因为每天还要炮制草药 累成狗 宋四柱累趴下了 大喊着 娘您给我留条命 我要成亲 第116章 干娘有孕 就你累 全家其他人都很累 谁喊呢 就当是农忙 都给我好好干活 宋老婆子 自己都累得值不起药 但是想到这些都是钱呀 有钱不挣 那是王八蛋 来 咱们还是再雇几个人 要不然累趴下 调理身体的银子更多 宋喜宝 即便有实验室的双倍时间流速 也扛不住 喜宝 你再去休息一会 来带着他们干 现在雇人要是有坏心思的 咱们家 这生意还做不做 宋老婆子不愿意 那以前日子比这苦多了 还没得吃喝 现在每天都是各种肉 各种汤 细粮随便吃 怎么就累呢 来 可以让他们签合约 如果他们有坏心思 我们就去县衙告他们 可以先从本家挑选 您把关 炮制这些常规药草 诸下水的活 都不是很难 我们甚至可以外包出去 我们要做的是挣大钱的活 宋喜宝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难舍不得花钱 又觉得外人不可靠 但是目前让村民们种植的药草 都是常规药草 炮制起来并不难 那要不让你二爷爷家里来几个人帮忙 再让你娘那个三弟来 他进山打猎 瘸了腿 正好补贴点家用 你再给看看 能不能治疗 宋老婆子想了想 先试试喜宝的方法 其他人累了多吃点就好 要是让喜宝累坏了生病 那可是会让老天爷生气的 喜宝是他们家的贵人 不能有半点差池 大助媳妇听到婆婆的安排 眼圈都红了 谢谢娘 不用谢我 是你养的女儿好本事 赶紧让她过来 早点帮忙 所有人都是三十文一天 管饭管住 宋老婆子笑眯眯的说着 宋四住一六烟的去二叔家 赶紧让几位兄弟 带着媳妇过来 娘看上哪个用哪个 宋二婆子听闻大哥家要人帮忙 三十文一天 立刻带着儿子媳妇们过来了 大嫂 咱们是一家人 我们不能坑你 这三十文一天实在太多了 给十文钱就好 让他们干活 给孩子们买肉吃 宋二婆子觉得 大哥帮助他们很多 总不能坑人 那不成 我们家盖房子 都是二十文一天包伙食 我还能坑自家人吗 最关键的是 这活真的很累 而且干的时间长 从天明干到天黑 不给三十文 我心都黑了 宋老婆子与宋二婆子 这些年 虽然没有太多来往 但是对他 宋老婆子 还是有几分佩服的 那成 他们几个算钱 我偶尔来帮忙 你不能算 宋二婆子退一步 他不能干全天 还要给家里那几个做饭 老头子还要管地里的活 家里一堆孩子 每天就跟你猴子一样 家务活太多 所以他不能算钱 干不了多久 那你就按照二十文一天 别做饭 让孩子们跟二弟 都到这来吃 宋老婆子招呼着 大家都来吃 他们家不缺粮食 今年除了交税 其他全部都留下来吃 还买了很多粗粮跟细粮 那我跟老头子有时间就干 我们两个人算二十文 不能再说 再说 我们就不能来了 宋二婆子对大嫂无比感激 这活时间短的话 就过个好年 时间长的话 说不定也能攒半间屋子 再加上以前传的 也可以盖一间青砖大瓦房 宋安生家两个儿子 而习家大孙子 五个人算三十文一天 二孙子十二岁 算二十文一天 宋安生两口子 算二十文 家一起 就是一百九十文一天 大住媳妇的三弟 陈三年二十岁还未娶亲 因为腿残疾 不过为人很乐观 得知大姐家要帮忙 说什么都不愿意要供钱 最后还是宋老婆子下令 必须要供钱 否则就不用帮忙 小伙子这才答应 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 宋习宝只需要当个监工 将每个人的活安排好 宋家人终于喘了一口气 宋根生这才想起来楚大郎 忍不住问习宝 大郎那孩子 是不是该考完回来呢 应该快了 我去问问干娘 宋习宝一溜烟 跑到干娘家 建业媳妇见习宝关心儿子 忍不住笑着说 大郎给我们口信了 大概还有三天就回来了 最近天冷 我给你做了一件衣服 你试试看 谢谢干娘 我衣服够穿的 宋习宝嘴上这样说 心中还是非常高兴 看到衣服时 更是两眼放光 真是太漂亮了 他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 李庆元那里也没有看到过 鹅黄色的长裙 配上精致的绣花 而且是可以经常穿的细棉料子 舒服透气精美 无论是哪点 都是让人惊喜 别傻站着 赶紧试试 这花是空谷仙子 是兰花 建业媳妇看出 小姑娘摸着花霉认出来 贴心地解释着 宋习宝穿上衣服 站在铜镜面前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仙子 干娘 这衣服太美了 宋习宝知道 干娘不是寻常普通人 现在玉姑比她猜得还要厉害 建业媳妇突然觉得有些不舒服 捂着嘴坐下来休息 干娘 我给你把麦 宋习宝大概猜出来 但是没想到 药效来得这样快 建业媳妇看着喜宝的样子 心中也多了几分期待 这些年来 她一直都对不起夫君 只为她生了一个孩子 而且她为了她窝居在这乡下 做不了翱翔的婴 喜宝 我月时推迟了三天 是 她害怕失望 毕竟这么多年来 也经常有月时推迟 到最后都是空欢喜 干娘 我给你吃的那两次药 药效全部都吸收了 现在你的身体 完全可以孕育的弟弟妹妹 宋习宝开心地说着 真的是孩子 建业媳妇眼里闪烁着泪花 真的 一个月 我让干爹 再请白草堂的牛大夫来 给您确认下 宋习宝 唯恐干娘觉得 她年轻 不敢断定 我相信习宝 不用其他人 干娘 还是得让牛大夫来 我们家没有饱胎的汤药 那好 让你干爹去请 建业媳妇拉着喜宝的手 就没有松开 她真没想到 都十年了 居然还能再次怀上 这一切都是 老天爷的恩赐 是喜宝带给她的缘分 楚建业一开始 听到请大夫 紧张起来 后来才知道 媳妇再次有孕 整个人傻乎乎的 站在那 然后狂喜的奔跑 就这样 没用牛车 直接去镇上 请了牛大夫 牛大夫本不愿意出诊 但奈何诊经太多 让他老人家拜扶了 第117章 给金子都不要 怎样 我媳妇生第一个时 伤了根基 现在可以要孩子吗 楚建业盯着牛大夫 等他诊完脉 立刻问道 牛大夫摸着胡子 有孕刚一个月 确实伤过根基 但是有灵丹妙药滋养着 不知道老夫 是否可以见一件这样 这次诊经 我可以退回 并且给尊夫人 免费开几味药 做稳胎 能够用得上那么好的药 这两人身份定不简单 牛大夫 还是非常慎重的称呼 唯恐惹上麻烦 什么灵丹妙药 我不知道 媳妇 这是怎么回事 楚建业怎么不知道 媳妇吃过药 建业媳妇看着喜宝 他吃的时候 也不知道那样如此珍贵 这孩子什么都不说 让他这个长辈 占了大便宜 我用了雇员丹 气血丹 现在我只有雇员丹 牛老您瞅瞅 宋喜宝自从有了 三天道长这位师傅 对外不再掩藏了 牛大夫双手 接过白瓷药瓶 打开后猛吸一口气 然后感慨着 原来传闻中的丹方 居然是真的 老夫曾在医书上看过记载 雇员丹寻常人服下延年易寿 若是受过损伤服下后 可以雇本培圆 修复身体 这位小姑娘 请受老夫一拜 牛大夫弯腰就拜 宋喜宝下得赶紧躲过去 楚剑叶将人服起来 看着宋喜宝的眼神 带着几分惊喜与愧疚 牛老 我是小辈 您别吓我 我乃知道会打断我的腿 宋喜宝笑着说道 小姑娘一看就不是寻常人 这丹药 可否卖给我研究研究 牛大夫一把年纪 巴结着笑 也有几分尴尬 但是这等神药 谁看都不心动 他老人家 也只是一个凡人 牛老 您身体康健 用不上这个 不需要花费那么多银子 这个比较贵 宋喜宝不在乎卖一颗 但是一个老大夫 能有多少银子 李掌柜那边 不知道问过多少次 就想再得一枚丹药 他一直都没有往外放 是觉得时机还未到 小姑娘不瞒您说 我家中还有一个 快九十岁的老母 做儿子的 哪怕散尽家财 也想让他多活几年 这些年 我给他服用了不少好东西 但是效果都甚微 牛大夫双手 将白瓷瓶放在桌子上 他也不能强迫 人家小姑娘卖 但是说的是实话 牛老 若是这个年纪 服下雇员单 其实没有多少效果 达不到你的预期的几年 您该知道 宋喜宝好心劝着 没必要花那么多银子 我愿意出千金 换老母多活半年 小姑娘可否卖我 牛老再次恳求着 宋喜宝见状只好同意 不用千金 你给我五百斤 我师父三天道长常教育我 要与人为善 我卖给你 老夫多谢你 王后姑娘 你有任何需要 我们百草堂都会全力以赴 牛大夫听到三天道长的名号 对宋喜宝更加尊重 牛大夫让楚剑叶家里的长工 跟着一起去取做胎药 带着雇员单 就离开了宋家村 楚剑叶两口子对视一眼 喜宝 我们吃了你那么贵重的丹药 不能没有任何表示 这是金票 全国通用的 你拿好 我孝敬干娘的 不用这些 干娘给我做的这衣服 价值万金 宋喜宝转了一圈 让干爹看看这衣服多漂亮 一码归一码 喜宝 这衣服值不了几个钱 但是拿丹药 丹药是我炼制的 以后干爹要是碰到什么好药材 给我就成 你们不用给我这些 等这个弟弟妹妹出生 我再给他准备好东西 宋喜宝打断干娘的话 不是什么都需要用金钱来衡量的 牛大夫也是没有付金子 先带回去丹药 对每个人 他都有一个价 干爹干娘大郎哥是无价 我们不能欺负 你是个孩子 就不给你钱 这太不合适了 剑叶 要不你送去给宋大婶 剑叶媳父很感激喜宝的心意 但是他们当大人 不能知道价值 还占便宜 楚剑叶觉得 媳父说的对 立刻就去找宋大婶 宋喜宝无奈之下 只好跟着一起回去 乃能不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呢 这一点上 他也没有太多信心 宋老婆子 见楚剑叶 两口子跟喜宝一起回来 赶紧问 大郎啥时候回来 三天后就回来 婶子 您进屋 我们跟你说件事 剑叶媳父觉得 孩子不能做主 得跟老人家商议 宋老婆子 坐在那听完整件事 对孙女更加自豪 剑叶媳父恭喜你 我们家喜宝说的对 有些事情 有些人无价之宝 哪能都用钱来衡量 老婆子没读过书 但是懂得一个道理 那就是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我们都好 宋喜宝直接给奶点赞 这句话说的太棒了 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东西太贵重了 我们哪能占便宜呢 楚剑叶对宋大婶 真是有些发自内心的佩服了 我们喜宝不收 那就说明 你们值得他尊重 在我们家 喜宝说话就算 宋老婆子 将孙女搂在怀中 非常肯定的说着 楚剑叶还要再说 剑叶媳父拉住了他 那我就谢谢喜宝 咱们喜宝 真是老天爷派下来的贵人 是啊 没有喜宝 哪有我们家现在 喜宝是你们的干女儿 孝顺你们也是应该的 宋老婆子 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上次卖夫妻餐 都没有晕倒 不就是钱吗 他见过 这衣服干娘做的 来 好看不 宋喜宝见大家谈妥当 就开始夸干娘做的衣服 宋老婆子刚刚就看到了 可他们 没有给夸的机会 现在当然要夸 好看 这秀宫真是一绝 这款事 我都没有见过 咱们喜宝穿上后 跟小鲜女似的 剑叶媳妇 你这首绝对是老天爷 给你点画的 我们家三助媳妇 跟你后面学了点皮毛 就受用一辈子 往后能不能让其他人 也跟着一起做 你放心 就我们家孩子 绝对没有其他人 宋老婆子 知道这个要求有点过分 但是三助媳妇过不久 就要生娃 到时候没人做糕点 店里生意肯定要受损 当然可以 如果其他人学不会 就到我家来 我教 剑叶媳妇一口答应 他们受到喜宝 这么大的恩惠 这点事情算啥 第118章 楚大郎的喜报 好 宋老婆子这样说 但是绝对不会让人 去打扰剑叶媳妇养胎 开什么玩笑 人家好不容易 有了第二个孩子 他们得多不识去 才会在头三月打搅 等他们走后 宋喜宝对着奶 竖起大拇指 奶 您真是是金钱如粪土 厉害 宋老婆子 心疼得直扎蛇 厉害啥 奶心都在滴血 但是做人嘛 不是什么钱都要 那岂不是没有了人情味 奶能看得出来 他们两口子真心对你好 这才是最关键的 那么多惊跳 他都没有伸手摸 也不知道 这辈子 还能不能有机会摸一把 想到这 他的心更疼了 奶 咱们家往后什么都会有的 宋喜宝觉得 跟奶做一家人 真的是天注定的缘分 三天后 楚大郎还没有到家 村里就热闹了 因为敲锣打鼓 宋喜宝的人到了 一开始有村民听差了 以为这些人要找宋喜宝 楚云霄是谁 村民谁都不知道楚云霄 只知道楚大郎 还是宋喜宝正好在家 赶紧喊着 我大郎哥就是楚云霄 是不是楚云霄中秀才呢 报喜的官差 立刻笑着说 对 楚云霄中了暗手 我带你们去 宋喜宝跟宋大牛他们 立刻跑着去楚家 村里人也是第一次才知道 楚大郎的大名叫楚云霄 当然 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暗手就是第一名 这个村里还是有知道的人 楚大郎居然成了第一名秀才工 这不是妥妥的举人老爷吗 现在的楚大郎刚满11岁 这未来还了得 想到这 大家一窝蜂地赶到楚家 楚建业得知 儿子中了暗手 并未太多惊讶 但还是笑着给官差红包 给大家发糖 发瓜子花生 宋喜宝关注到这一切后 对楚家越发的好奇 但是并没有刻意地打听 因为每个人都有秘密 感谢大家 大郎晚上应该到家 明日我们就摆宴席 大家一定带孩子们老人都过来 建业媳妇脸上笑容多一些 虽然儿子中暗手 乃是预料中的事情 但是他高兴 一定一定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 跟大郎学习 你们家大郎 简直就是文曲心下凡尘 村长高兴地说着 不管楚大郎是不是宋家人 但都是宋家村的人 户籍在这了 不敢当 不敢当 托大家的福 楚建业非常谦虚 客套话一堆 这大概是他搬到这村里 第一次受到如此关注 真有些不适应 宋喜宝搬的小板凳 就在村口等 他要第一个见到大郎哥 宋家几个牛 健壮也都跟着一起的 尤其是宋二牛 习宝 你说我要是跟大郎哥握握手 能不能吸取一些好运 下一次 我也能考秀菜 宋二牛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考秀菜 这样就可以请大家吃席 那一定会奖励他 很多很多的银子 到时候就给习宝买衣服 买鞋子 宋喜宝非常肯定地说着 只要大牛二牛 都跟着大郎哥学习 刻苦努力 一定能够考上 别的不说 就现在他们 还是每天跑步上学 功课一点都没有落下 反而是越来越厉害 说明刻苦有 聪明也有 中秀菜还远吗 那我也问一下 宋大牛虽然是大哥 但也是个孩子 听到喜宝这样说 丝毫没有怀疑 我也要 我也要 宋三牛 宋四牛开始吵着 也要一起 宋喜宝笑着看四个牛 五牛还小 但是也跟着后面蹦起来 要要要 秀菜 明年都去读书 五牛 你害怕吗 宋喜宝盘算着 明年五牛就五岁了 现在家里不差银子 可以让五牛提前去启蒙 宋五牛虎头虎脑地摇头 我不怕 那好 到时候让三哥 四牛带着你一起上学 宋喜宝笑着说道 他有空就教家里人认字 他们已经认得不少字 还会被几句三字经 签字文 就连奶根也 都认得几十个字了 他们家的一切 都往最好的方向奔着 明年 喜宝就打算不上学堂了 学堂教的东西 已经满足不了 他对医学的渴望 他打算自己研究 再去牛大夫的百草堂 实地学习 有了顾元丹的友情 那老头应该不会拒绝 这个决定 他暂时还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 等到年底再说 是大郎哥 是不是 宋大牛指着远方一个熟悉的人影 宋喜宝一个剑步冲过去 开启最快速度 那就是楚大郎 他想了快两个月的楚大郎 他的少年郎 楚大郎看着小姑娘 朝着他奔赴而来 忍不住笑出来 他张开双臂 将宋喜宝抱住 不管那些青龟 他得对小姑娘好 若不是他做的要完 他真不一定能够撑下来 大郎哥 祝贺你中暗手 这就是秀才第一名 县衙会给你发银子发明 对不对 宋喜宝抱了少年郎一下 很快就放开他 他的少年郎受了 读书真辛苦 对 踏出这一步 往后就是真正的读书人 喜宝若是男子 肯定会比我考得好 楚大郎看着后面一群牛 笑着打招呼 大郎哥 赶紧将你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摸一摸 喜宝说摸了你的手 往后我们也可以考秀才 宋二牛毫不客气地喊着 宋喜宝有些不好 随意地看着大郎哥 他要是不想伸出来 也没有关系 但是楚大郎直接伸出来 大郎哥 你还得接着考举人吗 宋喜宝觉得 大郎哥一定会考 楚大郎摇头 我想等三年后再考 现在考的话勉强能重 却得不到好名次 做人要一步一步地走 三年后的考场他十三岁 考完后就可以直接参加春式 若是现在考 没有太大的优势 对状元之位无法发起冲击 而且十岁的秀才 暂时不碍眼 若是十岁的举人 我们踏踏实实地走 有人一辈子都在考秀才 但是我们大郎哥 十岁就是按手 非常厉害 宋喜宝夸赞着 看着楚大郎不骄不躁的模样 心中小欢喜 第119章 秀才小相公最厉害 几个孩子簇拥着楚大郎回村 这一次 不管是村里的老人孩子 都喊着 秀才小相公回来了 秀才公不管年纪大小 都代表着地位 见官可不贵了 楚大郎一开始还有点脸红 但是很快就适应 不管是谁喊着 他都微笑点点头 宋喜宝等他快到家时 偷偷地告诉他 大郎哥你要当哥哥了 丹娘有喜了 楚大郎这时 才像一个孩子般露出笑容 真好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 都挺好 他会努力地当一个好哥哥 大郎哥 我们明天见 天黑了 宋喜宝等人没有往楚家去 这样的欢喜 得是他们一家三口的 好明天见 楚大郎温和地看着宋喜宝 他的好妹妹 宋喜宝白白手回家 几个牛就兴奋地跟家里人说 他们都摸了秀才公的手 将来他们也能当秀才 宋老婆子乐呵呵地说 不管是你们谁考上秀才 不要说第一名 不管多少名 乃都摆三天流水席 再给你们发银子十两 来 我一定要考上 但是我不要银子 我要乃高兴 宋大牛发誓 他一定会考上 我也要考上 但是我要银子 我要给乃买东西 给爹娘 给西宝 给所有人都买礼物 宋二牛觉得大哥真傻 十两银子 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 他还可以去酒楼吃一顿 这是多好的事情 好 你们都努力 只要能够考上 咱们家都供 宋根生看着孙子们 都这般有志气 笑呵呵地说着 虽然孩子们没说 给他这个也买东西 但是一点也不耽误他高兴 宋喜宝乐滋之地 看着家里人 娘突然拉着他进屋 娘怎么呢 他有些不解 难道娘也有血 他狐疑地看着娘的肚子 大助媳妇 被女儿盯得一个大红脸 不是我 我想问问你 三舅的腿 还有没有揪 他到现在都没有说 媳妇就是被这个腿耽误的 三舅的腿怎么受伤呢 我得看过伤才知道 如果腿伤没办法调整 我们可以对鞋子做调整 会比现在走路好一些 宋喜宝非常认真的说 他跟三舅又不熟悉 总不能上来 就让三舅卷起裤腿 让他检查 大助媳妇 立刻让三弟过来 可是他还有些不好意思 陈三年哪好意思 让外甥女看腿 这多不正经 连连孩子名声多不好 三年 咱们喜宝可是三天道长的关门弟子 老道长一百多岁 你说医术厉不厉害 可不准瞧不起喜宝 大助媳妇 还以为三弟是看不上喜宝 陈三年挠着后脑勺 姐 你说哪里的话 我不是瞧不上 而是怕耽误喜宝的名声 穷讲究 都是一家人怕啥 你是长辈 而且喜宝总是说 一折眼中人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大助媳妇瞪着弟弟 梁说的对 三舅你就露出伤口 让我看看 宋喜宝催促着陈三年 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的做啥 陈三年完全没有带任何希望 但还是听话的将裤腿卷起来 喜宝 三舅这伤四五年了 不碍事 你不要为难 你娘就是担心我 宋喜宝仔细看了下 腿上有狼咬过的伤痕 这个不要紧 要紧的是骨头歪了 应该是当时奔跑时 摔倒骨头一位 又没有及时固定 导致骨头错位 三舅 这缺口没办法给你补 但是你这个腿可以恢复 就是比较痛 要将你这个错位的骨头敲断 再用木头固定住 三个月后再下床走动 在这之间 你就用我爷的那拐杖 宋喜宝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陈三年白白手 不用这么麻烦 我要是待在床上三个月 岂不是无聊死了 拍过去 长姐如母 这件事你得听我的 喜宝敲断 致 大姐 真不用 我是来干活的 不是来养伤 陈三年是怕给大姐带来麻烦 她这样的身体不值得 再说她 要是在这将腿敲断 怎么回去 所以陈三年直接跑出去 不乐意干了 她这些顾虑 宋喜宝不清楚 但是大助媳妇猜出来了 她去找婆婆商量 将整件事说清楚了 宋老婆子一听 这算个啥事 让她住新屋里 咱们家这么多人 顺带照顾她 不算难事 早点治好 早点娶个媳妇生个娃 她老人家 当即就去找陈三年了 就问这样热心肠的老太太 可不可爱 宋喜宝觉得非常可爱 乃是全家最可爱的那个人 陈三年憋红了脸 因为宋大娘真的太能说了 最后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 大娘 您就跟我亲娘一样 对我姐好 对我也好 我真是上辈子积了大德 这一辈子才能有这样的好事 你这孩子 都是一家人 我们喜宝艺术真的非常好 她说 能好就能好 宋老婆子 自从老头子的脑族会治好后 无比自信 喜宝现在可是有天上的神仙师傅 还有地上的道长师傅 试问谁能有这样的福气 准备就绪后 宋喜宝让爹跟三位叔叔 将三舅的四肢给摁住 喜宝 你这样弄得我好紧张 陈家三哥不会有事吧 宋四柱看着嘴里 还咬了一根棍子的陈三年 手心都出汗 你个笨蛋 不会说话就别说 有我们喜宝在 自然没事 三年你别怕 喜宝就是怕你乱动 咬到了舌头 宋老婆子都比这蠢儿子懂得多 宋喜宝给奶奶点赞 奶说的对 大郎哥 你对着这里敲 为什么让楚大郎来 原因很简单 他懂武功 正好又送上来门来 那就等于不用白不用 楚大郎果断出手 陈三年发出一声闷哼 然后结束了 宋喜宝让他们松手 宋大柱等人 还有些不可思议 就这 结束呢 这怎么跟他们想的不一样 不是应该发出杀猪一样的喊声吗 三九你别怕 我来给你震鼓 这个时候也会疼 你忍着点 啊 这一次 陈三年惨叫出来 宋四珠一边捂住 一边觉得 这才对吗 就该是这种杀猪的叫声 否则怎么是骨头断了呢 第120章 大郎哥 你有没有想我 喜宝 不是你震鼓吗 怎么换成大郎 宋老婆子有些好奇 难道这孩子也懂一数 虽然楚大郎中的秀才 但是宋家人对他的态度 一如既往 这种熟悉不见外 不疏离的态度 就是楚大郎要的 大郎哥也会啊 而且他力气比我大 三九 可以少受罪 宋喜宝突然想起来 又补了一句 大郎哥会武功啊 你们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一屋子人都摇头 他们哪里知道 楚大郎会武功 读书这么厉害 居然还会武功 这样的孩子 真是让人羡慕 宋大柱看了看自家儿子 然后想着 要不要送去习武 所以我大郎哥 是文武全才 宋喜宝骄傲的扬着下巴 其他人纷纷笑了 楚大郎耳朵微微红 嘴角上扬 眼神温和 陈三年的腿 很快被固定住 懂了吗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我给你找个简单的活 你可以坐着坐 真的吗 我可以 明天我就干活 陈三年想着 这肯定不能再要工钱了 就希望多做一些活 可以抵扣下医药费 当然是真的 娘 我跟大郎哥说说话 宋喜宝带着楚大郎 就到自己房中 他打算关门 楚大郎却坚持开着门 外面人多 有些吵闹 宋喜宝有些不解 你长大了 要注意生育 这样别人就不会多说闲话 楚大郎坚持着 他不能让小姑娘 有任何受损 可是 这里都是家人 没有别人 人不能活在别人的嘴中 那多没意思 大郎哥 你走的这段时间 我很想你 你有没有想我 宋喜宝趴在桌子上 两只眼睛亮晶晶的 看着楚楚大郎 楚大郎被盯得 有些心头发热 但嘴上还是在说叫 喜宝 不可以直接这么问别人 尤其是异性 那要怎么问 宋喜宝是个 勤奋好学的宝宝 笑眯眯的看着他 我在考试时 因为下雨 夜里冷 头疼脑热时 你配置的药丸很有用 这次能中暗手 你鞠躬守卫 考场上每天 都有人被抬出去 楚大郎外表 看起来在向大人 内心还是个孩子 怪不得大郎哥 你瘦了好多 回来好 回来好好补一补 大郎哥 你现在还年轻 我不能给你上补药 你多吃点药膳 我给干娘 不 还是我给你炖 干娘有孕后 肯定闻不得油烟味 宋喜宝盘算着 要给少年郎补一补 不能亏了身子 辛苦喜宝了 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 楚大郎没有告诉喜宝 家里一直都有厨娘 只不过 娘喜欢做一些零食 现在娘有孕 爹自然不准她再进厨房 礼物 谢谢大郎哥 宋喜宝就知道 楚大郎不会忘了她 打开礼物盒子 是一套银针 她更高兴了 因为她支持她行医 还有这个 省城里的学子说 他们会给妹妹买 楚大郎掏出一只 最新款的猪花 宋喜宝摸着猪花 笑得更还时了 大郎哥 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考上 衣服 楚大郎看到小姑娘 准备的成衣 也忍不住笑起来 别笑 我不会做 只能给你买 还有这双鞋子 你试试大小 不合适的话 我再拿回去换 宋喜宝这双手 怕是学不会做衣服鞋子了 她看到三婶在做时 也想学一学 但是最后很失败 拿捏银针的手 居然碰到绣花针犯了难 半个时辰被戳了三五次 她直接放弃了 这玩意太累人了 我这笑不是笑话 而是感谢 谢谢喜宝 一直给我准备的礼物 楚大郎没有想到 小姑娘居然能够想到这些 心里暖暖的 这是除了娘以外 第二个给她准备这些的人 考场里是什么样子 你抽空实话出来 给我大哥 二哥说一说 让他们提前有个准备 宋喜宝觉得 要替他们筹谋 否则这个家 拥有的财富太扎眼 但是家里有人做官 就没关系了 可惜他们现在都太小 嗯我会的 明日我家摆宴席 我去邀请两举人 与几位夫子 我先走了 楚大郎连夜去镇上 虽然白天已经拜见过他们 但是作为礼貌 还得再去一次 嗯天黑了 你得小心一些 宋喜宝有些担心 但是想到楚大郎的身手 也就放心了 楚大郎走后 宋老婆子蹭到喜宝身边 他想了一会 还是觉得要告诉孙女 喜宝 往后不能让大郎进你的房间 他十一岁了 你七岁 都是小大人 有点不合适 哪怕他是你一兄也不成 宋老婆子就怕喜宝 对大郎依赖太多 大郎这孩子 往后肯定是当官的料 这要是被拍到其他地方 喜宝得多失落 而且两家是甘亲 宋老婆子不敢 也不能往另外一重意思去想 奶 你是不是担心我坏了生育 然后嫁不出去 那我一辈子陪着你 宋喜宝不乐意改变 现在他们状态挺好的 当然如果楚大郎定亲了 那个人不是他 那就算强扭的瓜不甜 但是现在 这个瓜还在他手中 不能让 瞎说姑娘家都要嫁人的 反正有奶在 你就不能再像今天一样 你们可以在院子里一起说话 就是不能进你的房间 宋老婆子懒得说道理了 直接下命令 这是他第一次对孙女黑着脸 其他事情都可以任由孙女胡来 但是这个事情 不行 宋喜宝赶紧答应下来 再怎么也不能让奶生气 这事情还早着了 老人家气坏身体怎么办 宋老婆子见孙女答应下来 这才放心 第二天 楚大郎家百席 大家都是踊跃帮忙 楚建业也是非常大方 直接在镇上买了一头猪 一只羊 素菜就没买 自家种的都有 都是村里人 没有那么多讲究 有水足 分量足 这就满足乡下人办习的基本要求 当然也没人是空手来的 最少也是带了十个鸡蛋 谁不想沾沾这秀菜小相公的光 让自家孩子也跟着聪慧点 整个宋家村都在喜气洋洋 唯独宋三婆子一家人 哀声叹气 娘 文成跟武成读书一直都很好 这次要不是今来的事情 肯定也考上秀菜了 要不您让大伯家领养了他们哥俩 这样就可以摆脱今来的影响 能够继续读书做官 今来媳妇实在没办法了 第121章 非要找打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 你是要我孙子叫别人奶奶吗 宋三婆子抓起棍子 就往今来媳妇身上招呼 现在今来还没死 她就操心这些是想着改嫁 再找个男人吗 娘 你以为我愿意让孩子们去叫别人娘吗 可现在他们怎么办 难道就要在这里种田一辈子吗 咱们家的田都被官府收走一半 咱家除了运来也没人干活了 今来媳妇 现在每天还要帮着做家务 她的手都粗糙了 在镇上的时候 他们家里还有佣人 现在呢 那是他们的命 你们在镇上花着大把银子的时候 怎么就不想想 有今天 宋三婆子恨呀 如果他们享受过富贵就算了 可是没有 富贵都是那个逆子跟着三人享受的 他们当爹娘的 根本就没有 一年就孝敬那么一点点银子 现在呢 大儿子被抓 马上就要砍头 这三个人没带一文钱回来 吃喝都是家里的 娘 今来做的那些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否则官府早就抓走我们了 您老为什么非要抓着这些事情不放 如果文成 五成钟秀才 族长村长 还能不高看我们一眼 今来媳妇恨不得一脚 将这老婆子踹上西天 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别的出路 今来那边不用想了 肯定是得死 而且 如果不是这件事爆发 他都不知道那混蛋在外面还有一个女人 这事情我办不到 你有能耐你去办 宋三婆子 瞥了一眼大儿媳 迎来媳妇现在跑了 也带走了那几个孩子 少了几张嘴吃饭 对现在的家里来说 是好事 所以他们 压根就没有去找 去他娘家闹了一通 最后拿回来三十两银子 宋三婆子 就代替儿子 再放七书上奔了手印 若是进来媳妇跑的话 他也照就这样做 娘 我觉得大嫂这法子可行 您给我点银子 我去接荷花 宋玉来自从回来后 就第一时间跑到刘家村 确定刘和花还没有打胎 就一直都想将人接回来 但是宋三婆子 坚决不同意再给银子 那刘和花肚子 马上就要大起来 要是刘家村能憋得住 他就待着 门都没有 他刘和花收拾收拾包袱到我们家来 那这个儿媳妇 我就认下了 若是不愿意 那就随便他 宋三婆子 现在就吃定了刘和花 他早放出狠话 如果刘和花敢打掉孩子 再嫁他人 他就能闹得全镇人都知道 所以不是刘和花不打 而是完全不敢打 宋玉来只能将亲娘的意思 再次告诉刘和花 跟准丈母娘 事情反正已经这样了 最后刘和花只好收拾包袱 直接跟着宋玉来到了宋家村 听闻楚家办席 拉着宋玉来就要去 宋玉来有些不敢 他们不喜欢我们家 怕什么 现在官府都给你放回来 就说明你没犯错 要是犯大错 能让你回来吗 他们家是喜事 不会感人 刘和花嘴馋了 进村就闻到香味 这些日子在娘家 一开始听到宋家出事 他心想这婚事黄了 就想打胎 然后嫁远点 但是刘昭帝回娘家闹了 全村人都知道 他怀了宋玉来的孩子 如果宋玉来死了 这就是唯一的儿子 刘和花要是给打了 他就拼命 所以这事就耽搁下来 好在一个月后 宋玉来就放出来了 刘和花娘本以为 宋玉来肯定要来结亲 谁知道最后就是这般 没有婚礼 就这么到了宋家村 可是再不愿意 也没得办法 就只能这样 这两人出现在楚家 村长第一个不高兴 你们来这做什么 村长 您这话说的 我们自然是来吃习的 我们都是宋家村的一员 宋玉来嬉皮笑脸 反正又没有干坏事 楚奸也自个说的 所有人都能来 他们自然也能 宋玉来 你要是再闹点事情 就滚出宋家村 村长您这点话 打我回来见到我就说一次 您老人家不累吗 我现在有媳妇 马上就有儿子 我指定不干坏事 您老心就放在肚子里 宋玉来直接打断村长的话 宋喜宝看见他们就皱了眉头 这两人倒是绝配 宋老婆子也看到了 冷哼一声 没脸没皮 就这么一起过日子 真的是 刘和花这个时候过来 自然不会有婚礼了 这样的人 差点就讹上宋四柱 想到这里 宋老婆子就觉得有些恶心 宋四柱走路 却偏偏没有看 直接跟他们撞上了 四柱哥 你撞疼我了 刘和花娇嘀嘀的说着 那样子就仿佛跟四柱很熟悉一样 宋四柱下得赶紧往后退 就差直接喊 你不要过来啊 宋运来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当场就不乐意 四柱 你是不是故意的 宋运来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故意 现在的宋四柱 可不是以前的宋四柱 就宋运来这尿性 还想来欺负他 门都没有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宋运来 你要是不想在这待着 就滚回去 村长直接瞪着宋运来 他孙子都差点被这一家人给连累了 对他们自然没有好脸 刘和花拉了拉宋运来的衣服 先吃一顿再说 现在回去的话多吃亏 看看这桌子上的菜 居然有羊肉 还有猪肉 鱼肉 鸡蛋更是一堆 这些日子在娘家吃不到好的 现在都馋死了 宋运来没有说话 拉着刘和花做了一桌 其他人看到他们纷纷起来 到另一桌做 用行动来抵触他们 孤立他们 但是这对无耻的人来说 压根就没有用 反而吃得满嘴流油 宋运宝看他们用手 直接拿菜的模样 都差点恶心吐出来 如果这不是大郎哥宴席 直接让他们滚蛋 楚剑叶见他们只是 老老实实地吃饭 没有再惹事 也就不管他们 半席就是要让大家吃好喝好 而且随便别人带菜 这样才算办得合格 但是有一个人不服气 那就是狗蛋店 直接拉着狗蛋娘 还有狗蛋坐过去 这三个人都是恶虎下山 直接对着抢着来 结果宋运来抢不过 居然掀了桌子 楚剑叶黑着脸上前 直接将人举起来 扔到了水田里 虽然这个季节稻子收了 但是很多人习惯性地 养个二茶道 锋利的叶子 直接将宋运来的脸割破了 第122章 他的小姑娘 他保护 楚剑叶 你凭什么扔我一个 你要扔也该两个一起扔 宋运来的话 让大家忍不住笑起来 瞧瞧 这恶人还得狠人来治 换做其他人打宋运来试试 现在楚剑叶动手 他不敢叫嚣 宋运来 这是我家 被挂树上的精力 瑟瑟发抖 刘和花赶紧先跑 运来 咱们回家 他不但吃饱了 还顺利带了一大兜 足够晚上吃 宋运来也灰溜溜地跟着走 其他人在后面欢呼着 就跟宋温神一样 这两人可不就是温神吗 宋喜宝觉得干爹太帅了 赶紧去给干爹点赞 干爹 您力气好大 一下就能给举起来 干爹 你刚当的样子 就好像戏文里的大将决 楚剑叶哈哈大笑着 以后有人欺负你 你就告诉干爹 我去帮你打 好 我一定告诉干爹 看你们谁敢欺负我 宋喜宝一副狐假虎威的模样 让大家更是笑声不断 楚大郎则有些不快活 喜宝不需要崇拜他爹 他也可以做到 而且保护娘是爹的责任 保护喜宝是他的责任 不需要爹帮忙 等多了弟弟妹妹 爹还得保护 所以爹没有时间 他趁着间隙 将这些话都告诉了喜宝 满脸认真 然后看着喜宝 所以有困难 找我 知道吗 宋喜宝乐的连连点头 这少年狼好呀 瞧瞧多靠谱 大郎哥 我记住了 我一定不会找干爹 找你 他觉得在培养几年 少年狼就成了小夫君 想着就美 楚云霄 你带着你妹妹过来 告诉这几个老家伙 是不是老夫发现你的 两举人喝多了 对着几位老伙计吹牛 无论是楚云霄 还是宋喜宝 这两个孩子都非常聪明 而这个聪明 都是他老人家发现 并且加以引导 府长与各位父子的栽培 云霄紧记于心 楚云霄身身弯腰 无比感激 我哪里能称得上府长 但是我得给你引荐一个府长 明日我就带你去府城 你给老夫好好争气 三年后 中举在中进市 两举人觉得 有一个这样的学生 这一辈子都值得 这孩子好 就是怎么看楚建业 都有些面熟 到底在哪里见过呢 他记不得了 这年纪一大激情就差 反正这人怎么看都不是庄家汉 多谢老师 楚云霄这一生老师 让两举人更加满意 好孩子 天空任你飞 海阔任你游 两举人大手 拍在楚云霄的肩膀 他懂孩子这意思 宋喜宝心中却在盘算着 这是不是代表大郎哥 要去府城读书 那就意味着 他们往后见一面 都非常难 想到这里 他就挠心挠肺 要用什么样的借口 才能让男也到府城呢 这么一大家子 如果到府城去 那可是一大笔 超级一大笔银子 算了 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这 等待楚大郎 一直到家 宋喜宝都有些闷闷不乐 如果在府城 楚大郎很快就会见到 各式各样的女子 认识各式各样的人 她的脑海中 就会有很多很多 其他人的记忆 她站的空间 就会越来越小 最后直到消失 喜宝 你怎么呢 宋老婆子第一个 发现孙女不对劲 难道有人背着他们 欺负了喜宝 想到这 宋老婆子就杀气腾腾 恨不得现在 就将欺负喜宝的人 给抓出来 来 没事 就是觉得 我要是能考秀才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跟着楚大郎 秀才是老天注定的 但是你能当好大夫 也是老天爷支持的 咱们当那什么 天下有名的神医 宋老婆子安慰着孙女 这不能考秀才的事情 谁也没本事改变 只能希望孩子好好的 嗯 我一定会当 名阳天下的神医 治病救人 玄乎济世 宋喜宝深吸一口气 做人就应该将格局放大 对 我们喜宝一定会成为 名阳天下的神医 你赶紧去读书 读一书 要扎针练习 随便找谁 谁不愿意 你就找奶 宋老婆子早就告诉家里人 不管喜宝拉谁出来扎针 都给老老实实的趴在那 宋喜宝听到这话笑了 来 今天我给你扎针 您的腰间紧 不是一直都不舒服吗 趴下 宋老婆子有些怕 但是刚刚说出来的豪言壮语 不能怂 好 一咬牙 他老人家认了 宋喜宝拿着楚大郎送的银针 烤烤火消毒 就给奶扎针 宋老婆子 本以为那么长的 针刺入身体内 会剧痛 没想到一点都不疼 有一股酸酸胀胀的感觉 喜宝 这就是针灸 奶不疼 你再来几针 奶 我已经给你扎了十几针 等一会我碾针 还是会有一些酸胀感 宋喜宝岂能没看出来 奶害怕 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太太 明明如此害怕 却依旧支持她 奶 我想去牛大夫的百草堂 这样就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病患 多学点经验 这书是死的 人是活的 宋喜宝本打算年后去 但是现在打算提前去 因为楚大郎在成长 他不能落后 喜宝 你不是还要读书吗 这怎么去百草堂 宋老婆子支持孙女的决定 但是又觉得 孙女太辛苦了 奶 我去学堂 就为了多认字 好读医书 现在大部分的字 我都认识了 现在可以看很多很多医书 我不想去学堂了 我想去百草堂 要不让三哥顶了我的名额 先去学堂上 我跟举人老爷去说 宋喜宝怕 奶舍不得那些束修 就提出来这 奶不懂这些 但是你如果下了决定 奶就支持 孩子 奶知道你将来肯定不是一般人 但是奶会一直一直支持你 宋老婆子 不会让孩子为难 全家就属喜宝最有出息 最能干 最孝顺 谢谢奶 奶有我在 您一定要长命百岁 等着 我也变成小老太太 宋喜宝眼里含着泪花 知道奶大概猜出来什么 但是他老人家依旧信任他 爱护他 第123章 喜宝要进医馆 不成不成 那奶岂不是成了老妖怪 我可不是你师父 修道显得年轻 宋老婆子笑呵呵地说着 这孩子净说瞎话 全村年纪最大的 现在就是祖长家太奶奶 那也活不到百岁 九十都不一定行 身子骨能看得出来 大夏天都穿着棉袄 人老了都会死 他老人家不怕死 就希望看着细胞长大 成青 生子 他去帮忙带大孩子 活个七八十 都谢谢老天爷 我奶才不是老妖怪 是小可爱 来 我拔针了 你活动活动看看 宋喜宝将银针拔出 这一副银针估计不便宜 大狼哥有心了 这么好的少年狼 怎么能够让呢 他必须要加快成长的脚步 将来好帮助他 咦 真的轻松 舒服 蹦起来都没有问题 我们家喜宝 真的是神医 奶有你 真是天大的福分 宋老婆子觉得 现在的自己 可以在下地 挑二百斤稻子 这简直就是年轻了三十岁 这感觉可以上天 奶 我会连续给你针灸半个月 您这些老损病都会缓解 往后 您就是我们村 身形最灵活的小老太太 宋喜宝见奶 蹦起来的样子 真的好可爱 好 来等着 你娘的腰身 喜宝笑着点点头 他娘扶着腰 说明他爹腰好 喜宝 你也昨晚跟我提了你 三爷的事情 他的意思是 不愿意让你管 但是你三奶 肯定会继续纠缠 你见到他躲着点 要不然不知道会发生啥 宋老婆子 知道那个不要脸的李昭弟 现在宋根生 能够下地干活了 对方能忍 肯定想着找喜宝 不用花钱 就让宋宝生站起来 奶 我见到他就跑 宋喜宝也怕对方 直接见他 就跪下 这就对了 宋老婆子 怎么就这么没有恒心 你才上学多久 就觉得自己学成 读书不耽误 你学医 梁举人真是痛惜 读书怕累 那一开始就不要来 我不能走科举 我想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学会了吟师作对 不能救人 我学会了策论 依旧不能救人 我现在认了很多字 就可以去看医书 然后再听师父的教会 行医救人 对我来说 是更好的选择 宋喜宝知道 梁举人是为他好 所以才这么仔细地解释 你师父是名扬天下的道士 但是他多大年纪呢 你现在还小 学医得数十年 你怎能行医呢 梁举人觉得 小姑娘说话不靠谱 小孩子就是喜欢吹牛 张口闭口 都是救人 他能救谁 梁爷爷 您是不是早起容易头晕 走路打飘 饮酒后 症状更严重 夜里还容易失眠 宋喜宝觉得说没用 直接来点真本事 这样才能让梁举人认同他 梁举人下意识地点头 是 老人都容易这样 不 您老这是病 我可以帮您调理调理 今夜就能让你入睡五个时辰 宋喜宝笑着说 如果你今夜能让我睡五个时辰 往后你加三牛纳学费 我不要了 梁举人还就觉得奇怪了 他多少年来 都是夜里不能睡 这宋喜宝才七岁 就能治好他 他压根就不信 您这病是争冲的一种 我过一会再给您送点药 不需要吃 您就挂在床头 若是有效 明月再开口服的 您看怎样 宋喜宝没有立刻拿出来 他去理计要铺沛好再拿来 梁举人就当是这个小姑娘说笑话 还有几分惋惜 这孩子再聪明也没用 做学问这种事情 就是要长久坚持 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等宋喜宝将药材配好后 再给梁举人送去时 就看见他有些惊讶的样子 梁爷爷 这是我自己配置的药材 您晚上就放在枕边上 好 你先回去上课 梁举人看着药 然后等孩子回去上课 拿着就去了白草堂 白草堂的牛大夫 见这位大西客 还拿着一包药 顿时脸就拉下来了 哎呦 我的举人大老爷 你从哪里抓的药 到老头子这来抖 牛大夫吃错了 这老头子 学生给开的药 让我放在枕头边上 今晚就能让我入睡 这玩意能比安神香好 安神香你都不让我多用 这个可以 梁举人将要递给牛大夫 牛大夫听闻 是学堂的学生 也来了几分兴致 当即将要拆开 一味一味的闻 这是里基药铺的药 橙色还不错 就是这药方有点意思 我的举人大老爷 你是有高人了 什么高人 一个小姑娘 就宋家村的那个 宋喜宝 梁举人也没有瞒着 直接说出来 那你可得偷着乐 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这姑娘 是三殿道长的关门弟子 她给你开的药方 绝对错不了 这姑娘能耐着 我家老母能活到现在 也是她的功劳 牛大夫当初带回来的雇员单 真是给老母使用 本来瘫痪在床 眼瞅着就要过世的老母 现在吃得下睡得着 还耐起来走几步 真的 我不知道呀 梁举人又怎会费心思 去打听学生这些事情 而且这么多学生 你呀 你呀 有这么好的学生不供起来 她要是来我这 我绝对当菩萨供的 牛大夫摸着胡子 将要重新包好 递给了梁举人 药方她老人家记住了 但是还得问过小姑娘 才能使用 各行有个藏的规矩 她这把年纪可不能坏了 她可能真要来你这了 今天就跟我说 不想读书 想行医 咱们镇上最大的驿馆 就是你的百草堂 梁举人现在才懂了 小姑娘说的话都是真的 牛大夫一听这话 顿时笑了 好 好 真是太好了 走走走 我们现在就去学她 我要去请小宋姑娘 梁举人本以为是小姑娘玩笑话 现在才知道 是她错了 自然也不会阻拦 宋喜宝看着乐得 跟小孩一样的牛大夫 有些不解 梁爷爷 我开的药方出错了吗 如果错了 牛大夫不该这么开心 那是 第124章 一大箱子宝贝 没错 没错 当然没错 这老小子有福气 但是老头子更有福气 喜宝你是不是想行医 牛大夫满脸 渴望地看着小姑娘 虽然她在镇上有点威望 身影 她总是冲在灾情第一位 有她在 冲过去的大夫都很多 因为有保障 大夫也是人 很多大夫都不愿意到一区 但是三天道长在 那就是保障 去的人自然就躲 是 我想去牛老您的百草堂 一边跟您学习 一边练练手 宋喜宝觉得 实践才能不断地提高 如果医术到位 打出名声 他也就可以去府城开一个医馆 那你也叫我一声牛爷爷 我们互相学习 互相请教 牛大夫哪敢教三天道长的徒弟 只能是互相学习 看着牛大夫的态度 梁举人明白 逐渐明白过来 这小姑娘不是自大 是真的有本事 这是医道上的天才 他老人家 还是不要阻拦了 今晚这要有效 后天你家三哥就来上学 学堂所有费用都免了 梁举人举着药 他信了 但是还得看看效果 一切不能只靠着嘴巴说 得靠着效果来 谢谢梁爷爷 宋喜宝自从试着改称呼 见对方没有反感 叫起来更大声 也谢谢牛爷爷 那我后天就去医馆当学徒 可不仅仅是开药方 担药 宋喜宝确定这一切 等下午放学时 就跟李庆元说了 李庆元当场就哭了 喜宝 要不我跟着你一起学医吧 我救你一个朋友 他们都不是 都是看我跌成了县令 故意讨好我 最近他在学堂可受欢迎了 但是他比谁都清楚 这份欢迎是假的 只有一开始跟他玩的喜宝 才是真的 我就在百草堂 你随时都能来找我 宋喜宝虽然也舍不得李庆元 但是人生不能浪费时间 那些琴棋书画纵然是好 可在他心中 最好还是行医救人 他学了那么多年医 总不能就这样放弃 那就等于违背了曾经的诺言 喜宝 你看看我 我其实也挺适合学医的 我给你当师妹好不好 你让那个道长也收了我 李庆元没什么人生目标 就是想要跟好朋友在一起 我师父是道士 你让他收你 你是妖怪吗 宋喜宝打趣着说 学医太苦了 李庆元是个特别单纯的姑娘 换句话说 她就是个妥妥的大米虫 试问一个米虫 你指望他吃苦 别想了 对 我就是一个花药 专门抓小姑娘 尤其是你这样漂亮的小姑娘 赶紧跟我回家 我会好好照顾你 让你吃香喝辣 李庆元知道怎么说 喜宝也不会乐意 只能是带着失落回了家 李庆元的闷闷不乐 让李夫人担心不已 寻他问了原因后 这才明白 圆圆 喜宝跟你不一样 他若是不行医 则是浪费老天爷给的天赋 你只要平平安就好 李夫人安慰着女儿 三弟手中那一颗雇员丹 再次送到京城 这一次 那位大人物 真的重新回到朝堂 自家男人的能力 再加上这一份人情 三年后的任期道 怕是要再次升迁 这一切 喜宝占了一半的功劳 朝局都在发生改变 这些话 当然不能告诉闺女 娘 您是不是换着花样 说我是个饭桶 李庆元有些悲伤 在娘心中 他就是个干啥啥不行 干犯第一名的人呗 真是有些不甘心 可是躺平的日子太舒服 他不想努力 那你自己说说 你会干啥 李夫人直接打击女儿 她倒是想夸 能找到夸的地方吗 我会撒娇 我会花钱 我不生病 我长高高 我不让娘您操心 我还帮着娘监督店 您说说我这么好的闺女 您还要怎样 李庆元眼珠子转转 这些都是优点 是是是 我这么好的闺女 我得知足 那你往后别闹戏吧 你要是想她 就去找她玩 但是不能每天都去 知道吗 李夫人有啥不知足的 现在主要孩子平平安安 至于打拼什么 有他们父子四人 要钱有她在 她又给女儿 准备了一些忠诚的人 只要他们父子四人不犯事 这傻闺女 也能一事顺遂 娘 我知道了 李庆元想想吧 也就不觉得难受了 就是学堂有些难熬 但是熬到十二岁 也就不用上 宋喜宝那边 暂时还没有跟全家人宣布 只是跟哪一个人单独说了 宋老婆子又是心疼 又是欣慰 心疼孙女啥事 都为家里考虑自己吃苦 欣慰的是 孙女本事大 来 等我长大后 我们就去府城买大房子 买一屋子人伺候您 您就当老夫人 可好 宋喜宝是一定要去府城 她得去看着楚大郎 好 来答应你 你师父来信了 还有一个大箱子 在这 宋老婆子 没让任何人 动三颠道长 托人带来的东西 宋喜宝打开一看 倒吸一口气 师父就是师父 出手就是这么豪横 这一箱子 都是珍贵的药材 百年起步 这么多好东西 师父这是打劫了 他们道观的药房 还是皇帝老的御药房 这是人参 这么大 宋老婆子 上次是见过人参的 忍不住咽口水 他们上次那个才多大 这玩意比他们家 最大的白萝卜 还要粗一圈 这跟胳膊一样粗了 是人参 灵芝 和首屋 这一箱子药材加起来 估计得买京城一套房 有钱也买不到的好东西 宋喜宝觉得 这师父真能处 好东西真给他 这时才打开信 前面都是师父思念他的假话 最后一句话才是关键 让喜宝弄出福禄单 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给谁吃 哼 这些皆有可能 如果死了 就什么都没了 没了 才知道什么叫没了 他死过一次的人 更加珍惜生命 害怕死亡 第125章 喜宝放弃读书 喜宝 这么好的东西 咱们放哪里呢 宋老婆子为了藏自家的银子 还有喜宝那些宝贝 脑子都快不够用 这又来一批 他老人家不知道咋办了 来 我是不是高人 他送给我好东西 宋喜宝一念一动 这些东西 全部都到实验室了 宋老婆子揉揉眼 真的一个大箱子都没有了 奶 你看又出来 我有地方 宋喜宝给奶看一眼 再次收走 宋老婆子一溜烟地跑出去 宋喜宝有些不解 难道吓到奶呢 以前她也试探过几次 但是奶没有这样 害怕 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奶一刻钟又回来了 将家里所有钱 包括李夫人 建业媳妇他们送给喜宝的东西 全部都抱回来 喜宝 你都收起来 奶为了藏这些东西太费劲了 还得每天看一看 唯恐被人偷了 宋老婆子最怕的是被宋运来给偷了 那小子没少转悠 没憋着好屁 奶 您就不怕我将这些东西搞丢 带走 宋喜宝笑着说 这可是家里全部的财产 奶怕啥 这些都是你挣的 还有这房子也是 你就算花完了 奶也愿意 弄丢了 奶也不会怪你 宋老婆子满脸自信 奶 我会孝顺您老一辈子 宋喜宝抱着奶奶 能有这样一个包容她的老人家 真的暖到心了 哎 好 宋老婆子反过来抱着孙女 有喜宝在 她老人家这辈子没白火 另一边 窦镜一看 满脸安详 当场就吓哭了 抖抖锁锁的将手伸过去 梁举人就在这时睁眼 老两口这算是 彼此将彼此吓一跳 梁老夫人直接哭了 你这个糟老头子 你这是要吓死我 我学生开的药 效果好 今晚我们就一起睡 我再也不怕打搅你了 梁举人安抚着夫人 他们是结发夫妻 却分房五年 原因很简单 就因为梁举人身体不好 夜不能寐 夜里翻来翻去 她舍不得让老妻跟着受罪 就分开睡 现在宋喜宝一副药 还不是口服 就让她睡熟了 这是多么大的惊喜 真的 好好好 梁老夫人擦着眼角的泪 欣慰地笑出来 我得洗漱赶紧去学堂 夫人在家莫要担心 梁举人精神气都被爽 这一觉 仿佛让她年轻了十来岁 到学堂时 其他夫子都很惊讶 在他们眼中 除了生病 梁举人从不迟到 这精神头 一看就不是生病 这是怎么回事呢 梁举人也没解释 反正心里头很高兴 休息时间 让宋喜宝过来 他非常真诚地说 谢谢你喜宝 我昨晚睡了一个好觉 我现在是病人 你是大夫 请你给我开药 宋喜宝直接递给他一个瓶子 梁爷爷 每天晚上你吃一课 连续吃三月 这毛病差不多就可以抑制住 只能是抑制住 并不能彻底断更 等您在犯病时 可以再吃药 这药不伤身 唯一的缺点就是苦 梁爷爷不怕苦 诊费加药费多少银子 我现在就给你 梁举人可不能白拿学生的药 当我三哥上学的费用 我不能占学堂的便宜 宋喜宝虽然与梁举人 有约定在先 但是这要钱还是不能要 这样的话 三个哥哥在学堂也有靠山 你这哪里不占学堂的便宜 你这分明是占老夫的便宜 你那点小心思都收起来吧 你家不管来多少人到学堂 我都放在心上了 梁举人觉得这个小滑头 算计的眼神都遮不住 宋喜宝黑黑笑着 多谢梁爷爷 应该是我谢谢你 这个病困扰我很久 但是吃了很多药效果 都不是很明显 两举人感慨着 希望这一次不会有错 宋喜宝看出来他的顾虑 没有仔细说 反正这些事情都说无用 全部都是要看效果 时间长了他 自然就懂得了 宋喜宝敲定好这边的事情 中午就去牛大夫那边问一问 明日该带什么东西 牛大夫大手一挥 什么都不用带 全部都给准备好 整个宋家得知喜宝的决定 有人赞同 有人反对 宋三牛就是第一个反对 乃 我不能抢了喜宝的位置 我可以不读书 大哥二哥读书就可以了 二主媳妇 平时虽然非常想儿子读书 但是在这一刻 也知道有些事情 不能这样来 娘 喜宝得读书 我们三牛可以再晚一年 没有关系 娘 要不让二牛下来 三牛读书 我们家三个娃都读书 确实不太公平 宋大助只能对不起二牛 但是不能不让喜宝读书 娘一直都是最疼喜宝 这次怎么让喜宝下学呢 爹 娘 二婶 三哥 我是女孩 不能走科举这条路 我已经立下志愿 一定要当最好的大夫 就最多的人 宋喜宝非常感激大家对他的好 但是这件事 他做了决定 就不会后悔 喜宝就是你想学医 你也等几年 等你大一些 现在还是多读书 学医太苦了 大助媳妇 也舍不得女儿吃苦 而且喜宝现在医术也挺好 家里也不缺他当大夫的钱 娘 我不怕苦 大哥 二哥 三哥 你们读书也很苦 我们一起加油 等明年四牛 五牛也可以读书 我们全家都在努力加油 我们会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 对不对 宋喜宝真是不喜欢这个年纪 对你们就听喜宝的 这件事我也赞成 宋老婆子看着孙女 他能不心疼 孩子学医吗 但是喜宝决定的事情 没有错的 既然他老人家都决定了 全家就没人反对 反对也没用 宋三牛晚上偷偷找到宋喜宝 喜宝三哥一定会努力学习 将来赚大钱 然后给你添置好多好多嫁妆 谁欺负你 你就告诉三哥 我一定帮你 自从大哥二哥读书后 宋三牛真的是做梦都想读书 他们放学后 他也跟着学习认字 只要看过一遍就能认得 谢谢三哥 你是最棒的 宋喜宝哄孩子 绝对是专业的 宋三牛立刻就信心十足 喜宝你放心 三哥一定做最棒的那个 第126章 两家的鲜明对比 宋喜宝还不忘记告诉楚大郎 到了楚家 他们在书房 楚大郎也是坚持打开门 大郎哥 你什么时候去府城读书 两举人打算带着我先去一趟 先参加清竹书院的考核 等考核通过后 再回来收拾东西 楚大郎对宋喜宝的选择 他是支持 那就是很快很快了 我会好好学医 将来到府城开医馆 宋喜宝看着楚大郎 真的有些舍不得 但是该干事业的时候 他们谁都不能懒惰 这个时候的楚大郎 还以为小姑娘说笑话 他们各自努力着 春去秋来 时光如缩 两年半的时间里 发生了很多事情 宋四柱如愿地娶了唐雪 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六牛 因为名字太绕口 如今宋家读书的人多 六牛就成了小名 大名叫宋子坤 三柱媳妇如同期盼的那般 生下了女儿 小名叫唐宝 跟喜宝一听 就是姐妹两个 宋记卤菜开了两家分店 有一家在县里 宋四柱两口子负责 宋大柱负责总店 宋二柱负责另一个分店 宋三柱与媳妇开了糖铺子 卖糕点 跟各种糖果 三位兄弟的店里 也一直卖他们的糕点 可以说 宋跟生家里红红火火 全村人都跟着种甜菜 种药草 收入翻了几倍 每个人对他们都非常客气 要将两个儿子过计 但是谁愿意要 宋跟生家里绝对不会要 宋安生都避之不及 总之 这一家子谁都不想沾 宋运来娶了刘和花 认定是个儿子 结果生下来后 却是个闺女 是个舞鸦 宋三婆子气得破口大骂 宋运来直接去牛大夫的白草堂 去闹 牛大夫也不怕 当时直说 大概是个男娃 后面月份大了 他们一直都没有看过大夫 这怪谁 刘和花的日子煎熬 后来索性放开 跟婆婆打 跟嫂子打 跟丈夫打 这一通打下来 全家倒是没一个人敢惹他 他让宋家宋文成 宋武成全部都下地干活 但凡他们不干 就让宋运来打 这一家子都要吃饭 男娃不下地干活 难道躲在家里绣花吗 别指望读书了 那不是大笑话吗 有那样的爹 还指望参加科举扯淡 宋习宝只要在家 一准能听见刘和花打骂 宋进来两个儿子 进来媳妇再打回去 然后刘和花跟宋运来 一起打他们母子三人 每天都是这样闹 闹得全村人有事没事 就端着玩 在他们家看热闹 这热闹可是比菜下饭多了 哪怕每天都是一样的 但是也挡不住大家的好奇心 别闹了 运来 你爹不行 你看着我去求洗宝 宋三婆子这两年多时间 不断地去跪求洗宝 也弄到一些药 就靠着这些药 让宋保生吊着一口气 宋根生见他又来了 忍不住皱了眉头 但是宋三婆子不是一般人呀 见到他们就跪 大哥 你再帮帮保生好不好 要不然他真的会死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那刘和花的口袋里 是一文钱都不拿出来 宋三婆子如今在家里 压根就斗不过两个媳妇 他不但斗不过 还要给刘和花洗衣服做饭 这日子过得简直想死 可是他又怕死 只能狗活着 每每夜深人静时 他都想 要是当初不让儿子 休掉汤堆 那该有多好 这是洗宝给你的药 还是三碗水 熬到一碗水食服下 这是欠条 你得摁手印 宋根生本不想给药 还是孙女给的药 但是规矩不能再坏 否则老婆子又不开心 这些欠条虽然收不回来 但是能够拿捏住他们 大哥 这次这些药怕是不行了 洗宝 你就去看看你三爷 他快没气 我给你磕头 我给你洗衣服做饭 当牛做马都成 你去看看好不好 宋三婆子哭出来 他真的怕 怕老头子就这么死了 宋洗宝这两年 多在镇上名气是越来越大 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还有府城 跟隔壁县的人特意赶来 宋洗宝本着一者人心 不知道宋宝生家 现在谁也不敢 但是不能大意 走进宋宝生的屋子 宋老婆子跟大主媳妇 差点吐出来 宋洗宝提前有准备 戴上厚厚的口罩 他给宋宝生把脉 许久后站起来摇摇头 你们准备后事吧 洗宝 你再用点药 我知道你最讨厌我 我没银子 但是我可以让你打 让你骂 随便怎么都可以 求你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宋三婆子再次跪下来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宋洗宝摇头 没办法了 可是你也都能好 为什么你三爷 这么快就没命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 宋三婆子不管 凭什么宋根生 还能站起来 还能下地干活 他们家老头子就得去死 不行 就是不行 刘昭弟 你是不是脑子被门挤呢 没有我们家洗宝 没有这些药 他早就死了 看看宋宝生住的这房子 是人住的吗 你们照顾不好 他死也是 因为你们 没要你们一文钱 还敢张狂 信不信我拿着欠条去报关 宋老婆子可不惯着他们 听到报关两个字 宋三婆子立刻就熄火了 家里有一个蹲大牢 一个被砍头 他哪里还敢去 再去的话 他说不定也进去蹲了 宋宝生被吵闹声惊醒 反而来了几分精神 宋洗宝看着他 对宋三婆子说 回光返照 宋老婆子拉着宋洗宝就走 大助媳妇 也是恶狠狠地看着宋三婆子 再胡说八道 他就要动手了 大哥 我要见大哥 宋宝生醒来后 就这么一句话 在床上摊了这么久 临死前说话 倒是利索了 这么久 他就悟出来一个道理 那就是大哥才是真的好 宋三婆子 让宋运来去请宋根生 这一次宋根生来了 自从宋宝生倒下后 宋根生一次都没有来过 因为他怕 怕一时心软 伤害到自己家人 做人都是自私的 他不能再因为宋宝生 伤到老婆子 这一次 哪怕宋宝生快死了 也是在老婆子的同意后出现 以前装病的宋宝生 是白白胖胖 总说是吃药虚胖 而这次的他 却差点让宋根生没认出来 第127章 道府城与大郎哥更近了 宋宝生躺在那 如同一个老干树 如果不是眼珠子 因为他的到来 亮了一些 宋根生还以为他 已经过世了 大哥 谢谢你能来 这辈子 有你做我的大哥 是真幸运 我要走了 我要去 对着爹跟大娘谢罪 是我坑了 你大半辈子 往后 不管这个老婆子 还是我们家其他人 求你任何事情 你都不要答应 宋宝生凄惨地扯了一个笑容 这真是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不过就算他不说 宋根生也不会答应 你没怪我 宋根生本以为他来这里 一定会听到各种埋怨与恨 可是没想到 宋宝生居然没有 这倒是有些奇怪了 大哥 你帮我跟二哥说一声 对不起 我不怪你 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我没有学到爹的憨厚 完全学了我娘 我的儿孙们 都是学了我 这女人才是 一个家的顶梁柱 宋宝生说完 不甘心地看着屋外 就这样离开了 宋根生走的时候 听到后面的哭声 他一点都不难过 有的是深深的自责跟恐惧 如果不是老婆子守着这个家 他的儿孙们会怎样 他回到家 第一件事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抱着老婆子哭了 宋老婆子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赶紧让小辈们离开 怎么呢 老头子 是他骂你呢 马上就要入土的人 你不要与他计较 你要是想送点银子 我给你 十两够不够 如今家里不差银子 要是老头子 想给宋宝生买一副棺材 他也支持 人都死了 往日那些事情还去计较 那不是放不过自己吗 不要 二两银子一口保管就可以了 我让大柱送过去 他们要不要随便 老婆子 谢谢你这么多年 操持这个家 宋根生听着老婆子的话 更觉得自己 以前特混蛋 老夫老妻还说这些话 只要你心中有这个家 我做什么都觉得值得 你看 唐宝都笑话你这个爷爷了 宋老婆子看着小孙女 迈着小短腿扑过来 赶紧抱在怀中 三柱两口子再开铺子 三儿媳又有了身孕 所以唐宝见奶 他就帮忙看着 家里现在有汤多 还有三压四压当帮手 暂时也没有请其他人 只有在农忙时 才请村里人帮忙收 以前农忙村里 根本就没有人能闲着 但是现在不一样 家家户户都种了药草 只种了一半粮食 所以就有人打短工 大家都喜欢到宋根生家打短工 吃得好 工钱高 现在全村人 家家户户都盖上了青砖大瓦房 村里的小伙子们非常抢手 现在谁不知道 嫁到宋家村 就是吃香喝辣 唐宝 爷爷抱 宋根生将孙女接过来 他老人家早就承认 孙女比孙子好 只不过习宝大了 不需要他 现在他就将对习宝的愧疚 都放在唐宝身上 比唐宝小一些的六牛 也非常受宠 家里条件好了 孩子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老两头每天就带带孙子 这日子无数人羡慕 我要姐姐 姐姐呢 唐宝每天最大的事情 就是找姐姐 宋习宝听到妹妹喊她 立刻就出来了 来 姐姐抱 姐姐最香了 唐宝蹭蹭 亲娘都可以不要 但是姐姐必须要 爷 你说宋老婆子见孙女这表情 就知道是大事 来 我要跟师父去府城开一馆 那边的铺子 李夫人已经帮我们找好 礼记要铺也过去 我想着带您跟爷一起过去 如果过得习惯 就在那边多住一些日子 宋习宝其实想带着奶去 可是不能那么自私 让老两口分开 习宝啊 你咋不带着娘去呢 大住习夫心都要碎了 鬼你不要他了 娘 我想先过去 等安顿好了 再让大家一起过去 师父写信来 让我先在府城锻炼医术 然后再到京城去 那里都是顶尖的大夫们 女儿要在医道上下求索 以后还要跟着师父外出行医 注定不能在一个地方 女儿只能不孝了 宋习宝双习跪地 这都是长辈 按照这里的风俗习惯 一个女子是不能如此的 如果家里不能接受 她也要去做 在家人跟玄壶济世之间选择 她选择后者 好孩子 赶紧起来 你师父安排的肯定对 奶都懂 我跟你去府城 往后去京城 我也跟着 奶现在身子骨还可以 不怕 宋老婆子赶紧将孙女扶起来 孙女马上都十岁了 三天道长做出这些安排 肯定是对的 你是娘的好女儿 最孝顺的女儿 谁敢说你不孝 娘第一个撕破她的嘴巴 大住媳妇抹着泪 这孩子说的什么话 对 你是我们宋家的好姑娘 女娃怎么呢 女娃也一样可以成为神医 习宝 你放心往前冲 家里所有人都是你的后盾 宋根生慈祥地说着 当晚宋根生就召集 家里所有人说了这件事 除了四住 两口子在线上 大家对喜宝的选择 都是一致的支持 虽然分离会让人觉得不舍 但是他们没一个人反对 宋老婆子收拾着 他们三人的衣物 两个牛车都拉不下 第二日就走 至于宋宝生的死 一点都没有影响他们这头 决定好的事情 宋喜宝就带着家人出发了 家里人送他们到线上 通车四住两口子 做了个告别 他们再往府城去 宋四住能说啥 最后一个知道的 必须要高举支持的双手 否则会被娘揍的 李掌柜带着小儿子 也一起往府城出发 李庆元跟喜宝依稀别 抹着泪挥手 府城百草堂的位置 距离楚大郎的青竹书院 只有一条街的距离 等安顿好了以后 宋喜宝立刻就赶过去 干娘给大郎哥准备了很多东西 他得送过去 楚大郎在青竹书院是风云人物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院长都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 宋喜宝不是第一次来找他 就连门房都知道 他熟练地递给门房 一块烤好的肉 一瓶酒 马爷爷 我找楚云霄 好好 我去给你叫 你这孩子 每次来都这么客气 看门马老头笑眯眯地接下礼物 快速地去传话 第128章 喜宝长大了 喜宝 你怎么来呢 走 我带你吃羊肉泡馍 楚大郎看着小姑娘 露出自在的笑容 在书院里 他一直都是绷着脸 人称黑脸小郎俊 倒不是长得黑 就是脾气臭 喜欢黑着脸 谁的面子也不给 如果那些人见到他这般笑 一定会惊呆 我这次来 就不走了 你的钱袋子够吗 我可是要吃很多很多好东西 宋喜宝冲着他俏皮地笑着 但是又有几分失落 因为他努力地长个子 本以为到楚大郎这 会比上次好一些 结果更惨了 13岁的楚大郎 已经跟比他爹宋大住还要高 不走了 你们住在哪 到府城来开铺子吗 你随便吃 敞开吃 管够 楚大郎觉得 小姑娘是在逗他 宋家人怎么可能舍得 那些家业到府城来 而且全家住在府城 那可是一笔巨款 我们医馆就在这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爷 乃跟着我来了 牛大夫跟我一起开医馆 过阵子 师父也会过来住几天 礼记药铺就在我们隔壁 宋喜宝指着白草堂的招牌 笑颜如花 楚大郎就这么看愣神了 直到宋喜宝拽着他的袖子 你怎么呢 没 没什么 喜宝你多大呢 他尴尬地说着 马上十岁了 大郎哥你 不会忘记我生辰了吧 每年你生辰 我可都来府城陪着你 宋喜宝不高兴地嘟着嘴 楚大郎这是读书读傻了 还是心中开始记挂其他人了 如果是后者 他 他 他想哭 当然没忘记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是我亲手做的 楚大郎怎么能忘记 这要是都能忘记 娘都得揍他 而且怎么舍得忘 是什么 你现在告诉我好不好 宋喜宝立刻充满着好奇 楚大郎的手可不一般 听闻他的话 已经迈到白两一副 不好 现在带你去吃饭 然后我去拜见宋爷爷 宋奶奶 楚大郎点了点小姑娘的脑袋 两年半的时间 他在书院 一个人的夜里 想起最多的人 除了爹娘 就是小姑娘 嗯 走 我们去吃饭 宋喜宝很喜欢府城的羊肉泡馍 以前每次来的时候 都会吃一碗 羊肉泡馍 掰馍是乐趣 是分享 是耐心 大郎哥 你家二郎现在真好玩 但是也非常套契 干爹的衣服 都被他用剪刀 剪出来一个大洞 宋喜宝说着二郎的事情 他知道 大郎哥一直都很关心这个弟弟 干娘想要一个闺女 只能继续努力 他现在的身体比以前好 宋喜宝在产后 又帮他调理了 我爹肯定舍不得揍 楚大郎不用猜都能知道 他们是将对他的愧疚 全部都放在弟弟身上 对 干爹没揍 干娘揍了 嘿嘿 宋喜宝说着干娘家的事情 大郎哥在府城读书 一年就回去两次 过年能够勉强住上十天 还得每天做功课 这些年来他 见证了他全部的努力 喜宝 你的医术都传到府城了 同窗听闻你是我妹妹 都很羡慕我 楚大郎知道 小姑娘不是一般人 但是没想到他这么厉害 如果说治好一人两人是偶然 可是治好那么多疑难杂症 这就是天赋一饼 尤其是女子病症 她治疗的最多 其实不是我多厉害 而是很多人会记记医 尤其是很多女子 他们不敢就医 宋喜宝看到这世上女子的苦 越发坚定的 要走好这条路 我们喜宝的出现 让他们对生活多了一丝期盼 但是读书不能松懈 要不你考考我 我对律法研究可是很透彻的 宋喜宝知道 可是非常清楚 该怎么保护自己 好 你对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出手相助 病人家属并不在场 这病人最后死了 家属索赔 你怎么办 一边救治 一边让人去官府备案 如果只有我一人 先救人 家属索赔时 多请几位大夫 确定死者原因 绝对不纵容恶意索赔 若是弱者 可以人道主义帮扶 宋喜宝得意洋洋的说着 但是楚大郎却皱着眉头 他有些不解 难道错了吗 喜宝 你很善良 但是来勒索你的人 一文钱都不能出 这个口子不能开 明白了吗 楚大郎又分析了几个案例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书院的夫子 会拿一些真实的卷宗来教学 所以他学到非常多 宋喜宝听完了三个案例 手中的摩摩这才掰完 他认真地点头 大郎哥 我知道了 那赶紧吃 吃完后 我去一馆帮帮忙 晚上我得赶回书院 书院有规定 非休暮日 不可以在外留宿 楚大郎得去看看宋爷爷 宋奶奶 否则太没有礼貌了 这个规定好 我非常支持 宋喜宝觉得太好了 这样大郎哥就不会被人叫唤 楚大郎不明所以 附和的点头 我也觉得 府长这样的规定好 读书人就要专心 不能三心二意 等他们去一馆 宋老婆子看着楚大郎 差点没认出来 我提个老天爷 大郎呀 长这么大的哥 比喜宝他爹还要高 跟你爹也差不多了 不过将来你肯定比你爹高 那是肯定的 大郎真是猛涨的时候 学堂的饭能不能吃饱 往后就到家里来吃 想吃什么 喜宝奶给你做 宋根生就喜欢能干的小伙子 就楚大郎这架子 要是下地干活 一个人绝对能抵得上三个人干活 只可惜读书了 无法下地 不过读书也好 好 谢谢宋爷爷 学堂的饭能吃饱 但是味道肯定不如宋奶奶做的好吃 你们如今住在这 我肯定会经常过来蹭饭 楚大郎哪里会饿肚子 每次都是使劲往肚子里塞 吃饱后又开始读书 他不浪费任何时间 在这点上 他比九成的人都努力 对 一定要过来 今天这里太乱 没办法给你做饭 宋老婆子晚上就打算买点吃 这边收拾妥当 肯定要等明天了 来 我跟大郎哥吃了羊肉泡馍不饿 这是我给您跟爷带的包子 你们先吃着垫一垫 宋喜宝将牛老跟其他人的包子 已经送过去了 大家就凑合着吃一顿 第129章 楚大郎被奶奶房着 那就好 你们千万不能饿肚子 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 宋老婆子听到他们 在外面吃过了 赶紧吃包子 这一管租金都是二百两一个月 不过盛在后院大 他们劳两口 带着喜宝住东边 牛大夫两口子住在西边 就为这东西 四个人差点打起来 最后还是牛大夫胜利了 他们住在西边 将东边让给宋家人 现在的牛大夫 彻底不敢再说自己牛了 这两年多时间里 他在喜宝这里 学到很多很多 两边一共有六间房 住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楚大郎帮着喜宝 将东西放到房间 其实最多的就是书 大郎你来帮宋奶奶吧 宋老婆子 见楚大郎又到孙女房间 立刻就跟房贼似的 防着 宋喜宝看着大郎哥 微微红的脸 忍不住笑了 喜宝 我去帮宋奶奶 楚大郎以前不懂 但是十三岁的他已经懂了 老人家是在防着他 天黑时 他赶紧回到书院 今天落下的功课 必须要全部都补上来 宋喜宝则是跟奶奶交代 奶您不能吓到大郎哥 奶怎么会吓他呢 奶就是关心他 喜宝呀 你还小 不懂 宋老婆子选择自欺欺人 就他们家的喜宝 估计啥都懂 但是现在他不能懂 第一大郎是关键时刻 第二喜宝年纪还小 第三 他们两人之间不可能 一当楚大郎终局 将来是要娶官家小姐 他们家喜宝就是个大夫 哪怕名扬天下的大夫 在很多人的眼中 都配不上楚大郎 不愿意让孩子伤心 从现在就得管着 请这个东西最伤人 宋喜宝看着奶 点点头 没有再解释 很多事情 老人家就是担心 现在最重要的是 将医馆弄好 镇上的百草堂 现在坐着的是 牛大夫两个弟子 府城的医馆很多 他们百草堂刚刚来 想要达到火爆 那几乎不可能 但是没关系 慢慢积累口碑 总会活起来 宋喜宝不着急 这一夜睡在府城 他很安稳 但是其他人却不安稳了 没有爹娘管束的宋家人 怎么都不自在 尤其是宋大柱 直接红了眼圈 他看着媳妇 我想去府城 你以为我不想 但是咱们全家去府城 那得花多少银子 大妞 二妞 读书怎么办 到了府城 我们做什么 大柱媳妇瞪着他 这事情不是他们说了算 那我明天去府城 看看爹娘跟喜宝 宋大柱觉得星空落落的 他有些不能接受 家里这么多活怎么办 娘可是 交代你要管好大家 你是长子要替爹娘分担 别动不动就像个孩子一样 我又有了 你这个爹 可得多干活 大柱媳妇红着脸 隔了这么多年 他还以为这辈子就两个儿子 谁知道又怀上了 现在娘给他们兄弟四人 都分了事情干 铺子里的收益 一半都给小家 另一半给大家 她是大嫂 直接带头 孩子们读书都是自己供 即便是这样 也攒了一百多两 三弟自从腿好了后 也说了一方媳妇 现在在他们店里帮忙 日子这么好 他可是舍不得 就这样到府城 从头开始 宋大柱一听 媳妇又有娃了 再也不敢提明天去府城 现在娃读书太费银子了 偏偏娘说了 只要孩子们读书争气 全部都要读书 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其他柱子房中 每个人都非常不适应 爹娘就这样去了府城 但是都想着好好干活 等爹娘回来时 夸夸他们 还有人心思活了 那就是宋运来两口子 三鸭 四鸭原本到了八岁 他们就打算骗回来卖出去 但是宋老婆子护着 动不动就找来村长 让他们没办法 现在他们不在家中 刘和花鼓动着宋运来 赶紧卖掉 拍着肚子 这个绝对是儿子 你信不信 信信信 我的小祖宗 小姑奶奶 你可别将我儿子吓坏了 宋运来下得赶紧答应 那两个丫头 现在长得非常标致 不卖去当丫鬟 卖给别人当媳妇 聘礼要二十两银子 估计不成问题 那你就赶紧给儿子 弄点值钱的家当 家家户户都在发财 就我们没钱 刘和花不满地说着 宋运来哄了又哄 才算将人搞定 大嫂家的大鸭 现在十五 咱们得让娘赶紧说个亲事 要不然钱就落在大嫂口袋中了 刘和花刚盘算完 宋运来两个闺女 又打起了大房里的闺女 大鸭现在在康源外家当丫鬟 大嫂早就给定了婚事 年底就嫁给康家的管事 这是娘都是认同的 宋运来觉得 刘和花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这是要使坏 那管事给的聘礼 能落到咱口袋中吗 如果要是将大鸭 嫁到我们刘家村 那聘礼不就是给我们的 大鸭在康家当过丫鬟 学过规矩 我娘家堂值 愿意出二十五两银子 你让娘去操作 给她十两 刘和花盘算着 捞到银子才是正事 听到这 宋运来心思也活了 我试试看 两口子盖着被子笑起来 完全没将家里几个女娃当个人 就算是男娃 宋文成 宋武成的日子 也不好过 这些事情 远在府城的宋老婆子都不知道 就算知道 她也不会管 宋进来那个闺女 以往回来时 可没少摆架子 家道中落才去当的丫鬟 骨子里可自认小姐 百草堂在府城正式营业 头三天 宋喜宝几乎是闲着的 天天钻到厨房里导过美食 然后就去给楚大郎送去 宋老婆子如果阻止 宋喜宝就让她去送 见这个态度 宋老婆子还以为孙女没开窍 就让她去送了 几天后 病人就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女子 一开始 大家都找牛大夫 但是很快发现 牛大夫还请教宋喜宝 他是三天道长的关门弟子 很快 小神医的名号就传出去了 宋喜宝每天从早忙到晚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宋老婆子心疼不已 忍不住劝着 喜宝 咱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你得注意休息 吃饭的时候慢一些 来 我休息得很好 来找我的病人 大部分情况都很紧接 宋喜宝相信 那些女子能够忍的时候 绝对不会出门找大夫 第130章 给将军治疗 病人再着急 在乃心中 也是你的身体最重要 你还是个孩子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宋老婆子叹息着 孙女这也不知道是随了谁 就在她感慨之时 突然有几个当兵的闯进来 你们要做什么 宋老婆子站在孙女前面 挡住这些人 我们要大夫 将军受伤了 马上跟我们走 为首的男人着急的说 我去 我就是大夫 牛大夫赶紧凑上来 这军营里当然是他 总不能让小姑娘去 谁知道当兵的人居然白手 你不行 我们要小神医 军爷 我们小神医是个小姑娘 这不符合军营的规定 牛大夫赶紧解释着 别废话 别啰嗦 小神医赶紧跟我们走 耽误了将军的病情 你们有几个脑袋 一个当兵的 直接将刀架在了 牛大夫的脖子上 来 牛大夫 我去 他们是请我去行医 又不是抓我 你们不要担心 我很快就回来 宋喜宝非常镇定的接活 就算遇到危险 他还有师父 还有实验室 怎么都能躲过去 我跟你一起去 宋老婆子见危险 一定要跟着去 我们只要小神医 闲杂人等不要 来 您听我的 就在这等着 宋喜宝直接上了马车 让乃在医馆等着 宋老婆子 眼泪立刻就下来了 这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 那军营能随便去吗 宋大姐 您别担心 我现在就出去打听打听 牛大夫除了劝 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宋老婆子也知道这个理 只能在家里等着 宋根生买东西回来 听到这消息 也跟着着急 要不我去找大郎 看他认不认识人 他如今是秀才 比我没有本事 宋根生试探着说 对对对 你赶紧去找大郎 让他帮助想办法 宋老婆子立刻答应了 他着急 居然忘记了大郎这孩子 他肯定有办法 楚大郎这边 听闻喜宝被军营的人带走后 立刻去找老师打探消息 作为清竹书院最好的苗子 父子与府长 还是答应帮忙 毕竟楚云霄的 一妹式的大夫 又没有犯错 不能无缘无故地被带走 而此刻宋喜宝 面对着很棘手的问题 眼前这个二十出头的小将军 胸口一只剑 稍有不慎 就会当场丧命 没有其他大夫吗 宋喜宝觉得有点悬 他虽然中西医都学了一些 但是外科手术 请你赶紧出手 再拖下去 我们的徐将军就要死了 军师也很无语 现在再换大夫 肯定来不及了 这个小丫头 看起来也就十来岁 真的可以吗 宋喜宝在心中 将那些大夫骂了一个遍 那些人很明显就是坑他 估计最近医馆生意好 抢了他们的生意 这不就遭人妒忌了 我尽力而为 宋喜宝卷着袖子 只能硬着头皮上 他刚刚已经在伤口 撒了止血粉 现在斜止住了 这一变化 军师也发现了 看来小姑娘 还是有几分真本事 用绳子将这位将军的四肢固定住 拔剑的瞬间 他会痛醒 影响我处理伤口 宋喜宝用手轻轻摸了下伤口 这里面还有倒钩 窗上面肯定不会小 他带了麻药 但是剂量不太好掌控 他并不精通这些 还是绑住比较安全 军师立刻让人按照吩咐照做 现在徐将军的命最重要 其他事情都往后靠 宋喜宝用完麻药后 用针扎了扎男人的手 见他没反应 这才放心起来 结果军师哭了 小神医 我们将军没反应 是不是死呢 您老往后靠靠 小心见你一脸血 没死 我用的是麻药 准确地说 是改良后的麻肺散 宋喜宝特意做的 他小心翼翼地 用手术刀割开伤口 如果直接拔剑 病人的窗上面就太大了 军师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刀 一开始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没有大夫肯动手 只能让人请来小神医 没想到被叫做小神医 是真的有本事 这女娃娃不简单 宋喜宝就在军师感慨中 直接拔剑 然后迅速止血 在缝合 一套流程惊呆了周围人 军师 这人又不是衣服 怎么用针线缝合 将军醒来 会不会打人 清兵紧张地问军师 废话 将军要是醒来想打人 我将你们挨个送过去 给将军打 军师巴不得将军能打人 那就说明伤口好了 宋喜宝忙完一切 擦了擦头上的汗珠 再给男人嘴里 喂了一颗药 身上都是污血 他不能这样回去 否则也乃会担心 军师 我能去买一套衣服吗 这样会让家人担心 你不能走 你得等将军醒来 我派人去给你买 军师看了看 小姑娘身上的血字 立刻让人去安排 可以 我饿了 还得派人给我家里送个信 宋喜宝聪明的 没问对方 怎么会受伤 这里并不是军营 而是大宅院 他只管治病救人 其他事情绝对不掺和 来人 给小神医上饭菜 军师只要将军活着 其他事情都好办 再说 这个小神医提的要求 也不过分 这是人之常情 他不能拒绝 就在宋老婆子急的 团团转时 接到了消息 虽然暂时缓解了着急 但是孙女没回来 他就不能放心 宋喜宝吃饱喝足后 麻药尽终于过去了 床上的将军睁开眼 守着的清兵立刻喊他 这是姐 宋喜宝先是检查伤口 然后对着将军 比换了三根手指 废话 这是三 本将军伤的是胸口 不是脑子 没啥 徐修武忍不住瞪着眼睛 这小子是不是找打 凶什么凶 我是你的大夫 再凶我可不管你 用过麻药的人 都要检测下脑子 看你有力气骂人 就死不了 宋喜宝脾气也上来了 这个小将军 看着年纪也不大 脾气挺大 将军 真是这位小神医救了您 府城名医都被我请来 其他人都不敢拔剑 军事件将军又要发火 赶紧解释 第131章 大狼找到喜宝 从废物堆里找一个毛孩子 你们真是好大的本事 本将军多久能恢复 徐修武有些不满 他身负重任 除了黄宁 还有家中母亲的嘱托 他们查到妹妹身上的精灵档 居然出现在这里 所以他一边剿匪 一边寻人 将军 您不用着急 好好养伤 匪军已经全见面 匪首已经被送往京城 我替您写了一封奏报上去 军事还以为将军担心匪患 立刻汇报 听到匪军一灭 徐修武面色轻松了一些 这些狗玩意 居然在一对一时放冷剑 怪不得只能当土匪 宋西宝充耳不闻 随便他们说什么 反正他就是一个毛孩子 毛孩子 你怎么不回本将军的话 徐修武凶巴巴的盯着这个小男孩 没错 宋西宝现在患上的是男装 又是大夫 所以在徐修武的眼中 自然是男孩 将军 将军 您吓到小神医了 您好好说话 毕竟这是个姑娘家 军事小声提醒 他们将军什么都好 就是太粗鲁了 听到姑娘家三个字 徐修武就有些慌了 你个胡老头 老子清清白白 都被你弄没了 老子是男人 你搞个女娃来给我治病 你脑子有病吗 本来宋西宝还懒得 跟一个病人计较 但是这人说话 真是越来越过分 女娃怎么呢 你娘不是女的 你家里没有姐妹吗 女娃难道就要低人一等 在大夫眼中 没有男女 别自作多情 女娃也不会赖着你 徐修武背对的火冒三丈 但是这又是救命恩人 只能生闷气 小神医 萧小姐 萧小姐 我们将军不是这意思 胡军师打着圆场 宋西宝见他不回话 这才开始吩咐 六个时辰内出了喝水 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找个地方 我要休息 夜里发烧再叫我 什么 六个时辰只能喝水 那老子不得饿死 我要吃肉 现在就要吃 徐修武一点都不觉得 有哪里不舒服 就是觉得肚子 呃 就想吃东西 你要是想死 那就吃 现在就让你的人放我离开 并且承诺 以后不准找我麻烦 宋西宝寸步不让 这什么玩意 不吃肉能死吗 吃了肉 要是有不良反应 真的会死 这里的医疗条件 宋西宝压根就不敢堵 这人愿意死 他就自个死 小神医 不生气不生气 二毛带神医去休息 我亲自看着将军 绝对不会让他胡来 胡军师对小神医态度非常好 也不畏惧自家将军 原因很简单 他本来就不是小将军的军师 而是他爹的军师 这次若不是王爷吩咐 他断然不会陪着这个愣头青往前冲 胡军师真的发火了 徐修武也有些心虚 这老头最赢 而且这些兵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对胡老头比对他尊重 现在胡老头要是让这些兵打他 说不定都能成功 宋西宝不管那么多 先睡一觉补充体力 但是刚刚睡着 就被人叫起来 他以为是那位将军发热了 出来后才知道 是楚大郎找到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眼圈一热就想哭 西宝 不怕 大郎哥在这里 楚大郎见到小姑娘委屈的模样 再也顾不得男女大方 直接将人抱在怀中 这位小哥 我们请小神医来真的是救人 没有拒荐 胡军师没想到这件事 还惊动了知府大人 赵知府是清竹书院府长的学生 老师这个面子 他得给 而且从老师口中得知 楚云霄的财学不比他差 就当提前结个善缘 大郎哥 我是来救治病人 宋西宝得到安卫后 赶紧退出来 将事情说清楚 是误会就好 本官也心安 胡军师等徐将军身体康复后 我们在一起喝酒 赵知府得知 这个小神医 医术这么好 也记在心中 这人吃五股杂粮 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 一定一定 我送赵大人 胡军师赶紧去送知府大人 这等于是 闹了个大误会 大郎哥 你怎么跟知府大人一起来 你不会曝光我 失踪了吧 宋西宝生怕这样 会给大郎哥带来麻烦 这算不算报假 不用担心 知府大人是府长的学生 帮忙 不是报案 我在这里陪着你 明月再返回书院 知道小姑娘安好 楚大郎什么都不在乎 得知他被官兵带走后 真的是非常着急 宋西宝连连点头 其实骂完那将军后 他也挺后悔 万一对方恼羞成怒 将他给杀了怎么办 他可不想死 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完成 而且他死了 奶奶怎么办 家里那么多人得多难过 你去睡 我在外面 有事就叫我 楚大郎让习宝赶紧去休息 他关上门 守在门外 胡军师看到这样的场景 不由生出几分感慨 这个少年郎不简单 凭借坐姿 就知道是个练家子 而且还是个高手 宋西宝是真的累 每天看那么多病人 今天又被这么一折腾 很快就睡过去 完全不知道 楚大郎跟胡军师聊了一个时辰 这两人越聊 越觉得看低了对方 小伙子 你真是天生的将才 非要去参加科举吗 胡军师觉得 当文官有什么意思 一天到晚知乎折野 到最后 少年郎变成秃头老东西 胡先生 人各有志 这世道有太多不平之事 云霄想去管一管 能管多少算多少 楚大郎眼神坚定 他走的路 绝对不后悔 好 老夫就喜欢你这样的少年郎 祝你金榜提名 心想事成 胡军师看看天色 他还得去看着自家少将军 就那脾气 现在这里没人能压得住 多谢您老吉言 楚大郎势在必得 唯有金榜提名 才不负如今之努力 他从怀中拿出一本书 凑在灯笼下 继续读 一直到天明 他放下书 在院中打拳锻炼 一套拳法结束 疲惫的身躯 充满了精气神 又是新的一天 他完全没发现 对面还站着一个人 胡军师 昨夜的交谈 胡军师就知道 他非寻常人 让他忍不住有几分猜测 第132章 他长得像本将军 楚大郎听到一阵叹息 瞬间双眸 如同利剑往对面看去 看清来人 他散去杀气 又变成了温文尔雅的少年郎 胡军师 早 他就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 胡军师也是同样 早啊 云霄 我们将军醒了 请小神医过去准办 好 我陪着一起去 楚大郎立刻敲门 叫喜宝起床 宋喜宝听到动静后 胡乱的用冷水洗了一把脸 不过声音要比昨晚虚弱一些 小神医 本将军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饭 吃肉 喝酒 徐修武现在什么都不想 就想活着 他活着就得吃肉喝酒 昨晚没发热 现在各项也都很正常 宋喜宝觉得这小将军体能真好 从现在开始 可以喝粥了 先喝一天粥 再过度到面条 米饭 菜都要清淡为主 三天后 我来复诊 他看都没有看病人 直接看着胡军师 交代他更靠谱一些 什么 老子都好了 凭啥不能吃肉 喝什么粥 那玩意就是水 徐修武恨得牙痒痒 这小妮子 绝对是故意的 脱衣服 宋喜宝懒得理睬他的抱怨 直接下命令 徐修武跟楚大郎 一听都愣住了 前者是羞愤 后者是防备的看着前者 愣着做什么 给你检查完伤口 我就得回去 胡军师 我开了药方 一天喝三次 伤口换药 你们让军医换就成 宋喜宝再不会去 乃估计头发都得白 这小子是谁 本将军看着他不爽 徐修武就是找茬 而且骨子里本能的 对楚大郎不爽 这是我兄长 你再不脱 我就不管了 宋喜宝觉得 这个人真烦 就这样 真是将军 这就是个任性的孩子 特头疼 兄长 他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 反而你这个小妮子 长得像本将军 你几岁呢 徐修武看了看 他们两个人的脸 在摸摸自己的脸 心中微微有几分激动 但是觉得又不可能 胡军师是知道内情的人 被将军这么一说 仔细看的话 还真有几分相似 宋喜宝看着两个人 都盯着自己的脸 有些不悦 我十一岁 他故意抱大一岁 不管是不是巧合 反正不说真话就对了 十一岁 那你也长得太矮了 看着不到十岁 听到十一岁 徐修武就淡下来了 带着几分忧伤 乖乖地脱了衣服 让小妮子检查伤口 楚大郎虽然不明白 喜宝为什么说谎 但是看着喜宝 趴在这人胸口看伤势 心中就郁闷 恨不得将人拉开 但是他更知道 喜宝在治病救人 在他心中只有病人 没有男女 宋喜宝查完伤口 彻底放心了 坐下来就开始写药方 楚大郎看着那字 忍不住嘴角上扬 因为喜宝的字 有五分像塔 说明一直都在临摹他的字 喂 小妮子 你真十一岁 徐修武有些不死心的问 真的 宋喜宝写完后 将药方递给胡军师 诊金加药费 共计一千两 什么 一千两 你抢劫抢到本将军这里 徐修武听到一千两银子 立刻就炸锅了 胡军师也没有想到 会这么贵 但是他没好意思说 昨天你吃进去的 那一颗保命药丸 就价值一千两 看你是保家卫国的将士们 才给你打折 加一起 收你一千两 宋喜宝觉得 好心当做驴肝费 他的药丸都是真材实料 收他一千两 根本就不贵 还在这蹦打 胡军师立刻掏出银票 多谢小神医 不用客气 三天后我来复诊 宋喜宝说完 就跟楚大郎一起离开 就徐修武还在里面叨叨着 太贵了 胡军师却是不是识货的 那么多人都不敢 就这小神医出手 并且将军还有力气叨叨 根本就不像 昨日受了那么重伤的人 就冲这一点 这一千两银子就花得值 他也得投桃报李 让人宣扬 宣扬小神医的能力 好让他多赚点银子 如果宋喜宝在这里 一定会大喊着不用 让孩子喘口气吧 他回到医馆 就有十来个妇人等着看病 宋老婆子解释 孙女出诊未归 这些人就一直等着 大娘 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 这好不容易才出了个女神医 我婆婆才让我出门看病的 我也是 我都成亲三年没有孩子 婆家不高兴 闹着要给我丈夫那欠 我们都是苦命人 大娘 您就让我在这等着 我家女儿这脚 已经病了一年多 但是他爹一直都不让其他大夫看 说是外男看到姑娘的脚 毁了名声 宋老婆子也没办法 就让他们等着 希望孙女早点回来 虽然有人来报平安了 但是这心就是没办法定下来 等看到楚大郎跟喜宝的身影 他老人家赶紧迎上去 眼泪都差点出来了 只要孩子没事 让他老人家做什么都可以 奶 让您担心了 宋喜宝挽住奶的胳膊 头就靠上去 今天被人嫌弃矮 心中有点难受 他马上就跟奶一样高 哪里矮呢 不管那个人是谁 他都永远是娘的孙女 他知道 原主不是宋家的亲闺女 但是 那有什么关系呢 奶跟家人对他的好 才是最关键的 血缘跟亲情并不是等于好 奶没有担心 就是心疼你有没有吃好睡好 医馆里的病人要不要推掉 宋老婆子绝对不承认 自己一夜未眠 一直都在家里等着孙女 不用 我昨晚睡得很好 大郎哥一直都在屋外守着我 没有危险 吃得也很好 我可是小神医 他们喊我去救命的 怎么会亏待我呢 不用推 我现在就准备给他们看着 宋喜宝转身看着楚大郎 大郎哥你先回书院吧 其实他想挽留 但是想到楚大郎的梦想 他就催促着他走 楚大郎点点头 宋奶奶 我先回去了 大郎 吃点饭再走 宋老婆子赶紧打招呼 刚刚一心只有孙女 都忘记大郎这孩子了 不用了 喜宝有事到书院找我 楚大郎转身离开 宋老婆子在心中叹息 真是个好孩子 可是再好又能怎样呢 第133章 三压遇险 小神医 你回来了 我们都排好队了 辛苦你 病人们看到小神医 自觉的排队 听闻这个小神医 最讨厌吵吵闹闹 随便插队的人 宋喜宝立刻开始营业 还发现几个 其他医馆的人 看来那些人 就是来看看 他死没死 说实话 他都有点后怕 万一昨天 那个将军死了 他都不一定能够 活着见到今天的太阳 他们为了活 就将他推出去的行径 真是太可耻了 他生意火爆 那是因为富人多 从根本上来说 并未抢走 其他医馆太多生意 当然也有 其他疑难杂症 他都来者不惧 让病人花最少的钱 看好病 理解药铺就在边上 他们医馆去的病人 又比其他地方便宜 所以这是联合经营 带来的好处 等将所有病人都看完 宋喜宝活动下筋骨 却看见四鸭巧曼 急匆匆的跑来 鞋子都少一只 能够找到府城来 一定是家里出了大事 宋喜宝看他身后 还有四叔 发生什么事情吗 宋老婆子先一步问 来 您做我亲奶行不行 我爹叫我们卖掉 我拼死跑出来 找到四叔 姐姐被拉走了 娘被打伤了 喜宝 你救救我们好不好 我给你们磕头 四鸭巧曼跪在地上 满脸都是泪水 宋老婆子赶紧让他起来 四叔 是这么回事吗 娘 我也不知道呀 这孩子哭着喊着 我只好带他来找您跟爹 我们其他人也做不了主 宋四叔觉得 宋运来那个畜生 绝对能干出来这个事情 上一次 他们就想卖掉三鸭跟四鸭 还是爹娘拦住了 现在爹娘到府城 那家里看家的人 就是汤氏带着两个女儿 可不就给了 宋运来机会吗 亲生女儿都要卖掉的人 真是可恨可恶 他们想女儿 都想不来 真是有女儿的人不珍惜 没女儿的人敢着急 来 我们回去一趟 明月再回府城 这是没有您 估计不好办 宋西宝最恨买卖女子的行为 当即就要 回去给三鸭跟四鸭做主 走 回去 宋老婆子立刻决定回去 等他们赶到宋家村时 太阳都下山了 一路上都没敢休息 见到他们 汤多儿扑腾跪下 大娘 我愿意让两个女儿给您当下人 也不要让他们卖掉 先别哭 他们将三鸭卖到哪呢 宋老婆子就怕时间晚了 那孩子就晚了 他们将三鸭卖给刘家村那个 死了三个老婆的刘拉利头家 汤多儿拖着被打伤的身体跟上去 可是他一个人 根本就敌不过 又担心四鸭 所以只能回来 等着四鸭班救兵回来 他就知道 大娘跟喜宝是好人 不会放弃他们 大柱 二柱 四柱超家伙 跟我一起救人 大柱媳妇在村里喊一声 愿意跟我们去刘家村的人 每个人五十文钱 宋老婆子觉得 此刻用钱最合适 不到一刻钟 直接来了四五十口子 村长也支持 宋云来卖闺女这件事 我是不同意的 可是没有你们家支持 我们去了 也是没有用 走 宋老婆子 不管村长那点小心思 现在救人最要紧 等他们赶到刘家村时 已经晚了 三鸭巧梦为了抵抗被侵犯 直接一头撞在墙上 现在奄奄一息 满头的血 让刘拉利头也吓到了 他就是买个嫩点的媳妇 但是没想出人命 当宋家人闯进来时 他吓得跳窗就跑 大柱 去抓住他 宋老婆子 看着三鸭巧梦的惨状 也是忍不住红了眼圈 汤多儿惨叫一声扑过去 宋喜宝上前摸了摸脉搏 别动 还有叫 他掏出顾元丹 直接塞一颗到巧梦的嘴中 宋老婆子看到 是一边心疼人 一边心疼钱 宋喜宝当着大家的面 直接对巧梦施针救治 直血 忙活了一阵子后 三鸭巧梦终于睁开了眼 看见喜宝的那一刻 他颤抖着说 喜宝 让我给你当丫鬟 好吧 我跟四鸭都跟着你 宋喜宝想到他们那个爹 点头说 好 我带你们去府城 如果说 只有给他当丫鬟 才能摆脱宋运来那个人渣 他愿意 谢谢你 三鸭巧梦惨笑着 他被卖到这里 甭管有没有保住清白之身 在宋家村都带不下去了 人言可畏 他没得办法 他更想跟着喜宝学点本事 往后能够赡养娘亲 宋老婆子等人要带走三鸭 刘拉里头不乐意了 他见人没死 也开始横起来 这是我花了三十两银子 买来的媳妇 你们凭什么带走 他爹卖给我的 就是死在这 也是我们家的人 刘拉里头大喊着 让村里人来帮忙 刘家村人都跑出来了 但是面对宋家村四五十口子 又来了村长 刘家村的村长也出来谈话 这是 你们宋家村的人干得不地道 总不能拿了银子 还想带走人 那刘拉里头家 岂不是人才两空 这丫头属于他娘 不属于他爹 所以 他爹不能卖 这刘拉里头买的时候 我可是告诉他了 他非要买 还差点弄出人命 这就是打官司 我们宋家村也不怕 宋家村长对外 还是很硬气的 而且 这事情有宋根生家人在 出银子有大户 笑话 这亲爹卖亲闺女 天经地义的事情 反正你们要带走人 就得留下三十两银子 否则他就是死 也是我们家人 刘拉里头绝对不会让他们 就这样带走人 银子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 再找宋运来要钱当补偿 是不是更好 宋喜宝不会让宋运来 就这样好过 你真肯给我 老子捶死你 刘拉里头倒地上捂着脸 知道这个小姑娘不好惹 赶紧说 你们给银子就带走她 我肯定会找宋运来算账 宋老婆子知道孙女的意思 直接将钱扔在地上 拿走 若是你敢说出一句 对我们三鸭不好的话 我们能打得你满地爪牙 大助媳妇 将三鸭背上 刘拉里头赶紧数了数银子 正好三个银钉子 三十两没错 宋家村长看着宋老婆子处事 就是大气 这根本上还是因为有钱 第一百三十四章 指天发誓 汤多做梦都没有想到 三鸭回来了 但是看到 他满身是血的模样 挣扎着起来 娘我没事 您怎么样 三鸭巧梦看到娘身上的伤势 忍不住又想哭 但是想到那个狠心的爹 就不想哭 从此往后 他要跟着喜宝 将喜宝永远放在第一位 我没事 你回来就好 谢谢大娘 谢谢喜宝 谢谢大家 汤多直接跪在地上磕头 他本想跟着一起去 但浑身是伤 去的话就是拖后腿 你赶紧躺着 不用你起来 巧梦放在你身边 你们娘俩这几天啥也不用干 巧梦你负责照顾你姐跟你娘 知道不 宋老婆子 压根就不需要她跪 这种事情 他们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就足够了 大奶奶 我知道 四鸭巧梦 眼睛还是红肿的 她又害怕地问 我爹也给我卖了 我跑回来的 他们明天要是带我回去 怎么办 巧梦这是怎么回事 宋老婆子 刚刚只顾着营救三鸭 忘记问四鸭的事情了 四鸭是被宋运来那个畜生 卖去配迎婚 我好好的闺女 就要去手管一辈子 大娘 我们怎么办 提到这个 汤多哭得更厉害了 他们母女三人 老老实实地在这里 宋运来那个畜生 就是不肯放过她 怎么办 孩子是你的 你们早就合理 带着孩子过日子 这些村里人 都可以给你做账 三鸭跟四鸭 都跟着我们去府城 你一个在这可以吗 宋老婆子 不想再带汤多到府城 因为家里总要有人做事情 她是很善良 可不代表要包揽全部 可以 可以 我愿意 三鸭跟四鸭往后 就是喜宝的丫鬟 从此往后喜宝 是第一位 如果喜宝遇到危险 三鸭 四鸭你要用命护着 现在就对老天爷发誓 汤多儿 立刻责令两个女儿 跪下发誓 三鸭巧梦 拖着病体 跪着指天发誓 从今往后 喜宝就是我的主子 我用命护着的主子 永不背叛 如为此事 天打雷劈 永世不得超生 四鸭巧曼也学着姐姐 等身体好了 再做家务事 如果你想再嫁 我们也是支持的 你如今还年轻 再找个人过日子 我就将卖身器还给你 宋老婆子 是真的可怜汤氏 嫁给宋运来 遇到刘昭帝那样的婆婆 自从生下三鸭后 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娘 今来媳妇跟刘和花又打起来了 听说 刘和花运来两口子 将大鸭片回来 也准备嫁到刘家村 三婶将聘银子都收了 这两口子真不是人 非要将家里女娃娃 全部折腾死 二住媳妇 本来是出去洗衣服 汤多受伤了 他们衣服没有人洗 所以大晚上去河边洗衣服 谁料就碰上这样的大瓜 赶紧回家来分享 大鸭的事情 咱们就不用管了 这人做恶事多了 老天爷会给他报应的 我跟你们的爹不在家 你们尽量不惹事 但是如果有人来欺负你们 直接打回去 宋老婆子可不放心 宋运来跟金癌家两个儿子 娘您放心 我们都知道 二住媳妇一直都就放房着 他们三家现在每天挣的银子 大的存钱装 小额就放在贴身兜里 家里不留一文钱 他们出去时 还拜托村长帮忙照看一下 现在的村长无比好说话 因为村长家两个孙子 都跟着他们干 每个月有一两银子 村长媳妇 每天都带着一群人 就坐在村口大树下做手工活 顺带帮他们看看家 这一切 二住媳妇都告诉了娘 宋老婆子笑了 这是谁的主意 大嫂说的 我们照做 二住媳妇还以为娘生气了 直接将大嫂给卖掉了 这个主意非常好 看来娘不在家 你们也能将日子过好 宋老婆子 很欣慰老大媳妇的进步 大助媳妇得到夸赞 忍不住脸红了 这些年来 他一直都在学着娘 宋大助四兄弟 轮流跟爹娘 汇报这段时间的生意 以及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 娘 我们大救身体不好 我们代替您 送了十两银子 请了牛大夫的徒弟 现在身体已经好转 我那三舅子成亲了 特意让我感谢您 一个时身后 宋老婆子摆摆手 不说了 娘年纪大了 容易困 你们都是大人 赶紧离开 让爹娘好好休息 此刻宋西宝也跟娘 二婶 三婶说着府城的新鲜事 并且告诉正在读书的三个牛 你们好好读书 往后也能去青猪书院 宋大牛握住拳头 汇报 这一次我想试试 我也是 宋三牛举手 他虽然比两位哥哥读书晚一些 但是他愿意 宋二牛哭了 汇报 我读书不怎么行 比不上大哥跟三弟 我要是考不上 你会不会瞧不起我 怎么会呢 如果你觉得准备好了 就跟大哥三哥一起考 宋西宝觉得三百六十行 无论身处哪行 只要好好努力 都可以 我有兴趣 我也在努力 我要考 这次考不上 还有下一次 我提前告诉你 你到时候别失望就好 宋二牛低着头 他连三弟都比不过 宋西宝没有打击他 现在三个哥哥 读书最厉害 最有天分的人 反而是晚读书的宋三牛 那是真的过目不忘 现在两举人可是亲自带着三哥 就如同当年带着大郎哥一样 但是大哥跟二哥在一群孩子中 也是拔尖的 否则怎么会让读书 只有三年的他们参加秋式 宋家人的脑子都非常灵活 如果多年前 不是也太护着宋宝生 爹跟三位叔叔也有读书的机会 说不定这个家早就改变了 至于四牛 五牛目前看不出来 反正按部就班的读着书 跟其他孩子都差不多 给三位哥哥打气 宋西宝也有几分抱歉 回来得太着急 所以我没有来得及准备礼物 下次我回来一定给大家带礼物 要啥礼物 西宝你就是我们最好的礼物 二主席夫立刻笑着说 第一百三十五章 老天爷就是罚你们 对 习宝你就是我们最好的礼物 唐宝每天都在念叨着姐姐 三主席夫感慨着 唐宝刚刚就挂在习宝身上 直到睡着 习宝你早点睡 大家都回去睡吧 孩子累一天了 大主席夫不愿意让孩子再累 催促他赶紧睡觉 他们这边是睡着了 但是宋运来跟刘和花两个人 对着惊来媳妇 宋文成 宋武成 打起来了 他们在一个家相处了快三年的时间 宋文成已经成丁 领取了永夜田 宋武成即将成丁 两个小伙子打宋运来一个 完全不成问题 近来媳妇跟大压两个人 将刘和花摁在地上打 宋三婆子看着家里一团糟 直接哭出来 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他怎么哭喊都没有用 因为没有人听他的话 最后宋运来的头被打破 两个侄子被他们欺压了这么久 这次总算出了一口气 刘和花脸都被抓烂 肚子更是被近来媳妇狠狠地踹了几脚 凄惨地在地上哀嚎着 老大媳妇你别打了 和花这是要生了 还有两个多月 你真是造孽啊 宋三婆子见刘和花一群都是血 赶紧让宋运来将人抱到房中 宋运来也顾不得头上的血 赶紧将人抱到房中 竟然媳妇此刻也害怕了 赶紧去请接生婆 刚刚她就是一时气愤 才会失了分寸 这刘和花跟孩子 要是有什么意外 就宋运来这混蛋 还不得拿着刀砍死他们 现在他们真是一点银子都没有 全部都指望着 将大压嫁出去 收点银子给文成说媳妇 这大压的婚事 还是她仔细指点 才能嫁到康家管世家 仔细算下来 是他们高攀了 现在倒好 直接被搅黄 换个人都得生气 娘 三婶会不会死 大压也是有些害怕 她被奶骗回家 谁知道婚事就被搅黄 还要嫁到刘家村 打死她也不嫁 三压四压 现在都被大奶接回来了 她现在能依靠的只有娘 甭管她死不死 反正你不嫁 就是天塌下来 娘都不会让你嫁到刘家村 明日一早 你就回到康家 我带着你去 我跟他们说清楚 近来媳妇 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宋三婆子听到他们说话 气得骂起来 你们敢这样做 我就到康家去闹 反正刘家的银子我收了 不嫁也得嫁 你们住我的房子 就得听我的 娘 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住您的房子 这房子有我们一份 您老一把年纪 干出这等缺的事情 就不怕近来晚上找你们 近来媳妇忍够了 以前两个儿子小 打不过宋运来 但是现在不一样 两个儿子将宋运来头 都打破了 真是大快人心 从今个起 他们大房再也不会 让着三房 宋运来是个什么玩意 以前就是跟在 近来后面吃剩的家伙 现在居然敢欺负他们 近来来找我 那也是我儿子 我怕什么 我什么都不怕 大压就得嫁 宋三婆子跟儿媳妇吵起来 接生婆那边又开始喊 来个人帮忙 这是个做莲花 宝大还是宝小 要不然你们请大夫吧 大小我都要 请大娘求求你帮帮忙 宋运来着急的喊着 宋三婆子赶紧过去 宝大 宝大 我们宝大 不是舍不得孙子 而是运来这个年纪 要是再死个媳妇 往后怎么娶媳妇 他们可没有的银子了 不行 我两个都要 娘您去求洗宝 洗宝今天回来了 宋运来觉得有宋洗宝在 大小肯定都能保住 这次绝对是个儿子 他一辈子都在盼儿子 必须是个儿子 那丫头不会来 你才将三丫跟四丫卖出去 他们回来就是救三丫 难道你不知道吗 为了三丫都去刘家村了 宋三婆子才不要去 这要是去了 不但请不来 说不定还得被打一顿 我知道 可现在人命关天 他能不救吗 宋运来这话 说的有点心虚 反正我不去 你要去你自己去 宋三婆子坚决不去 宋运来听着刘和花的惨叫声 不断的传来 还是忍不住去了 将宋跟生家的门 拍得震天下 狗肺声不断 宋大众拿着扁担就冲出来 宋运来 你还敢来 我怎么就不敢来 我不就是给三丫 四丫说婆家吗 我是他们爹 又没犯法 我媳妇难产 我来请喜宝去看看 宋运来觉得自己没有错 虽然婚事是不怎么好 但是当爹的 有这个权利 我们喜宝不去 就你们父亲那缺德样 生儿子都没屁眼 宋大众坚决不会让喜宝去 可刘和花的惨叫声 传遍了整个村 宋喜宝还是起来了 爹 我去看一眼 他不是圣母 但孩子无辜 他就三丫 四丫 自然也会就这个未出生的孩子 不成 那是生孩子 你还是个姑娘家 不能去 宋老婆子阻止着 若是在府城 去也就去了 可是这是在宋家村 到时候闲言碎语 不知道说成什么样子 对 我们不去 生死有命 他们坏事做多了 这是老天爷的惩罚 大助媳妇也不支持喜宝去 这里有个文书 我去 但是如果有意外 我不负责 而且你以后不能再找汤医的麻烦 嗯 手印 我就去看看 如果不问手印 我就不去 喜宝拿出一张纸 是他刚刚写好的两行字 宋运来想都没想 直接咬破手指 顿了手印 宋老婆子见喜宝坚持 只好跟大助媳妇陪着一起去 奶 娘 他们是坏人 但是未出生的孩子 无罪过 宋喜宝对着奶跟娘解释了下 宋老婆子叹口气 奶是怕你的名声受损 走在一道上 我早就将名声抛之脑后 宋喜宝不在意这些 如果将来因为这个 嫁不出去 那他一辈子都不嫁人 他快速地赶到刘和花身边 仔细检查了情况后 对着三奶 宋运来等人说 生不出来 只能剖腹渠子 再拖下去 大小都保不住 现在做决定 保住的可能性也只有五分 你们马上决定 保孩子 喜宝 保孩子 你剖开我的肚子 救出孩子 我做错的事情太多 这是老天爷的惩罚 刘和花对别人孩子不当回事 现在轮到他自己 终于后悔了 第136章 狼心狗肺的东西 剖开肚子 人会死的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喜宝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这次他们母子能活下来 我保证 再也不做任何坏事 我每天都做好事 从此吃素 也可以 宋运来 就差跪在地上求了 是个人都知道 这泼妇是必死无疑啊 你既然不信 那就请其他大夫吧 我们喜宝不做了 喜宝我们回去 他们这些人说话是 绝对不会算的 宋老婆子当即就要 拉着孙女回去 不要跟这种人牵扯 宋喜宝想了想 就跟他往外走 毕竟事情重大 他也没有百分百把握 这要是出了事情 后面估计都是麻烦 大助媳妇巴不得女儿回去 三个人说回去 就回去 这下子荒神的人 变成宋运来了 大娘 我信 我信 如果只能保住一个 保住大人 宋运来跑到前面 双膝跪下 既然如此 宋喜宝让所有人都出去 给刘和花用了麻药 又将他眼睛蒙住 从实验室里 搬了不少器具跟药材 一刻钟后 孩子终于出生了 他松下一口气 拍了拍屁股 小孩发出微弱的哭声 瘦得跟一只猫似的 他做了简单处理 就将孩子包裹住 然后给刘和花处理 喜宝 是男娃还是女娃 刘和花虚弱地问着 他声音都带着颤抖 他自觉快要死了 希望是个男娃 这样宋运来 才会用心养着 听着微弱的哭声 他又觉得 孩子可能养不活 所以 心都快要碎了 但是宋喜宝没有回答他 他想起来看看 但是浑身无力 这大概就是要死的征兆吧 宋喜宝肯定是因为三丫 四丫的事情恨他 所以故意不告诉他 宋喜宝 其实完全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赶紧忙完 他体力渐渐不支 刚刚是喝了葡萄糖 才勉强撑住 等你妈要醒了 术后三个时辰 水都不能喝 没有放屁之前 都不能吃东西 是死是活 就看你自己了 我给你的药 你早晚个吃一次 宋喜宝收工后 仔细地嘱咐着刘和花 要说这个女人吧 那是真的恶毒 所以 他才没有好语气 都是女人 他也是有两个女儿的人了 做人那么狠 如果不是他们及时回来 那三丫四丫跟汤姨 岂不是都要死在他手中 孩子体弱 他也已经努力了 给孩子为了一点点雇员丹 新衫不能吃太多 否则补得太狠 命就没有了 细胞 对不起 刘和花突然道歉 但是鳄鱼的眼泪 宋喜宝怎么会相信 他打开门 再次跟宋三婆子 与宋运来交代一番 如果他们照顾不好 让刘和花吹了邪风死了 都与他无关 我儿子怎样 宋运来觉得 这次十拿九稳 刘和花在有孕期间 他找了四五个大夫 都说是男娃 是女娃 虽然体弱 但是好好僵养着 也能活下来 他娘不能再生了 在怀上肚子会爆开的 宋喜宝警告着宋运来 不是他吓唬 而是这里的医疗条件决定的 他往后又不会 一直都待在这里 如果刘和花再有孕 那就是宋命 什么 女娃 这不可能 是儿子 那么多大夫都说是男娃 怎么又是个赔钱货 宋运来听说是个丫头 当场就愤怒了 怎么能又是个丫头呢 这不可能 再加上刘和花往后都不能生 这不是逼着他段子绝孙吗 我们走 宋老婆子 一把拉着孙女回家 怎么又是个女娃 女娃怎么呢 就他们这么做人 这辈子都没儿子 太活该了 宋喜宝 是不是你将我儿子变成了丫头 你是故意的 宋运来就跟疯癫了一样 拦在他们前面 宋运来 你要做什么 老娘警告你 赞道抽你 宋老婆子 看见宋运来就来气 从头到尾 就他们家刘和花一个人生娃 他们喜宝又不是神仙 还能将男娃变成女娃 我们明明就是男娃 现在喜宝变成了女娃 怎么是我闹 你们还我儿子 还我儿子 宋运来的脸都在扭曲 面目猙獰 我看你是想儿子想疯了 没有儿子 都是你缺德造成的 跟我们家喜宝有什么关系 狼心狗肺的东西 大助媳妇一巴掌抽过去 就是喜宝将我儿子搞没了 宋运来闹腾着 宋大助他们也过来了 他们就知道 这事情最后会出问题 别的不说 就说宋运来的人品 这家伙就跟疯狗一样 现在他们拿着打狗棍 就能够让他老实 被暴走过一顿的宋运来 不敢再叫唤了 他趴在地上哭嚎着 宋喜宝终于安全地回到家 继续补教 接下来的事情 就不需要他参与了 作为一个大夫 他完成了救死扶伤 这一觉补了三个时辰 醒来时 爹跟三位叔叔 都离开去做生意 娘 二婶 三婶都在家 唐宝笑咪咪地滚到他怀中 姐姐 喜宝 赶紧起来吃饭 你干娘将东西送过来了 到时候你一起带给大郎 大助媳妇看着女儿瘦了的脸 恨不得将家里好东西都给他 好 唐宝跟姐姐一起去吃饭 宋喜宝对唐宝无比疼爱 吃饭间 他还问了问刘和花母女的情况 宋老婆子皱了眉头 别提了 那对母子指桑骂怀 但是不敢再替你用女娃换了男娃 就是说 你让刘和花不能再生了 这是你没有提前说 早知道是个女娃 就保大人不要孩子之类的 提到这些 宋老婆子都怕脏了孙女的耳朵 但是孙女问起来 不说又不行 没传来死讯就好 宋喜宝可不希望费力气救的人 就这么死去了 不管他们 我们东西收拾好了 家里的蔬菜 鸡蛋 还有三只鸡 等到了府城 奶再做给你吃 宋老婆子不想说他们家的事情 姐姐 不走 唐宝一下子抱住姐姐的脖子 舍不得姐姐走 奶生奶气的样子 让大家都笑起来 那你跟姐姐一起走好不好 宋喜宝逗着妹妹 娘也一起 宋唐宝指着娘 他舍不得姐姐 更舍不得娘亲 那可不成 你娘得在家 这姐姐跟娘 只能选择一个 宋老婆子逗着小孙女 这孩子也是个人精 宋唐宝歪着头想了半天 最后还是选择了娘 但是抱着姐姐不撒手 三鸭跟四鸭坐上府城的车 两个人紧张又觉得兴奋 还有对娘的不舍 第137章 喜宝的身世 宋喜宝则是跟他们说府城的趣事 宋老婆子打着盹 宋根生赶着牛车 不紧不慢地走着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前脚走 后脚就有一对骑兵入村 开始打探有没有人认识那一串精灵荡 并且咨询十岁左右的姑娘 大助媳妇 面对这些人拿出来的精灵荡图 下意识的慌了 赶紧摇头 不认识 二助媳妇等人也说不认识 这群人找到宋三婆子家 问村里孩子 他立刻指着宋根生家 他们家的大孙女就是快十岁 说是7月25日的生日 当时村里人都没有见大助媳妇有孕 突然就说生了个丫头 这是肯定透着古怪 你们去抓他们 对那丫头很邪门 完全不像乡下丫头 而且她跟大助媳妇 她记录下来 跟其他村子里的十岁左右的女孩资料 都被记载下来 送到徐修武面前的资料 只有五份 因为大部分十岁姑娘 都跟爹娘长得特别像 看到宋西宝名字 徐修武问军师 那个小神医 是不是就叫宋西宝 将军 小神医明日就会来给你检查身体 宁可不能再得罪神医 不要任性 胡军师唯恐自家将军 又闹幺蛾子 赶紧警告 什么得罪 这小妮子居然跟我说谎 她是到今年七月二十五满十岁 我妹妹是七月二十四 被我爹娘无奈放在那边的 徐修武家里这些事情 胡军师都知道 什么 十岁 胡军师也慌神了 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小姐 那岂不是 我现在就要去见她 徐修武是一刻都不能等 她拿着金铃铛 直接到了百草堂 宋老婆子见到当兵的 就有些慌 几位军爷 您几位如果求医的话 牛大夫在这 我们要见小神医 胡军师怕将军胡来 赶紧说出要求 我家孙女今日赶路累了 现在在休息 要不等 宋老婆子觉得这几个人 有些惹不起 而且看样子 不是来找大夫 不行 我现在就要见她 立刻马上 徐修武懒得哆嗦 直接将刀扔在桌子上 这般行为 确实镇住了宋老婆子 为了避免闹大 她只能去叫习宝起来 徐将军 好没有到你复诊的时候 你既然都能下地 就说明正在康复 您这拿着刀来 是不是太过分了 宋习宝见到桌子上的刀 真的火了 我们是有要事 胡军师赶紧协调 将军再闹下去 这就不是寻亲 而是寻仇了 如果这位小神医 真是中王府的嫡女 那宋家就是救命恩人 将军这个态度 都是有问题 屋内只有五个人 牛大夫瑟瑟发抖的 还在前面坐枕 宋根生 宋老婆子互相对视一眼 难道习宝惹上麻烦呢 宋老婆子想着 要不将存在 钱庄里的银子都取出来 他们家现在银子 也有一大笔 胡军师打量着习宝 再看看将军 现在的徐家 就只有将军 长得像王妃 这小姑娘 还真的有几分像将军 至于王妃 作为军师 她都几年没见过了 因为他们家王爷 是个大促精 王妃嫌少门 即便出门 也是带着帷帽 胡军师 你们有事直接说 宋喜宝非常疲倦 这两人到底在做什么 小妮子 你明明到这个月 二十五号才十岁 你为什么说十一岁 徐修武觉得有些畏惧 他居然骗自己 随口一说 我都忘记了 我几岁也跟你没关系 宋喜宝警惕看着他 这人不会有什么变态的癖好 这位奶奶 您认识这个吗 徐修武一句奶奶 搞得宋老婆子有些晕呼 等他看到 徐修武手中的精灵荡 吓得贪乱 宋根生直接跪下了 宋喜宝瞬间明白 发生了什么 这是原主的家人找来了 大爷 您不用跪 请起来 胡军师扶着宋根生坐下 满脸笑呵呵 看这两位老人的态度 这个事情就稳了 请问 你们宋老婆子 不知道怎么开口 但是他没有提出 让喜宝先离开 这孩子多聪明 估计已经猜到 这串精灵荡 是我母亲带在妹妹手上的 当年情况紧急 九死一生 无奈之下 我父母只能将妹妹 放在一处山脚 希望能有好心人抚养 徐修武提起当年的事情 也是有几分悲伤 如果真是他的妹妹 那这姑娘得吃了多少苦 才有如今这一身本事 喜宝 你大概就是我妹妹 这是我们的娘 你看看 徐修武拿出娘的小巷 这是娘特意塞给她的 我不想看 我叫宋喜宝 是宋家的孙女 宋喜宝坚持着 既然前身是被爹娘主动抛下 又过去这些年 那就不需要再认了 若是他们能够早点找到这里 前身也许就不会死 所以这就是天意 他认宋家人 是因为乃跟爹娘他们 发自内心对他好 无论有没有血缘 他们都是家人 但是这所谓的徐家人则不一样 丢了那么多年 他们想找 就能找 喜宝 你的确是乃捡来的 宋老婆子迟疑了一下 还是说了真话 这串精灵档 被我给当了 当时家里接不开锅 都快要饿死人了 卖了灵档 你娘才有了奶水喂给你 你二婶跟三牛也活下来 总之 你到宋家 就救了我们一家人 宋老婆子 不能没良心 他虽然千万分不舍 但是喜宝原来有这么厉害的哥哥 那代表是大户人家 他怎么能自私地将喜宝留在身边呢 来 我不管这些 您捡到我 我才能活 若是其他人 说不定拿走财物 就将我丢在原地喂狼了 所以有您 我才能活 宋喜宝这话 是说给徐修武听的 别以为精灵档有什么了不起 放在婴儿身上 遇到心术不正的人 那是催命符 喜宝 哪的喜宝呀 宋老婆子 直接抱着孙女哭起来 第138章 叫一声三哥可好 那个 我们不是要带走喜宝的意思 就是 徐修武看着这对祖孙哭 不知道该怎么劝 而且他还想跟妹妹搞好关系 如果被大哥二哥知道 他居然还训斥了妹妹 估计会被打一顿 如果被爹娘知道 估计会被打三天 现在怎么办 妹妹哭了 他该怎么办 宋喜宝是真的哭了 看见奶奶伤心 他就忍不住跟着一起伤心了 他听到徐修武这句话 立刻抬头 你发誓 你不是要带走我 宋老婆子也不哭了 一老一少地盯着徐修武 徐修武真的是头大 直接抽了自己一巴掌 这破嘴会不会说话 我的意思是 现在不带走喜宝 等喜宝接受我们 可以去徐家看看 我们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宋喜宝看出来 徐家对丢失的女儿 无比内疚 这就成了 那就是说 走不走 我说了算 对不对 他逼着徐修武 给出一个准话 相信徐修武是个 言出必行的汉子 如果他撒谎的话 那还当什么武将 对 妹妹 你叫声三哥呗 找到你这个事情 我肯定要写信回京的 咱娘自从丢下你后 身体一直都没有好过 这些年潮局不稳 反正我们全家 没有一个人忘记你 胡军师你给说说 徐修武知道 这些话说出来 妹妹肯定不信 但是徐家 走到今天这一步 真的是不容易 一个弄不好 就是全家被斩首 胡军师看着 对面的爷孙 就说了一句话 习宝 如果你遇到危险 要用人命换 徐家争着换 当年的事情 说什么都是做错了 但是王爷与王妃 救了几万人 也就是说 他们丢下我 是为了救人 如果是这样 我原谅他们了 但是我就是宋习宝 不是徐家人 宋习宝不愿意过多纠缠 现在这日子过得安稳 他凭双手挣钱 凭努力在一道上 一步一步的走 在宋家 全家人都在 支持着他的梦想 若是回到徐家 估计就不用想了 都是王爷 也不知道是哪个王爷 绝对不会有任何自由 没有自由的日子 对他来说 一点都不稀罕 妹妹 我们不逼你 但是你也不要抗拒 往后有谁欺负你 你告诉三哥 三哥一定会给你撑腰 徐修武也感受到 妹妹的疏离 心中非常难受 没有人欺负我 我过得很开心 徐三哥 你们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就先走吧 你们吓到我爷爷奶奶了 宋习宝很客气 但是态度很坚定 只有宋家 才是他的家人 一句徐三哥 让徐修武那叫一个难受 三哥多好 为什么要加徐 可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 毕竟不能逼迫习宝 好好 我们现在就走 妹啊 你需要什么跟三哥说 徐修武赶紧走 宋习宝没说话 就是看着他 淡淡的看着 徐修武落荒而逃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走 但是看着妹妹那样子 他就难受了 十年了 他们徐家到底经历的痛苦 其他人不知道 但是胡军师知道 他们走后 宋习宝看着忐忑不安的奶 走过去 握住奶的手 奶 你可不能不要我 傻孩子 奶怎么会不要你 可现在这个局面 做主的人不是我们 如果你的亲生爹娘 真是什么王爷 王妃 奶就是拼了老命 也没用呀 宋老婆子摸着孙女的头发 奶 我不稀罕什么王爷王妃 我就稀罕你 不管他们是谁 我都不要 宋习宝才不管那么多事情 好好好 奶也稀罕习宝 奶去给你烧鸡 咱们晚上就吃小鸡炖蘑菇 送老婆子找个借口去做饭 他老人家心中难受 习宝是他捡回来 捧在手心长大的 可现在孩子的家人找来 他没有任何权利阻止他们见面 因为习宝回去后 就能拥有最贵重的身份 不像现在 开个医馆还被人欺负 那些其他医馆的人 在外面诋毁习宝 说的话可难听了 这世道女子活着本就艰难 做女大夫那是难上加难 但是习宝若是有那什么王府保护 还有谁敢欺负 就是与楚大郎的事情 往后也是低价 若是两个孩子愿意在一起 就没有了阻碍 宋根生也是五味杂陈 脑瓜子嗡嗡的 此刻还滋生了恐惧 这些年来 若是老婆子没有对习宝好 那王爷若是找上门来 岂不是要砍了他们全家的头 因为老婆子对习宝好 家里其他人也对习宝好 所以习宝才会护着他们 若是跟刘昭帝一样 那宋习宝身份的转变 其他人都有了心思 但是宋习宝自己倒是没什么 甚至有些厌烦 因为有这一重身份 往后的麻烦事情肯定不会少 因为这件事同样受惊的人 还有楚剑叶夫妻 他们一开始还以为那几个兵 是奉命来寻找他们 所以带着二郎先躲到山中 事后才知道 是来寻找十岁女娃 再加上宋三婆子 在村里胡说八道 宋习宝的身世 就这样被大家讨论起来 因为宋老婆子不在村里 大住媳妇 哪里能压得住这些闲话 但是不管是谁问他 那都是一口咬定 在找十年前丢失的小郡主 剑叶媳妇想到喜宝那张脸 以前有过几分怀疑 但是想到宋家祖祖辈辈都在这 就当是人有相似 现在基本上可以猜测个八九不离十 楚剑叶立刻写信告诉儿子 所以宋喜宝还不知道 怎么跟楚大郎开口时 他已经收到了消息 楚大郎第二日特意来找喜宝 一起去见徐修武 大郎哥你读书那么忙 不要因为我浪费时间 我去过一次 他们不会为难我 你就放心吧 宋喜宝还以为楚大郎 怕他被徐修武欺负 赶紧安抚着 楚大郎见他没有打算 说实话的模样 也没有戳穿 小姑娘现在心中应该很乱吧 我今天休目 等你复诊完 我们去采莲藕可好 楚大郎想让小姑娘开心一些 好呀 藕丝也能织布 只不过取思太麻烦 成品太少 若是谁家姑娘会这一手 估计到婆家都不会吃亏 宋喜宝想到莲藕 就想到藕丝 他今天也要试一试 全当好好放松 玩一玩 第139章 讨好妹妹 徐修武的兵 跟他本人两次登门医馆 吓到不少病人都不敢来 今日医馆也是难得清静一天 他要好好地休息休息 顺便换一换脑子 不管他怎么表示 他还是宋喜宝 也对他多了几分畏惧 乃虽然如同往常一样疼爱他 可眼底的担心遮掩不住 我们喜宝不管到哪里 都是最厉害 不会吃亏的 楚大郎看着小姑娘 明显满腹心事 却不肯跟他说 有几分失落 是啊 我这么厉害 怎么会让自己吃亏 大郎哥 其实我三年前就知道 我不是宋家的孩子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对我的好 又不是装出来的 你说是血缘重要 还是感情重要 宋喜宝看着楚大郎的样子 丝毫没有惊讶 顿时也明白了 楚大郎大概已经知道他的情况 这样也好 免得费劲解释 感情重要 楚大郎给出了宋喜宝心底的答案 对 就是感情最重要 人跟人之间是双向复出 如果只是一味地索取 最深的血缘关系 最后都得裂开 宋喜宝低声细语 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今天给徐修武复诊 其实心中还是有几分紧张 尤其是看到这家伙 直接站在门口迎接他时 更是有点想逃走 徐修武看着妹妹来了 非常高兴 但是发现还有那个臭小子 顿时就怒了 可是得压制 要是将这个臭小子打了 估计妹妹更不会喜欢 他这个三哥了 要忍 一定要忍 喜宝 你终于来了 我让人给你准备了早餐 你跟这个臭 嘿嘿 这小子一起来吃 徐修武将臭小子三个字 还是吻了吻 他将是家里 第一个跟妹妹吃早餐的人 这是何等的荣幸 他昨日 已经让人快马加鞭 送消息到京城 估计过不了几日 家人就会前来 在这之前 他可得跟妹妹 好好地培养培养感情 谢谢徐三哥 我乃给我做了鸡汤面 我吃过早餐了 宋喜宝说的是实话 他一点都不饿 乃怎么会让他饿着肚子出门呢 徐修武有几分失落 他特意没吃早饭就等着妹妹 没关系 我让他们准备中饭 那吃不完的早餐 可不能浪费 让其他人吃 或者施舍出去 宋喜宝嘱咐了一句 任何时候 他都见不得人浪费粮食 徐修武立刻拍胸口 完全忘记了伤 这一拍 痛得倒吸一口冷气 你放心 不会浪费 说完话 他就呲牙咧嘴 真疼 伤口裂开了 宋喜宝见他这个憨憨样 也是无语 这能随便拍吗 赶紧坐下 我来检查伤势 好的 妹妹 徐修武完全无视楚大郎的行李 满眼都是妹妹 哪里还能看见其他人 楚大郎也不生气 徐家人这个态度 倒是让他放心起来 若是徐家人一副 高高在上的模样 那么他可得想点办法 宋喜宝检查伤口 然后又问询 这三日 可否按照我说的饮食在尽 必须啊 妹妹 三哥可听话了 一点都没有偷吃肉 更没有喝酒 这是胡军师作证 徐修武必须要拉上胡老头 其实他说谎了 他偷吃肉 还被胡老头给抓住了 胡军师能说啥 只能是看着将军 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是又不能拆穿 否则小郡主生气 那可就麻烦了 好在徐修武多年习武 身子骨比较硬朗 虽然没有遵守医嘱 恢复的还不错 伤口恢复的还可以 但是不可以再做这么蠢的事情 崩裂一次 愈合就会慢几天 再过五天 你就可以蹦打了 宋喜宝又提笔写了个药方 再拿出一盒曲疤膏 徐修武好奇地打开文文 好清凉的感觉 这是什么 等你脱家后 用这个取疤效果很好 宋喜宝解释了下 徐修武立刻放下来 要这个做什么 身上有疤 才是男子汉大丈夫 没疤的那是娘娘腔 宋喜宝见他不识好歹 直接收起来 复诊结束 没有其他事情 我们就走了 宋喜宝不想留下来吃饭 面对这位三哥 他没什么好情绪 别以为他看不出来 他并未遵遵医嘱 但是没有戳破 走什么啊 妹妹 三哥与你 你们一起吃饭 要不我们一起出去玩也好 要不找赵之辅来陪着 他也算帮忙了 咱们还他一个人情 徐修武知道妹妹不好搞定 故意提出赵之辅 宋喜宝摇头 徐三哥 我希望这件事不要说出去 我是宋喜宝 如果你让我在这里待不下去 我就跑到一个 你们永远也找不到我的地方 我说到做到 你信不信 看着妹妹倔强的眼神 徐修武都快哭了 全家哪里是他像娘 明明是妹妹最像 看看这倔强的模样 这威胁人的模样 好好 三哥不说 不说 但是三哥好不容易找到你 就想多见见你 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徐修武开始说软话 也是真话 宋喜宝见他这个模样 猝着眉头考虑 最后下了决定 他这人呀 吃软不吃硬 你换上寻常人衣服 跟我们一起去采莲藕 好好 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立刻就去换 徐修武顿时乐了 他立刻去换衣服 还让清兵跟胡军师 全部都换了 他要带人保护妹妹 不能让妹妹被人欺负了 宋喜宝看到二十个汉子 跟在徐修武身后 立刻就黑脸了 你要带着一群人去 那就不要去了 最多只能带五个人 用来保护你 他跟大郎哥 都是清清白白的人家 没有任何仇家 但是他可就不一定了 说不定杀戮太多 有很多人要他的命 好好好 就带五个人 徐修武现在完全是妹妹 说啥就是啥 带了四个清兵与胡军师 为啥带胡老头 理由很简单 胡老头比他会说话 能在他们之间做调和 这可是老头的强项 坐马车 我保证不打扰你们 徐修武让妹妹坐马车 不得已还邀请了那个臭小子 自从找到妹妹 那关于他的一切事情 自然都调查清楚 这个楚大郎是妹妹的义兄 就这一点 让徐修武非常不爽 妹妹明明有三个哥哥 哪需要什么义兄 至于楚剑业 本就用的是化名 所以并未被打探出来 第140章 你不会是贪官吧 喜宝路比较远 我们还是坐马车吧 楚大郎不愿意 让小姑娘受罪 他每天那么辛苦 牛车如今配不上他 等他终局后 就开始买马车 好 宋喜宝也不是第一次坐马车 但还是被马车内的奢华 震惊到了 这马车内居然可以煮茶 毫无颠簸 那是多为经营塑造 他看着徐修武脱口而出 你不会是个大贪官吧 这马车太浮夸了 瞎说 怎么能是贪污呢 咱们家不穷 爹跟我们兄弟三人 这些年打了多少战 两赔价又多 这辆马车还是最普通的 徐修武可不能在妹妹心中 留下贪污的坏影响 那上次药费一千两 你还啰嗦 宋喜宝瞪着他 表达着不满 徐修武尴尬的说 当时我不知道 你给我吃了那么好的药 质疑大夫 是最蠢的病患 宋喜宝翻了个白眼 对对对 是三哥的错 妹妹你就别生气了 三哥有眼不识 妹妹真本事 毕竟十岁能有那么好医术的人 这世上能有几个 徐修武一边认错 一边抬高妹妹 不得不说 这一招 还是让宋喜宝傲娇一把 我是有个好师父 还有个好空间 再有个好经历 宋喜宝后面两句都没有说出来 三殿道长真的很厉害 当年我们爹差点都要死了 也是他老人家起死回生 还助我们一臂之力 北国那些孙子 不但用阴招 还在朝堂上害死了怀王 徐修武提起这些狗犊子 就一肚子火 楚大郎听到怀王两个字 袖子里的拳头都握紧起来 你怎知怀王是被陷害的 他盯着徐修武 徐修武完全没有意识到少年的表情 更以为是妹妹也想知道 爹说过 怀王那样的汉子 若是谋反 这天下早就换了主 宋喜宝却察觉到大郎哥的异常 直到他还想问 就顺着徐修武的话问下去 那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 怀王是无辜的 知道有什么用 都没有证据 而且徐修武突然意识到 这个话题不能说 尴尬的抓着头 这个话题不能说了 再说下去 爹又得揍我 反正怀王是好人 但是我们要小声的说 这一番话 让楚大郎对徐家的敌意没了 还多了几分敬佩 毕竟敢给怀王府说话的人 有几个 不说就算了 反正我们也不是很想听 宋喜宝故意的搅乱 知道徐修武不能再说 也不能让他怀疑到大郎哥身上 我们说其他事情 妹妹你都当姑姑了 大哥有三个儿子 二哥有一个儿子 徐修武迫不及待的 介绍着家里的情况 那你呢 宋喜宝听到这话 没有觉得特别惊喜 也没有意外 反正宋家也是男孩多 女孩少 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自由身一个 女人多烦 一天到晚管这个管那个 徐修武的话 还没有说完就意识到不到 因为妹妹也是女的 会不会说错话 宋喜宝倒是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徐修武一看就是个傻的 跟他计较 岂不是自找苦吃吗 宋喜宝会去听一些徐家的情况 完全是为了以后做准备 三个人玩了一整天 宋喜宝给两个人掩饰了下 如何抽出偶司 结果楚大郎做得比他还好 除了徐修武 不断地跟楚大郎要比个高低 一派和谐 两个人抢着对宋喜宝好 他们将宋喜宝送回医馆时 发现有人上门惹事 原因很简单 那些本来就针对百草堂的人 建医馆没生意 又有当兵的来过 就认为喜宝是惹麻烦了 此刻不欺负 更待何时 可怜的牛大夫就成了炮灰 哪怕有宋老婆子与宋根生在这 也无济于事 宋老婆子再厉害 也就是个乡下老婆子 面对这么多人 他本能有畏惧 选择先抠着 好好的医馆 就被那些人给打砸了 李掌柜倒是带人来了 建仅仅是东西被砸 也就没有出手 毕竟能用钱买来的东西都没事 被砸了后 到时候再买就好 你们是谁 谁让你们砸铺子的 徐修无火了 直接下令将这些人全部都捆起来 因为穿的是长服 医馆派来的人也不怕 反而叫嚣着 但是徐家的清兵百里挑衣 不到片刻 这些人就被抓住了 这位爷 你们不知道 这家医馆的小姑娘 害了一位将军 还害了周围不少的妇人 我们这是替天行道 不能让这样的医馆存余室 对对对 我们都在做好事 送老婆子见有人撑腰 立刻就不一样了 双手插腰 放你娘的狗屁 你们还做好事 我们喜宝什么时候害了将军 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将军 一群老不要脸的狗东西 你这个老婆子 胡说八道什么 信唐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一把刀架在脖子上 这是军用的刀 信唐的掌柜 立刻认出来了 其他人也一样 能够在府城开了几十年医馆的人 这点眼力镜 还是有的 一个个吓得直接跪倒在地上 将军对不起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我们错了 牛大夫 小神医 都是我们的错 我们赔 对对对 我们赔 赔三倍 将军 您说赔多少 我们就赔多少 胡军师摸着胡子 不应该 我让人宣传的是 将军被小神医治好了 小神医医术好 怎么会误传呢 胡老头 你这叫不靠谱 委屈我妹 委屈小神医 都是你的错 徐修武倒是想说妹妹 但是妹妹不让说 就只能这样说 是是是 跟上少将军 只能说 就是不错 习宝 你说这些人怎么处理 徐修武想了想 还是让习宝决定 如果是他 那是恨不得将这些人 全部都挂到城楼上 宋习宝对这些人 本来就没好感 当初是他们一致 让他去救人 其实他们的危险程度 是一样的 但是这些老家伙们 不敢自己冒险 就让他去 本质上是希望他去死 所以这些有害人之心的 老家伙们 根本就不值得可怜 请问我害了哪些妇人 如果没有证据 就是你们污蔑我的名声 打砸我的店铺 这件事 还是报官处理 对我们都比较公平 徐将军您说呢 宋喜宝不接受私了 第141章 就双胞胎产妇 对 说小神医害人 就得拿出证据 如果拿不出来 那就是污蔑报官 徐修武 当然是妹妹说啥都是对 楚大郎也赞同 报官很好 赵之府非常公正言明 不 不用报官了吧 是小人胡周的 都是小人的错 我愿意赔偿 十倍赔偿 信唐的掌柜 吓得快要魂飞魄散 这事情不是闹大了吗 谁能想到 那么小的丫头骗子 居然真的将那位 冰死的将军给治好了 最关键的是 这位将军居然在他面前 这哪里像几天前 快要死的模样 就从这点上 这位掌柜彻底服了 那可不成 这件事必须要报官处理 否则以后 每个对我们白草堂 不满意的人 都来打砸一番 然后给出赔偿吗 宋喜宝绝对不能轻饶 居然侮辱他 害了多少妇人 天知道他这些日子 为了治疗那些妇人们 做出多大牺牲 因为大部分人家境很贫寒 他用的方子 可以说绝对便宜 就连李掌柜这个老熟人都劝他 但是他依旧这样做 做大夫 不以赚钱为目的 就为了救治更多的人 遇到金主 该下手还得下手 这就是宋喜宝行医的准则 宋喜宝的态度 宋老婆子是非常支持的 他可舍不得孙女被欺负 但是宋根生却想着稀释宁人 他们在府城 最好是不要惹事 三毛 去请赵知府来 就说本将军请他 徐秋武直接用行动支持 他一个四品将军 召唤一个知府的权利 还是有的 而且他们徐家 可不是谁都能欺负 这些人必须要处理 徐将军 小人真的知道错了 您就饶了我们吧 小神医是我们几个老东西不是人 妒忌你 才会做出这些蠢事 我们这一行 就没有见过女的 更何况是个女娃娃 所以我们老家伙们才会 往后小神医 就是我们府城一道上的老大 我们听您的吩咐 求求您 让宋喜宝心动了 正在这时 外面有人喊着 小神医救命啊 怎么呢 宋喜宝没有理睬里面的人 赶紧冲出去看看 小神医 我媳妇是双胞胎 现在生不下来 男人都哭了 后面跟着一家人 快抬到里面 宋喜宝没有片刻犹豫 直接让人抬进去 他在里面忙 外面等着的徐秋武 可没有让跪在地上的人起来 于是 产妇的家人们 就在外面看着一群大夫掌柜 跪在地上 杂乱了一切 他们大气都不敢吭声 如果不是媳妇 强烈要来这家百草堂 他们也不敢来 此刻宋喜宝面对的产妇 已经昏迷 他趁机将产妇带到实验室 用仪器检查了一下胎位 再给产妇打了一针 看见产妇缓缓睁开眼睛 他们一起又回到产房 来一个会使用金针止血的人 速度 宋喜宝对着外面喊着 信堂的掌柜立刻站起来 老朽慧 去吧 徐秋武点点头 这不是废话吗 妹妹需要帮忙 当然要凡人进去 否则要这些个老东西做什么 关大夫 你帮我用金针止血 我来给产妇接生 宋喜宝直接吩咐 现在人命关天 那顾得了那么多 产妇见一个男人进来 就开始不配合 小神医 怎么会有男人 往后我怎么见人 他看不到 再说我还是个姑娘家 我都给你接生 我要是想往后 你们可就是一师三明 在生命面前 一切世俗都要抛弃 懂不懂 宋喜宝直接训斥着产妇 他明白 这些人放不下 但是现在真的关键时刻 宋喜宝给产妇侧妾 然后开始教他 跟着有规律的呼吸 用力 终于在半个时生后 第一个胎儿出生 男娃 产妇听到男娃 展开了笑颜 真好 我丈夫有后了 第二个胎儿 也没有为男母亲 很快生出来 也是个男娃 宋喜宝刚将孩子送出去 就听见关大夫大喊 小神医 大出血了 产后大出血 在这个年代 几乎没救 这不是关大夫 金针止血没弄好 而是产妇拖的时间太久 宋喜宝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给产妇为了 急拼补血丸 又让关大夫出去 他借助外面实验室的血库 给产妇输血 幸亏他带来了 医学院的实验室 所有急救设备 都是齐全的 外面的男人听到大出血 跌坐在地上 娘 我不要娃了 我就要我娘子活下来 你这孩子 胡说八道什么 怎么能不要娃呢 你媳妇一定也能活下来 产妇婆婆抱着两个大孙子 本来享乐 但是想到媳妇还在里面 也不敢乐 媳妇一个人生了两个孙子 那是家族的功臣 这番喊话 让宋喜宝觉得这个女人 最少还是值得的 比起那些要孙子 不要媳妇的人家强多了 宋喜宝终于将产妇的血止住了 数了数一 共用了四十八块纸血纱布 一块不少 他擦了擦头上的汗 挥挥手让纱布都消失 又给产妇来了 注射了消炎的药水 一番中西合并的救治 算是成功了 若是在现代 估计要给学弟学妹们上课了 产妇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 小沈耶 你帮我跟他们说 往后要是给孩子们找后娘 找个温和点的 我就算到了那边 也会感激他们 我的孩子们 可以抱进来 再让我看一眼吗 宋喜宝看着他 你又不会死 怕什么 这次生产亏了身子 养个三五年再要孩子 否则下一次比这才凶险 知道不 产妇瞪大眼睛 精神都足了一些 啥 我不会死吗 我听到你们喊大出血了 我娘就是生弟弟时 大出血死的 是 你现在不会死了 好好休息 我再给你开一些 补弃羊血的方子 坚持吃上一年 宋喜宝看着产妇惊喜的脸 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他打开门 让产妇的丈夫进来 将刚刚嘱咐产妇的话 再次说了一遍 第142章 两个男人争风 小沈耶 您放心 我们完全遵守 只要是您说的 我们一定听 产妇的丈夫 满脸都是感动与兴奋 宋喜宝点点头 到前面让男子家人 支付五百两银子 产妇的婆婆 立刻尖叫起来 什么 五百两 谁家生娃要五百两 你们这是敲诈勒索 宋喜宝仔细解释了下 产妇失血过多 我给他吃的是急瓶补血丸 用料非常珍贵 那也要不了五百两 你们这里真是黑心 五百两 我都可以给我儿子 娶两个媳妇了 产妇婆婆 就是接受不了 你可知道 刚刚的情况 除了小沈耶 我们几多老家伙 都没有办法确保 这位妇人能够活下来 急瓶补血药 放在我们信堂 最少要你一千两 收你五百两还啰嗦 真是不识好歹 官大夫借机将功补过 产妇的公共 赶紧拿出五百两 小沈耶 别理他 这是银票 请你们收好 产妇随后也被丈夫抱着出来 很显然 婆婆刚刚的话 她都听见了 宋喜宝没在说话 让产妇一行人离开 有些事情解释是没有用的 突发情况解决 赵之府也赶到了 官大夫等人 更是瑟瑟发抖 徐将军 让本官到这来 所为何事 赵之府看见徐将军 其实内心深处 是带着几分不满的 但是奈何人家是官二代 忠王爷现在的地位 无人能撼动 赵大人 徐将军 听闻您忙于公务 就想请您到我这个小小医馆 检查检查身体 宋喜宝关键时刻出声 让官大夫那些人 长嘘一口气 赵之府看着被打砸的铺子 有些狐疑地看着徐将军 这事情 不会是他干的吧 做人要厚道 这位徐将军 前几天要是没人小神医 估计此刻 都躺在棺材里了 赵之府你这是什么眼神 这不是本将军干的 是这几个老东西 徐修武看着赵之府那眼神 顿时就不满了 赵大人 是草民等误会了小神医 做了蠢事 请大人惩罚 往后草民等 绝对不敢再污蔑小神医 官大夫见躲不过了 赶紧跪在地上认错 其他几位 也是一样求饶 这要是被押送到大牢里 可就丢死人了 这出来后 自家驿馆也算倒了 小神医 你怎么说 既然赵大人让我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第一 你们要将我这百草堂 恢复原样 第二 请几位与我一起 每月初十二十 三十一枕 不收百姓一文钱 并且在用药上 尽量平替 让老百姓 用最少的钱看好病 第三 若是你们愿意 我们可以在一起一枕 就当是交流 我与牛大夫 对诸位定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宋喜宝的一番话 引得赵之府不断地点头 官大夫等人 老脸骚得通红 愿意 愿意 我们愿意 小神医 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是人 行医多年 却忘记初心 官大夫带头来打杂 此刻也是带头同意 其他人也纷纷愿意 主要是不愿意 可能就去蹲大牢了 楚大郎站在宋喜宝身后 面露骄傲 小姑娘成长迅速 她一定会并驾齐驱 徐秀武满脸都是得意 瞧瞧 这就是他妹妹 多大气 跟徐家人一样 既然你们双方都达成协议 本官就不另外生疼了 小神医来给本官诊诊脉 最近偏头疼 赵之甫既然来了 那就诊脉 赵大人请坐 宋喜宝立刻开始问诊 官大夫等人站在一边 这算是他们第一次见 小神医出诊 小姑娘熟练的手法 望闻问切一个不少 最关键的是胆子大 宋喜宝点燃爱住 示意赵之甫平躺 就开始对他进行爱酒 一边治疗 一边还给官大夫等人讲解 艾草因为价格便宜 疗效却又很惊人 所以是宋喜宝常用 但是官大夫等人 却并不常用 更何况给赵之甫这样的贵人使用 艾草大部分是穷人没办法下 才会使用的 一刻钟不到 赵之甫夸赞地说 本官的头真的轻松很多 小神医果然名不虚传 只是不知道 本官这头还需要治疗多久 赵大人 可让家中仆人跟我学习 往后经常给大人爱酒 偏头疼 对于您勤劳的官 无法根治 咱们只能是缓解 宋喜宝的话 让赵之甫高兴不已 当即就表示 明日就让仆人来学习 他掏出十两银子 就要支付诊费 宋喜宝收了五百文 其他都找灵了 小神医 本官可不能占你便宜 赵之甫本来还想多出一些银子 但是囊中羞涩 夫人每次就给十两银子零花 大人 艾草很便宜 往后您可以让家人重一些 这些您带回去 我收的都是公道价 宋喜宝又拿出十条爱柱 递给赵之甫 赵之甫都感动了 多好的小姑娘 然后狠狠地瞪了一眼 关大夫等人 关大夫瑟瑟发抖 他可以消失吗 他们如果知道 徐将军被小神医治后 打死也不敢来 徐修武见妹妹之办事手法 与娘有几分相似 笑着说 小神医 我晚上跟你一起用膳 你们几个赶紧将百草堂恢复 当着众人的面 宋喜宝没有拒绝 只是淡淡地说 我们都是家常便饭 如果徐将军您不嫌弃 就一起 不嫌弃 当然不嫌弃 徐修武蹭饭成功 心情美好 楚大郎看看时间 喜宝 我也吃完饭再回书院 你这小子 怎么也留下呢 徐修武有些不爽 他是舔着脸才能留下来 这个臭小子 凭啥留 我经常在喜宝家吃饭 将军您是后来者 不清楚 楚大郎可不会因为 徐修武黑着脸就怕了 大郎哥是我们家的常客 徐将军如果觉得不合适 您可以先回去 送喜宝一番话 让楚大郎露出了笑脸 徐修武直接黑着脸 送老婆子打发着老头子 再去买点肉 家里鸡再杀一只 总不能亏待喜宝三哥 而且还是这么大的关 甭管他们承认不承认 这人就是喜宝的三哥 应该用不了多久 喜宝的家人们就赶到 第143章 不要缠着我妹妹 你这个臭小子 不要缠着我妹妹 徐修武趁着大家不注意 与楚大郎独处时 放下狠话 喜宝现在是我妹妹 并不是你的 他承认你了吗 你是徐三哥 我是大郎哥 楚大郎丝毫不畏惧徐修武 被抓住衣领也不生气 谁料徐修武听到这话后 反而放下他 承认不承认 我们之间流淌着一样的血缘 你呢 京城楚家 跟你有什么关系 本以为冲动大大咧咧的徐修武 却在这时候 问出了让楚大郎 差点暴露的问题 楚大郎表情有过一傻而是的错愕 很快就调整好心态 徐将军说笑了 我就是一名乡下读书人 这辈子还没有去过京城 这是实话 楚大郎本就出生在乡下 从未去过京城 是吗 小兄弟 你还修炼不到位 我们徐家与楚家不是敌人 但是任何对我妹妹不利的人 我都会铲除 徐修武拍着楚大郎的肩膀 如果不是看这个小子对妹妹不错 早就一脚踢到西边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是谁要是对喜宝不好 我也会铲除 楚大郎迎上徐修武的眼神 寸步不退 你们在做什么 宋喜宝走过来 感觉好像是徐修武在欺负大郎哥 但是又不像 徐修武见到妹妹来 立刻上笑脸 喜宝 三哥这是在打听你以前的事情 楚大郎是你一兄 知道的肯定多 是吗 大郎哥 宋喜宝有几分狐疑 这两个人要是打起来 估计大郎哥会吃亏 虽然身高上 大郎哥不输徐修武 但是体格上还是有差别 而且徐修武是战场上滚过的人 对 徐将军很迫切的 想要多了解你一些 楚大郎面不改色 丝毫没有当着喜宝的面 将那些威胁的话语说出来 因为男人之间 不需要这样的小动作 哦 大郎哥我买了几本书 《心经》 《考工记》 还有天宫开悟 你先拿去读 读完后我再读 宋喜宝还是将两个人给分开 他不信任徐修武 徐修武岂能不知道妹妹的想法 虽然感觉有点受伤 但是没关系 楚大郎也没有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反而是陷入沉思 如果喜宝是徐家人 那未来他们的关系 还能有现在的纯粹吗 他能控制住不利用喜宝 他爹呢 这一刻 楚大郎对亲爹没有信心 若是楚奸业站在这里 一定会狠狠地捶儿子一顿 喜宝 你怎么想起来买这些说 楚大郎知晓这三本书 完全不同类别 想看看就买了 看看世界之大 才知眼下之渺小 大郎哥 你说我们长大后 还能像现在这样吗 我是一名大夫 女大夫 如果你将来为官 会支持女子为大夫吗 宋喜宝知道不久后 就会面对徐家人 他最担忧的就是 徐家人会逼着他离开这里 离开一道 他自然不会妥协 可到底会不会连累宋家人 如果袁深站在这 面临这些选择 他又会选择谁 当然支持 我们长大后 都会实现内心所想 楚大郎看着小姑娘的容颜 许多事情 也许一开始不懂 可自从他遇险后 逐渐就懂了 对 等我们长大后 都会实现梦想 宋喜宝看着楚大郎笑了 让他在这里读书 他还得去会会徐修武 要不然 也乃看见他 更加紧张 顺便想知道 徐家人什么时候来 徐修武在院子里 无聊的踢石子 实在不知道干什么 也不知道 怎么才能让妹妹信他 喜欢他 就在这时 他看见妹妹走过来 立刻收起脸上的绸云 喜宝 是不是有事 让三哥做 徐修武 其实已经将宋家 这些年的事情 调查得很清楚 所以心中更加愧疚 对宋老头也多加不喜 没啥事 就是怕你一个人无聊 你想知道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问我 宋喜宝坐在石凳上 示意他可以问了 徐修武也坐下来 胡君师非常适时地 送上一盒果干 果茶 还有刚刚烤好的鸭子 宋喜宝对着胡君师 露出甜甜的微笑 谢谢胡爷爷 这一声胡爷爷 吓得胡君师差点摔倒 使不得 使不得 这乱了辈分 你可以喊我一声胡大伯 谢谢胡大伯 宋喜宝没有让老人家为难 胡君师嘴都笑歪了 哎呦 小郡主这嘴巴真甜 真让人嘻哈 喜宝 你喜欢吃什么 都告诉三哥 我以后天天让人送 徐修武不服气啊 凭啥那胡老头 就用这点东西 就换来喜宝的笑脸 我不挑食 味道好的东西 我都喜欢 宋喜宝喝着果茶 吃着果干 再来个鸭腿 美滋滋 徐修武自动将这话变成 妹妹吃的苦太多 所以现在对生活 没有太大的需求 你在宋家这些年 吃的苦三哥都知道 往后等你到了京城 你想做什么 三哥都支持 我可以给你开一个最大的医馆 徐修武觉得 妹妹肯定是喜欢行医 以前不确定 但是今日妹妹 跟那几个使坏的老头说的话 他就肯定了 宋喜宝没想到 徐修武居然支持他开医馆 但是即便这样 他也不想去京城 我没吃苦 乃对我非常好 如果家里只有一个鸡蛋 不用猜肯定是我的 对我好 我不想去京城 我就想在这里跟他们在一起 宋喜宝非常认真地说 来对他的好 数都数不完 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已经是磕到骨子里 那个宋宝生家里 其他人还需要处理部 徐修武看着妹妹 非常认真地说着 他说出这句话 就是在尊重妹妹 并没有直接行动 宋喜宝摇头 因果循环每个人都躲不过 你不需要为了我背负上罪孽 宋宝生 宋金来已经死了 宋宁来坐牢 宋宁来就是个小混混 往后的岁月 接一杯 就让他继续喝吧 我不希望徐家来 干涉我的任何事情 他不需要 非常肯定的不需要 好 那我就不管了 徐修武听妹妹的话 第144章 瑟瑟发抖的宋老头 嗯 宋喜宝停下来 没有继续吃 要不然奶做的红烧鸡 红烧肉就没有肚子装了 香味飘出来 他吸吸鼻子 带着几分期待 徐修武心中 带着浓烈的悲伤 如果当年爹娘没有选择 将妹妹放在那个山脚 现在一切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他可以带着妹妹一起长大 一起在京城当个小霸王 他们可以一起闯祸 一起嬉闹 你们没有必要觉得对不起我 这人跟人都是一种缘分 只能说我们缘分比较浅 宋喜宝的话 让徐修武差点哭出来 他们是一母同胞 怎么就缘分浅 他觉得妹妹是故意用这种方式告诉他 滚原点 喜宝 放好了 请徐将军 胡军师来吃饭 宋老婆子 如同在宋家村一样的大嗓门 一开始吧 有些不适应 但是想明白后 也就不再拘谨 至于牛大夫 单独端一些过去 因为他打死 也不愿意坐在桌子上吃 所以桌子上就是宋根生 宋老婆子 楚大郎 宋喜宝 胡军师徐修武 一共六个人 都是农家菜 老婆子也不会弄其他菜 徐将军 胡军师别嫌弃 凑合着吃 宋老婆子觉得他们要是嫌弃 那就赶紧走 宋家弟妹 我们怎么会嫌弃呢 我们行军打仗时 树皮都啃过 这就是人间美味 让人垂涎欲滴 胡军师继续负责搞气氛 腊肠 大家都吃吧 胡军师你喝点酒 这是我们家喜宝酿的丧人酒 说喝了对身体好 宋老婆子给胡军师倒上一点 再给老头子倒一些 这个老头子腿都在抖 这有什么好怕的 大家都是人 再说 他们要是强行带喜宝走 被他们宋家下手的话 早就做过了 那我也喝一点 徐修武听闻是妹妹酿制的酒 立刻就要来一杯 你带着伤不能喝 等你伤好了再喝 胡军师一句话 就让徐修武差点蹦起来 这老头绝对是故意的 妹妹都没有说 他在胡说八道什么 对 你现在不能喝 宋喜宝点头 不能喝 要不然伤口难恢复 他又要开始搞事情 我就喝一小杯 尝尝味道 好不好 徐修武可怜巴巴的看着妹妹 如果是其他人 他早就暴粗了 但是对着妹妹不行 这几日 他其实一直都在偷偷喝 但是不敢喝多 每次就喝那么几口 楚大郎不提喝酒 他压根就不想喝 一是因为年轻 二是喝酒 太容易误实 那碗中有喜宝家来的鸡腿 红烧肉 吃肉比喝酒舒服多了 宋说 我敬你一杯 感谢你们宋家 胡军师没有说感谢什么 反正大家都懂 宋根生听到这话 吓得立刻站起来 然后满脸惭愧地说 我做得不好 也做过很多错事 是我对不起喜宝 他真的害怕徐家秋后算账 他哪里知道 喜宝的身世会是这么高 当初老婆子要养这个孩子 他还反对过 现在想想 真是非常懊悔 没有 也挺好的 对我比大哥他们都要好 我们村 就我一个女娃娃上过学堂 宋喜宝替宋根生说话 也就等于替宋家所有人说话 毕竟这个时候 如果让徐修武误会宋家对他不好 对大家来说都不是好事情 老头子 你也不用自责 咱们家我一直都偏心喜宝 你没跟我闹过 这就足够了 宋老婆子 这是良心话 如果那些年 老头子闹得太狠 他也不可能做出这么多 宋爷爷 宋奶奶 我也敬你们 徐修武站起来就一口干了 妹妹现在这么优秀 就知道宋家人付出多少努力 不用 你是将军 我们就是个老百姓 宋老婆子招呼徐修武 赶紧坐下来 这可是官 还是大官 在这里没有将军 我是喜宝的三哥 徐修武姿态放得很低 妹妹对宋家的重视 他也得跟着重视起来 这一顿饭吃下来 宋喜宝对徐修武 也多了几分亲近 但他乐得找不到北 等他们走后 三丫巧梦 四丫巧曼开始收拾 打扫 一开始有那些人在 他们都不敢出来 三丫 你暂时不用干活 伤势还没有好 就这点活 我跟四丫一起来干 宋老婆子觉得 这孩子真是不听话 头上还裹着纱布 哪里需要他来干活 大奶 我没事了 这些活一点都不费事 三丫巧梦不做事 反而觉得自己像一个废物 害怕被抛弃 奶 你就让他们做吧 宋喜宝看出来 他们两个人 惴惴不安的心思 随他们去吧 宋老婆子见喜宝 也这样说 就没有再干预 真的就随他们去 喜宝是大夫 都说没关系 那就真的没关系 百草堂牵头一枕 府城所有大夫都来了 直接组成了一条街的议诊 礼记药铺立刻跟着宣布 抓药全部都打九折 老百姓们连连歌颂大夫们 关大夫累了一天后 擦擦头上的汗珠 小神医 若不是你 我迷失太久了 听着老百姓们的夸赞 我又找回了当大夫的初心 我们学徒就是二十年 不如小神医你天资聪额 关大夫这不是拍马屁 是真心 其他大夫们也纷纷表示 这一次的议诊 让他们收获很多 诸位前辈 莫要再叫我小神医 叫我小宋大夫吧 这样亲切一些 今日的案例 如果愿意拿出来交流 就在百草堂 我们一起学习进步 宋喜宝也没想到 一诊居然这样成功 他虽然累 但是进步非常快 他也见识到 几位大夫的独门针法 愿意 非常愿意 咱们行医之人 以前总是留一手 其实这是错误的 如果都留一手 我们怎么进步 小宋大夫 你说对不对 关大夫今日这般捧场 还有一个小小的目的 他想买一颗 小宋大夫那种不屑药 毕竟能将一个 大出血的产妇 从阎王爷手中 抢过来的丹药 绝对不一般 关大夫说的对 就请你先开始 宋喜宝示意对方请 他可以准备了 一个建议的黑板 第145章 激动到晕倒的亲娘 关大夫也没有扭捏 将今日碰到 比较稀罕的病例 拿出来分析症状 病史 药方 毫无保留 这让其他大夫 忍不住佩服 这是真交流呀 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其他人也不好意思 打小九九 都利利索索的分享 交流 学习 牛大夫简直就是一只 掉进米缸里的大老鼠 疯狂地学习 没想到一把年纪 他还能在这里 当一个快乐的学徒 这都得归功于宋喜宝 轮到宋喜宝时 他说的就是 关大夫感兴趣的 产妇大出血后 该怎么处理 我知道诸位大夫都觉得 女子生产非常不吉利 再加上性别之分 让你们几乎不进产房 但是每个人 都是通过母亲 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面对母亲时 我们怎么能够放弃 怎么能够鄙视呢 宋喜宝要让大家 多关注一些产妇 在这里 产妇的死亡率非常高 高到很多大夫 都开始冷血 小神医 这事情我们说了不算 无论是大户人家 还是小门小户 包括产妇本人 都不会让我们男大夫参与的 这些都是接生婆的活 我们大夫只能在外面 开一些催生汤 止血药 其他事情都不能做 有大夫提出来异议 他们就算放下偏见 可是其他人呢 这世道每件事的改变 都不是一朝一夕 我们得先改变 才能影响更多的人改变 总有将自己跟孩子的命 放在第一位的产妇 这就是我要公布的 产妇补学药的几种配方 免费传给你们 宋喜宝的话 让大家都激动了 因为产妇补学药的配方 如果用在其他方面 效果也会大同小异 刚刚的分享 虽然有药方 但是秘方这还是头一份 宋喜宝拿出来的诚意 让大家都没有想到 关大夫激动的脸都红了 大家都围着喜宝问东问西 娘 我怎么会骗你呢 画像我不是烧给你了吗 徐修武觉得 娘怎么到这一刻还在怀疑 钟王爷一巴掌拍儿子后背上 怎么跟你娘说话的 爹 我这不是让娘放心吗 她到底哪句话说错呢 徐修武觉得太难了 只要亲爹在 她就没有一天不挨揍的 王爷 你说女儿会不会恨我们 钟王妃擦着眼泪 当初的一切都是她决定 要恨就恨我这个爹 不能恨你 钟王爷看着女儿满脸自信的模样 心跟着软了 这就是他们的女儿 自从生完女儿后 王妃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再也没有过孩子 并且日日夜夜都在为女儿祈祷 这些年一直都缠绵病榻 如果不是儿子的姓 王妃都不可能站起来 他们没有打扰宋喜宝 直到所有人都离开 他们才踏入百草堂 这位夫人快快请坐下 我给你整慢 宋喜宝见有人进来 就看一眼 就知道这位夫人病魔缠身 她完全忽视了徐修武跟在后面 所以并不知道 眼前这两位就是前身的亲生父母 钟王妃激动地坐下 伸出手 女儿跟她说话了 夫人是否有道汗严重 夜不能寐 不思饮食等症状 心脉堵塞严重 切记多思呀 宋喜宝收回手 心病 抬起头 她就知道对方是谁呢 这么重的心病 又满脸愧疚地盯着她 除了徐家人 还能是谁 孩子 我是你的亲娘呀 只要找到你 娘就没病了 钟王妃再也没有忍住 直接抱着女儿开始哭 这些年来 她一直都忍着 只敢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哭 现在见到女儿 终于可以放声大哭起来 然而情绪猛然发泄 钟王妃直接给自己哭晕过去了 宋喜宝从手足无措 到沉着稳重的扎针 让钟王妃的情绪平稳下来 你身体不好 没有必要跑这么远 宋喜宝体会不到对方的心情 但是内心还是很沉重的 孩子 等到你的消息 你娘哪里能等 当年都是爹的错 你要怪就怪爹 千万别怪你娘 钟王爷心情复杂地看着女儿 因为他能感觉到女儿 一点激动之情都没有 反而非常冷静 这估计是真不愿意跟他们回京城 那这事情 我能理解也原谅你们 我谁都不怪 我有奶疼到现在 什么都不去 宋喜宝无论面对徐家的谁 都会原谅 宋老婆子跟宋根生听到哭声后 一直都站在院子里 喜宝没有叫他们 他们就不能去打扰 哎 宋老婆子再次叹气 这下子好好的孙女留不住了 他能不伤心吗 可是从一开始注定 孙女就是别人家的 难受也没有用 老婆子 你可不能阻止喜宝回去 那可是京城的大人物 不是我们这种老百姓可以抵抗的 你要听话 知道不 这辈子就这件事 你听我的 宋根生再三嘱咐老婆子 宋老婆子瞪着他 要你说我能不懂吗 我不会阻止喜宝 但是也不会催促他回去 这里永远都是他的家 他们这些细微的对话 都被忠王爷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他面不改色 女儿遇见这样的家人 也是福气 宋喜宝面对亲娘醒来后 还是不断地忏悔与道歉 他真觉得没有必要 那个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再说话 我奶灯的大骨汤 特别好喝 宋喜宝觉得 再让这位母亲说下去 还得晕倒 王妃 就听孩子的话 你这样 他心中也不自在 咱们时间还多 慢慢说 孩子都会懂 宋王爷也劝着 妻子要是将身体哭坏了 孩子也会心疼 宋王妃健壮点点头 我听闺女的 宋家两位老人 咱们得请他们来说话 我去叫他们 宋喜宝赶紧出去 宋老婆子一把拉住喜宝 喜宝 奶都听你的 奶 您不用紧张 用大骨头汤下点面条 让他们吃一些 周车劳顿 估计路上也没有好好吃 宋喜宝去帮奶烧火 就跟在宋家村一样 喜宝 我跟你奶要做什么 才不会给你丢人 宋根生现在也是 拼命的想要弥补 爷 你跟奶什么时候 都不会丢人 我长得这么好 又懂得这么多 这都是您跟奶的功劳 你们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是他们的恩人 是我的亲人 宋喜宝安慰着老两口 这有什么可怕 第146章 不愿意叫娘 喜宝 爷惭愧啊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安慰爷 爷那些年 宋根生哽咽了 他真的不知道 怎么感谢孙女 虽然这马上就是贵人 再也不是他的孙女了 但是在一起十年了 他舍不得 真的舍不得 爷很好 来 您更好 宋喜宝安抚着老两口 未来也许会分开 但是他尽量去拖延 好孩子 端面条给你亲生爹娘吃 这怀胎十月 若非逼不得已 没人愿意设下自己孩子的 宋老婆子 愿意去相信他们的善良 他们说 当年是为了打仗 保护更多的人 带着刚刚生下的 我没办法 所以就放在山脚下了 宋喜宝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奶 因为在奶心中 若是亲生爹娘不喜欢她 也会觉得难过 钟王爷夫妇 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英雄 这是我听说过 所以喜宝 他们爱你 我们宋家人也疼爱你 别抗拒他们 发自内心的爱你 知道吗 宋老婆子再有不舍 也不会去阻止 这份母子之情 钟王爷将听到的话 告诉王妃 王妃满含热泪 这真是老天垂怜 才让喜宝 碰到了这么好的人家 咱们往后 要好好地对待宋家人 钟王妃擦了眼泪 孩子已经在有几天就十岁了 她有自己的主见 他们不能强行地带走 而且 他们也没有资格强行带走 对孩子而言 宋家才是家人 看着宋老婆子 与喜宝一起端着面条走进来 步伐一致 钟王妃红了眼圈 但是这一次没有哭 她不能再哭 让孩子觉得烦 王爷 王妃 请吃面条 我们都是乡下人 没有规矩 咱也不懂那么多 如果没有喜宝 估计老婆子也见不到您二位 宋老婆子不卑不亢 他们又没有犯错 哪怕是钟王夫妻 也没什么可怕的 婶子 叔叔请坐 你们是喜宝的家人 也就是我们的家人 哪有那么多规矩 喜宝如今这么优秀 都是你们的功劳 找个时间 我们所有人一起吃顿便饭可好 是让人接他们来 还是我们去宋家村 钟王妃此刻是什么都可以 她就是想多做一些 然后弥补孩子 宋老婆子有几分慌了 倒不是怕事 而是怕他们 现在就要带走喜宝 去宋家村吧 让喜宝跟家人再见一面 老大夫妻 那是将喜宝真当亲闺女的 好 那我们何时启程呢 钟王妃完全以宋家人为主 宋喜宝抬起头 过几日吧 王妃您的身体 咱调养几天 而且就这样去 估计会吓到他们 我们不对外宣称身份 不会惊动官府 钟王爷立刻做出保证 可这句话刚落下 清兵就走进来 王爷 赵之府求见 让他等着 打脸来的这般快 钟王爷表情也有些不自然 爹 我先去招呼他吧 徐修武有几分心虚 估计是他露出马脚 被赵之府这老家伙发现的端倪 钟王爷点点头 开始大口吃面条 然后接着夸 沈子这厨艺真不错 对 非常好吃 钟王妃也跟着丈夫一起夸 宋老婆子笑着没说话 他们都是 看在喜宝的面子上 才会这样说 他老人家不傻 不过这样 也证明 他们真的对喜宝在乎 宋喜宝则是骄傲的说 我乃做饭是村里最好的 吃完后 钟王妃试探着问 喜宝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如果愿意回到京城 娘一定会支持你 继续开医馆 如果你不愿意 娘想在这里陪着你 可以吗 反正找到女儿后 钟王妃就不打算再分开 听到这话 钟王爷黑了脸 你要在这里带着 那我们父子四个呢 还有你孙子呢 我不管 我陪你们那么多年 我怎么就不能跟在女儿身边 反正府中有我没有 我都可以 钟王妃这不是气话 府中大小事物 早就交给大儿媳妇 即便他不在府中 什么都不会影响 但是在钟王爷这边 妻子是唯一的 这能一样吗 他缺的是衣食住行吗 他要是走了 他缺的是人 皇上那边 他是请假一个月 这些年来 谁都知道他打仗时 丢了个女儿 现在说出来找女儿 皇上也不忍阻止 王妃 您不用如此 我过得很好 宋喜宝可不想让钟王妃住在这 那估计谁都不自在 孩子 你就不能叫我一声娘吗 娘就想跟在你身边 将这十年弥补起来 钟王妃可怜巴巴的看着女儿 就这眼神 宋喜宝真的接不住 她尴尬的低着头 喜宝 这真是你娘 你就叫一声 宋老婆子拉着孙女的手 他知道 孙女怕叫了后 就会被带走 宋喜宝依旧没有开口 他不知道怎么去做 毕竟他们才刚见面 而且他并不是前身 如果前身在的话 他会怎么做 好了 不要逼孩子 现在能够找到孩子 就是我们两人最大的福分了 钟王爷开口 让宋喜宝免于尴尬 是我太心急了 喜宝 没关系 娘没事 钟王妃只能失落地说着 宋喜宝给他开了药 让他先吃两天 其他事情再说 钟王爷夫妇自然不能住在医馆 他们返回到徐修武的宅院 宋喜宝与爷奶坐在一起 我不想去京城 我就想在这里 喜宝 奶当然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 但是认祖归宗 对你才是最正确的 奶永远是你的奶 只要你需要奶 奶随时都在 宋老婆子知道 自家什么都不能给喜宝 现在的这份家业 还都是喜宝挣的 他打算全部都取出来 然后让喜宝带着走 去京城 身上多点银子也好办事 总不能让人瞧不起他 我觉得待在奶身边 就很幸福 哪里也不想去 万一 万一我并不是他们的孩子呢 宋喜宝觉得长得像 故事一样的人 也许还有其他人 傻孩子 宋老婆子将孙女搂在怀中 能够让孙女如此依赖 也不枉费这些年的祖孙情 无论宋喜宝怎么拖延 还是回到了宋家村 宋家所有人回到家 宋老婆子 当着家里人面宣布 这是喜宝真正的家人 大助媳妇 本来看到三个陌生人 就本能的有些慌张 听完婆婆的话 更是站都站不稳 娘 不仅有几分酸楚 第147章 钟王爷与储建业 居然是旧时 喜宝 我的喜宝 大助媳妇搂着女儿就哭 这么多年 付出那么多 现在怎么就冒出来 亲生爹娘呢 宋大助也红了眼圈 这辈子能够有喜宝当闺女 绝对是老天爷给的福气 媳妇 别哭 别让孩子为难 大嫂 这事情听娘的 二助媳妇安慰着大嫂 这三个人看起来就是大人物 他们就算拦 也拦不住 大妹子 谢谢你将喜宝养得这么好 我这个娘 没有你当的好 钟王妃看着大助媳妇哭 也觉得很难受 可是要让她让孩子留在这 那也不行 老大媳妇 你松开喜宝 喜宝到咱们家来 是老天爷的安排 现在他亲生爹娘来 对孩子来说 是好事 宋老婆子控制着情绪 这时候 楚建业与媳妇正好登门 他们听闻喜宝回来了 就带着二郎来玩 钟王爷与楚建业四目相对 钟王妃与建业媳妇也一样 四个人都呆住了 宋老婆子 也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赶紧让其他人都出去 人多口杂 哪怕都是自家人 也得防着点 不是防着他们背叛 而是防止他们多话 这一看就是熟人 楚建业他们到这个村子 也就十几年 以前是谁 哪里人 谁都不知道 没想到 你们居然在这里 钟王爷复杂的开口 喜宝是你们丢的那个闺女 楚建业虽然隐居在这里 但是对外面的事情 一直都很清楚 是 钟王爷非常肯定的回答 我们是喜宝的干爹干娘 见业媳妇擦了一把眼泪 钟王妃拉着她的手 我一直都在京城等着你 宋喜宝 我是谁 我在哪里 这话我可以听吗 他一直都知道 干爹干娘不是寻常人 但是身份比他想的还要大 宋老婆子轻轻地往门外走 丝毫不敢打扰 婶子 我们一是看看喜宝 二是来道别的 这里的产业 我想送给您 楚建业自从上次 徐修武的人找来时 就做好离开的准备了 他们本来也就是在这里 等钟王爷 当年的钟勇大将军 不过 没有这么多的银子 买不起 宋老婆子 怎么能要储家的产业呢 再说 他们是喜宝的干爹干娘 现在喜宝也要离开 完全没有必要 不要你们的银子 赠送给您 难道您忍心 让田地荒芜 让房子无人打理倒他吗 这是我会请村长做个见证 建业媳妇拉着宋老婆子的手 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唯一交好的人家 就是他们 这也太贵重了 我替你们打理 无论你们还是你们的后代 谁来接手 我们都会还给你们 这样可成 宋老婆子不能要 但是可以帮忙打理 楚建业笑着点头 成 那你们聊 我带喜宝先出去 宋老婆子可不忘记 将孙女带出去 大人说话 小孩子还是不要听 屋子里就剩下他们四个人 忠王爷直接问 兄弟 你打算怎么做 需要哥哥支持 随便说 多谢徐大哥 暂时不需要 再等等 等最后一位证人 楚建业不想将徐家拉下水 其实楚老成像这些年很想你 当年怀王府的事情 他也想插手 但是楚家 忠王爷劝着 很多事情 一个人很容易做 但是一个家族呢 我懂 我从未怪过他 也不怪楚家任何人 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 必须要信守承诺 楚建业岂会怪爹 他当年能够与夫人安稳地 逃出京城 爹也帮了很多 忠王爷拉着建业媳妇 捏捏楚二郎的小脸 还记得 我们当初的约定吗 记得 两个孩子如今也挺好 只不过尘埃落定之前 我不想让孩子们重蹈覆辙 建业媳妇舍不得 他连累了丈夫一辈子 他不要大郎 再牵连喜宝一辈子 那样不公平 不会的 如今圣上年纪大了 对当初的事情 也有所后悔 忠王妃安慰着他 若是怀王府能够平反 我定会让大郎登门求去 建业媳妇坚持着 他做梦 都不会想到 喜宝居然是忠王府的小郡主 果然 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注定好的 他们与喜宝 就是有缘分 唉 喜宝不愿意跟我们去京城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孩子嘴上说原谅我们 但是却不愿意亲近我 忠王妃提到这个 就忍不住红了眼圈 他将当年的无奈都说出来 如果不是他担心丈夫 也不会随军 很多事情都是注定好的 众人 只知忠王爷兵法超群 却不知忠王妃在兵法上的造诣 更甚丈夫 忠王爷失诚岳父 娶了师妹 唉 错的不是你 只是那些敌人 但是喜宝这孩子 打小就比其他孩子心思要多 你多花点时间 他最在乎宋家人 也说明重感情 建业媳妇也不知道怎么劝 但是这样的事情 换做他 也不一定能做好 是啊 看着喜宝跟宋家人越亲密 我这个心啊就越自责 是我们对不住孩子 此刻当然不能怪孩子不亲近我们 忠王妃叹口气 任何事情做了选择 就得承担后果 他们聊好后 宋家人也差不多达成了共识 在喜宝做选择之前 任何人都不能将消息传出去 不管外面有什么流言蜚语 他们都不要去解释 自从徐秀武的人来过一次 喜宝不是大主媳妇亲生 这个消息 几乎全村人都知道 现在忠王爷王妃到这来 估计大家也能猜出来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喜宝在宋家一日 那就是宋家孩子 宋喜宝抱着唐宝 与哥哥弟弟们在外面跑 他太喜欢这片山 这条河 喜宝 我给你抓鱼 宋大牛知道 妹妹可能要走 心中难受 但是他不能哭 必须要更强大 就算妹妹到了京城 他以后也要考到京城保护妹妹 我抓下 我也去 五个牛都下河了 唐宝闹着也要下去 宋喜宝只好带着他 光着小脚走在边上 孩子们忧愁去得很快 在一起 一天就要开心一天 也许老天爷都想让他们 快活得更久一些 每个人都是大丰收 就因为宋喜宝都抓到很多下 唐宝还抓到一只螃蟹 笑不到一刻钟 就被螃蟹给夹了 又嗷嗷地哭 第148章 你终归要回京城 唐宝 以后你还敢不敢 宋喜宝笑着 将螃蟹弄下来 好在螃蟹不大 唐宝的手指没有出血 不敢了 姐姐 你会一直保护我吗 唐宝拉着姐姐的手 有些不舍得说 每次姐姐回来后 很快就走了 唐宝舍不得姐姐走 这话问出来后 几个牛都看着她 他们也想知道这个答案 唐宝 回去姐给你做好吃的 宋喜宝逃避了这个问题 因为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对着家人说谎 这种事情 她做不出来 钟王爷与钟王妃 也在田间小路走着 徐秀武很是兴奋 她已经开始幻想着 妹妹回去后 她可以跟全京城的人宣布 她的妹妹回来了 往后谁要是敢欺负妹妹 她绝对要他们的狗命 他们看到孩子们 一起奔跑的模样 钟王妃下意识地伸出手 小声说 跑慢点 隔得比较远 没有人能够听到他们说什么 宋喜宝也只是远远地 看了他们一眼 没有说话 宋家孩子欢乐 冲淡不少悲伤 宋老婆子听闻 孙女要做饭 立刻来烧火 大一些的鱼红烧 小鱼小螃蟹 自然是裹着面粉炸一炸 馋哭小孩们 等炸小鱼的香味飘出来 钟王家三个人也回来了 徐秀武大喊着 喜宝 你在做什么美食 三哥也要吃 宋三牛黑着脸 我才是喜宝三哥 是是是 你是宋家三哥 我是徐家三哥 咱们都是三哥 完全不耽误 喜宝对不对 徐秀武不敢得罪宋家人 因为他怕妹妹生气 宋喜宝胡乱地点头 对 那好吧 宋三牛有些不服气 但是喜宝说的话 他得听 虽然他也知道对方位高权重 读了快三年书 他进步神速 更是被两举人单独开小赵 所以他懂 但是为了妹妹 他装作不懂 徐三哥 这是你们三个人的 这些是我们的 宋喜宝装了两份 属于徐家人单独装了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吃 放不放心吃 如果要厌毒的话 单独装还是最合适的 真好吃 喜宝你这手一绝了 徐秀武直接用手拿起来 就往嘴里塞 一边吃 一边夸 这真诚的模样 让宋家人对他们 也多了几分好感 钟王妃听到 这是女儿给他们的 立刻激动地吃起来 一边吃一边感慨 王爷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还有如今的好日子 宋家人将闺女叫得非常好 钟王爷发自内心的感激 就这村子里 喜宝做一个女娃娃 受到的绝对是最好的待遇 其他人家 不是让女娃干活 就是早早嫁出去 卖出去 更别提上学堂了 想都不要想 但是在宋家这一切都实现了 虽然他们闺女有本事 但是最关键的 还是宋家重视 我们带女儿走 她会不会恨 钟王妃又陷入了难过 她想要女儿快乐 更想要女儿在身边 就算恨一时 也要带走 女儿本就属于京城 在京城 我们可以给她 更多更好的条件 实在不行 就将宋家人也接到京城 我们报答他们 钟王爷提出另一套方案 你说的容易 可是背景离乡 对老人家好残忍 他们愿意吗 如果是强人所难 这哪里是报答 钟王妃发愁 面对其他事情 他们夫妻都可以果断 可是面对女儿的事情 慎之又慎 考虑因素太多太多 我观察过了 这一家人当家做主的是老太太 你晚上再跟老太太聊一聊 钟王爷觉得 其他人都好搞定 只要宋家老太太拍板定下来 这件事就成了 另一边喜宝 也跟奶在商议 奶 您不要老是催着我 与他们亲近 我就是觉得很陌生 不习惯 我真的不怪他们 但是亲热不起来 宋老婆子 摸着孙女的头发 傻孩子 奶不能陪你一辈子 这是你亲生的爹娘 你与他们多亲近 将来有事情 就能够得到保护 我可以自保 不需要其他人来保护我 宋喜宝觉得 因为这个 就去亲近钟王爷夫妇 有些不自在 这世上太多恶人 如果那个大恶人做大官 你怎么办 喜宝 听奶的话 跟他们多亲近亲近 然后认祖归宗 这小山村虽然美 但是太小了 不适合你 宋老婆子劝着孙女 不因为任何人 就为了孙女能好 孙女好 她做什么都可以 奶 如果我要回京城 您跟大家得一起去 要不然我不回去 我不能因为认了他们 就放弃你们 宋喜宝可以去京城 在不知道身世时 就打算跟着师父去一趟 如果在那边常住 就必须要带着奶 带着爹娘所有人 要不然 她选择放弃去住 至于中王府的态度 她不管 反正她就这个态度 听到这话 宋老婆子眼圈就红了 真是个孩子 我们跟着去 怎么活 你爹他们到了京城 能干啥 难道吃喝 全部都靠着你吗 那岂不是让徐家人 小瞧我们 给你丢人 在京城也可以卖卤菜 卖点心啊 宋喜宝觉得 爹他们这么勤快 怎么可能没饭吃呢 京城那么多能人 能看上咱这点小吃 喜宝 奶可以送你去京城 宋老婆子要认得门 哪怕是死 也得记住 万一孩子想回来 她也能去见 奶 先不说这个了 我不想离开家 宋喜宝摇头 她不想想那些画面 宋家房子购住 钟王爷钟王妃住在一间 徐修武一间 完全没有问题 钟王妃去找宋老婆子说话 钟王爷则是让儿子叫来闺女 父女两人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谁都没有先开口 钟王爷突然发现 这么多孩子 还是闺女最像他 有本事 有耐心 有魄力 你就不怕我 最后还是当爹的先开口 宋喜宝摇头 你就是老虎 我也不怕你 我又没做错事 而且我现在还是宋家人 钟王爷大笑着 瞧瞧这胆子 家里三个儿子 哪个敢这样跟他说话 可你中国要回到京城 回到徐家 宋家人也不敢留你 钟王爷这是劝女儿 早点认清事实 徐家如果强行带走我 岂不是无礼 他们不是不敢留我 都希望我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可什么是好生活 锦衣玉食 权势地位 这些我都没有兴趣 宋喜宝倒是希望对方放弃 带他回京城的想法 第149章 刺你吃狗屎 那你在意什么 钟王爷越是与女儿说话 越觉得孩子厉害 我在意养大我的家人们 在意意道上的进步 我不愿做规格小姐 只想做玄壶济世的大夫 这样的我 更适合在这里 不适合京城 宋喜宝非常认真地表达 钟王爷摸着胡子 你回到京城 我给你开最大的医馆 你可以继续做大夫 不需要在规格里待着 至于宋家人 一起进京城 你说怎样 这一下子 轮到宋喜宝惊讶了 没想到徐家人居然 能想到这么多 但是下一刻 他就搭了着脑袋 这想法是好 可是我奶 他们不会在京城常住的 扎根京城 哪有那么容易 有我们徐家在 这很难吗 钟王爷惊讶地说着 他们就不想靠着徐家 怕我被轻视 怕丢了我的人 我的家人 比你想得更在乎我 宋喜宝叹口气 真的很发愁 他为什么就不能单纯地 做个宋喜宝呢 我很敬佩宋家人 喜宝 你是我女儿 这些事情 是需要我们共同解决的 你娘已经去跟宋老太太 谈这件事 估计是失败 但是我们的诚意释放出来了 钟王爷在来见女儿的路上 对宋家真的没有太多重视 然而接触下来 越来越敬佩他们 你早点休息 乡下早晨干活的人多 会吵你们的 宋喜宝想结束谈话了 徐家男人四更天 就得起床练舞 你三哥是不是在你这头懒呢 钟王爷拍拍胸口 练舞可不是一朝一夕 是日积月累 我没见过他练舞 宋喜宝不是坑徐修武 这是实话 徐修武在院子里 就开始瑟瑟发抖 他是受伤躺了几天 哪里能让妹妹见到呢 他也不是故意要偷听 这乡下房子隔音效果不好 声音就往他耳朵里钻 喜宝早点去休息 爹来跟你三哥说说话 钟王爷哪怕到了乡下 也不耽误打儿子 钟王妃这边 与宋老婆子的谈话也停止了 他捧着送走喜宝当天的衣服 红着眼圈出来 这一夜 钟王妃是心疼的睡不着觉 钟王爷是担心王妃睡不着 徐修武是痛得睡不着 大助媳妇是难受 其他人则是依旧睡着了 虽然睡前叨叨 但是依旧睡了 宋喜宝更是没有太大的负担 不管奶做什么选择 她都是支持 就跟她无论留在哪里 奶都一样的支持 第二天一早 钟王妃就到了宋家厨房 非要给宋喜宝准备一顿饭 大助媳妇没办法叫来婆婆 宋老婆子面对执着的钟王妃 只好给她打下手 最后一片狼藉后 宋喜宝早上吃了一碗 清汤寡水的面条 看着钟王妃期待的眼神 她就知道 这碗面条不简单 胡乱的说 味道还不错 听到这个评语 钟王妃立刻高兴起来 喜宝 是娘给你做的 多少年不做 手比较生 娘以后好好努力 给你做好吃的 观察女儿这么久 她知道 女儿最喜欢的 就是吃跟医术 对其他方面都不是很在意 好 宋喜宝想拒绝 但是奶的眼神 让她胡乱的答应下来 这味道呀 说实话 没味道 吃完一碗就饱了 那个 你们什么时候走 住在这里挺不方便的 家里人都不自在 宋喜宝私下 还是找了钟王妃 谈这个事情 这才一个晚上 女儿就烦他们了 钟王妃那叫一个心塞 那要不我们去楚奸业家里住 不在这边打扰你们 你娘想跟你多待一段时间 除非你跟我们一起走 钟王妃看了看女儿的脸 又补了一句 先去府城住 也可以 宋喜宝这才放松下来 其实他也有些怕 钟王府的人 直接让他现在就去京城 不用去打扰干爹干娘了 多住几日也成 我让爹娘二叔他们 继续去铺子上 一天不开铺子 就损失一天的钱 他们心疼 并不是不欢迎你们 我特地解释下 宋喜宝得将话说清楚 有什么事情都找他 千万别找宋家人 明白 明白 他们有事都去忙 我们就在这里看看转转 钟王爷知道 王妃还想去当年的山脚 以及这个村的各个角落 因为这里面 都有女儿生活过的气息 宋喜宝最后带着他们 在村里转悠 与宋三婆子的相遇 是在意料之中 喜宝 可是你接生吧 宋三婆子 那叫一个酸 再有福的丫头 那也给女人接生过 一个黄花大闺女 给女人接生过 传出去 名声都不好听 宋喜宝亲生爹娘 估计就要怨恨宋根生全家 最好是将他们全家抓起来杀了 这样那么多的房子 就能给他们家 他就有银子 给运来再娶一个媳妇 现在刘和花再也不能生孩子 那就是废物 三奶 您要是好好对待孙女 往后也会享福 如果您继续当一个恶人 苦瓜 你就得慢慢地长 宋喜宝岂能不知道 这老婆子又想使唤 但是他根本就不在乎 宋喜宝 别以为你野鸡飞上枝头 就真的是凤凰 老娘可不怕 宋三婆子还没有说完话 中王府的清兵刀 就放在他脖子上 王爷 此等刁民 是否就地格杀 清兵的话 吓得宋三婆子 直接跌坐在地 给他十个胆子 都不敢跟王爷作对 他哪里知道 宋喜宝的亲爹 居然是一位王爷 喜宝 你说怎么出脸 中王爷将权力交给宋喜宝 但是他向皇上请旨了 喜宝 三奶错了 三奶胡说八道 你别杀我 我就是王八蛋 该死的老婆子 宋三婆子两只手 对着自己的脸 左右开弓 只求能够活下去 宋喜宝的亲爹 居然是王爷 这个消息 敲咪咪的传遍全村 村长赶紧去族长家 拿个主意 此刻宋喜宝 看着脸肿得 跟猪头一样的宋三婆子 既然嘴巴说话这么难听 我给你开一味药 每天吃一顿狗屎 连续吃十天就能治好 三奶你说怎样 吃狗屎 这这这 这丫头太歹毒了 可是不吃狗屎 就没有命 宋三婆子赶紧回答 喜宝开的方子 自然是最好的 谢谢你 第150章 请全村人吃饭 狗蛋婶子 我三奶每天早上服药 拜托你看下 宋喜宝找到一个 最合适的人 那就是狗蛋娘 这两个人是有过节的 让她看着最好不过 没问题 喜宝 这是我肯定给你办好 每天早上给你三奶 找最大的狗屎 狗蛋娘本来偷偷摸摸的看 被喜宝点名安排任务后 那叫一个兴奋 宋喜宝笑着点头 她就知道 选择狗蛋娘没有错 她是一名大夫 只负责治病 来能随便要人家的命 那多不好 钟王爷看着闺女促暇的眼神 忍不住跟着笑起来 这闺女啊 心思多着了 还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们 她就是这样粗俗的人 千万别指望 她当大家闺秀 然而从一开始 他们最大的愿望 就是闺女能够健康快活的活着 这是组长家 我们一起进去吧 宋喜宝将他们带到组长家 按照礼貌 也得拜谢一下组长跟村长 此刻估计 村长在组长家 别问为什么 住在一个村子里这么久 他还是非常了解村长的为人 老朽给王爷王妃请安 组长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王爷 反正跪下磕个头 总不会错 其他人也纷纷跪下磕头 唯恐慢了 刀就架在脖子上 老人家请起 是本王叨扰诸位 喜宝生活在村子里多年 感谢你们照顾 钟王爷前去扶起来组长 其他人也就顺势起来 惭愧惭愧啊 我们都是受了喜宝的恩惠 喜宝这孩子 是我们村里最聪明最能耐的孩子 我们家种的药草 都是卖给喜宝家 因为喜宝 我们全村最差的人家 一年都能多收入二两银子 喜宝是我们全村人的福气 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夸着喜宝 钟王爷与钟王妃 脸上带着自豪 钟王妃脸上还带着 多说点多说点的表情 村长媳妇等人 就开始发挥了 将喜宝小时候各种事情 都拿出来说 组长更是邀请钟王爷 钟吴在他们家吃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顿时就好似年轻了十岁 他赶紧让儿子去宋根生家 将他们劳两口请过来 宋喜宝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但是这些人都记得 有钱身的 有他的 反正他们开心就好 宋老婆子跟宋根生赶过来时 钟王爷立刻起身 叔叔 婶子 你们坐这吧 不用不用 宋根生下得赶紧摆摆手 他哪有资格让钟王爷让座 村长跟媳妇立刻站起来 根生带着你媳妇坐这来 然后其他人全部往下顺移 他们没想到 这位王爷对宋根生家里这么客气 我们喜宝能够长得这么好 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叔叔跟婶子 钟王妃适时地当着大家的面 再次表示感谢 哪需要感谢 我们都是一家人 都是自家孩子 做啥都是应该的 宋老婆子 可不要这样的高帽子 虽然听起来很舒服 但是只要 想到自己养大的孩子 很快就要被人带走 心中就很不舒服 族长等人 又开始夸根生媳妇 那些年 为喜宝做过的事情 当初突然冒出来个女娃 但是宋家没有女娃 将女娃当的宝贝也能理解 可后来 大助媳妇奶水不够 二助媳妇本来就没有奶水 三牛都是喝米汤长大 但是宋家让二牛借奶 让喜宝一个人喝奶 即便这样 还是供应不上 一辈子没有求过人的宋老婆子 白天就抱着喜宝讨奶喝 还让娘家人弄来猪蹄 给大助媳妇补身体 就这样 喜宝到一岁借奶 乡下娃 基本上都是半岁借奶 因为条件不好 大部分生过娃的妇人 也就没了奶水 或者妇人干活太忙 也顾不上娃 反正村里的女娃 就喜宝一个人喝奶到一岁 宋老婆子就专门用粗粮 去换大家的细粮 就这 喜宝小时候还经常生病 大助媳妇跟宋老婆子 那时抱着孩子 整宿整宿不睡觉 宋喜宝听着这些故事 眼圈都有些红 所以这辈子 她都会保恩 钟王妃心中也不是滋味 女儿幼年体弱 都是她随丈夫奔波 让孩子在肚子里没有长好 又提前一个月生产 本王让人到镇上买了一只羊 一只猪 十只鸭子 十只鸡 我们在组长这里吃饭 但是全村人 本王都请他们吃饭 钟王爷提出这个 就是要替女儿感谢所有人 哪怕女儿不需要 他也要这样做 只有用这些方式 才能表达出他这个当爹的心情 王爷 您真是太客气了 这哪里需要去镇上买 我们乡下啥都有 村长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们应该拿出来最珍贵的东西 招待王爷 王妃 现在倒好 让王爷破费 岂不是显得他们不厚的 村长不必客气 这是本王的小小心意 钟王爷笑着说道 其实他也是草根出身 如果不是师父收留 他也就是个叫花子 师父对他恩重如山 不但倾囊相授 还将师妹许配给他 这一顿饭 对村里人来说 那就是过年 钟王爷只说了荤菜 但是没说米面 足足四个牛车送货到村里 村子里直接支起来 二十张的大锅 小孩子们围着转悠 忙着烧火 四口大锅一起烧 馒头米饭 就在村民家里弄好 再搬过来 村里人 并不包括宋三婆子一家人 宋武成还未成钉 凑过来 也被赶走了 宋文成则是 阴狠地盯着这些人 可却没有其他办法 娘一再地教导他 在没有本事善后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当坏人 否则就会跟爹一样丢了命 武成 你要是想吃肉 自己想办法 宋文成看着刘和花 宋武成立刻就明白了 刘和花看着两个人凑过来 吓得抱着六鸭连连后退 你们要做什么 我可是你们的三婶 是长辈 三婶您是长辈 我们怎么会欺负您 就想问您要点零花钱 如果没钱 要不我们就将五鸭给卖了吧 宋文成温和地笑着 你休想 如果你们动我的孩子 你三叔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刘和花现在已经不能再生娃 这两个孩子就是最后的依靠 怎么会卖孩子 三叔不放过我们 他还敢吗 宋文成笑得有几分阴森 在那三年里 他们兄弟两个人 活得狗都不如 第151章就不活了 我就食文钱你们拿走 足够你们买包子 或者买一斤肉吃 刘和花无奈之下 只好拿出食文钱 宋文成将食文钱 在手中掂量了下 三婶 这点钱就来糊弄 我们兄弟两个 你是真觉得我们不敢呀 宋武成上前一把 就将五鸭提起来 五鸭吓得嗷嗷哭 大嫂 大嫂 刘和花只能喊着进来媳妇 喊婆婆什么用都没有 这点她是知道 说不定还会反过来 打他们母女三人 三弟妹又怎么了 你这一天到晚 怎么就专门跟孩子过不去呢 进来媳妇 一边吐瓜子皮 一边嘲讽地说着 大嫂 你儿子十五了 问我要钱 这叫我跟孩子们过不去吗 你赶紧给他娶媳妇 别一天到晚 问我这个三婶要钱 还要卖妹妹 真是当哥哥该干的事情吗 刘和花不满地说着 宋文成摸着鼻子 当叔说 当亲爹的人都能卖我们家的丫头 为什么当哥哥的不能卖 我们没有卖 再说三鸭四鸭 是你三叔的亲闺女 给他们找婆家怎么呢 你们只是堂哥而已 刘和花此刻知道了轮回的苦果 三婶 迟早都是卖 不是现在卖 我们兄弟分你一半 等三叔卖 那可就是娶媳妇 你一文钱都拿不到 宋文成是一弟弟可以动手了 宋武成直接去抓五鸭 情急之下 刘和花护着大女儿 小女儿就从身上掉落 本就是早产的孩子 又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摔地上后 发出小猫一样的哭声 头上破了一口子 血脂往外冒 请大夫 你们赶紧去请大夫 要不然 我去县衙告你们 刘和花抱着女儿大喊着 请什么大夫 你不是有本事吗 再让那宋喜宝给你们看病 我可是听说 人家现在是王爷的女儿 咱娘都被逼着吃狗屎治病 你有本事就去找 近来媳妇磕着瓜子 她才懒得去请大夫 这些日子 她一直都在找村长 他们家被收走的三间瓦房 要还回来 否则儿子就没有地方娶媳妇了 刘和花抱着六鸭 牵着五鸭 赶紧去找宋喜宝 她不敢将女儿一个人留下 就怕被这桑尽天良的母子三人给卖了 村里人热闹得就跟过年一样 她悲惨的模样 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怜悯 没人帮她一把 到了组长家门口 还被拦住了 运来家的 你就别来扫兴了 嫂子 求你让我见一见喜宝 我女儿都快要死了 摔到地上 她是大夫 那么厉害的大夫 肯定有办法救我女儿的 刘和花抱着孩子 直接跪在了地上 五鸭也直接跪下 求大娘 让喜宝姐姐 救救我妹妹 组长家孙媳妇 见六鸭真是满头血 去跟婆婆商量商量 刘和花等不及了 直接在门口喊着 喜宝 救救我家六鸭 她马上就要死了 哎 你这人 不是让你不要闹吗 族长家孙媳妇见她这样 就忍不住出来 要将人赶走 宋喜宝听到了 并且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出来 这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毕竟两家恩怨已久 越是这样 村子里的人就越佩服喜宝 试问 谁能做到这样 中王夫妻 那是满脸自豪 宋老婆子则是皱起眉头 她比任何人都知道 这对夫妻难缠 当初六鸭生出来后 非要说 喜宝将儿子换成了闺女 这话说出去 笑死人 喜宝 你救救六鸭好不好 他从我身上掉下去的 宋文成那该死的两兄弟 非要拉着五鸭去卖 我这一着急 就让六鸭掉下来了 刘和花着急的将孩子递给喜宝 还对周围人告状 宋文成宋五成 这两兄弟不是人 是魔鬼 别人卖你闺女 你拼命了 你当初为什么跟宋运来 要卖三鸭 四鸭 汤多儿终于逮住机会 他们母女三人 如果不是碰到这么好的主家 不知道是什么样 颠沛流离的命运 说的对 你这就是报应 当初三鸭娘带着两个闺女 多不容易 没吃宋运来的饭 被她卖掉 差点就死了 这做人了 老天爷都盯着在 你坏事做多了 怎么都逃不掉的 众人的指责 让刘和花抬不起来头 此刻的她 不想再解释 只想看着女儿平安无事 宋喜宝仔细地检查过六鸭 最后无力的丫头 头部有大量淤血 我就不活 她不是神 简单的外科手术 她可以做 但是开乳手术 她做不了 她的实验室 也不是正儿八经的手术室 手术的器材都不全 开乳手术太复杂 一个不小心 孩子还是会死 不不不 你肯定能够救活 刘和花不能接受这样的回答 我是个大夫 我不是神仙 人在这世上 本来就要经历生老病死 宋喜宝转身走了 她不忍心去看那幼小的孩子 她不是神仙 就不活的病患 她也没有办法 喜宝 我可以付出我的命 我做错事 我来接受惩罚 这样可以吗 刘和花跪在地上 将头都磕破了 她只想要女儿活着 经历一次生死 她不怕死 但是失去女儿太痛苦了 这是她用命换来的 如果要惩罚你 上次我就不会救你 宋喜宝明知道她难缠 为什么还出来 就因为生命成可贵 一个孩子没有罪 刘和花你够了 我们喜宝从不会见死不救 你这孩子 本来就先天不足 头被摔了 腰折很正常 哪个村子里没有腰折过孩子 宋老婆子 直接让人将他们拉走 刘和花却抱着孩子 十分抗拒 嘴里面倒着 你们就是故意不救的 我的孩子 都是被你们害死的 我的孩子 还我的孩子 宋运来满身的酒位 终于赶到了这里 连拉带拽的将人搞走了 大家终于松下一口气 尤其是村长跟族长 唯恐让王爷王妃不满意 然而面对这些问题 钟王爷压根就没打算去干涉 因为他相信 宋家人会处理好 如果他们去干涉 就等于不给宋家人面子 那就会伤了女儿的心 第152章 达成协议 宋习宝心情有些低落 那么小的一个生命 即将消失 钟王妃察觉到 女儿心情不好 走到他身边 习宝 陪娘出去走走吧 现在 宋习宝其实不太想出去 但是看到钟王妃的眼神 就点点头 钟王妃松下一口气 其实心中很害怕被女儿拒绝 王爷都能够跟女儿聊了几次 他一次都没有 习宝 你是不是替那个孩子难过 他看出来 女儿是心善 宋习宝点点头 其实这世上 我治不了的病太多太多 每次面对病人无法治愈的情况 还是会忍不住难过 如果我真的是神 那该多好 如果你真的是神 那就没有这么好的家人们 神仙是没有七情六欲 你想想是不是 钟王妃顺着女儿的话说 宋习宝点头 确实是这个道理 如果是神仙 哪怕有办不到的事情 也不会自责 习宝 娘想留下来陪着你 无论在这宋家村 还是府城 我想跟你在一起多待一战 你爹估计 还有十来天就要返回京城 钟王妃也怕女儿不接受 果然宋习宝听到这样的安排 就有些不舒服 他们丢下女儿 没有问过女儿的意见 现在找来后 又不问问他 表面上来看 他们没有逼着他去京城 但是这事情 不就是在逼着吗 你们一起回京城吧 等到大郎哥明年春世 我再去京城 师父也在京城等着我 但是我不能在京城常住 我还要回家的 宋习宝不反对 大家当亲戚来往 但是别干涉了 他不能自私地 让全家人一起去京城 就算让爷奶去京城 他也舍不得 两位老人 没有必要为了他背井离乡 习宝 你是不是还在怨娘 娘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你 钟王妃没有在哭 这些天心情已经平复下来 但是女儿对他疏远的态度 还是让他非常难受 宋习宝非常认真的看着他 我马上十岁 过个五六年 也差不多就要出嫁 往后 我们照旧 不会住在一起 何必要为了这五六年 我过得不开心 我家人们不开心 我们可以当做亲戚一样往来 我每年可以去京城住一两个月 这样可以吗 他选择一个折中的办法 从这里到京城 路上就得十来天时间 这是他做出来最大的让步了 待去京城时 他会去 那你这次跟我去京城 如果你不喜欢 可以再回来 钟王妃没想到 女儿面对认亲这件事 可以如此冷静 越是冷静 就是越没有感情 这样的真相 让钟王妃无比心碎 但是他没有资格去怪孩子 因为这一切 都是他们当父母种下的因 好 我给大郎哥准备秋适的药 还有给病人复诊 十天后一起走 宋习宝觉得不去京城一趟 估计他们绝对不会离开 习宝 娘就想将世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 钟王妃知晓 女儿不愿意再多谈这个话题 到此结束 宋习宝晚上 就将这件事跟乃说了 乃 情况就是这样 我如果不去京城 只会让大家都麻烦 傻孩子 乃当然是支持你 你本就是一只鹰 不是鹊 要飞得更高 乃为你自豪 全家都为你自豪 宋老婆子再有不舍 也会全力支持 宋习宝这一夜 跟乃一起睡 就跟小时候一样 他没让乃跟着 一起去府城 不想让两位老人 跟着他一再奔波 就这 乃送他也送到了县里 宋习宝只好在县上住一天 正好见见四叔 还有李家人 李庆元见到宋习宝 那时抱着转圈 看着两个小姑娘抱在一起 钟王妃忍不住跟着笑起来 看着李家不卑不亢的接待 也是非常满意 李夫人其实也想巴结巴结 但是丈夫的一番话 让他打消了念头 他们本就没有想 从钟王府捞点好处 孩子们关系好 往后联系少不了 如果现在过于现殷勤 反而会让钟王府不喜 让习宝难做 王妃 这两个孩子疯起来没边 主要是我家女儿 带着习宝到处跑 您坐一坐 中午就是家宴 不知道您跟王妃喜欢吃什么 做的都是习宝爱吃的 李夫人这一番话 说得钟王妃更是满意 李夫人不必客气 我跟王妃很随意 他们男人说朝廷的事情 我们就聊孩子 习宝语远远处的好 我看着就高兴 钟王妃从见到女儿开始 就觉得她过于冷静 像个大人一样 但是在这里 则是看到了不一样的习宝 可见这一家子人都不错 说起来 我们跟习宝认识 都是从清风学堂开始 我家三叔与习宝 倒是第一个认识的 习宝小小年纪时 就会炮制药材 我家三叔说 几十年的老师傅 都没有习宝能干 还会做宝祭晚 顾元丹等等的 李夫人夸习宝 都夸到实处 钟王妃略带几分惊讶 顾元丹处在我们家习宝 这顾元丹 他可是有所耳闻 除老丞相在家卧床半年 许久不曾上朝 辞官数次 皇上却不允许 后来居然主拐上朝 再到扔掉拐杖 慢慢行走 听闻就是得到 一位神要顾元丹 顾元丹的名声 就在京城传开 皇上那边也得到一例 三天道长所赠予 没想到 这顾元丹 居然是习宝所制作 怪不得习宝对荣华富贵 全是地位都没有看在眼中 他原本以为孩子小 并不知道这些 现在才明白 孩子是淡薄名利 压根就没有看在眼中 王妃 您不知道呀 咱们习宝这本事 可大可大了 我们家三叔 跟着习宝后面赚了不少 就连我们也得到不少识惠 有时候都怪不好意思的 李夫人想起丈夫说的话 今年他这一届县令就要干完 上面还有一栋一栋 献给老丞相的顾元丹 就是从他们家 一步步的送上去的 这是习宝与你们的缘分 我这个当娘不称职 让孩子在年幼时 吃了很多苦 钟王妃感慨着 她真不知道 女儿身上还有这些故事 习宝最喜欢读书 我们家闺女不喜欢读书 当时习宝没钱买书 记地理机关类的书籍 李夫人将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 钟王妃记在心中 女儿爱好广泛 比只会读诗词歌赋强太多 第153章 减什么肥 我家老爷说 如果习宝是男孩子 绝对是状元之才 清风学堂的梁举人 不知道惋惜多少次 习宝不是男孩 对了梁举人的病也是 习宝治好的 李夫人将习宝有关的事情 都说出来 都是当娘的人 她懂得钟王妃的心理 孩子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都想知道 都想听一听 所以她就从习宝家一开始 做卤菜摊子开始说 翻转红 就这名字 就说明习宝不是一般人 宋家人全部都听她的 就说明 他们对习宝真的好 钟王妃听着习宝 带着全家干活的场景 就好似看到一个奶娃娃站在那 对着一群人发号施令的模样 对 以前我们也好奇 怎么会那么支持 一个孩子的话呢 现在看来 习宝随忠王爷 让人忍不住的追随 若是男孩 绝对是文武双全 李夫人的话 让钟王妃笑起来 若是在京城 你绝对是八面玲珑的好当家夫人 李大人是个人才 我们迟早要在京城见 钟王妃一由所指 但是大家都很明白 点到为止 李夫人当然向往京城 做人是有野心的 她男人往上爬 她自然不能拖后腿 孩子们也能有个好未来 多谢王妃 如果真有那个福分到京城 一定好好拜谢王妃 李夫人表明投诚的态度 另一边钟王爷与李大人没聊几句 赵之府就来 三个男人就开始喝酒 赵夫人加入夫人团 钟王妃立刻就变得官方起来 没有再说孩子的事情 李夫人也是一个字都没有再提 扯扯天气 扯扯花草 宋喜宝与李庆元聊着各自发生的事情 李庆元得知喜宝又要跑得更远 眼圈就忍不住红了 你一定要记得给我写信 给我送好吃好玩的 李庆元拉着喜宝的手 真的舍不得 至于喜宝变了身份 那有什么关系 喜宝还是喜宝呀 是他的好朋友 这跟身份有什么关系呢 好 我先去府城 上次让人给你送吃的 你最喜欢哪些 我再给你准备 等到了京城 我再让人快马加鞭给你送 相信徐家人 对他提出这么小小的要求 一定会满足 除了给李庆元送 还要给宋家人送 我全部都喜欢 喜宝你不用怀疑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 只要是美食都喜欢 绝对不挑食 李庆元拍着圆鼓鼓的肚子 宋喜宝看着他 忍不住说 你要不要减减肥 减肥 我很肥吗 那康家小胖子 才是真的肥 我要努力追上他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长起来的肉 怎么能减肥呢 李庆元绝对不要减肥 康明轩比以前还胖 宋喜宝 已经有很久没有见过 康元外家的小胖子 对 比以前更圆了 他今年也考秀仔 跟大牛他们一起 李庆元对康家小胖子的评价 还是非常高 李庆元又拉着宋喜宝 来到他的宝库 直接一把打开 这些都是我的宝贝 你挑几样带到京城 要不然 你没得玩 宋喜宝看着浮夸的首饰 衣服 鞋子 还有各种玩具 都是大号的 他指着自己的小身板 你觉得 哪个适合我 你还不如送我几本书 那也是 我听闻康明轩家里有几头鹿 我带够了银子 我去请你吃烤鹿肉怎么样 李庆元开始鼓动喜宝 我明日一大早就要赶路 宋喜宝想去 但是又有几分迟疑 将徐家人丢在这 可合适 没事 我们来得及 三哥跟你一起去 徐修武绝对不是要偷听小姑娘说话 而是李庆龄将他带到这来的 对对对 小妹 我也要去 李庆龄怎么能错过吃肉肉的机会 那你负责告诉爹娘 我们一起去 而且你请客 你掏银子 李庆元可不放过任何欺负三哥的机会 好好 三哥去告诉爹娘 并且出银子 你们等我一下 李庆龄撒脚鸭子狂奔 告诉娘一声就好 至于亲爹 知不知道 似乎都可以 徐修武愿意搭理李庆龄 最大的原因就是 这家伙也是三哥 三哥对上三哥 那是绝对的缘分 四个人直奔康明轩家 先派一个家丁 骑马快行 告知康家 康元外得到消息后 一脚将正在床上 睡觉的儿子踹行 就这货 然后不是家里出银子 估计屁都不是 就知道吃了睡 睡了吃 烤秀才烤个屁 爹 您踹我做什么 我这梦见 考题都被你给踹没了 康明轩揉着小眼睛 谁知道亲爹发什么疯 给你十个脑子 你也梦不到考题 就算梦到了 你也不会写 李大人家公子千金要来 听闻还带了大人物 到咱家吃烤鹿肉 你赶紧起来接待 爹让人去杀鹿 你快点 康元外可得将鹿血留着 这些小年轻 不懂鹿血的好 他可是懂 县令家千金小姐来 还带了个大人物 他们康家现在面子真硬 就是不知道 儿子这蠢货样子 能不能娶到李家千金 只要能娶到 绝对当菩萨供起来 李家人多会读书 将来孙子肯定会改良 不随他们爷俩 想到这里 康元外干活 就更有力气了 宋喜宝等人到的时候 康家的烧烤架子 跟鹿肉已经摆好 当然还有其他食材 牛羊猪 鸡鸭鹅 一个都不会少 康伯父 您真是太客气了 这是肉的银子 李庆林觉得 口袋的银子 估计保不住了 李庆林 你这不是打我爹的脸吗 他这人什么都不多 就是银子多 再说 我跟李庆元是兄弟 跟你自然也是兄弟 还有喜宝在这里 收银子 那叫开玩笑 要不 你下次请我吃 康明轩别的不行 再交集这一块 绝对不掉链子 三哥 那就算了 康明轩 这是喜宝三哥 是个四品将军 比我爹都厉害 李庆元完全是炫耀下 没有其他意思 康元外却吓得腿发软 叩见将军 不用客气 是喜宝的朋友 自然就是我的朋友 徐修武本就是个粗人 最凡繁文入节 康伯父 你不用客气 以前我们家摆摊 你还帮了很多忙 宋喜宝记得这份恩情 这个可不敢当 主要是我们家人都爱吃 你们家做的卤菜 味道太好了 康元外虽然不懂 为什么这位将军 是宋喜宝的三哥 但是这份关系 肯定是他高攀不上的 总之尊重就对了 第154章 康家父子热情招待 爹 我们年轻人玩 您去陪我娘 或者陪我二娘三娘都可以 康明轩觉得 爹在这里 绝对是多余 康元外尴尬的 瞟了一眼臭小子 这混蛋玩意 但还是听从儿子的 将军 李公子你们慢慢玩 招待不周的地方 多多见谅 我爹这么大都没有见过活的将军 我也没有 反正论年纪 他在这里算最大 喜宝 我还没有问你了 你什么时候认了这么厉害的三哥 那楚云霄算你几个呢 要不你也认我当哥 你要是觉得为难 认我当小弟也成 估计我爹知道我给你当小弟 都得烧高香 康明轩看似无厘头 实则也在旁敲侧击他们的关系 宋喜宝盯着他 你想知道呀 我偏不告诉你 你在这里帮我照顾大牛哥他们 我就喊你康哥哥 如何 我当然没问题啊 只要我在这里 就没人欺负他们 你们家的铺子 我也让我爹多照看照看 康明轩一口答应 至于喜宝没有解释 他也不着急 李庆元是憋不住的 大不了一会去问他 喜宝是我亲妹妹 那楚云霄只能算一凶 这能一样吗 能比吗 徐修武直接说出来 妹妹不解释 他来解释 他可不管那么多 喜宝这个妹妹别想跑 就是他们徐家的 啥 亲妹妹 喜宝 你是宋家捡回去的大小姐啊 我爹怎么就捡不到呢 康明轩的话 让宋喜宝哭笑不得 这捡孩子又不是捡蘑菇 捡不到才正常 要是随便都能捡到 那这天下就乱了 你爹那腰胖能去爬山吗 喜宝乃是在山脚下捡到的 再说 这世上除了我妹妹 还有谁那么可爱 徐修武打击着这小胖子 对 喜宝是我见过最可爱 最能干的妹妹 喜宝你 再叫一声康哥哥 康明轩嘚瑟起来 徐修武一个眼神瞪过去 康明轩紧张地摸着头 我就是开玩笑 他觉得这个将军肯定是真的 否则眼神怎么会那么可怕 就跟一头狼似的 喜宝 肉肉烤好了 你尝尝 徐修武收回眼光 堆上笑容 将肉递给妹妹 宋喜宝也没有客气 直接拿过来 跟李庆元一人一半 两个小姑娘就开吃 至于其他人不用管 全部自己动手 他不是不想自己动手 而是完全没有机会 他还没有吃完 面前就出现三双手 徐修武 李庆龄 康明轩都将肉递过来 你们两个是不是要跟我抢妹妹 信不信我会揍人 徐修武好不容易找到 照顾妹妹的机会 他们两个凑什么热闹 这不是怕您一个人烤 这边两个人吃 您吃不上吗 康明轩觉得 这也是个护妹狂魔 他往后是不是只要讨好喜宝 就可以走上人生巅峰 我吃你烤好的 李庆龄 你给你胖妹妹吃 他吃的比喜宝要快要多 老子供不上 你看不到呀 徐修武抱走 懂不懂 这两个货 绝对是故意找茬 李庆元听到徐修武嫌弃他吃得多 暴脾气也上来了 他才不管什么四品 什么将军的 他在家也是被宠大的姑娘 完全没有受过委屈 现在被人骂 他能忍吗 肯定不能忍 这位大将军 超级大将军 我可没有吃你的肉串 我吃的是喜宝给我的 我就专门吃喜宝手上的串 我气死你 你信不信 李庆元就没有见过 嘴巴这么臭的人 他胖怎么了 又不吃他们中王府的饭 李庆龄管管你妹妹 徐修武才不会跟一个小姑娘的吵架 这胖姑娘凶巴巴的 徐将军 您还是饶了我吧 在我们家 我可不敢管着她 我是家里地位最低的那个 你可不能笑话我 李庆龄双手求饶 又让妹妹收敛一点 宋喜宝 结果康明轩的肉串 递给徐修武 三哥你吃 这一次是三哥 而不是徐三哥 就一个称呼的变化 让徐修武高兴的差点蹦起来 唉 吃吃吃 大家一起吃吃吃 康明轩 让你家里送点果酒来 再送点果茶 乳茶什么的 他们两个小姑娘 肯定不能喝酒 我们也不能喝度数高的 明天还要赶路 徐修武 这就是看在喜宝的面子上 不跟那个胖姑娘计较 如果在京城 看看满京城的姑娘 就算是公主 都不敢与她这样讲话 康明轩立刻去办 她爹其实一直就 等在院子外面 完全没有走 就怕突然有吩咐 等看到儿子走出来后 按道老子就是聪明 宋喜宝喝着果茶 吃着烤串 吹着威风 难得放松一天 宋喜宝 你明月去府城 我给楚云霄准备一些礼物 你帮我带脚跑 康明轩笑嘻嘻地问 他可不傻 楚云霄往后绝对是个人物 现在多交往 往后绝对能提携他 可以 但是你不能打我大郎哥的主意 他可是要好好读书 你不能带坏他 宋喜宝非常认真的说 康明轩这脸上表情 一看就是有所图 喜宝你放心 我怎么会带坏楚云霄 就是要他好好读书 我让你带的礼物 大部分是书 还有一些肉干 扛饿 让他吃了多读书 如果楚云霄不好好读书 他还不上心 真的 宋喜宝总觉得 这大冰脸 小眼睛带着算计 当然是真的 我敢骗你吗 你三哥 这位将军眼神都能杀人 我敢骗你吗 康明轩这话 让徐修武很受用 说得对 有他在的地方 任何人都不要想骗妹妹 那就好 我大郎哥 将来可是做大事的人 宋喜宝自豪地说着 徐修武有些酸 从此后 这个楚云霄 就是他们三兄弟的对手 他们继续愉快地吃肉 再来点素菜 烤蘑菇 烤馒饭 烤韭菜 吃的那叫一个爽 徐修武连连点头 这康家人的肉 果然是通过美食得到的 三哥 我们要不要带一些烤肉 回去给他们吃 宋喜宝无法将爹娘说出口 带 必须要带 我现在就让人去安排 你们带的越多 我爹夸我奖励我的就更多 康明轩刚刚可是从李庆元嘴中 得知了宋喜宝亲生父母的身份 他颤抖的手 激动的心 他这是什么狗屎乐 第155章激动的父子俩 多带一些 赵之福也来我们家了 除了肉 再带点素菜 不要烤好 将炉子带上 我们回去现烤 李庆龄也是丝毫不客气 他以后请这个小胖子 多吃几顿当回礼 这事情得给亲爹办漂亮了 如果中王爷跟赵之福 在他们家居然没有吃饱 那岂不是招待不周 我带人去给他们烤 让我也见识见识大人物 可以不 我这辈子 见过最大的官 就是你爹 康明轩继续提要求 嘿嘿笑着 那小眼睛都快笑没了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喜宝你说对吧 李庆元直接拉上喜宝 这件事对喜宝来说 压根就不叫实 对 可以 送喜宝也可以给康明轩一个梯子 至于他能往上爬几步 就看他个人本事了 康明轩听到这消息 肥胖的身躯直接蹦起来 然后告诉亲爹去 让管家去安排 康元外直接惊呆了 手中的茶壶碎一地 激动地抓住儿子的手 中王爷 你没有骗你爹我吧 爹 你儿子虽然读书不行 但是交际这一块 你怎么能够怀疑我呢 康明轩有些不满 他广交好友 广撒赢钱 为的是啥 对对对 你爹我可以去吗 要不你再跟喜宝说一说 康元外真是无比激动 这样好的事情 儿子能赶上他能不能 康明轩一口拒绝 我不说 爹 咱们要矜持一些 矜持个屁 这大概就是 你爹这一生唯一一次机会 我跟着去烤肉 还不成吗 我去找喜宝说 康元外蹭蹭蹭地迈着步伐 跑到喜宝面前 满头大汗 他张开嘴 都发不出来声音 跑太快了 康伯福 来跟着我 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整个人放松下来 宋喜宝见他这样 立刻叫他调整呼吸 一番操作下来 康元外的脸不红了 他眼巴巴地看着 喜宝 我能给你爹烤肉吗 康明轩站在亲爹身后 觉得真的是丢人 亲爹怎么就不能矜持一些 含蓄一些呢 康伯福 我本来就打算邀请你 去跟他们一起喝酒吃肉 这烤肉的事情 还是让康明轩来做 您要不要先去换一套衣服 宋喜宝没有拒绝 在他们眼中 能见一眼中 王都是莫大的荣耀吧 就凭他们家开店前后 康元外帮了几次忙 这件事都不会拒绝 好好 我现在就去 你们稍等一会 康元外又刺流地奔跑 回去换衣服 爹 你慢点 免得又出一身汗 康明轩大声地提醒着 徐修武笑出声来 这对父子真有点意思 能够让喜宝来这里 并且答应请求 就说明 平时他们平时关系就不错 喜宝 是我说了你爹的身份 康胖子套路我 我就中招了 你可会生气 李庆元小心翼翼地问着喜宝 他没想到 康家父子这么大的反应 他们李家当然不会在乎多两个客人 没关系 我们村里人都知道 宋喜宝觉得这完全不是问题 他从未瞒过任何人 而且 徐家人也没有刻意地隐瞒身份 否则在村里侍卫 就不会称呼王爷 那就好 那就好 我还以为我又办错事了 李庆元本来说完后 还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康家父子的反应 吓到他了 宋喜宝拍拍他的手 事宜没有关系 说到底 李庆元就是个没什么心眼的吃货姑娘 合格的米虫 他也看出来 康家似乎对他有益 未来他们如果结亲的话 李庆元应该不缺美食 这一家子都是研究美食的人 别的不说 就说这烤肉的架子 各式各样 炉子也不一样 等康元外换好衣服 他们一群人又回到县衙 傍晚时分 赵之府也要留宿李家 原因很简单 被喝趴下了 赵之府与李大人二对一 愣是没喝营中王爷 他们两个人睡了一下午 钟王爷则是与王妃转了转县城 也就比喜宝他们回来早一刻钟 爹 娘 我跟喜宝给你们带烤肉回来了 这康元外 还有他儿子 跟喜宝也很熟悉 徐修武大嗓门的喊着 算是给那对父子一个介绍 康元外与康明轩赶紧跪下 钟王爷却摆摆手 出门在外 不需要这些虚理 晚上一起吃饭 谢谢王爷 康元外喜不自禁 这钟王爷果然是性情中人 钟王爷与钟王妃 这完全是给女儿面子 任何一个帮过女儿的人 他们都愿意给出三分面子 当看到烤肉的家伙 十一一被摆到县衙大院 钟王爷还是惊了 还是你们会吃 拿酒来 我与康元外喝几杯 休武 你去看看李大人赵大人起来没 起来就接着喝 钟王爷最喜欢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这才是男人 钟王妃小声提醒 两位大人明日还要处理公务 不能再让他们喝了 怕什么 席宝你去配饮酒汤 看谁喝多了 就给谁灌下去 这男人不喝酒 还叫男人吗 钟王爷摆摆手 就这点酒水 怕什么 对对对 男人不喝酒 怎么能行 多谢王妃体谅 我与李大人 舍命陪君子 必须要让王爷吃好 喝好 康元外 加上你 我们三对一 一定要让王爷尽兴 赵知府拍着康元外的肩膀 他可不想 未来很多年都被同僚嘲笑 陪钟王爷居然不敢再喝酒了 康元外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大人物 赶紧应下 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本领 那就是喝酒了 男人们开始继续喝酒 聊天 钟王爷时不时的 蹦出几句粗话 到后来 四个男人没一个省心的 赵夫人有几分尴尬 他们老爷 何曾这般粗鲁过 钟王妃不动声色的打量他 依旧带着得体的笑 喜宝 你能不能给我瞧一瞧病 赵夫人看到送喜宝 立刻想到老爷说 这可是真神医 他就动了心思 嫁给老爷这么多年 就生了一个女儿 他想看看 能不能再生个儿子 赵夫人 喜宝不是你该叫的 这里不是驿馆 钟王妃不满的提醒 是是是 王妃教训的对 是我的错 小郡主 我明日再到义馆 赵夫人有几分尴尬 钟王妃丢失的女儿 早就请奉为郡主 这是老爷嘱咐过她 但是她刚刚想套个近乎 毕竟李县令的夫人 都叫的是喜宝 第156章 钟王妃爱乌及乌 训斥赵夫人 好 送喜宝也没有过多的话 她也察觉到 赵夫人对那边男人喝酒 有几分不满 李夫人内心狂喜 她一开始还以为 钟王妃好说话 现在才知道 这份好事 专门给对喜宝好的人准备 娘 烤肉来了 李庆龄与李庆元 一起端了三盘子 刚刚烤好的各种肉 王妃 赵夫人 请 李夫人热情地端过来 钟王妃直接拿起来吃 味道真不错 喜宝还是你们几个小的会吃 赵夫人拿了一串肉放在手中 又顺着铁签掉下来 她尖叫着 将肉串给扔了 扔出来的肉串 又将桌上的盘子打翻 看着一地的肉串 还有站在那牵着裙子 蹦跶的赵夫人 钟王妃黑着脸 李夫人无比尴尬 这是嫌弃啊 嫌弃他们吃的东西 赵夫人 既然你身体不适 就先回去吧 李夫人 你去送送 圆圆再给我拿一些肉串来 可好 钟王妃看着喜宝与小闺蜜 不高兴的模样 就开始安抚 至于没眼力尽的人 还是趁早走吧 那么高贵 回家吃自个去 王妃 失陪了 我今日确实不舒服 让您扫兴了 赵夫人也知道 钟王妃生气了 但是他真不是故意的 本王妃有李夫人陪 你再不再都无所谓 你这样一惊一乍 吓到孩子们 实属不该 钟王妃舍不得闺女受委屈 对李庆元 绝对是爱乌吉乌 赵夫人红着脸 对不住诸位 退下吧 钟王妃开口后 她才敢离开 李夫人觉得神清气爽 但是却不敢表现出来 毕竟赵之府 目前还是丈夫的顶头上司 宋喜宝看着灰溜溜 离开的赵夫人 忍不住笑了 喜宝 有没有觉得娘很凶 宋喜宝直截了当 说出内心想法 王妃你好厉害 我好崇拜你 我们好好的烤肉 她却露出一股嫌弃的模样 不就是一滴油吗 烤肉没有油 还能叫烤肉吗 李庆元两眼放光 钟王妃太洒了 是吗 想不想跟喜宝一起去京城玩 我跟你娘说一声就可以 钟王妃诱惑着李庆元 多个小姑娘陪着喜宝 她肯定就不会想家了 李庆元直点头 我想 可是我爹娘舍不得我 而且我什么也不会 去了京城会给钟王府丢脸的 她非常有自知之明 在这里混得开 完全是亲爹罩着 如果到了京城 她一个县令之女算什么 连个屁都不是 她又不喜欢憋屈的日子 还是算了吧 有什么好丢脸 京城也不是每个大家闺秀 都去琴棋书画 人生在世 不要活在别人的制定的条条框框里 钟王妃这话 也是说给女儿听 琴棋书画这些东西 他们家根本就不在乎 但是也不会贬低 目前两个儿媳妇 大儿媳是大家族出来的 懂琴棋书画 也懂后宅事务 二媳那就是个婆侯 他们轴里相处的很好 她这个婆婆也不干涉 钟王妃 这话 您记得一会再给我娘说一次 您家还有其他儿子不 要不我给您当儿媳妇 李庆元觉得 如果遇到这样的婆婆 简直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喜宝三哥 就是最小的一个 你看得上吗 钟王妃笑名利地问 这样的小姑娘 娶回家当儿媳妇 她没意见 多有意思 李庆元摇头 那算了 她嘴巴太毒 我怕掉肉 如果是徐修武 那她还是老老实实地 让爹娘去安排 钟王妃哑然失笑 老三那个脾气 确实不太好 否则怎么会在京城 没有找到媳妇呢 提起老三的婚事 其实她也发愁 他们满意的 老三不满意 老三自己去找 只会给人家姑娘吓哭 李夫人再回来时 就看见钟王妃 看着女儿笑 与刚刚赵夫人 形成鲜明对比 男人那边 有了康元外的加入 钟王也果然和满意了 微醺状态正正好 再看另外三人 两个趴在桌子上面打呼 还有一个在桌子底下 这一场酒 让康元外吹嘘了几十年 第二日一早 宋喜宝他们 就到了府城 赵夫人因为被钟王妃 训斥了一番 没敢再出现 宋喜宝照例覆诊 每个病人都交代得很清楚 一忙就是一整天 中午的饭都是凑合吃的 钟王妃没敢自己做 而是让徐修武 去酒楼订了饭菜 她在厨艺上毫无天分 可不能委屈孩子 但是 看着忙碌的女儿 只是胡乱地扒了几口 忍不住心疼 刚入夜 她就催着儿子 赶紧去关门 免得又来病人 以女儿的个性 绝对又顾不上吃饭 好香 吃掉锅吗 宋喜宝吸着鼻子 味道很不错 对 掉锅 我特意让厨子来做的 现做现吃 味道最好 徐修武堂堂一个四品将军 现在在爹娘眼中 最大的作用 就是给妹妹找美食 谢谢三哥 宋喜宝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喊爹娘 但是感激之情还是有的 三哥倒是喊得很顺利了 主要是接触时间长 每次听到喜宝喊三哥 钟王爷都带着几分羡慕 钟王妃就是 眼巴巴的看着女儿 宋喜宝只能埋头吃饭 就当没有看见 她实在是没办法喊出来 我这里房子小 你们住在这里 可以吗 宋喜宝吃完饭 见他们还没有走 就客套一句 可以 没有问题 我以前跟你爹出争时 还睡过草垛 我们也不放心 放你一个人在这住 钟王妃觉得太不安全 他们必须要留下来保护 那你们住我奶的房间 被子都是洗干净晒好的 宋喜宝去给他们忙活好 钟王妃跟着一起铺着床单 试探着跟女儿拉近距离 喜宝 咱们京城的家 有个大书房 皇上赏赐给你爹好多好多书 各种古本 那我可以带回来看吗 宋喜宝听到这个 确实来了几分兴致 可以 钟王妃有些语色 在女儿这里 似乎永远这里才是家 就这样 他们在一起过了三天 宋喜宝也没有额外的烦恼 主要是 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 离开府城之前 终于等到了楚大郎休墓 他们两个人见了一面 单独见 没让徐休武跟着 第157章 难道我不好看吗 大郎哥 我跟他们去一趟 见见徐家人 大家解释清楚 我就回来 这些都是康明轩送给你的礼物 宋喜宝没忘记这一茬 你决定是对的 我就不能陪你去了 楚大郎正在备考的关键时刻 原本今天的休墓 都是开小灶 但是喜宝带给他的纸条收到了 绝对不能让这丫头 带着遗憾去京城 不用你陪我去 你好好读书 未来当大官罩着我 我发现 干爹干娘与中王府 似乎很熟悉 你们老家应该也是 在京城吧 如果不能说 没关系 我就是随口问 宋喜宝知道 楚家人有秘密 准确的说 我出生在宋家村 爹是京城楚家人 你到京城后 不用留意楚家人的消息 我爹一直都没闲着 这些事情他来干就好了 楚大郎就怕小姑娘犯傻 又去为他做这些事情 京城楚家人 很厉害吗 宋喜宝不懂就问 大郎哥愿意说 他就听着 若是大郎哥不愿意说 他也没有关系 楚大郎带着他 去吃羊肉泡馍 当今丞相是我爷爷 原来你出生这么厉害 怪不得脑子这么灵光 读书好 宋喜宝真是没猜到 出生不能决定最后的命运 但是努力读书一定会 楚大郎对小姑娘的反应 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 因为他听到这个消息 就好似听到他叫楚云霄一样的反应 大郎哥 那你以后 是不是就会在京城生活 任祖归宗 我是被丢的 你是被你爹带跑出来的 我们这算同病相连吗 宋喜宝笑着说道 其实对原生还是自己来说 被丢弃都不难过 人这一辈子 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 就来惩罚自己 这才是最亏的 我们没有病 不需要同病相连 我们可以互相鼓励 喜宝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 最勤奋的姑娘 楚大郎非常认真的说着 大郎哥 难道我不好看吗 宋喜宝抬头看着楚大郎 白金的脸 长睫毛大眼睛 再配上两个小米窝 楚大郎不由自主地红了脸 胡乱地点头 好看 那你给我做话 然后在身上 到了京城想我 就看看我 我肯定不能一直住在京城 宋喜宝对楚大郎提要求 这可是 他相中的小夫君 说啥都不能给其他人 以前乃有些反常 大概就是觉得 大郎哥与他之间的差距 可现在 算是门当户对了吧 好 楚大郎点点头 他秋逝后 应该就要留在京城 虽然舍不得小姑娘 但是大势为重 只能先舍一头 到京城后 要听忠王爷他们的话 楚大郎不厌其烦地叮嘱小姑娘 就怕徐家人不好叮嘱 就算嘱咐了小姑娘 也不听话 但是他说的话 喜宝一般情况下都会听 为什么不能去其他医馆 我又不是偷师 我就是去看看 而且我治病救人 难道不好吗 宋喜宝不明白 为什么府城能做的事情 到了京城就不能做 难道说 这京城还有人专门管大夫吗 这事情还真是让他猜对了 楚大郎仔细给他解释 在京城 大夫这一行 也是有行会的 所有的医馆跟大夫 都是受到行会的管理 你是一个小姑娘 又是外来者 如果随便行医 就等于触碰了其他人的利益 当然 如果你愿意承认 钟王爷是你爹 这些就不再是问题 可如果你不想借助 钟王府的力量 那就老老实实地 待一段时间回来 宋喜宝听着楚大郎的解释 无比的丧气 这叫什么事 突然想到师父 他眼睛一亮 我师父三天道长 这个名号 难道不比行会厉害吗 也不是不行 就是容易牵扯 虽然三天道长是你师父 但你并不是道姑 修道之人是可以行医的 楚大郎是怕小姑娘 在京城被人利用 反而让钟王府 陷入两难之地 只要不是人命关天 我都不管 但是涉及到人命 我可能还是会出手 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 大郎哥 我会努力地保护自己 宋喜宝突然觉得 京城好可怕 如果到了关键时刻 钟王爷毕竟是你爹 他帮你也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你不会因为他的身份 去做坏事 楚大郎叹口气 他只能选择支持 支持小姑娘的梦想 宋喜宝点头 你放心 我不会为了面子 让自己陷入危险 即便有危险 他也可以利用药房来脱险 大郎哥 你一定要以事业为重 到了弱贯 再考虑澄清的问题 千万不能因为 遇到漂亮小姑娘 就忘记你要当大官的使命 他不放心他 宋喜宝反而更担心楚大郎 没办法 谁让他太优秀了 就在府城书院 都有几个小姑娘喜欢他 人小鬼大 少去想这些事情 否则你就长不高 楚大郎红着脸 揉着小姑娘的头发 这些话 他都嘱咐过他多少次 我看了他们的身高 根据遗传学 我应该跟中王费一样高 不信你再等三四年瞧瞧 宋喜宝无比自信 试试试 多吃点肉 你一定会长高 楚大郎分了一点肉给他 宋喜宝放下筷子 非常认真的问 大郎哥 你知道我为什么 每次都喜欢跟你吃羊肉泡馍吗 你喜欢吃羊肉 楚大郎觉得这完全不是问题 小姑娘最喜欢吃肉 因为羊肉泡馍 可以让我们有更多时间说话 嬷嬷得慢慢的掰碎 不能操之过急 宋喜宝说完后 继续吃 楚大郎看着小姑娘的额头 光洁如玉 心中一阵荡漾 徐修武躲在暗处 恨不得 将刚刚楚大郎摸妹妹的手给剁掉 这傻玩意 啪 他突然头被人打了 哪个龟儿子敢打老子 徐修武转身就打回去 一番打斗后 傻眼了 因为打他的人 是钟王爷 他亲爹 关键是 亲爹居然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 这是搞什么 第158章 鞭炮欢迎 厉害了 居然当老子的老子 徐修武谁给你的胆子 钟王爷气得胡子都翘起来 爹 爹 你再喊 他们就发现 我们了 徐修武赶紧求饶 其实楚大郎已经发现 但是帕金道小姑娘 就没有提醒 毕竟这两个人 又不是坏人 能理解 等我回去找你算账 你跟着你妹妹做什么 钟王爷压低声音 他是不放心女儿 所以跟着出来 谁料就看见 这个臭小子 爹 那你穿成这样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个楚大郎 表面上是一凶 我怀疑他有其他心思 徐修武得保护妹妹 不能被楚大郎给骗走了 嗯 你说的对 不能让这个臭小子 骗走你妹妹 但是他要留在京城 你妹妹留在京城的 可能性就更大 钟王爷分析后 觉得女儿暂时年纪还小 先不管 徐修武对着亲爹竖起大拇指 爹 你说的对 那往后我多罩着点楚大郎 让他在京城扎稳根 京城可是我的地盘 谁敢闹事 小爷第一个弄死他们 钟王爷一巴掌 打在他头上 你就是京城最大的闹事者 皇上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不知道都关进去几次了 爹 大哥 二哥 已经足够出色 我要是不给皇上送点把柄 皇上怎么能放心呢 徐修武黑黑笑着 这一番话 让钟王爷重新审视了这个儿子 有脑子就好 就怕没脑子 就知道惹事情 楚大郎等小姑娘吃完后 这才带着他 出现在钟王爷跟徐修武面前 伯父跟兄长都在这 我就不送喜宝回去了 大郎呀 等你到京城 有空 就来找我们家喜宝玩 钟王爷满脸慈祥 慈祥到宋喜宝都怀疑他吃药了 好的 伯父 楚大郎儒雅地笑着 然后回到书院 宋喜宝则是不高兴地看 这对父子 你们跟踪我 这怎么能是跟踪呢 爹特意穿成这样 就是想让我带他逛逛 然后我们就心有灵犀 一起到了这里 徐修武绝对不承认是跟踪 最多算个保护 是吗 宋喜宝很显然不相信 但是也没有在追问 事实怎样 根本就不重要 他跟大郎哥道别完 再将医馆的事情处理好 就可以跟着他们去京城 牛大夫就算一个人在府城 现在也没有其他人敢欺负 赵之府是知晓他身份的人 定会帮着看顾几分 一开始 他对去京城 是没有任何期待的 但是路上的风景 让他渐渐地高兴起来 纯正野味 也让他乐此不疲 徐修武 教他爬树掏鸟窝 下河摸鱼掉虾 这一切 让他对徐家人的抵触小很多 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他当不成那些大家闺秀 徐家也不需要大家闺秀 习宝想不想试试打练 这把弓比较轻 剑是爹刚做的 徐修武拿着一把弓 对着妹妹挤眉弄眼 试试就试试 我才不怕 宋习宝立刻就开始试 他的臂力一直都不错 虽然没有武功底子 但是这些年一直都坚持锻炼 弓箭在手 他立刻就有了女侠的感觉 跟着徐修武学习打练 别说 还真的给他猎到了一只小兔子 当天晚上 他们吃的就是烤兔肉 中王爷与中王妃脸上的笑容 也是越来越多 虽然女儿到现在都没有叫他们爹娘 就这样 不着急赶路 一路玩到了京城 早已经等待许久的徐家两兄弟 望眼欲穿 每日都让人盯着城门口 爹娘跟三弟都不靠谱 也不派人送个信 好让他们知道 到底是啥时候 好在派人遵守这个方法虽然笨 但是将人接到了 中王府的马车 刚到门口 鞭炮就放起来 宋西宝下的一击灵 难道今日中王府有血 西宝 不用怕 肯定是你二哥弄出来的 你大哥性子沉稳 不会弄这些 你二哥爱热闹 你三哥你也看到了 混不吝 中王妃笑着说 其实三个儿子都很听话 娘 我怎么混不吝呢 徐秀文有些不满 在爹娘心中 怎么能是这样呢 你有脸说 路边的狗碰到你 都得跑 要不然都被你杀两巴掌 中王妃瞪着三儿子 这小子也不知道随了谁 打小就不是省油的灯 爹 娘 秀文跟我们一直都盼着妹妹归来 徐秀文媳妇标准的大家闺秀 带着全家人迎接 娘 小妹是不是随您 特好看 徐秀品媳妇则是大大咧咧 直接大嗓门 宋西宝走出来后 她是直接上前一把抱住 小妹 我是二嫂 想去哪里玩 二嫂都陪你 这京城就没有我不熟悉的地方 宋西宝真是差点被憋死 二嫂这身材 真是太丰满 二哥有福气 老二媳妇 赶紧松开西宝 她脸都憋红了 中王妃赶紧拉开两人 满脸心疼的看着女儿 那个 对不住 二嫂就是太激动 小妹你叫西宝吗 真好听 我小名叫球球 我娘说我生下来就是个肉球 胖乎乎的 修品媳妇大大咧咧的个性 倒是让宋西宝多了几分好感 爹娘 妹妹的院子每日都打扫 热水也是每日都备下 现在可以去洗一洗 继续罚 半个时辰后 就可以开宴 修文媳妇安排的非常到位 让中王妃很满意 西宝 娘带着你去洗漱一番 中王妃带着女儿去了南院 自从他们家搬到中王府 女儿的院子一直都有 从小到大的衣服 也是一直都在准备 今年终于可以用上 想到这中王妃 就恨不得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 嗯 宋西宝还看到几个萝卜头 都用好奇的眼神看着她 这应该就是徐家的孙子呗 为首的小男孩 跟大哥徐修文一样 浑身上下都是书卷气息 不得不说 全家子颜值都非常高 单纯看脸的话 宋西宝表示很满意 这院子里 都是我跟你爹布着的 他会更排斥 不用 我也带了换洗的衣服 你让他们将水准备好 就可以了 宋西宝从外面走进来 偌大的王府 花开的规格小院 处处都透着徐家人 她的真心欢迎 中王妃立刻让人准备水 自己就坐在隔间外面 防止女儿需要人 第159章 出手都非常豪气 宋西宝一边洗澡 一边打量着屋内的装饰 如果她真的是十岁小女孩 应该会非常喜欢 这些粉嫩的装饰物 好在那一面墙的书柜 让她无比欢喜 看到的地方 已经有很多医书了 看来肯定是中王 或者中王妃 提前写信通知府中 能够搜罗到 她没有见过的医书 肯定都是绝版古本 她直接洗了个战斗走 就坐起来看书 完全忘记 还有中王妃等在门口 半个时辰过去 修文媳妇找过来 中王妃这才意识到 女儿进去已经很长时间了 赶紧呼唤着 喜宝 没有得到回应她吓到了 不会是女儿洗澡晕了吧 喜宝 娘进来了呀 中王妃赶紧一个人先进去 不让大喜跟着来 结果玉桶里完全没有人 中王妃一抬头 就看见女儿 坐在那间的书房里 一窗而坐 看书看得正起劲 喜宝 你不饿吗 中王妃哭笑不得 怪不得叫她没回应 原来是看书看吃了 看来李夫人说的没错 女儿喜欢看书 喜宝摸着肚子 啊 对不起 我刚看到书 就忘记时间了 咱们娘俩在一起 有啥对不起 家里人都等着你 走 先去吃饭 这些书都在你的院子里 谁也拿不走 你想什么时尚看 都没有问题 但是不能饿肚子 身体第一位 中王妃拉着女儿的手 走出去 修文媳妇见妹妹无事 立刻笑着说道 妹妹我们去用膳 谢谢大嫂 宋喜宝这才开口 与修文媳妇说第一句话 修文媳妇听到这句大嫂 笑意更浓 中王妃有几分酸楚 女儿到底啥时候才叫娘 宋喜宝看着一桌子人 靠着徐修武做 这肯定不会错 小姑姑 三叔说你神医 那你可以让活长得比大哥高妈的 徐修品的儿子 四岁的徐明洪直接跑过来 拉着小姑的手 满脸渴望 二弟 你只要多吃饭 多练武 一定能够长得比大哥高 小姑姑刚回家 得先用膳 徐明亮作为徐家长孙 虽然才五岁 但是管着两个弟弟 宋喜宝摸着徐明洪的头 你哥说的对 这将来你们三兄弟 谁长得更高 肯定取决于谁锻炼得多 因为你们的爹身高相差无几 喜宝赶紧多吃点 别管这个臭小子 他每天就是事多 读书不跟哥哥比 就知道比身高 徐修品用公块给妹妹加菜 宋喜宝看着面前的碗 直接堆成了小山 他确实也饿了 直接开赶 徐家人的饭桌不来虚的 吃饭就吃饭 从不驯化 这是对粮食最大的尊重 但是闲聊是可以的 钟王爷自豪地对三个儿子说 喜宝可比你们三个能干 若是男娃 老子就让柿子之位变成他的 宋喜宝听到自己的名字 从饭碗中抬头 我不要 爹 咱们家能有现在 喜宝有很大的功劳 虽然他不是男娃做不了柿子 但是您跟娘 可以给其他方面的补偿 徐修文一点都没有 因为爹的话生气 反而提出更合适的解决办法 除了书跟药材 其他东西我都不缺 宋喜宝对物质 没有太多需求 喜宝 你是女娃 这些都是嫁妆 你们放心 该给妹妹的 娘都准备好了 钟王妃一直都坚信 女儿迟早会回来 所以每年她的产业利润 都留出一份给女儿 而且她的嫁妆 也全部都是女儿的 娘多分给妹妹一些 我们是男子 需要什么自己证 徐修品立刻表态 对 多分妹妹 我不要 徐修武拍着胸口 男子汉大丈夫 他要什么都可以自己努力 娘 他们三兄弟都表态了 我这个当大嫂的 也不能小见 这是我送给妹妹的见面里 东大街三间铺子 妹妹用来开医馆 刚刚好 修文媳妇直接拿出房契 我也有 妹妹这是我在郊区的一个庄子 里面可以骑马 修品媳妇也不甘落后 修文跟修品 也各自拿出来礼物 修武看着空落落的手 大哥 大嫂 二哥 二嫂 你们准备礼物 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 那岂不是就我一个人 没有给西宝准备 西宝 你不要嫌弃三哥 三哥所有东西都是你的 徐修武在府城时 也给西宝准备过礼物 但是他没有要 送西宝想了想 娘 这些东西 你帮我收着吧 哎 好 钟王妃下意识地答应 后知后觉地发现 西宝居然叫了一声娘 就这么很自然地叫出口 让他捂着嘴 忍不住掉眼泪 爹 宋西宝在这样的环境中 确定徐家人 对他是发自真心 也就接受了 至于这些礼物 他并没有想过带走 交给生母就行 哎 好 好 钟王爷这个铁一般的男人 在无数次生死徘徊间 没有落泪 在被皇上误解中 没有落泪 当初选择放下女儿时 没有落泪 现在却因为女儿一生爹 忍不住红了眼圈 爹 娘 妹妹回来是大喜事 你二位就别哭了 一把年纪 害臊不害臊 徐修武觉得大好气氛 不想被破坏 你这个逆子 你懂个屁 钟王爷忍不住咆哮 爹 三弟不懂事 一会我们两个 去检查检查他的功课 我负责兵法 二弟负责武功 徐修文笑着安慰亲爹 然后对三弟发出警告 徐修武听到这个 立刻对着习宝笑 习宝 晚上我带你 去逛夜市可好 宋西宝也不希望自己 让三哥受罚 于是就点头说好 我跟你二哥也一起去 修品媳妇 立刻就打算一起跟着 修文想到妹妹刚回来 可不能让两个弟弟亲近了 他这个大哥靠边站 你们都去老大媳妇 你也跟着去放松放松 这些日子 你打点府中辛苦了 钟王妃看出来 大儿媳也想出去走走 要不是赶路太累 她也想出去转转 但是年轻人的事情 她也不好太跟着参与 谢谢娘 修文媳妇没有拒绝 虽然是钟王府的世子妃 但是晚上没有爹娘的许可 没有丈夫的陪同 她是不能出门的 第160章 被师父带进宫 宋西宝到了最繁华的京城 中王府家三兄弟 老大俊美无双 老二身强体壮 老三放荡不羁 世子妇人才貌双绝 二夫人火辣野性 宋西宝是待放的花蕊 小爷有阵子没回来 真是无比想念京城的夜市 西宝看上什么 就跟三哥说 我来买 苏修武站在这条街上 恨不得咆哮一声 让小弟们全部就位 让妹妹看看 他的绝对地位 但是有大哥跟着 他不敢 老大绝对是阴狠 下手贼狠 好的 宋西宝眼花缭乱 见到很多稀奇的东西 捏泥人 画唐人 画面具 唐葫芦 只要他看过两眼 或者停留过瞬间 下一瞬间 这些东西 全部都出现在他面前 三位哥哥抢着买 哪怕儒雅风度翩翩的苏修文 此刻也放下面子 扎堆到各个小摊位面前 只为让妹妹笑一笑 两位嫂子 则是挑选了一些 简单的手工饰品 他们算看出来了 送给妹妹贵重的礼物 他转手 就寄存在娘那边 可以说 并不是很在乎 就这份品质 让他们二人 更加用心一些 我想去听说说 宋喜宝指着茶馆 他在府城时也见过 但是因为太忙碌 最多就是听上片刻中 今天他想听上一个时辰 过一过慢节奏 好 大家无人反对 喜宝想听什么 我让他们下一场准备 徐修武坐下 就先两位兄长问 我想听神农长百草 如果他们不会说 就说一些神医的故事 宋喜宝想对这个时代的医者 有更多的了解 徐修武立刻去了后台问 结果说书人 只会说三天道场的故事 宋喜宝点头 师父虽然出现在 他的生活中比较少 但是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关于师父的那些事迹 他也非常感兴趣 有了中王府的打赏 说书人说的镜头十足 将三天道场 近五十年的事迹 一一说出来 休息的空隙 就有人问 三天道场 今年高寿 传闻两百岁 是真的吗 两百岁 我低个天 那岂不是前朝时就在 这是半仙之身 凡间之事解决 肯定要与话成仙的 听着众人的议论 宋喜宝对师父也很好奇 这世上真有非生吗 喜宝 三天道场 知识你师父 徐修文怕弟弟胡说乱 宋喜宝非常认真的点头 是的 师父是去救灾时 路过我们村 觉得我天资聪明 就收我为徒 他并没有吹牛 而他是真的很聪明 现代古代 从小到大 每个与他相处的人 都会这样说 道场最近在宫中 给太后娘娘治病 徐修文小声的说 让妹妹心中有数就好 师父说过 我只要出现在京城 他就能收到消息 不需要我特意通知他 宋喜宝相信 师父有空时 一定会来找他 师父赠给他的药材 医书 丹方 都是价值千金的好东西 他又做巨元丹 无论是习武 还是读书 服用一颗事半功倍 临走时 他给大狼哥两颗 一个月只能服用一颗 相信他现在已经领略到 巨元丹带来的好处 想大狼哥 非常想 不知道他此刻 有没有想他呢 乖徒儿 你说的对 三天道长坐下来 摸着胡子 对宝贝徒弟非常满意 师父 宋喜宝见到师父 真是意外的惊喜 徐家三兄弟两夫人 赶紧站起来 道长 坐下 都坐下 老道最不喜欢 就是这些虚理 喜宝 有没有想师父 三天道长正在发愁之时 就得到宝贝徒弟 到京城的消息 他真是无比欢喜 这下子彻底有救了 师父 你是不是有事 宋喜宝见师父过分热情 就明白有事了 嘿嘿 还是乖徒弟懂我 你们几个先回去的 我带喜宝去个地方 晚点再送他回去 三天道长 抓着宝贝徒弟的衣服 顺意出去了 三兄弟都没有反应过来 妹妹就不见了 大哥 怎么办 徐修武傻眼 他们这算不算 将妹妹弄丢了 我怎么知道 我们三个家起来也追不上 回家告诉爹娘一声 徐修文也是很恼火 这三天道长 完全不按照套路来 这上了岁数 果然就是魂 这个牛鼻子 老到真讨厌 徐修武忍不住骂了一声 但是不敢大声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我们多给妹妹 买些东西带回去 等他回来 喜欢哪些就用哪些 徐修品觉得 就这样回去 实在太可惜 尤其是大嫂跟他媳妇 多久都没有逛夜市了 对 喜宝最喜欢吃 还有各种小玩意 不是那种特别贵的 我再去给他买一套金针 这可是损耗品 徐修武觉得 这个主意好 那我去给喜宝挑选一个药箱 药轻便 空间还大 徐修文觉得 这个主意好 另一边的宋喜宝 跟着师父 到了皇宫门口停下来 师父 你不会让我进宫给人瞧病吧 这会不会太危险呢 有师父在 怎么会有危险呢 三巅道长觉得徒弟挺聪明的 怎么今天有点傻呢 师父 这里面的人 我惹不起 宋喜宝怀疑师父 想让他去给太后看病 放心吧 太后是个很慈祥的老人 而且 他这病师父 实在没办法 只能找你 而且这个病症 你肯定会有兴趣 三巅道长的话 让宋喜宝 确实来了几分兴趣 师父都没有办法的病症 他是真的有兴趣 有三巅道长在前 无人敢对宋喜宝阻拦 大家都是恭恭敬敬 太后娘娘 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小徒弟 别看他年纪小 在府城可是闯出来名上 而且对女人病 他比我强 三巅道长带着徒弟 完全都没有让他跪下 宋喜宝没有学过宫廷礼仪 师父说不用跪 他就站在那 不卑不亢 太后娘娘已经是满头白发 对着宋喜宝招招手 真是个俊俏的小姑娘 过来不用怕 哎呀这病呀 治不好也不会怪你 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现在回到中王府 算是苦尽甘来了 第161章 怪病 能治 宋喜宝走到太后娘娘面前 看到他苍白的脸 微微皱了眉头 至于他说的话 虽然并不认同 但是没有反驳 他在宋家村住的日子 从不觉得苦 真好 哀家这辈子最可惜的 就是美女儿 你给哀家整脉吧 太后娘娘伸出手 非常慈祥地说着 宋喜宝仔细整脉 突然一惊 喜脉 不可能 太后娘娘这把年纪 怎么可能是喜脉 除非 娘娘可否让名女 看看您的肚子 宋喜宝此话一出 太后娘娘笑了 这个小姑娘 倒是有几分医术 不过她刚刚那眼神 跟那些太医可不一样 那些个蠢才 真以为她一把年纪有孕 甚至还战战兢兢地跪在那 请求饶恕 太后娘娘将被子掀开 肚子立刻就暴露出来 如果不看太后娘娘的脸 只看这个肚子 那肯定是孕妇 而且是临产的肚子 娘娘 我可以摸一摸吗 宋喜宝再一次提出要求 她有了怀疑 却不敢肯定 需要进一步诊断 可以 小姑娘我就是了单纯的老人 不用害怕 太后娘娘 示意她可以检查 宋喜宝将双手 放在那隆起的腹部 先从四周探寻 再摸到正中间 再拿出听诊器 喜宝 这玩意 师父怎么没有 三天道长对这个很好奇 等会我送你一个 我让人专门定制的 通过这个 我们可以放大听到病人的情况 娘娘腹中 应该是一个瘤子 有血瘤的回声 宋喜宝示意师父 也可以过来听听 太后娘娘虽然有些尴尬 但是没有阻止 毕竟她也想治好病 这个小姑娘 一通检查下来 给了个不一样的答案 其他人 哪怕是皇帝 都坚持认为 她是怀了鬼胎 她这肚子 已经十五个月了 现在已经日夜折磨的 她休息不好 如果再没有办法治疗 她甚至都想解脱了 确实有血瘤的声音 细胞你可以有治疗方案 三天道长看着徒弟 希望他出手 太后娘娘对朝堂老臣 影响很大 若是现在走了 但是想到楚大郎的话 还是说五成 这是人命关天 哪怕师父不说 他也要出手 作为一个大夫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 受尽痛苦折磨后去世 五成把位已经很好了 小姑娘你不要怕 哀家 让皇帝先给你写一个圣旨 如果哀家有意外 绝对不会怪你 更不会怪中王府 这下 你没有后顾之忧了吧 太后娘娘看出来 小姑娘顾虑很多 如果不是三天道长推荐 一个十岁的姑娘 她老人家也不会看在眼中 差点就错过了这样的小神医 她不是怪胎鬼胎 就是肚子里长了个瘤子 太后恨不得 现在就让皇帝滚过来 我需要准备准备 三天后治疗 这些宁神丹 娘娘可每日服用一颗 十二十神都会舒适 晚上不再失眠 宋喜宝拿出宁神丹 递给太后娘娘三颗 三天道长看得那叫一个眼热 徒弟一出手 就是各种好东西 谢谢你 哀家 现在能睡个好觉 真是愿意拿寿命来换 来人 居药房 让他们将百年以上的药材 每一样拿三件 太后娘娘懂这些大夫 看不上普通经营 宋喜宝听到太后娘娘的安排 立刻就笑了 这样的安排她喜欢 娘娘 老道想向您给徒弟讨一个恩典 三天道长适时提出要求 说吧 咱们认识多少年呢 您这样客气 哀家反而不适应 太后娘娘笑着打去 一颗宁神丹下肚 她觉得整个人都舒服起来 喜宝自幼在乡下长大 老道想请您给个恩典 让她指对您 皇上 皇后娘娘行跪拜礼 其他人的跪拜礼就免了 有您的口谕 就没人会用礼仪来为难她 三天道长 自己早就不受这些束缚 哪怕是皇上 他不想理睬 都滚蛋去 可是宝贝徒弟不一样 而且是个女娃娃 要是被人欺负 她老人家的心疼 传哀家口谕 中王府安宁郡主 免了一切礼仪 道长如此可满意呢 太后娘娘就喜欢看道长有软肋 满意 多谢太后 今晚您就好好休息 我去中王府住 三天后 我与喜宝一起来给您治疗 三天道长说完就转身走 完全没有给太后反驳的机会 宋喜宝胡乱的俯身行礼 然后跟上师父的脚步 太后娘娘的脸色 自从他们走后就拉下脸 去请皇上来 这一年多 他老人家受到的委屈 全部都要还给他们每一个人 害时宋喜宝跟三天道长 才出现在中王府 一屋子人都坚持等到现在 哪怕是三的娃娃 小姑 徐明洪跑过去 一把抱住小姑的腿 小姑 你不又偷偷跑掉吧 宋喜宝哭笑不得 不会 我如果离开京城 会提前跟你说 小姑 你为什么要离开京城呢 徐明洪有些不解 难道这里不是小姑的家吗 还是说 有人不想让小姑留下来 活儿 别馋着小姑了 赶紧让你小姑跟道长进屋 中王妃看出女儿不好回答 赶紧打圆场 我没有馋着小姑 我就是很喜欢小姑 徐明洪小声说着 不敢再问小姑离开的问题 宋喜宝笑着牵侄子的手 然后跟大家一起进屋 中王爷没好气的 对三天道长发脾气 道长 你带我们家洗宝进宫之前 是不是应该跟我们商量下 当他们得知洗宝进宫后 差点直接进宫去 如果不是王妃拦着 他们家姑祭就 是老道考虑不周 这几日就住在王府 三日后 我们再进宫 给太后治病 我还没有吃晚饭 你们弄点吃的 王爷我们喝一杯 三天道长 压根就没有在乎 中王爷的态度 因为中王爷也是旧臣 试问 现在哪个旧臣 能够看着太后娘娘去死 十几年前的怀王府惨案 能出现一次 就能够出现第二次 所以乖徒弟哪怕不在京城 他也要派人去接了 道长稍等 中王妃立刻就让习父去准备 中王爷虽然还是气呼呼 但是面对女儿 还是改变了对三天道长的态度 毕竟这是女儿的师父 给太后治病 这是非同小可 习保你尽力而为保守治疗就好 中王爷给出自己的建议 第162章 臭气冲天 小事 我们就是给太后肚子里的流子割掉 习保说 有五成把握 三天道长的话 让中王府的人再次暴走 中王爷瞪着女儿 你是不是傻 那是谁 那是太后 不是乡下那些女人们 吃不好的话 那得 五成把握 也敢给太后割流子 那流子是长在肚子里 又不是其他位置 这要是弄不好 太后驾崩 所有人都毁了 宋喜宝这是见到徐家人后 第一次被骂 似乎有那么一种亲爹的感觉了 中王妃马上就心疼了 你冲着孩子发什么火 有话不知道慢慢说吗 怎么慢慢说 这是多严重 道长您到底怎么想的 我不要女儿成为一代神医 我只要他健健康康的长大 平平安安的过一声 中王爷真火了 这女儿回来多不容易 这个牛鼻子 老到自己惹麻烦没事 别带上 他女儿啊 我们家王爷说的对 道长啊 我家闺女年纪小 不懂这里面的弯弯绕 您老人家能不懂吗 中王妃对这件事也非常不满 在这之前 最少要跟他们夫妻商量商量嘛 就这样让喜宝进宫 现在好了 承诺太后可以治病 如果不治病 那就等于欺骗太后 也是个死 治不好的话 也是个死 这是他们的闺女 让你们两口子出出气 太后给了喜宝一个 不用行李的特权 再请皇上给你们中王府一道 免责的圣旨 三天道长解释着 要不然他也不会跟着来 就知道 这两口子会蹦起来 所以早早来挨骂 屁免责圣旨有啥用 到时候该掉脑袋 还得掉脑袋 我低个道长 您老人家无所谓 半仙 谁敢动你 可是我女儿呢 我一把年纪不怕死 但是我闺女 我孙子怎么办 中王爷死不死的无所谓 但是孩子们不一样 宋喜宝看着吵起来 开口解释 爹 我有七成把握 如果没有人干扰我 可以达到八成 但是面对太后 我说的是五成 真的 中王爷本想发火 但是听到女儿这样说 立刻表情就变成了自豪 那么多太医都治不好的疾病 他女儿真能成功 那绝对是最厉害的神医 嗯 其实不复杂 我就是怕治病时有外部干扰 宋喜宝非常认真的说 估计中王爷夫妇 是因为在宋家村 看他没有救活六丫 所以现在 也有点怕他就不活太后 你放心 太后娘娘治病时 爹请皇上坐在外面 道长你也不会离开 对吧 中王爷听女儿这样说 必须要安排上 那是自然 喜宝万一你可以排除 这三日 你好好休息 太后给的赏赐 你都收起来 那宁神丹 能不能给师父一课 三天道长 就想尝尝什么味道 他虽然不需要宁神 睡觉也非常稳妥 但就是想试试味道 爹 有三课 宋喜宝非常大方 毕竟这些丹药的原材料 一直都是师父供给 否则他哪能得到 这么多好药材 真不知道师父 是不是挨个道观打劫 什么宁神丹 爹跟娘也要 中王爷可不能让 这个老道一个人得 都是孝顺 当然也要孝顺父母 娘的宁神丹 我在府城就给他吃了 爹 我做出来几颗洗髓丹 但是没有人测试过 您敢吃吗 宋喜宝第一次见到生母 见他精神不好 就暗暗的给他用了宁神丹 敢 这有啥不敢的 你们三个也一起吃 洗髓丹 这可是传闻中 对习武之人最牛的丹药 没想到我女儿 居然也能做出来 道长 你一数是不是 没有我闺女厉害 中王爷此刻 非常臭屁的问 三殿道长 现在有点想扇这个家伙 但是想想 宝贝徒弟还是忍了 习宝 你什么时候回老家 我跟你一起去 见见宋家人 他老人家 又不是没有对付 中王爷的法宝 宋喜宝 看着两个人 斗法有些无奈 师父 爹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我先回房休息了 习宝 我帮你扛药材 徐修武一手一个大箱子 立刻跟上妹妹 用脚趾头想 都知道妹妹生气了 爹跟这个老道 还在废话一堆 习宝 你不要生气 爹就是那样子 那什么洗嘴丹 我愿意吃 给你吃药 徐修武怕妹妹讨厌他们 真的要回宋家 迄今为止 爹娘谁都不敢提改姓的事情 就是怕习宝不高兴 他们几个哥哥 其实也怕 我没有生气 我就觉得 在那浪费时间 习宝丹给你 吃完后会通过肠道 皮肤往外排毒 建议你 不要出现在人前 否则大家会嫌弃你 宋西宝绝对是良心 至于这位三哥听不听 那他就不管了 谢谢妹妹 我先回去了 你有事就找我 徐修武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 拿过丹药 直接往嘴里一塞 徐修文跟徐修平 两个人成家了 再加上年纪大一些 没有那么厚的脸皮 往妹妹院子里随便跑 他们直接回去休息了 钟王爷跟三颠道长 那是直接拼酒拼到下半夜 谁也不服谁 最后还是钟王妃发火 这两个人才结束战斗 这一夜 徐修武跑了茅厕三趟 觉得肯定是妹妹的丹药有问题 但是他不能说 拉肚子又不死人 身上黏糊糊 也就当出汗 并没有放在心上 单身的男人 脏点多正常 洗澡哪有睡觉重要 第二日一早 下人们发出尖叫 并且很快请来世子妃跟王妃 怎么这么臭 娘 您在外面等一会 我先去看看 修文媳妇觉得这事情有些危险 她进去 不能让婆婆进去 我们一起进去 钟王妃岂能让儿媳妇一个人进去 再说 老三就没有消停过 啊 你是谁 来人 抓刺客 修文媳妇看到徐修武的床上 躺着一个臭气冲天的泥人 吓得让护卫们进来 徐修武昨夜本身就没有睡好 结果一大早就被吵醒 脑瓜子都疼 闹什么闹 什么刺客 小爷的院子里 哪来的刺客 徐修武满脸不爽 结果就看见大嫂跟娘惊恐的模样 你们怎么了 不会真有刺客吧 徐修武赶紧站起来 取下床头件 第163章 变成小白脸了 徐修武一出生 钟王妃婆媳二人就明白了 徐修武 你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 又脏又臭 你自己照照镜子 钟王妃满脸嫌弃 娘 你小声点 我是吃了洗饱的药 才这样的 你们别喊 我受点最没事 别让洗饱知道 徐修武看着镜子 虽然有些难过 但是为了妹妹 她可以忍受变成这样 赶紧去洗洗 多洗几遍 洗饱的药肯定不会出问题 出问题的是你这个人 也赶过来了 看到三哥的模样 再听到生母的话 忍不住笑了 三哥 你昨晚服药时 我就告诉你 会这般 你年纪轻轻 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已经很不错 你感受下内力 如果是爹服用 估计比你还要臭双倍 什么 你爹用 还要更臭 洗宝 那你要收留娘 娘在你院子里睡可好 钟王妃听到这话 立刻对着女儿撒娇 没办法 谁让女儿吃软不吃硬 这样的方法更合适 好 宋洗宝立刻就答应了 这自然是没问题 徐修武感受内力 更加精纯 娘 我去冲澡 洗宝 你先不要 给爹跟大哥 二哥 等我 彻底测试 结束后再给他们 他这次一定要将大哥 二哥都打败 这是要飞翔的感觉 我明天给他们 你今晚还会再拍一次 但是比昨晚会好很多 你洗完澡告诉我 身体还有哪些变化 我得记下来 宋洗宝觉得这个提议是对的 完全没意识到 这件事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 钟王妃拉着女儿的手 就去用澡扇 修文媳妇自动退让 故意落在后面 真羡慕婆婆 有个女儿 真不知道 她还有没有闺女的命 摸着肚子 也许很快就会有 钟王妃对比其他府邸 绝对是最简单的宅院 对她来说 每天只需要花上一个时辰 就可以打点完毕 所以多余的时间 她想再生个闺女 跟小姑子一样 聪明能干的闺女就好 等徐修武冲了三次 又泡了一次 总算是从黑脸小将军 变成了白面书生的模样 小妹 你能不能让哥再黑回去 就这点我不满意 我那黑脸 才是男人该有的模样 这小白脸 那不得被人笑死 尤其是那几个货 见到我这样 指定在背后骂我 徐修武惨兮兮的说着 三弟 要不大哥 给你摸点墨汁 徐修文有些不爽 因为他是全家男人中 最白的那一个 听到三弟这样说 能高兴那就怪了 墨汁流汗就没了 有什么用 好妹妹 好歇报 你帮我想想办法 徐修武只能去求妹妹 送洗保摇头 没办法 你要不继续晒几天 差不多就可以恢复 对 晒太阳 我现在就去 徐修武决定了 在皮肤没有被晒飞之前 绝对不能出门 三弟 我陪你 徐修品其实就想试试那药效 跟三弟打一场就知道了 徐修武正有此意 两个人直接去了教场 钟王爷跟徐修文心知肚明 钟王妃等人也知道 只有洗保一个人不知道 不过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对今天的早餐非常满意 他吃得快活 修文媳妇就得到大家的赞赏 钟王妃非常欣慰地看着大儿媳 这个家交给他 真是交对了 苏修文觉得 媳妇真好 对妹妹好 就等于对全家好 修文媳妇抓住时机问 习宝 你说大嫂还有机会生个闺女吗 有没有办法 宋习宝看着大嫂满脸期待的模样 在看着全家人都冲着她看 这生男生女 原则上是无法干预的 有一些偏方 准确性我没有做过考教 我可以写给你们 但是如果有了偏差 你们不能生气 宋习宝丑话说在前面 人性就是有了闺女想儿子 有了儿子想闺女 只要不对其他人孩子坏 那么能帮一把也可以帮 绝对不能生气 你能帮大嫂 我感谢都来不及 如果没生出闺女 只能说我没有娘命好 修文媳妇的话 让婆婆一下子挺直了几样 钟王妃也觉得命好 有这么好的闺女 试问谁能有 习宝 二嫂也要 修品媳妇可不能落在大嫂后面 这等重要的事情 必须要跟上 好 习宝觉得拿出来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的 好好 你们都要努力 习宝 你这次给太后娘娘治病 估计要在京城待的时间长 娘想着将宋家人接过来 你怎么想 钟王妃怕女儿想念宋家人 暂时不接 这边顺利的话 一个月就完好了 最多一个半月 我就回去了 不用来回折腾 宋喜宝实话实说 虽然京城这个家很好 每个人都对她好 但是她无法丢下宋家人 尤其是奶 钟王妃虽然满脸失落 但是没有在这个时候 反驳女儿的话 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拿出真心对待 一定能够让喜宝改变想法 至于宋家人到京城后 该怎么生存的问题 她已经让人去看 喜宝 明天是你真正的十岁生辰 娘可以请你外祖父一家人过来 为你庆祝吗 其他客人 今年咱们就不请 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请 钟王妃小心翼翼地与女儿说 宋喜宝没想到她真正的生辰 与现代的生日是同一天 所以 有些事情 早就是天注定了吗 谢谢娘 娘看着安排就好 宋喜宝隐约中 也有几分期待 王妃 外面有人自称是大郎的娘 前来拜访 贵嬷嬷赶紧来通知王妃 因为她觉得 那个妇人长得好像 是甘娘来了 宋喜宝听到后 立刻就笑了 速速请到偏听 钟王妃也没想到 但是事情来了 他们不会怕 不到片刻后 钟王妃 宋喜宝 建业媳妇就在偏听相聚 甘娘 二郎跟甘爹呢 宋喜宝上前拉住甘娘的手 她身上的衣服 还是甘娘做的 建业媳妇准确地说是 淮王府移宁郡主 她看着钟王妃 抓着喜宝的手眼 含热泪 二郎暂时没有回来 你甘爹回乡府了 太后娘娘 召见我淮王府 封条已经被撕了 大郎娘笑忠带泪 她得到消息 就回了京城 哪怕是一个陷阱 她也不怕 她也要告诉所有人 她是淮王府的移民郡主 第164章 再见楚大郎 被训了 回来就好 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你直接说 我们钟王府 什么都不怕 钟王妃这十年里 走得多艰难 只有自己知晓 凌过雨的人 总想着给别人打伞 更何况这个人 还是喜宝的甘娘 她曾经的好友 我们不能连累钟王府 只不过 我与喜宝的关系 已经被人调查了 所以我索性就上门来看看你们 宋家人 你们最好给接到京城来 免得被其他人利用 大郎娘这样一说 喜宝也就不再坚持 钟王妃听闻后 立刻就让三儿子徐修武去办 徐修武本来还想炫耀下他 打败了二哥 但是听到事情严重性 立刻就带人出发 喜宝 太后娘娘的病情很重要 甘娘不是想给你压力 而是让你住在哪 防止被人动了手脚 大郎娘就怕有人 想借助喜宝的手 将钟王府一起拉下马 好的 等娘娘手术后 我要在他身边 守个十来天 宋喜宝原本就打算 守个两三天 现在看来 一定要多守一些日子 明日喜宝生辰 你们带着大郎一起来 钟王妃不用想 大郎这孩子 肯定跟着一起来京城了 好 我们一定来 大郎娘笑着点头 大郎哥也来了吗 宋喜宝本以为大郎哥 还要等一个月 才回到京城 没想到现在就来了 他跟他爹一起回楚家了 我现在也要回去 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礼物 大郎娘将东西 递给喜宝 没有在钟王府久留 宋喜宝收下礼物后 将干娘送到门口 这才反回来 没想到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他本想着 在京城住一阵子 就回老家 现在呢 第二日生辰宴 宋喜宝终于见到了大郎哥 非常高兴 喜宝 我回到楚家了 过一些时日 如果传出来什么流言蜚语 你都不要相信 楚大郎有些紧张地告诉喜宝 他刚回到京城 结果家里人就开始打趣他 要给他定亲 而且还有各种性跟礼物 让他不厌其烦 因为楚家孙子辈 除了大伯家的大堂哥 就只有他一个 二郎暂时爹娘 还没有让他们知道 大堂哥已经成亲 所以太多人将眼光放在他身上 流言蜚语 大郎哥你不要定亲吧 宋喜宝瞪大眼睛非常不满 楚大郎才13岁多 此刻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秋氏 怎么能谈婚事 楚家人真是太不靠谱 暂时还没有 我爹扛着压力在 他说能替我扛到明年秋时 至于后续的事情 就要看我的实力 但是外面传言不会少 楚家现在可是香波波 皇后是我亲姑姑 所以楚大郎已经非常明白 他对小姑娘的心思 虽然他没有表白 可依旧特意地来解释一番 所以你现在是万人迷 无数小姑娘往你身上扑 是不是收到很多信 还有礼物 说有没有动心 宋喜宝恶狠狠地说着 他一心守护长大的小夫君 岂能让其他人摘走 谁都不可以 他必须要留在京城看着 正好也乃他们也都被接过来 他哪里也不去 就盯着他 收到一些东西 但是我都没有打开 就让人焚烧了 今日是你生辰 你要快点长大 在任何时候 都要学会保护自己 有为难的事情 就来找我 楚大郎就怕小姑娘 现在又有了三个能干的哥哥 对他疏远 此刻楚大郎也在发愁 为何宋家跟徐家那么多儿子 给喜宝弄了 那么多哥哥弟弟 像他们楚家多好 大部分都是女孩 我肯定会找你 但是你得乖乖读书 我会让干娘监督你 干娘现在回楚家了吗 宋喜宝小声地问着 虽然她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能看得出来 那些事情不简单 不知道干娘干爹 能不能处理好 暂时还没有 我娘是淮王府移民郡主 十几年前的旧案了 太后娘娘 暂时让我娘回淮王府 至于后面事情如何发展 我也不清楚 楚大郎不能说得再细 但是如果不说 就喜宝的聪明镜 肯定也会猜出来 那就等于干爹干娘 现在是分居吗 楚家难道不认干娘 这么好的儿媳妇 宋喜宝现在也终于懂得 干娘为什么这么厉害 她身上这衣服 是干娘做的 哪怕到了京城 依旧是潮流款 爷也没有开口 爹娘目前是分开 但是爹跟我每天都会去淮王府 带着人帮忙一起休息 我明日去国子健读书 下学后也会去帮忙 楚大郎他们 其实在喜宝前脚走 后脚就走了 因为全城走得快 比喜宝还早了一天到京城 只不过 消息全部都被楚家给捂住了 知道的人不多 如果娘没有到忠王府来 他们都不会知道 楚家在京城盘踞多年 比忠王府根基要深厚 我这几日都不能去看干娘 明日就要进宫 宋喜宝也想去看看干娘 可惜没有时间了 现在一切都要以太后娘娘的病情为主 他也算看出来 太后娘娘对干娘 对忠王府 都是非常重要的人 你不用担心这些 忠王妃已经派人去了 喜宝 你进宫后 不要离开太后娘娘身边 不管是谁宣照 你都以娘娘的病做借口 楚大郎忍不住又开始嘱咐 如果不是无法进宫 救了他命的小姑娘 如今都可以进宫 给太后娘娘治病了 对外 三天道长是喜宝的师父 但是他们这些最亲近的人都知道 他的医术 根本不是三天道长所传授 大郎哥 我发现你现在跟夫子一样 好啰嗦 宋喜宝笑着说 额头就被大郎哥的手指弹了一下 你这是嫌弃我吗 我怎么不去嘱咐其他人 我嘱咐的话 你听了吗 没良心的小东西 楚大郎气得牙痒痒 如果他说的话 小姑娘会听 岂会有这样的局面 他是一到京城 小姑娘出生牛毒不怕虎 换做其他人 岂敢接受这样的事情 他呢 第165章 至高皇权 那我也不能不听师父的话 不准生气 今天是我生辰 我哥哥们都在看着 小心你被打 宋喜宝辩解着 虽然有点心虚 但是现在的哥哥们更多 外祖父家里 也有好几个哥哥 刚刚给他塞了一大堆东西 当然 他绝对不是被东西收买 而是很庆幸 感慨老天爷对他真好 两边家人都是真性情 家庭成员很简单 没有看到妻妾争斗 敌数残骸 他们打不过我 细胞你哥哥们多了 就不将我这一兄放心上吗 楚大郎盯着小姑娘的眼神 有点伤心 当然不是 你是最重要的 你应该趁着今天的时间 去找我大哥好好聊聊 他也是状元狼 用徐家的话来说 五人堆里居然蹦出来 一个会读书的人 好稀奇 宋喜宝觉得 这个名字取得真对 徐修文 修文 修文 能不好好读书吗 嗯 我先去找徐大哥 你记住我的话 任何时候 安全第一 没什么比你的小命更重要 楚大郎今日自然 要与徐大哥请教请教 来之前爹就嘱咐了 但是他首要任务 还是要嘱咐喜宝这小姑娘 人小鬼大 比谁主意都大 郡主 两个孩子还如从前一样 中王妃拉着宜宁郡主的手 让他不要担心 大郎这孩子 他越看越喜欢 王妃姐姐 如果没有喜宝 就没有我们家二郎 我这病也不可能会好 当时我离开京城 就没有想过 我们之间还会有这样的缘分 宜宁郡主感慨着 如今太后的身体第一 否则他们淮王府的冤屈 还不知道要到何时才能洗刷 宋喜宝的生辰宴 虽然办的范围很小很小 但是太后娘娘与皇后娘娘 都派人送来贺礼 皇上自然也就做个顺水人情 整个前朝乃至于后宫 还有谁敢不动 未到五宴 礼物就堆满了宋喜宝的院子 满屋子都充斥着金钱的味道 他看这些礼物 估计在府城奋斗一辈子 都赚不到这么多 一不小心 就成了典型的小富婆 有点不想努力 只想躺平怎么办 喜宝 书香 书越他们两个 以后就跟你 可好 钟王妃看着女儿盯着一堆礼物 有些为难的表情 适时地提出两个丫鬟 这两人是她特意挑选出来 平时与闺女说话最多的人 好 这些事情我都不会 娘 您看着办 至于这些礼物 您也看着安排 尤其是御刺之物 您收起来 别放在我这边 宋喜宝可不想落一个 对御刺之物不敬重的罪名 你这院子里有个小库房 就放在那 娘让人给你做好册子 御刺之物会写清楚 有什么不懂的 你随时可以来问娘 钟王妃唯恐女儿嫌弃麻烦 不喜欢待在京城 娘 我可以用嫂子们 送的铺子给我奶 他们先住着 做点小商议吗 宋喜宝想到 家人很快就要来京城 不得不替他们打算 钟王妃安抚女儿 当然可以 娘打算收拾出一个宅院 让他们住下 谢谢娘 宋喜宝还没有看过 大嫂给的铺子 暂时也不知道 能不能住下一家人 既然生母有安排 就听他们的 我们是母女 他们是恩人 娘不会亏待他们 喜宝 你仅可以放心 明日一早 你就要跟道长一起入宫 如果有要紧事 太后无法帮助你 你可以向皇后求救 你爹是男子 不可能一直都在宫中 钟王妃对皇后还是认可 虽然现在后宫争斗白热化 但是皇后娘娘的能力很强大 嗯嗯 我知道了 大郎哥也跟我说 万事先保命 宋喜宝笑着说 他已经试过了 可以将外物转移到实验室 如果说 真的遇到危险 他就将太后一起转到实验室 这样就可以确保手术继续 又能够让他老人家安全的好起来 大郎这孩子说的对 天大的事情 都有爹娘来处理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保命 钟王妃摸了摸女儿的头发 那我开始拆礼物了 宋喜宝对包裹起来的礼物 还是非常有兴趣 那些没有包装 直接送来的礼物 一眼就看到 不需要拆 也就没有期待感 钟王妃就坐在一边 看着乖女儿拆礼物 遇到喜欢的 她眉眼间都带着笑 遇到不喜欢的 没想到老天爷怜悯她 将女儿给送回来了 这十年时间 她每日都在赎罪 在佛前祷告 努力去做善事 就希望女儿也能得到眷顾 往后的岁月里 她要用全部的力量 去帮助女儿 过自在的人生 她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不需要为任何人改变自己 看着她开心 她坐在这什么都不用做 都觉得开心 第二日一大早 宫中就派人来接 并且指明 只需要道长与郡主进宫 这让本来想跟着一起的钟王妃 只能无奈地停下 她按规定给皇后娘娘递了牌子 希望可以快点进宫陪着女儿 宋西宝再次进宫 依旧没有紧张 这次带了两个药箱 她跟师父一人一个 这次除了太后娘娘 宋西宝还见到了皇上皇后娘娘 屈膝跪下 倒是也没有太抗拒 作为齐鲁大帝的人 打小跪长辈都习惯了 这些人年长 就当孝顺长辈 但是别挑剔她的姨态 没学过 再挑剔 她也就是这个模样 改变不了 你就是钟王遗世了十年的女儿 皇上打量着小姑娘 年纪这么小 就敢说给太后治病 果然虎父无犬女 换做其他人 包括太医院里那些老东西 就不说治疗了 当初发现这件事 他们就跟死了全家一样难受 如果不是他们那般模样 她跟母后 也不会闹到如今地步 回皇上 他们都说是 应该就不会错 而且 我跟娘长得很像 宋西宝觉得这个问题 不该叫她来回答 反正上一辈人都确定这件事 应该不会出错了 这番回答 让皇上忍不住笑起来 皇后娘娘也是嘴角带着笑 太后娘娘怜惜地看着小姑娘 皇上 哀家的病 不管治好不治好 你都要答应哀家 绝对不能牵连到他们 哀家这关 就看老天的意思 走到今天 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母后 你一定会好起来 皇上立刻安抚着太后娘娘 误会母后这么久 她内心深处满满的愧疚 第166章 皇帝也一样是人 母后 皇上说的对 你一定会好起来 安宁郡主在民间 可是有小神医的称号 三殿道长也在这 您就安心治病 儿媳跟皇上在这守着您 您只管安心 皇后娘娘的中宫之位稳固 太后娘娘对她是有着恩情的 宋喜宝开始问太后娘娘 进食时间 确定无误后 就开始对手术房间进行消毒 又在门口搭建一个消毒间 所有人进出太后娘娘的病房 必须要全部消毒 太后娘娘本来还有几分担心 看着小姑娘严谨稳稳重的做法 超越年龄 更加安定了几分 皇上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因为她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小姑娘并没有因为她是皇帝 就畏惧 讨好 甚至巴结 在她那 好像就是一个病人的儿子 并没有特别之处 听着小姑娘义正词严地说 任何人出入都要消毒时 还特意看了她这个皇帝 就觉得有几分意思 中王爷这女儿 似乎比那几个儿子还像她 太后娘娘 这要服下后 您会慢慢地失去知觉 但是不用害怕 就当睡一觉 现在您换一身衣服 跟我进去 宋喜宝拿出 给太后娘娘准备好的手术服 哀家听你的 太后娘娘并不是胡乱地 将生命交给一个小姑娘 这三夜 她睡得无比踏实 胃口也好起来 精神气都跟着好 这些改变 除了这个小姑娘 没有人能给她 皇上 请让其他人都在外等候 无论发出什么事情 都不要影响到我们治疗 三天道长 必须要给徒弟加持 道长放心 朕就坐在这 皇上不但自己坐在这 还让中王爷在外面 这个时候 就是一只苍蝇 都不会让飞进来 打扰到太后治病 宋喜宝这边 太后娘娘药效已经起来 他对三天道长说 师父 我要带着太后娘娘消失一会 您在这里给我顶着了 任何人都不要让进来 我会与娘娘一起回来 三天道长咽了咽口水 难道 乖徒弟你放心去 有师父在这里 任何人都没有机会进来 他当着乖徒弟的面 直接从怀中掏出一堆福 洒过去 整个房间都冒出来精光 宋喜宝就知道 师父看似癫狂的外表下 藏着大本事 他将太后 与床一起带到实验室 这里的手术室 他已经提前布置好 太后娘娘年纪大 肿瘤大 再加上身份 他必须要用辅助性的机器 才能增加手术成功的概率 一个时辰后 宋喜宝终于将这一个巨大的肿瘤 完整地剥离出来 观察着肿瘤的血管 与他想象的一样 这是一颗良性肿瘤 他擦了擦汗 立刻开始缝合 忙得快要飞起来 又过了半个时辰 他观察了一会太后娘娘的生命指针 带着人从实验室撤离 当然不忘记带回肿瘤 三边道长在屋内 等得都快要长草了 乖徒弟带太后娘娘消失的瞬间 他整个人都慌了神 终于看到他们在出现 他眼圈都红了 因为似乎看见了神迹 师父 你怎么了 怕我不回来 拐卖当朝太后 手术成功后 宋喜宝开着玩笑 三边道长擦了一把眼泪 瞪过去 就瞎说 这就是太后娘娘肚子里的瘤 看着被割下来的瘤子 三边道长对乖徒弟的医术 又得高看一眼 是 我端出去给皇上看一眼 然后等太后醒来看看 就处理掉 您在这里帮我盯着娘娘 有任何问题 您立刻叫我 要笑还有半个时辰左右 娘娘就会醒过来 宋喜宝说完 就端着那盘肿瘤出去了 等在外面的皇上皇后 看着小姑娘 端着一盆血淋淋的肉走出来 真的被吓到了 这是太后腹中的 皇后娘娘 吓的声音都在哆嗦 是的 民间应该也有不少女子 怀胎三四年 甚至十来年 实则都是病 并非是真的有孕 是体内长了瘤子 宋喜宝见皇上皇后害怕 就用一块布盖上了 安宁郡主 太后现在情况如何 皇上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现在被一个小小的瘤子 给吓得心中发毛 手术成功 但是还未完全脱离危险 需要观察十二个时辰 我会一直守在娘娘身边 您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我就回去守着娘娘 宋喜宝已经很累 他得偷偷喝点咖啡 要不然顶不住 虽然喝咖啡伤身体 但是必须要扛住 这一关 他跟太后都要过 而且他相信 中王府跟干爹干娘 还有大郎哥 都希望他治好太后 去吧 需要什么直接吩咐下去 你的任务 就是照顾好太后 皇上听闻成功就好 至于那什么手术 他也不懂 想到母后得剖开肚子 取出这么大的肉瘤 他曾经还那么误会 伤害过母后 就有些无地自容 请皇上将这封信 带给我爹娘 免得他们担心 宋喜宝将一封 没有密封的信拿出来 上面就两句话 根本就不怕被查验 他没有封口 就是不怕查的态度 这态度让皇上笑了 招招手 等他睁开眼 宋喜宝这才松下一口气 娘娘 您知道我是谁吗 他赶紧跟太后娘娘说话 太后娘娘 挤出一丝微笑 小仙女 宋喜宝听到这话 吓够呛 玩犊子了 这是脑子出问题了吗 是老天派来叫挨家的小仙女 太后补了一句 她用手轻轻地碰了碰肚子 那一块肉没有了 这说明 她的屈辱也没了 作为一国之母 她老人家这一年多来的耻辱 混合了多少血泪 娘娘 您现在放宽心 我会治好你 但是您得忍住 在没有通气之前 只能喝一点点水跟药 宋喜宝打算 夜里再给太后输液 白天先这样 等夜里有办法 让太后睡得沉 不会发现端倪 挨家听你的 为何挨家的伤口不疼 真的剖开肚子 太后娘娘 如果不是用手触摸到 那裹着的纱布 还以为是仙树 吹一口气 那东西就没有了 等会就会疼 而且接下来的几天 您都会疼 我不能给您止疼 因为那样会耽误伤口的愈合 就要靠您忍着 我会一直都陪着您 直到伤口结架 宋喜宝握着太后娘娘的手 安抚着 第167章 奉旨行医 喜宝 你这个名字真好 太后娘娘说了一些话后 又累的睡着了 她身边的猪嬷嬷 眼泪都掉下来了 对着宋喜宝 直接就跪下来 郡主 您有任何吩咐 都直接告诉老奴 老奴一定给您办好 您不用客气 我们一起好好照顾太后娘娘 等她再次醒来 我们帮她擦拭身体 按摩按摩腿部 王爷拿到女儿的信 还有王公公的口信 心里的大石头 这才落下来 王爷 郡主的胆破真是随您 皇上都赞 虎父无犬女 王公公由衷地感叹着 谢谢王公公 我这个女儿 比三个儿子都要好 中王爷笑了 就喜欢听到别人夸乖女儿随她 随她就对了 这世道 不要管对女子有多少进骨 只要有她在 女儿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 中王妃也进宫了 皇后娘娘拉着她的手 也是一顿夸着宋喜宝 娘娘 臣妇 这女儿什么都好 就是在外长大 若是仪太有什么不对 您多包涵 臣妇给您赔罪 您可千万别生气 中王妃不用猜 都知道 女儿肯定行李这块有欠缺 因为有太后娘娘的意志 再加上他们夫妻二人 都不愿意逼迫女儿去学 除了宫中这三位 其他人 他们也不畏惧 本宫就喜欢这种真性情的姑娘 她什么都好 太后都免了礼 我跟皇上自然也免了 再说 咱们这京城中 又不缺那些规规矩矩的姑娘 但是就缺你家 安宁这般有本事的姑娘 皇后娘娘不得不佩服 那小姑娘的胆量 试问 这世上有几人能胆子 给太后剖腐 而且那么大的流子 端出来那一刻 她差点都要吐出来 但是这个小姑娘完全无惧 谢您夸奖 臣妇对这孩子有愧疚 所以难免浇惯一些 由着她性子来 中王妃就是告诉皇室的人 他们夫妻对孩子 都是有愧疚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整个国家对女儿都有愧疚 十年前 是他们艰难的二选一 才保住了国家 我觉得安宁性子非常好 她这年纪 你可有打算 皇贵妃那边 找人打听过安宁的生辰八字 皇后娘娘就是明着说 如果中王府想让女儿进宫 那就不如嫁给太子 如果不愿意让女儿进宫 那就赶紧定下婚事 中王妃听了这话 立刻就沉了脸 多谢娘娘 我们家喜宝在乡下长大 这辈子安稳度过 不愿意嫁入皇室 你们这样打算也好 本宫瞧着安宁很好 但是性子单纯直接 确实不适合皇室 本宫真是有几分羡慕你 皇后娘娘看着中王妃 同为女子 她们有着不一样的人生 中王妃笑着 可不打算接话 毕竟 宋喜宝这边等 太后娘娘再次醒来 检查一番后 又给她老人家喂了一些水 这次请了皇上与皇后娘娘 进来说话 当然 他们也得按照要求消毒 在这点上 皇上与皇后都没反对 毕竟是为太后后 等他们见到太后时 非常惊讶 因为太后娘娘说话的 镜头很足 母后 儿子对不住您 皇上眼圈都红了 他们母子几十年 她居然不信母后 导致她受到这么多的委屈 太后娘娘摆摆手 不怨念 都是那些拥业 如果不遇到喜宝 哀家这条命都交代了 安宁郡主 你父母都是 我朝大功臣 你如今又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有什么愿望 说出来 朕都帮你实现 皇上立刻就当着 太后娘娘的面赏赐 宋喜宝犹豫了一会 开口询问 皇上能不能赏赐 我一个自由行医的权利 最好是一块玉刺金牌 这样到了每个地方 都不会有人怀疑阻止我 我就能多救人 皇上没想到 今日居然被一个小姑娘 上了一课 朕立刻让人去定制这块金牌 并且赐你一个药箱 让你奉旨行医 谢谢皇上 宋喜宝又补了一句 太后娘娘 这次不用再付钱了 您赏赐给我的药材 足够您全程治疗 太后娘娘忍不住笑了 皇上 往后预药房 要什么好东西 都给喜宝留着 比给那些废物强太多了 您吃的那个雇员丹 就是喜宝做的 这些可是三天道长 说出来的 他这是加强皇上 对小姑娘的信任 皇上一听这话 顿时眼睛都亮了 安宁郡主 那雇员丹还有吗 皇上 雇员丹一年只能服用一颗 如果保存不当 就会失去药性 我往后每年让爹 带给您 太后娘娘 皇后娘娘各一颗 但是 您得提供药材 我凑不齐 宋喜宝 可不能摆给他们 这么好的东西 他说的是大实话 药材太珍贵了 不知道你那宁神丹 还有没有 皇上日日都来看太后 太后脸色变化 他是知道的 宋喜宝老老实实地 从药箱里 拿出一个白瓷瓶 这里面是三粒 皇上您的年纪 每天服用半粒就够 好 朕回头就让人送药 才到中王府 皇上非常满意 对中王府也更加满意 太后娘娘见皇上如此 也很高兴 很多事情 就是差一个奇迹 聊了一会 宋喜宝表示 太后娘娘要多休息 皇上皇后赶紧离开 他们前脚走 后脚太后娘娘麻药 彻底失效 伤口处开始疼 她老人家这辈子 大概就是生孩子 跟小产那一次 才有过这么疼的经历 娘娘 这些疼您得忍着 如果实在忍不住 我先给您针灸止疼 最后用药 但是用止疼药的效果 会影响伤口愈合 对您后期不利 宋喜宝不知道 太后娘娘到底能不能扛得住 不用药 挨家能忍 周嬷嬷给郡主在这里 摆一张床 不能睡在这 太委屈了 太后娘娘 乃能让宋喜宝 睡在宫女睡的位置 这不是打中王府的脸吗 这可是她老人家的救命恩人 第168章 一跃成为大红人 多谢娘娘 宋喜宝没有拒绝这样的好意 既然太后娘娘开口 那就是将她当作自己人 拒绝反而显得身份 而且她并不是太后娘娘的仆人 而是中王府的郡主 就这样 宋喜宝贴身在宫中 照顾了太后娘娘十日 第三日时 娘娘下地行走 第五日拆线 第十日 娘娘已经可以在院子里走个半圈 第十日下午 太后娘娘让宋喜宝回家 王后每三日进宫 给她请卖即可 皇上本想阻止 但是想到小姑娘许久未回家 也就默认了 反正 如果母后再有不适时 再宣进宫 宋喜宝走出皇宫的那一刻 长嘘一口气 然后就看见全家人都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眼圈有点红 她笑着走过去 爹 娘 大哥 大嫂 二哥 二嫂 好孩子 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中王妃将女儿搂在怀中 这些日子担惊受怕 现在终于可以安心 老子的女儿 当然是最好的 回家 中王爷声音里 全部都是自吼 中王妃带着女儿坐马车 大二席跟二席都要一起坐 说这样才热闹 马车够大 哪怕再来三个人也坐得下 宋喜宝看着大家关切的眼神 笑着表示 我真的很好 还吃胖了 不胖 你以前太瘦了 回家继续多吃点 小姑娘家就得有点婴儿肥 这样才好看 修品媳妇觉得 小姑子脸上多了点肉肉好可爱 好像捏一把 但是婆婆在这里 她不敢 娘 大嫂 二嫂 你们看 宋喜宝将皇上遇刺的金牌拿出来 吓得这婆媳三人 倒吸一口冷气 喜宝 这是 中王妃觉得 还是要问清楚 免得他们做出什么得罪皇室的事情 奉执行医的金牌 我听大郎哥说 这里有行会 不让自由行医 皇上问我要什么赏赐 我就要了这个 皇上不但赐给我金牌 还赐给我一个药像 宋喜宝直接将金牌挂在脖子上 当初做出这个举动 让太后跟皇上都笑起来 但是她不觉得害羞 这样挂上去 行医方便比什么都强 你做得非常对 中王妃觉得自己 都不一定能够做到女儿的正确选择 这样的高度 只有赤子之心可以做到 宋喜宝治好了太后娘娘 太后皇上皇后的赏赐不断 就连宫中厨子杀了一只驴 都让人送一份到中王府 更别提宫廷贡品水果 茶叶等等 跑中王府送赏赐的太监 腿都细了一圈 中王府从一开始的诚皇诚孔 到最后细为常 宋喜宝更是三天进宫一次 这份荣宠 试问谁能有 安宁郡主 一下子成为大红人 没人蜂拥而至 恨不得踏平中王府的门槛 皇贵妃更是求到皇上那边 好在中王府早就有了借口 女儿刚回来 想多养几年 暂时不考虑婚事 等宋家人赶到京城时 宋喜宝已经红遍整个京城 徐修武都没想到 妹妹这样牛 宋老婆子傲娇的说 我们家喜宝就是能耐 你们到了京城 千万不能给喜宝丢脸 知道不 娘 您放心 我们一定都听您的话 这辈子都没想到 还能到京城来 二助媳妇一点都不累 一路上都无比兴奋 大助媳妇 则是带着几分忧伤 王后喜宝再也不是他的女儿了 大牛 二牛 三牛 他们再学堂 也不知道过得可好 宋老头子 担心三个孙子 虽然徐修武将他们三个人 托付给两举人 又跟县令打好招呼 如果宋文成 宋运来他们搞事情 就抓起来 但是他老人家 有什么好担心 宋老婆子其实也担心 但是嘴上绝对不承认 他们三个留在园级 是要参加考试 这是一辈子的大事 又不是故意不带他们 爹 村长组长 都将他们三个当成宝 绝对没事 宋大助安慰着亲爹 很快 他们就到了中王府 宋喜宝提前得到消息 但是没敢在城门口迎接 因为他的热度太高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 居然将他的画像画出来 导致他一出门 就有人喊着小神医 乃 宋喜宝看见奶奶一刻 直接扑过去 到现在 他穿的还是在家时的衣服 中王府给他准备了很多衣服 但是他不想穿 他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徐家人 宋家也是他的家人 乃得乖孙女 长高也长肉了 好 好 宋老婆子用袖子擦着眼泪 当喜宝离开的那几天 他是整日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就怕孩子到了京城受了委屈 更加后悔没有 陪在喜宝身边 直到徐修武来接他们 直接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就安排四个儿子 赶紧将手中的店铺 都托付给亲家 他们全家都赶往京城 对几个亲家 宋老婆子都是信得过 再说 还有自个哥哥帮衬着 汤多儿母女三人 也被他们带到了京城 因为宋运来 一直都在骚扰汤多儿 自从那个刘和花不能生之后 这个混蛋 就想让汤多儿回去 爷 爹 娘 二叔二婶 三叔三婶 四叔 四婶 宋喜宝挨个叫人 一如从前 这副态度 让本来心中有些忐忑的众人 一下子就找到了归宿 叔叔 婶子 大家一起往屋里坐 就当自己家 千万别客气 钟王妃亲热地拉着 宋老婆子的手 一起往家里走 宋喜宝则是 安抚着居住的其他人 大助媳妇紧张地 拍着衣服上 不存在的灰尘 这才走进去 王妃 我们都是乡下人 哪里做的不对 您就直接说 我让他们改 这次我们到京城 给你们添不少麻烦 宋老婆子看王府这么大 下人转来转去他 都要转晕了 婶子 您做得非常好 请坐 喜宝这孩子 一直都在念叨你们 她不仅是我们徐家的女儿 也是宋家的人 钟王妃这一番话 让宋老婆子彻底放心 她老人家真的没有想到 这些贵人们 能够如此通情达理 爹娘 可以开饭了 修文媳妇 直接安排了四桌饭菜 宋家 就是孩子都有位置做 这份尊重 让宋家人慢慢地开始放开 四桌媳妇在他们之间 算是出身最好 但也仅仅是镇上 杂货铺家的姑娘 第169章 一大家子住下来 喜宝 一会你一个人 带着他们去铺子 跟院子可以吗 钟王妃私下问着宋喜宝 并不是不尊重宋家人 而是给他们独处的时间 既然都住在京城 往后两家人来往多着了 娘 没问题 我晚上就住那边 明日带他们转一转 您觉得怎样 宋喜宝现在也比较难 一边是生母 一边是养母 没问题 书香跟书月 对京城都很熟悉 有什么需要你 就跟他们说 你爹给你四个暗卫 如果遇到危险 他们会出手 平时不会打扰你们 你也不用管 他们吃住 就当不存在 钟王妃仔细跟女儿交代 他不反对女儿跟宋家来往 但是安全问题不能忽视 这一点不能改 谢谢娘 那我们吃完饭就过去 宋喜宝非常开心 钟王妃虽然有几分失落 但是面上一直都挂着笑容 女儿开心最重要 能叫这一生娘 她就满足了 宋老婆子一开始还忐忑 他们怎么住 住在王府肯定是不合适 可是他们刚到京城 也不知道怎么安排 等宋喜宝过来说时 她老人家再次被钟王府感动 能够这样为他们考虑 绝对是好人 大好人 这样的人家 才能有喜宝这么好的孩子 来 我救了太后 皇上还给我一块玉刺金牌 没人欺负我 我也不会让人欺负你们 大嫂给了我一个铺子 正好咱们家用来卖卤菜 卖面条 住的这个院子 也不用着急搬走 等咱们攒够钱 再重新租一个 宋喜宝知道 乃心中不愿意占钟王府的便宜 成 就按照你说的办 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只要我们努力肯干 一定能够在京城扎根 他们本来不想背井离乡 但是现在为了安全 为了喜宝 送老婆子来京城后 就不打算灰溜溜的走 京城有这么多人 多他们几个也不会多 不会饿死 他们一起到了中王府准备的院子 三进出的大宅院 并且距离铺子不是很远 在这样寸土寸金的位置 这样一座院子 绝对是价值万金 这么大的院子 给我们免费住 这得欠下多大人情 喜宝有小点的宅院吗 五个房间再带个灶间 够住就成 宋老婆子有些惶恐 他老人家一生要强自立 来 您先住着 他们这样的宅院 还有四五个都空着在 每年维修打理 都需要几百两 你们住在这 让中王府还省了这笔银子 宋喜宝非常认真的替奶奶算账 他说的是真话 绝对没有胡说 真的 我们住在这里 还省了银子 喜宝 你跟我们过了十年 真是过了太多穷日子 大助媳妇有些惊讶地说着 随后又觉得 喜宝跟着他们太委屈了 穷也好 富也好 我们只有一张嘴 一张床 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 就是最好的生活 宋喜宝反而觉得 在乡下的日子 开心快活 每天早上起来 都知道这一天 该去做哪些事情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干净 到了京城后 他发现人真的挺复杂 说话还得仔细想一想 生怕说错话 连累到其他人 娘 喜宝说的话 绝对是真的 咱们这么多人 赶紧分房间 我想躺下来歇歇歇歇 我抱孩子都累坏了 宋四柱叫苦连天 他们家这个臭小子最坏 其他人都还走一走 这个臭小子呢 一步都不愿意走 这是在京城 这臭小子直接怂了 看看唐宝 全程都听三嫂的话 那么喜欢姐姐 都没有打扰 到现在都乖乖的 拉着三嫂的手 四叔 除了主愿给乃住 其他你随便选 这房间多 宋喜宝知道 娘提前派人打扫干净 并且添置了生活用品 是真正的拧包入住 喜宝 那四叔就不客气了 宋四柱带头挑选 到主愿 这时唐宝凑过来 姐姐 这次你不会丢下唐宝了吧 听着妹妹的话 宋喜宝笑了 绝对不会 这样你放心了吗 放心了 晚上我想跟姐姐睡 可以吗 唐宝好久好久都没有 见到姐姐 心中自然舍不得 可以 我晚上在这边睡 明日带你们出去转转 京城很大 宋喜宝其实都没有转过 这些日子 除了给太后看病 就是再连药 皇上太后皇后 这三位天下最大的人 都在等着用 她敢偷懒吗 再有空闲 就是给楚大郎写信 给李庆元写信 再寄一些东西过去 爷奶年纪大了 些几天再出去 你带他们出去转转 我这院子好大 空着也是空着 奶先种点菜 等我们搬走时 再给院子恢复 要不然这一大家子吃喝 也得花不少钱 你说可好 宋老婆子想到 带来的银子 不能全部都花掉 将来喜宝出嫁 他们必须要拿出一部分 所以这些银子 都得省着花 当然可以 王府也有菜地 在后院 你们没有看见 爷 奶你们都做好 我给你们把把卖 宋喜宝现在非常关心 两位老人的身体健康 这样的长途跋涉 年轻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老年人 吃饭时 他见奶都没有吃几口 也不知道是不好意思 还是真的吃不下 奶没事 给爷看看 他这一路上 还有些咳嗽 宋老婆子 是一老头子 赶紧让孙女瞧瞧 这太后娘娘的病 都被孙女治好 这说明 孙女医术真是太牛了 宋老头子嘴上说 没事没事 手却伸出去 打死他也没有想到 这辈子能到京城 看着宋家日子越来越好 这才是活着的意义 说不定 他们家也能出一个当官的人 也没什么事情 谢谢就好了 我开几处治疗水土不服的药 让家里人多喝一些 这样就能更快的适应京城 宋喜宝又让奶伸出手 确定两位老人都没有问题 他心中更加高兴 书香 你让他们去准备水 让我也拿好好洗一洗 晚上睡个好觉 宋喜宝知道 娘还给这边 配了几个做杂活的丫头 等明日大家恢复恢复 奶愿意留着 就让他们留下 如果不愿意 那就退回去 第170章 今时不同往日 宋喜宝专门让厨房 做了一大锅好消化的鸡汤面 他双手端过来 奶您再吃点 其他人估计也都没有吃饱 在中王府时 他们都比较拘束 喜宝爷的呢 宋老头子有些吃醋 孩子们都对老婆子好 当然有 油给您端来了 宋四牛赶紧将面条端给爷 他跟五牛 马上就可以在京城读书 有些期待 还有些害怕 也不知道京城的人 读书厉不厉害 反正他的三位哥哥都很厉害 对比下 他读书是兄弟们中最差的一个 好 你们都孝顺 喜宝 王府里的菜都那么漂亮 也都不敢加菜 生怕将菜给加倒了 宋老头子大口的吃着面 肚子真的很饿 宋喜宝听闻后笑着说 其实他们平时吃的 也没有那么精致 这是为了欢迎你们 反正我看他们在咱们村吃饭时 也没少吃 富贵人跟我一样 只是我们在那放不开 宋老婆子觉得 中王夫妻看起来还挺接地气 就是他们家大儿媳 看起来高贵 没事 放不开 我们就少去 往后我两边轮流住 来明天您在家休息 给我做烧鸡吃 好不好 宋喜宝必须要让老人感受到 被需要的感觉 当然好 这一大碗面调下肚子 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喜宝 你陪着我 将这院子好好地转悠一遍 萧萧时 宋老婆子现在一声力气 宋喜宝就陪着乃走 顺便听乃说着 宋家村的那些事情 你干爹跟咱们家的弟 我都托付给村长了 让他们看着众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咱们家现在有八千多两银子 你有需要 就跟奶说 宋老婆子将家底告诉孙女 虽然他也知道 这点银子在京城算不上啥 但这就是他们当老人的态度 来 我暂时不需要 我挣的枕金挺多的 等我要钱了 跟您说 宋喜宝又补了一句 宋老婆子拍拍他的手 真好 这孙女还是他的好孙女 没变 这一夜 宋家人住在京城的大宅院里 有人兴奋 有人睡不着 有人叹气 宋喜宝则是住得非常踏实 他一直都想回去 是回到有奶奶在的地方 宋王妃则是夜不能寐 拉着宋王的衣袖 喜宝会不会又要离开我 不会 喜宝这孩子有情有义 只要我们对他好 对宋家人好 他就不会离开我们 宋王也早就想明白了 千万不要去跟宋家人抢孩子 因为那样 最后就是三败俱伤 谁都不会开心 谁也不会幸福 怀王府的事情 你能帮就帮一把 宋宁郡主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现在楚家的态度 让人有些心寒 这孩子都生了两个 现在他们夫妻分开住 这算怎么回事 宋王妃提到这件事 就对楚家那一群人都不满 你误会楚为元朗 不是他不去 而是宇宁郡主不愿意 而且表示 要以怀王府郡主的身份 来做这件事 而不是楚家而媳妇 宋王爷替楚四解释 当初风流倜傥的楚四 为了宇宁郡主 抛下京城的一切 远走他乡 这事情做得多爷们 迄今为止 还是京城的一段佳话 试问多少女子 都曾希望找到楚四这样的郎君 哪怕遇到危险 也会毫不犹豫的 站在他们身边 哼 宋王妃觉得 夫妻无论如何都不能分开 如果楚四真的爱 那就不能入坠到怀王府吗 他有三个儿子 如果哪个儿子 为了爱情入坠 他这个当娘的 绝对不阻止 同样想到宇宁郡主的人 还有宋喜宝 自从太后病好后 他隔三差五的去看看干娘 宋家人现在全部都到了京城 第二日 宋喜宝就带着大家去了怀王府 一听说去找大郎娘 宋老婆子就有劲了 跟着大家一起去 留下宋大柱陪着老头子 到了怀王府门口 他老人家反而有些不敢进去了 以前那是大郎娘 建业媳妇 现在这是怀王府唯一的郡主 乃 怎么呢 宋喜宝剑乃不走了 其他人也不走 他示意书香去敲门 怀王府的门童见到书香 立刻将门全部打开 恭敬地喊着 安宁郡主 您快进 诸位请进 爹 安宁郡主是谁 宋四牛搞不清楚 就直接问爹 宋二柱摸着头 他也不知道 大哥你知道不 我也不知道 娘 谁是安宁郡主 宋大柱看着亲娘 宋老婆子 瞪着这些个榆木脑袋 喜宝是中王府的嫡女 你们说是谁 哦 原来喜宝也是郡主 宋大柱有些失落 他的女儿是喜宝 安宁郡主是中王府的 依宁郡主见到他们来 也是非常高兴 婶子 赶紧屋子里坐 这一路上辛不辛苦 京城容易干燥 你们要多喝水 好好好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 住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你出身这么好 怪不得你做的糕点 那么漂亮 镇上县里都没有 宋老婆子 看着大郎娘 拉着她的手 也就放开了 我小时候就贪吃 所以学的比较多 三住媳妇 才是天生的手巧 比我强多了 大家都吃 别跟我客气 那就是拿我不当自己人 宁宁郡主见到他们 就忍不住内心舒适 因为他们对他 没有任何的算计 我哪里能跟您比 都是您交得仔细 我才学的会 但是做出来 还是没有您做出来好看 三住媳妇 可不敢乱说话了 因为今时不同往日 就叫我大郎娘 要不然多生分 要不然其他人指定不好意思 宋喜宝收到信号 一手一个往嘴里塞 干娘 都很好吃 但是我最想吃你包的饺子 中午 我们就在你这吃 吃完下午再出去转转 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一起包 一宁郡主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见自家男人 带着儿子来了 楚大郎看到一屋子人 没有任何意外 他知道喜宝的个性 今天一定会带着宋家人来 所以他跟爹一起来了 大家聚一聚 沈子 我昨天没有去接你 真是对不住 楚卫员 也就是楚奸业大声地说着 我们多不自在 第171章 我们定亲 可好 那我就不跟嫂子你客气 刚刚就听到包饺子 你们包饺子 我带他们几个到后面串肉 男人得多吃肉 才有力气 大郎 你带几个孩子去后花园玩 楚卫员给儿子争取的机会 这个臭小子长大了 也知道替未来媳妇打算 楚大郎立刻带着宋喜宝 等一串人到后花园 小孩子刚刚就憋坏了 现在到了花园 立刻就玩起来 宋喜宝与楚大郎坐着 看着四牛 非常熟练地照顾弟弟妹妹 宋奶奶他们来到京城 你往后就不用担心 这是给你的礼物 我做的 楚大郎拿出一根玉簪 递给喜宝 你现在关键时刻 不要浪费时间 宋喜宝嘴上说着 但是脸上却挂着微笑 不是浪费时间 雕刻可以让我放空脑子 是休息 太后娘娘病好后 皇上已经同意彻查 淮王府的案子 我外祖父的冤屈 很快就会平反 等我高中后 就去中王府提亲 你愿意吗 楚大郎变声已经结束 再等一年 估计黄贵妃 会再次筹谋这件事 提亲 你怎么会想到这 宋喜宝心中欢喜 但是又怕楚大郎 此刻年纪太小 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楚大郎抬着头 我知道你现在还小 不知道这些事情 我先提亲 若是你急急后 不喜欢我 到时候 我会解除婚约 还你自由 那要是你反悔 会解除婚约吗 宋喜宝反问着 楚大郎摇头 我不会 我一个人同意也没用 这些事情 还得家里同意 宋喜宝心中偷笑着 终于等到他开窍 真不容易 其实多年前 你娘与我娘 就有过结为亲家的约定 我娘的意思是 等怀王府平反后 再去中王府提亲 但是我想先问问你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我绝对不勉强 楚大郎虽然明白内心的想法 但是他尊重小姑娘 宋喜宝没想到 他跟楚大郎之间 还有个娃娃亲 这算不算上天注定的缘分 那以后 你就是我未来小夫君 等你高中后 要遵守父的 绝对不能看其他姑娘 否则我就不认这门亲事 宋喜宝故作凶凶的表情 但是配上肉嘟嘟的小脸 就是可可爱爱 不看 那你也得一样 尤其是宫中的几位皇子 离他们远点 锦王如果找机会跟你说话 你就拿金针吓唬他 这样 他就不敢找你玩 楚大郎开始教小姑娘 怎么应对皇子们 现在中王府可是香伯伯 再加上小姑娘这一手医术 那些人心思都活了 要是用金针吓不退 我就当着他们的面 直接解剖一只兔子 你说怎样 宋喜宝故意打去这楚大郎 如果没有兔子跟我说 我让人给你送 其他动物也可以跟我说 我去抓 楚大郎觉得 这个主意太好了 那你不怕吗 不怕 如果没有你的医术 早就没有楚大郎了 为什么要怕 他跟小姑娘结识 他救他 他以身相许 最完美的结局 楚大郎心中只有美滋滋 哪里会害怕 宋喜宝笑了 如果在这世界 另一半无法接受他继续行医 那这样的人肯定不适合 所以他花几年的时间 预定的小夫君 现在他开窍 他都想放鞭炮 敲定这件事后 两家都暂时没有说出来 直到相识开始 宋喜宝一位大郎哥祝福 二等带着大牛 二牛三牛的结果 宋家众人在京城 开了个卤肉面馆 因为铺子大 价格实惠 所以生意非常好 这让全家人都多了信心 宋四牛宋五牛 也在徐秀文的推荐下 找到好学堂好夫子 潜心读书 宋老婆子宋老头子两个人 就负责在院子里种种菜 带着六牛与唐宝 汤多尔与巧曼巧梦 都一起在铺子里做活 正常发工钱 巧曼巧梦一开始想跟着喜宝 但是见识过书香书月的本事后 自行惭愧 就不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踏踏实实地干活 喜宝 大牛他们来信了 徐秀武知道 妹妹最关心宋家人 所以 信件到达的第一时间 他就给妹妹送过来了 宋喜宝惊喜地拿过来 果然不出所料 这下子也乃高兴了 他们宋家去了三个人 考中两个 这就是天大的好消息 只不过没考上的宋二牛 估计会非常难受 三哥 你跟娘说一声 我去宋家 宋喜宝拿着信 就跑去了 徐秀武能怎么办 只能去告诉娘 好在娘并不反对妹妹与宋家来往 甚至也主动去光顾宋家的生意 甚至还让她这个京城低丸裤 告诫那些小地痞流氓们 都离宋家店铺远一些 否则 听闻宋家有两个儿子考上秀才 钟王妃也非常高兴 这两个孩子 能够在乡下考上秀才 实在不容易 最关键的是 年纪很小 未来可期 只要宋家人过得好 女儿也能少操心 你也得努努力 瞧瞧宋家的孩子 一个比一个努力 今年能娶到媳妇不 钟王妃看着老三吊锒铛的样子 就有些郁闷 儿子若是没有实力 真是个废物 那他也就不操心了 天天这个天赋最好的儿子 一天到晚没个正行 真要是被皇上抓住做事 也完成得很好 在皇上不找他时 他就是挂个闲职 一天到晚在京城瞎混 天天自家老男人还让他不要管 觉得儿子天赋异禀 娶媳妇做什么 这么无聊的事情 您就饶了我 您就负责跟我爹天天秘密 去管着媳宝 我大嫂二嫂伺候您就成 我出去了 徐修武最烦的就是这件事 赶紧找借口跑出去 女人多麻烦 她一人自由自在 想到哪里就去哪里 没人能管 这魂孩子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长大 钟王妃无奈地摇着头 她叫来大儿媳 准备礼物送到宋家去 修文媳妇听到这个好消息 对宋家赞扬起来 娘 看来宋家各个孩子都能干 修文说 那四牛五牛读书也很好 第172章 欢喜的宋家人 宋家确实很好 如果他们家不是早些年没钱 估计喜宝的养父跟叔叔们 也能考上 现在条件好起来 他们第一时间送孩子去读书 就这份远见 就超过大部分人 钟王妃对宋老婆子很是欣赏 若是这位婶子出自大家 绝对是一个合格的长家夫人 孩子们孝顺懂事 而媳妇们和睦上镜 整个家里都是积极向上 又充满着人情味 宋宁郡主那么挑剔的一个人 与宋家交往这些年 足以证明 他的眼光不会错 老天爷后代他 当初他放下女儿 就祈求过老天爷 让孩子到一个人后的家庭里 这一切都实现 女儿也回来 还有什么奢求 宋喜宝这边 第一时间是奔赴到爷爷奶奶身边 举着信 喘息的说 来 爷 考上了 大哥跟三哥都考上秀才了 但是二哥落榜了 他们现在已经往京城来了 往后他们都在京城读书 宋老头子听到这话 老泪纵横 真考上呢 是的 耶 考上了 还是您的两个孙子一起考上 但是等二哥来 咱们要安慰安稳他 如果愿意继续考 就跟四牛五牛一起 如果想做生意 咱们也支持 宋喜宝觉得 现在二哥法是最需要关怀的那一个 对对对 咱们得顾虑二牛的心情 我们老宋家出读书人 还一次性就两个秀才 我得喝几杯 喜宝让你爹回来 陪我喝两杯 宋老头子还打算准备点礼物 让四柱送回去 给村长组长 至于县令跟两举人那边礼物 让老婆子找喜宝商了 他们这么急匆匆的赶到京城 全靠大家帮助 就知道 不着急 晚上他们就回来 这一天赚那么多银子 怎么能随便回来 宋老婆子立刻阻止 考上是喜事 但是做生意也是正事 晚上回来 大家一起庆祝最好 现在没必要 宋老头子被拨后 也不生气 满脸都笑成一朵菊花 现在这些小事情都不重要 宋老婆子让厨房的人去买菜 当初钟王妃送过来的三个人 她都留下了 别人的一份心意 不用拒绝 而且 他们家人都不熟悉京城 有人帮忙做这些事情多好 但是这三人的月钱 不能再让钟王府出 他们得自己出 家里的人全部都去店铺忙 这是钟王府世子妃 送给喜宝的铺子 所以他们必须要给喜宝租金 虽然喜宝一再强调不需要 但是宋老婆子坚持要给 并且 他打听了周围铺子的租金 取中间价位给喜宝 这一点 家里所有人都支持 宋喜宝最后也就没有再坚持不要 反正钱就放在那 如果宋家人需要 随时都给他们 宋大柱等人忙了一天 等店里客人都走后 他们打算在店里吃点剩菜 就被人叫回家 看着满满两大桌子的饭菜 宋四柱高兴地喊着 爹 娘 今个是啥好日子 怎么做这么多 爹娘的生辰都不是今天 到底是啥日子 宋大柱第一反应 是不是忘记爹娘重要日子 爹 四叔 咱们家出秀菜了 还是两个 是大哥跟三个 二哥这次落了 宋喜宝直接拿出信 笑着说道 他没有搞神秘 直接说出来 大柱媳妇本来累了一天 听到这话 立刻就激动地哭起来 二柱媳妇完全不敢相信 我们家三牛真的考中呢 三牛读书笔 大牛二牛都要晚一些 这次要下场 大家都以为是试试 没想到真的可以 虽然两举人 一直都夸过三牛 但是能够考中秀菜 还是让人意外的惊喜 真的 宋喜宝非常坚定地点点头 宋大柱跟宋二柱 两兄弟抱在一起 他们没有实现的梦想 现在儿子们实现了 我真的太感动了 喜宝 二婶谢谢你 是你让我们全家看到了希望 二柱媳妇一把将喜宝搂在怀中 要说那些年婆婆 对喜宝的单独照顾 她没点想法 那是骗人的 可现在真的恨不得 将喜宝直接供起来 如果没有喜宝 他们家这些孩子们 哪个能读书 二婶 你不用客气 宋喜宝差点被闷死 二婶这身材绝对是巨无霸 她逃出来后 就被娘抱在怀中 这个拥抱就温和多了 二牛没考上 娘对不住 花了家里这么多银子 这银子我不仅您 大助媳妇手头上银子 也有几百两了 娘让他们只需要交一半 她平时又舍不得话 两个孩子前妻的读书费用 都是家里出的 现在二牛没考上 她有点愧疚 不什么不 咱们家二牛也是好样的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 白发同生 那就是有人读一辈子书 都考不上秀才 咱们二牛才多大 十一岁 未来还长着了 她要是愿意读书 接着读 宋老婆子 才不会要这银子 不能因为大牛跟三牛考上 就觉得二牛读书不好 能够让他们下场试试 就说明 二牛读书比一般人都要好 要是人人参加考试 都能考中秀才 那秀才还稀罕吗 他们宋家 能一次性考中两个秀才 绝对是祖坟冒青烟了 娘 乃说的对 二哥也很厉害 这考试有很多因素 落榜不代表二哥读书不好 宋喜宝要等他们三人来了 再说其他的事情 我们现在庆祝 等他们三个来了后 就不能这样庆祝 否则二牛会难过的 他不能都考上 也可以出几个当官 未来他老人家 就真的是老太爷 想起来就美 地下的祖宗们 估计都跟他一样 笑开了花 这宋家人 祖祖辈辈都是地里跑土的 那些年他鬼迷心窍 才会帮着老三家那几个畜生 如果早点供自家儿子读书 说不定早就 往事不能回首 否则他都想抽自己 这一夜 宋家五个大男人都喝了点酒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喝醉 有宋老婆子在 借给他们三个胆子 也不敢 喝酒吃肉都可以 但是不能耽误 明天铺子里的事情 这就是宋老婆子的原则 女人们坐在一起 回忆那些年 大助媳妇 攥着喜宝的手 这辈子有喜宝当闺女 我一点都不亏 往后大牛她们若是有出息 谁敢忘记喜宝 我第一个不饶她们 大嫂说得对 咱们家能够有如今的光景 谁不羡慕 这都是娘跟喜宝的功劳 二助媳妇 现在就是割肉给喜宝吃 都没有意见